第二百九十七集 薛冰不无担心地看了看李然 雨带提醒地说道 李厅长啊 可别真喝多了 回去叫嫂子骂可就不好了 李然摇了摇头 哎 不会的 我心里有数 薛冰的心中暗自摇头 他不能再说些什么 就和假人一起回了雅座 他心中想到 李然既然能够坐到副厅长这个位置 想来也是有一定的政治智慧的 估计啊 不会掉进刘平的温柔陷阱里吧 散席的时候 薛冰已经有些危罪了 他跟高健 假人等人一一握手告别 就上了高健的车 回了家 薛冰没有注意到的是 李然最后是由刘平负责送回去的 易东方从北京回来了 薛冰马上去见了他 易东方一切正常 表面上看 似乎这趟北京之行 并没有什么收获 翻看了一下薛冰带来的农业厅的立项报告 易东方笑着说 这农业厅啊 确实也需要建个办公大楼了 这个项目是由你负责呀 薛冰摇了摇头 王厅长知道我跟您的关系 所以呢 要我来找您审批的 易东方笑了笑说道 这个老王啊 真是个滑头 这件事 您不负责也好 在农业厅啊 你给我低调些 薛冰看得出来 易东方虽然演示得很好 可是他去这一趟北京 起码是心情愉快的 知道可能在方舟那里 得到了什么好消息 要自己低调 大概是不想在最近这段时间里 出什么岔子吧 薛冰点了下头说道 我知道 后面的事情 我就不会插手了 易东方知道薛冰 领会了他的意思 便笑着说 什么时候 我们再去信德那里喝喝茶呀 哎 你还别说 他那里的茶呀 至今我回味起来 还是很香的 薛冰笑了 他越发确信 易东方市得到了好消息 便说道 我最近呀 可能会比较悠闲的 您什么时候有空了 通知我一声 我就陪您去报国寺 冯汉借助政府的人脉 很快就在南风市 拿到了一个好地块 原本可以导手赚上几百万 可是冯汉呢 突然聪明了 认为既然土地导手 都可以赚上几百万 那如果建起房子来 不知要赚多少 他竟然实心实意地 建起房子来 这倒不是冯汉 真心为了海龙公司打算 实际上 他知道 如果光导批文 上下起手的机会不多 自然而然 他能赚取的油水的机会也不多 要是建房子 那就大大不同啊 这一个个环节下来 能开油的地方太多了 所以选择建房也是一种必然 反正账上实实在在地有钱在 不花白不花嘛 冯汉就开始了他的美好生活 早上十点起床 在住的酒店吃过早茶 然后约人打高尔夫 这个高尔夫是他新学的 南风市那些大老板都会打 冯汉借此跟他们办些交际 下午就在公司里 跟聘请来的小蜜丝模 这种生活要多惬意 就有多惬意 很多具体的事物 都是刘华在跑 刘华也乐于学习一些新东西 乐于冯汉做甩手掌柜 他基本上可以全面掌控 海龙公司的运作 在其中的李然也没闲着 有了高剑的帮助 他办起审批程序竟然是顺风顺水 需要打点的关节 高剑都帮他打点好了 就这样跑了几个月 竟然把手续一步步地办了下来 只是让薛斌轻松了 他原本以为李然难以办好的这些事 李然竟然顺利地办了下来 省了他很多麻烦 这一下李然让王厅长刮目相看 认为李然竟然很有实物方面的才感 因此在基建方面更加的信赖李然 手续批完了 下面就是寻找成建公司 在李然的建议下 高建的公司顺利成建了农业厅这个项目 不知不觉又过了些时日 到了海产下来的时候了 国瑜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竟然送来了一卡车的扇背和对虾海参等等 薛斌的心中自然是十分感激 笑着说 老郭呀 谢谢你还记得我 不过我自己也用不到这么多呀 我知道您用不了这么多 您可以送给别人一些吗 国瑜送这么多 是希望薛斌能用这些 在齐州打好关系 他看好薛斌 是看好他的未来 可不是薛斌 现在这个农业厅 第七副厅长的位置 所以他希望薛斌 能够在齐州多活动活动 早日升天 薛斌拍了拍郭瑜的肩膀 老郭呀 还是你打算的周到啊 薛斌就没有推辞 他拟定了一个名单 让郭瑜带来的下属 把东西分好 自己带着他们 一家家去送 这些关系有生有熟 每家的东西 都不是很贵重 可是这样 能够让大家知道 他薛斌到齐州了 知道农业厅 还有薛斌这一号人 送完之后 薛斌宴请了郭瑜 薛斌给他倒满了酒 笑着说 老郭呀 你还是我到了农业厅后 西海县第一个来看我的 这杯酒我敬你 郭瑜笑着说 哎呀薛厅长 不用这么客气了 您当初在西海 那么照顾我 我送点吃的给你 那是应该的吗 我在西海县 照顾的人有很多呀 可是来看我的 目前就你一个 郭瑜说道 丁李呢 倒是叫我问候您了 他那个人啊 您知道 很老实 没用的 要是让他像我这样 送海产来 他办不到啊 本来他想让我 帮着他带上几斤对虾来 哎呀 我说算了 还是我一手办吧 他就不用那么费劲了 老丁那个人啊 是这样的 太老实了 至于急划他们嘛 你也别埋怨他们 您离开西海县 把他们闪了一下 现在呀 他们一个个的 在局里都不好过 原来的局长成功连任 对他们这些 曾经挑战过 局长权威的人 自然也是极力打击 现在一个个的 都在夹着尾巴做人呢 确实是啊 我当时呢 也不知道自己 会突然到农业厅来 这件事啊 有点对不住他们了 哎 西海现在还好吧 我来了这几个月了 还是很想念那里啊 郭宇说道 还是老样子 哎 不过 有两个您认识的人死了 第二百九十八级 薛冰问道 谁啊 哎 一个呢 是颜奇 薛冰听到这里 低下了头 颜奇的死亡 他一点也不意外 原本在他看望颜奇的时候 已经预感到会有这么一天 他摇了摇头说道 哎 老颜这个人哪 度量太小 我真没想到 他会这样就离开人世 哎 郭宇知道颜奇得病的缘由 便说 颜奇这个病啊 怨不得别人 这官场上啊 上不了台阶 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他自己看不开 怨不得别人 薛冰说道 话虽然这么说 可是他这么年轻 哎 太可惜了 另一个去世的人是谁啊 说出来 你肯定不信 狗三 薛冰惊讶地说 狗 狗三 狗三怎么会死啊 他才多大呀 狗三 三十二了 这是最近一段时间 西海县最热的一个话题了 那他是怎么死的 郭宇就讲了狗三死亡的经过 原来薛冰离开西海县不久 狗三就被任命为 臣家狂乡的副乡长 这个家伙觉得 自己是一个官员了 不应该再拿出 以前混混的嘴脸来 就把原本手底下 养的一群混混 给了一点钱给遣散了 这些混混 以前跟着狗三吃香的喝辣的 大手大脚惯了 狗三虽然给了他们的钱不少 可是没几天就花完了 其中一个混混头头 小文 自认为跟狗三拼死拼活 帮他打下了现在的江山 狗三不能这么无情 就在钱花完了之后 又去找狗三要过几回钱 狗三看着以前的份上 没好意思拒绝他 多多少少的又给了他一些 不过狗三也说了 小文啊 我现在用不到你们这些人了 你也不能老是这么跟我要钱啊 应该自己找点事情干 你要是想做什么 需要我帮忙的 那我可以帮你 小文当时答应得好好的 三哥 你放心 我一定自己找事情做 小文也知道 跟狗三这么拿钱 总不是办法 一次两次醒 再多了 狗三可能就没有这么好的耐性了 他了解狗三 真要是惹烦了他 狗三的抱负也不可小觑 于是他就找了一些 不愿意读书 辍学的小孩子 都是十六七岁的样子 总共十几个开始在社会上帮人讨账 也算混口饭吃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 狗三和小文相安无事 这天狗三在西海宴请在陈家矿乡给他管理金矿的矿长 热热闹闹的大喝了一番 酒后 那个矿长说 要当晚赶回陈家矿乡 狗三就派了自己的司机开车送这个矿长回去 自己呢 就和一起喝酒的一个朋友 要找个地方洗脚按摩 两人打车去了一家比较熟悉的洗脚城 下车的时候 狗三的酒喝多了 想要小便 这个家伙 混混的性格不改 加上确实有些急 明明就几步可以到洗脚城里去方便 偏偏就在路边的绿化树边 扯开裤子 尿开了 小文这个时候呢 正在洗脚城旁边的一家餐厅里 带着他的手下小弟们吃饭呢 他坐的位置靠窗 开始他并没有注意到狗三 只是跟小弟们喝酒 其中一个小弟看到了狗三在绿化树那里方便 就笑着说 你看这个家伙穿得挺像个样子 可是扒下裤子就在大街上方便 真他妈的不要脸 小文听小弟这么一说 抬头看了看 他认出了狗三 这段时间小文虽然带着小弟们要了几笔账 可是收获了了 还有手底下这十几个人要养 他又喜欢赌钱 所以一直手头紧紧的 此时看到狗三 心中一喜 狗三一向是手脚大方 此时倒是可以向他借些钱来救急的 小文就跟小弟们说了一声 出了餐厅来到狗三的面前叫了一声 三哥 狗三刚刚解放了自己 心里头正舒畅着呢 听到有人叫他三哥 回头一看是小文 心里别扭了一下 他知道这个家伙找自己总没什么好事 狗三沉着脸问道 小文啊 什么事啊 小文陪着笑说道 三哥 我刚刚在这里吃饭 看到三哥了 出来打个招呼呗 狗三笑了笑 哦 是这样啊 狗三说着 就和他的朋友往西角城里走 小文却拦住了他 陪着笑说道 三哥 最近这手头有点紧 您能不能先借点钱给我救救急呀 狗三瞪了他一眼 小文啊 你把三哥我当什么了 你的银行啊 想要钱就要钱 小文还陪着笑说 三哥啊 您财大气粗的 八根毛都比我的妖粗 您就全当帮帮小弟 我这手头啊 最近确实是紧得要命啊 狗三骂道 你给我滚蛋 一次一次没完了还 说着就推开了小文 就要往西角城里走 小文并没有因为狗三骂他 推开他就放弃了 反而嬉皮笑脸的又拦到了狗三面前 三哥 你不能这样无情嘛 别忘了 你的天下可都是这些兄弟们流血流汗的 帮你打下来的 你就当可怜一把小弟 借点钱给我救救急嘛 这个时候 小文带的那些小弟 看到自己老大被人推洒 一个个的都走出了餐厅 往门口看着 狗三本来性子就暴躁 被小文一再阻拦 不由得火冒三丈 加上喝了一点酒 就没有注意周围的行事 伸手就给了小文一巴掌 你这个混蛋 我说不给就不给 你啰嗦什么 小文被打了一个猎去 他知道狗三的厉害 还想陪笑跟狗三说些什么 可是小文带来的小弟 不知道狗三是谁 一见自己的老大被打 这帮小弟立马围了上来 其中一个小弟掏出了刀子 一刀就捅在了狗三的肚子上 狗三只觉得肚子一阵剧痛 直到坏了事了 赶紧一手捂住肚子 一只手指向了小文骂道 小文 你个醋崽子 你敢这样对我 小文一见这情形 直到闯了大祸 他不敢再在这里待着了 就喊了一句快撤 带着他的几个小弟们 就跑了 和狗三一起要去洗脚的那个朋友 原本跟狗三就是酒肉朋友 在小文那十几个小弟围上来的时候 就撒鸭子跑掉了 现在就剩下狗三一个人捂着肚子 他的神志还算清醒 知道自己需要赶紧去医院 就拦住了出租车 时间已经到了晚上十点多了 街上的行人很少 出租车司机看到一个人流着血拦车 哪里敢拉他呀 狗三接连拦了几辆车都没有停 最后急了 一辆出租车过来 他直接冲了过去 来到道路中央 迫使出租车紧急刹车 这才拦了一辆车 上了车后 狗三说了一句去医院 他原本靠着一股求生的力量 支撑着自己 此刻他知道 马上就会被送到医院里去 心里松了口气 一下子就昏迷了过去 郭瑜讲到这里 说道 最后啊 这个狗三在医院里 因为失血过多 没抢救过来 就这样死了 薛冰听完 心里不胜唏嘘 说道 这个狗三啊 也算是一个萧雄式的人物了 想不到就这么容易被人杀了 郭瑜说道 老话说呀 横得怕愣的 狗三呢 虽然横 可是这次啊 他遇到了对头 他碰到了一个 根本不知道他是谁的愣小子 据说 那个小弟后来知道 他杀的是狗三 竟然十分后悔 说狗三啊 是他崇拜的偶像 没想到会失手杀了他 薛冰说道 其实啊 狗三就算是再发达了 他也是个普通人 刀子一样捅得死他 不过呀 这家伙也算是嚣张了一辈子啊 郭瑜说道 狗三这一死啊 倒好了一个人 哦 谁啊 嘿 那个给狗三算命的人 当初啊 这个家伙说狗三 三十二岁 有一个大坎 说不定过不去啊 结果 还真被他说中了 狗三啊 真的没过三十二 薛冰愣了一下 难道这人的生命长短 还真的能够预测吗 还是这冥冥中自有天意呢 郭瑜说道 这个算命先生啊 现在是门庭弱势 好多人都是慕名而来 想要他看看自己的前程呢 薛冰笑了 这命中有的自然就有 命中无的求也求不来 又何必去算呢 郭瑜也笑了 能像薛厅长这样 真正看透的 又有几个呀 自己真的能看透吗 薛冰摇了摇头 刘骏在北京的朋友 跟刘骏说 目前看不出中央政策 有什么变化 刘骏放了心 试探性地打进了三千万资金 到海隆公司的账户上 海隆公司的建筑 越发地热火朝天了 但是蜜月总有结束的一天 这一天 刘骇到南风市建设局 跑郡公验收的手续 他是带着礼品去活动关系 在建设局办公室的桌上 看到了一份内部资料 原来现在南海省这个总人口 不过一百七十万的小地方 竟然有两万多家建筑公司 平均每八十多人就有一家 而且现在南海省已经爆建的建筑面积 达到了人均五十六平方米 而对比数字 北京才人均七平方米 南海省竟然是北京的七米 这份令刘骇触目惊心的数字 就是傻瓜也知道 这份数字意味着什么 更何况刘华还读过什么MBA 南海省根本不可能消化得了 这么多的房产 这就说明大家都在玩一个 击鼓传花的博傻把戏 房产价格不断太高 但总会高到没法接受的那一天 到那个时候 就看谁是最后接受的傻瓜了 这就像当初荷兰的浴金箱泡沫一样 南海省的房产 也吹起了一个大大的泡沫 现在就看这个泡沫 什么时候被戳破了 刘华回去后 赶紧打了电话给刘骏 汇报了他在建设局看到的资料 刘骏愣了半天 他是经过资本的血的洗礼的 知道这种情形十分的危险 刘华看刘骏不说话 追问道 叔叔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是不是通知冯翰一声 刘骏一听要通知冯翰 急了 你干什么呀 你可别干这种傻事 那 那我们就等着海龙公司倒闭吗 刘骏已经理顺了思路 笑着说道 我们不会等着海龙公司倒闭 我们要先行撤出资本 您的意思是 我们先保全自己 撤回全部资本 可是 这些都已经全部投入到房产开发中了 我们现在 就是想撤回资金 也是不可能的 不如先让海龙公司 出售一部分房产再说吧 你的书都念到哪里去了 现在你也知道 是高风险期 如果大量抛售房产 说不定就会戳破这个泡沫 那个时候啊 你就是想卖 也卖不出去了 那 那应该怎么办呢 现在需要的 就是找一个肯接手的傻瓜 把我们的股份 给接收过去 这个时候 谁会这么傻呀 哼 不是还有滨海市那些傻瓜吗 哦 你是要打滨海市投资公司的主意呀 那些钱呀 反正都是公家的 对他们来说 亏损和盈利都没太大关系 我马上就去滨海市 跟他们协商去 刘骏就飞到了滨海市 先找到了张言 一见面 刘骏就一脸的苦笑 对张言说道 哎呀张市长啊 这件事你一定要帮我呀 张言看了刘骏一眼 心说 这个老狐狸又怎么了 他是要玩什么花样吗 心中警惕 张言问道 怎么了 刘先生 我们腾龙集团呐 现在有了大麻烦 在非洲投资了一个项目 失败了 一下子就亏损了一亿美金呢 哎呀 这一下子 我们的资金链是空前紧张 我想 是不是能把腾龙集团持有的海龙公司的股份 转让出去呀 张言愣了一下 他前天才从冯汉那里知道 南海省的房价已经突破了七千元每平方米 他计算着海龙公司再建楼房的面积 知道海龙公司即将获得丰厚的利润 这个时候腾龙公司想要撤资 他们可是要放弃掉丰厚的利润的 第三百级 张言说道 刘先生 你应该知道现在海龙公司的状况 那可是一只金母鸡呀 你这个时候从中撤出 不是很可惜吗 刘俊苦笑了一下 哎 我们集团资金链都要断了 这个时候不得不出让资产救急呀 出让资产就需要出让这种鸡母鸡 不然的话谁会买呀 张言有了兴趣 说道 那你想怎么个出让法呢 这样我们呢撤回投入的资金 再希望贵房能够按照我们占股的40% 给一些预期的投资利益 张言笑了笑说道 刘先生啊 你的算盘打得很精啊 别忘了 你们只不过打进来3000万资金而已 凭什么分40%的利益啊 张市长 我没忘记这些 可是你想过没有 就算你不按照40%的比例分给我们利益 你只是为滨海市省了钱啊 自己却是一点好处都没得到 可是呢 你如果按照40%分给我利益 难道我刘俊得到了好处 会忘记你的那一份吗 张言看了刘俊一眼 刘俊的话不无道理 他在思考着这件事情能不能办 刘俊看张言的表情 知道他的心思已经开始活动了 又笑着说道 再说了 我们出资的比例呢 是有白纸黑字的合同在 这个难道哪里都说得过去 你还怕什么呢 张言下了决心 好吧 就按你说的办 不过呢 文书记那里 你可要把工作做好啊 放心了 我怎么会忘记文书记呢 只是你跟我之间一定要把事情沟通好了 别到时候对不上茬呀 好吧 你先去跟文书记说说吧 刘俊就找到了文平 把具体情形说了一下 文平说道 这件事情是张言在负责 他怎么说呀 我已经初步跟他探讨了一下 他大体上是同意的 那你这次要抽走多少资金呢 这个嘛 六千万左右吧 文平瞅了他一眼 说道 刘先生啊 你这笔生意倒是做得很精明 似乎百分百的利润啊 其实呢 我已经为滨海市考虑过了 我只是按照我们所建楼房 每平方米五千元的价格算的 大约海龙公司的利润在八千万左右 我拿百分之四十 也就是三千万 您可要知道啊 现在南风市的房价已经是七千了 你肯吃这种亏 文平的心中十分疑惑 以他对刘俊的了解 刘俊是个十分精明的商人 他绝对不会放过这种利益的 刘俊苦笑着说道 我这不是也没有办法吗 一时失守 造成了巨亏 我不往回抽资金 我的腾龙集团就完蛋了 再说了 这三千万的利润 可不是我只为自己打算的 在这里啊 我当然考虑了文书记你的利益呀 文平想了想 他觉得似乎这件事没什么问题 就说道 这样吧 回头啊 我问问张言 如果没什么其他的 就按照你说的办吧 文平随即找到了张言 核实情况 张言已经跟冯汉通过电话 那边冯汉已经拿了刘华的好处 自然是把南风市的房产市场 说的是天花乱坠 似乎海龙房产开发公司 所建的房屋 一俊功就能马上脱手 大把的钱就等着他们去赚 张言就把冯汉的汇报 跟文平说了 文平听完了 想了想 那就同意刘俊的要求吧 张言说道 可是还有一个问题 现在那边的资金啊 几乎全部都压在了房产里 一下子抽不出六千万来呀 那怎么办啊 这财政账上倒是有六千万 那怎么行 你动用的四千万 还没还回来呢 眼见公路开工载机 你再动用这剩下的六千万 这个可不好交代呀 张言笑了笑说道 哎呀 没事的 那边的楼房已经俊功了 正在验收呢 等俊功报告一到手 先脱手一部分 把这一亿啊 就还回来了 文平还是有些担心 问道 你能保证吗 张言说道 那边的房子啊 强手得很 房价蹭蹭地往上涨 只要说卖 肯定有一大批人等着 绝对没有问题的 既然这样 那就先拆解六千万出来 付给刘俊吧 这两个人实际上打的是一个鬼心思 他们都希望刘俊拿到这六千万之后 好答谢他们的帮忙 张言马上就让财政局把六千万打到了海龙公司账上 冯汉也没迟疑 立马就把六千万打给了刘俊 刘俊呢 也没让文平张言冯汉失望 他们都得到了一笔不菲的回报 张言和冯汉还在憧憬着海龙公司赚大钱呢 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 横空出事 16条强力宏观调控措施 主要针对投资过热 包括严格控制 信贷总规模 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 限期收回违章拆借资金 削减基建投资 清理所有在建项目的 银根全面收集 南海省的房产泡沫 几乎是一夜间就被戳破了 九百万元一亩的土地 仅隔了一夜 就变成了九十万元一亩 缩水了十倍 原本热得烫手的香啵啵 变成了烫手山芋 除了少数投机心里极强的人 根本就没人购买土地 想要卖楼的冯汉 这才发现 原本每平方米七千多的房屋 现在已经降到了四千多亿平米 还有价无市 还有价无市 只有卖的 根本就没有买的 老百姓的心里再实际不过了 他们都是买涨不买跌 买涨是因为有一个涨价的预期 谁也不愿意资产一买到手就下跌啊 冯汉傻眼了 击鼓传花的鼓声停下来的时候 这花落到了他的手里 第三百零一级 南海省哀鸿遍野 开发商纷纷逃离 全省烂尾楼多达六百多栋 一千六百多万平方米 闲置土地一万八千八百三十四公顷 积押资金八百亿元 曾经热得烫手的这片土地 几乎成了空城 四大银行看到这个局面 也有些着急了 接连找到张岩 想要讨回那六千万贷款 这个时候张岩从哪里弄这六千万呢 他不得不找到文平 汇报了现在的形势 文平迫于无奈 亲自出面 找四大行行长谈话 强调这是政府投资失误 希望银行能够多加谅解 最终文平以高压态势 逼迫四大行同意暂时不向海龙公司追讨贷款 四大行不敢得罪市委书记 只好暂时掩齐西股 不再追讨这个贷款 银行这边暂时是抵挡过去了 可还有一个亿修路的资金没办法填补 文平和张岩有些焦头烂额 不得不四处挪借资金 勉强把修路工程启动了 冯汉在南风市开始抛售资产 最终不得不以极低的价格将海龙公司的房产抛售一空 一亿六千万的投注 勉强回收了五千多万回来 有了这五千多万 文平和张岩把整个局面暂时应付了下来 投资失败不过是又一次交了学费 滨海市政坛一片风平浪静 似乎并没有受这次投资失败的影响 兰隆调离了 去了省政府做了副秘书长 他在滨海市这几年 一直处于文平和张岩的挤压下 根本就没有机会有所作为 索性找了关系调回了省里 兰隆被调离 滨海市市长的位置就空缺了下来 滨海市有能力接任市长的人 都开始蠢蠢欲动 开始争取这个位置 这其中就包括常务副市长张岩 和分管农业的副市长叶魏弘 文平想要推张岩接任市长 这一方面是因为张岩是常务副市长 接任也是顺位上升 另一方面文平希望通过让张岩接任市长 全面掌控滨海市 借机把挪用一个亿修路资金的事情掩饰过去 叶魏弘对市长的位置产生了寄予之心 他已经做了这么多年的副市长 认为已经有足够的能力胜任市长了 就找了叔叔叶相 想要叔叔动用以前的一些部署供他上位 一场无声的战斗打响了 虽然没有硝烟 可这场战斗刀刀剑骨 各自奔着对方致命的部位下手 形势似乎很快就明朗了 文平动用了一切力量 非要让张岩接任市长不可 省力考虑到文平是市委书记 为了未来滨海市班子的团结 尊重文平的意见 准备让张岩接任市长 叶魏弘似乎马上就要败下阵来 叶相虽然找了很多关系 可那些人只是应付他 表面上说答应帮忙 可实际上并没有做什么 最关键的是 一个退休的副省级干部的实力 终究比不过在任的 帝市级市委书记 他们所能调动的关系的层次 已经不同了 叶魏弘已经准备 接受失败的命运 人只有静下心来 才会认真地读书 薛斌就有这种感觉 他现在农业厅比较清闲 一东方又叫他低调一些 所以一方面空闲时间比较多 另一方面心情也比较放松 他想起了原来在他被降职之时 一东方送给他的归田所记 豪整以侠地找了出来 开始翻看 耐下心再看 这书竟然还是别有风味的 书中记载了梁章句 这个退休老官僚 对一些明臣奸臣的看法 眼光还是有独到之处的 期间也夹杂着一些药方菜谱 和一些趣事 想来是梁章句退休之后 闲着无聊打发时间收集的 虽然没看到什么 义东方所说的有启发的内容 薛斌还是饶有趣味地看了下去 翻看到第七卷首线 也就是现在地级是所在地的线 看到了首线十字令 一约红 二约通融 三约陆路通 四约认识古董 五约不怕大亏孔 六约围棋马吊 也就是麻将 忠忠 七约黎原子弟殷勤奉 八约依附其整 言语从忠 九约主恩献得满口常称颂 十约坐上客场满 尊忠九步空 第三百零二级 这个十字令 虽然比俗 却是十分的传神酷销 竟然写进了当下一些官场中 八面玲珑的人的情形 看来古今官场 竟是十分的相近相通的 薛斌有些恍然 是不是义东方 就是想要自己看看 这个十字令 学习着八面玲珑一点 不要老是那么古板的固守什么道德呀 原则呀 到了今天这个位置 薛斌已经明白 所有的官僚体制都是一个自成体系 有着自我运行规律的系统 你想要在这个系统中呼风唤雨 就是要像这十字令中所说的八面玲珑 这个系统给参与其中所有的人提供了机会或者是诱惑 而且还有着另外一层的规则在其中发挥着作用 往往表面上的规则都是设计的很全面的 尽量避免有漏洞可钻 但是腐败案件还是层出不穷 国家的资产还是不断地流入个人的腰包 实际上 腐败往往是一个系统的腐败 上面的官员为了谋取私利而做出腐败的行为 下面的官员呢 为了讨好他 迎合了他的腐败行为 没有哪一项腐败的行为纯粹是个人行为 通常一个行政行为是要经过很多道手续审批 改若干个公章 其中甚至有很多部门本身就是监察部门 他们有责任在其中监督别人 但是为什么有时候就是连监察部门也参与到腐败当中呢 这是因为所有的制度都可以设计 唯独一项东西是不能设计的 那就是人的本性 人在面对着巨大的诱惑 包括金钱 权力 美色 这些很多人梦想的诱惑的时候 人性中的贪婪就会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们就会不择手段地去攫取这些好处 还没有一项制度能够设计到完全制止人性的贪婪的程度 人性的贪婪没办法制止 那制度就只能成为他们手中的工具 有时候甚至是他们谋取私利的工具 这大概也就是没有哪种制度能够完全清除腐败的原因吧 不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人都喜欢美食美色 喜欢听好听的话 喜欢穿好看的衣服 喜欢拥有更大的权力 那就很自然地产生对能给你这些人的一种讨好的心态 这个首线十字令 说穿了就是尽一切可能讨好权力的拥有者 权力的拥有者都是些既得利益者 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当然会尽量使用顺从自己的人 而不是反对自己的人 所以在官僚体制这个系统面前 个人品质的好坏是无关紧要的 那些既得利益者 欣赏的只是能够帮他们维护利益的人 而不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薛冰明白 自己也是这个官僚体制当中的一份子 他在其中只是一个成上启下的枢纽而已 但这个官僚体制的系统是靠不住的 当你威胁到既得利益者时 就到了这个系统清除你的时候了 这些忽然让薛冰明白 为什么文平仅仅因为自己 没安排一个流氓做什么副乡长 就对自己产生了那么大的恶感 非要置自己于死地不可 薛冰的行为看似没什么 实际上却是伤害了文平的根本利益 这开了一个下属反对他的先河 他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 必须惩罚那些不听话的下属 否则的话 别人群其效仿 他这个市委书记就没什么权威可言了 自己是其中的一分子 那就没办法跟这个系统保持距离 薛冰又不想向什么陶渊明 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去逃避 其实这个世上根本就没什么 桃花源那样的 没有阶级 没有剥削 自食其利 自给自足 和平田径 人人自得其乐的社会 这个世上无论你在哪里 都是不能离开官场而存在的 孟子静心上说道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奸善天下 这大概是一个世人的理想状态吧 发达是实现自我 穷困是保全自我 虽然这是完全从自我出发的 说起来呢 似乎有点自私 但也就是因为自私 才显示出 他是一个人 一个真实的人 薛冰觉得 自己还是应该学一学 这个首线十字令中的八面玲珑 那样自己既能有限地利用这个系统 又能尽量地独善其身 薛冰的心中 有些感激易东方 能够遇到这样一个好老师 是他的幸运 易东方跟他讲的 没有什么大道理大道德 都是一些真实的 在这政坛中生存的法则 这里面集结了易东方 半生仕途摸爬滚打 总结出来的经验 是在一些政治课本上 所看不到的 实际上 我们的教育 都是在讲一些美好的事情 从孔子开堂授课之时起 大人君子们 就把他们的理想 写进了课本 想要教育着学生们 实现他们的理想 理想是美好的 可是现实呢 是残酷的 遗憾的是 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 有人告诉你 理想社会是什么样子的 却没有一个人告诉你 残酷的现实中 应该怎样生存 也许 这种生存经验 本身就是一种残酷 一种磨灭人性的残酷 残酷到象牙塔里的学者们 不忍心告诉你 又或者他们本身 就没有这种经验吧 一封举报信 击碎了张岩市长的美梦 东海省委省政府 副省级以上的领导 几乎同时收到了一封 检举张岩的信 信里面列举了张岩 在丝绸集团引进设备中 收受港商贿赂 引进垃圾设备 以及在跟腾龙集团 合资开发南海省房地产过程中 挪用一个亿修路资金 给国家造成巨额损失的事 特别是港商刘骏 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出资 却在撤资的时候 全额拿走了利润一事 让人不得不怀疑 张岩从中收取了好处 这封信的内容 第一时间分别从不同的渠道 传到了文凭和叶巷的耳朵里 文凭听完后有些傻眼了 看来张岩挪用资金的事情 隐瞒不住了 连带着张岩以前引进设备 所做的丑事也没办法遮掩了 这些事情省里只要一派人来查账 马上就会全部暴露 文凭在办公室里转来转去 思考着这件事情解套的办法 想了半天 文凭认为只有段位求生了 现在到了牺牲张岩的时候了 文凭冷静了下来 他第一个电话 打给了人在香港的刘骏 刘骏接到电话 问道 文书记呀 你有什么指示 文凭笑笑说道 刘先生 你跟张岩到底都做了些什么呀 刘骏一愣 心说都做了些什么 你文凭不清楚吗 哪一次你少拿我的钱了 他不知道文凭这么问 究竟是为什么 但凭预感 他知道似乎是出了什么事 刘骏问道 怎么这么说呀 我没做什么呀 那为什么有人举报 张岩收了你的贿赂 刘骏明白了 原来是有人要查张岩 没有的是啊 我跟张副市长之间 根本就是清清白白的 那是有人在诬陷 文凭笑了 那刘先生 可愿意到内地来 为张岩做作证啊 刘骏心说 我才没那么啥呢 真要回了内地 说不定就回不来香港了 大概文凭也是想要他 知道点风声 不要到内地去吧 于是他就笑着说 对不起文书记 我最近呢 在非洲还有些投资项目要处理 实在是记不出时间呢 可能要对不起张先生了 文凭笑了笑 原来是这样啊 那刘先生可要赶紧处理好事情 张岩这边的事可是很紧急的 你的证明对于他来说是很重要的 我尽量快点吧 好 那你有了时间的时候通知我一声 我好做出安排 好的好的 我一定事先通知你 放下电话 刘骏回味着文凭在电话里的谈话内容 文凭似乎在告诉他 张岩的事情很紧急 已经无法控制 而且事情牵连到了他 要他不要随便到内地去了 电话里最后的意思是说 他如果真要到内地去 事先要跟文凭做些沟通 刘骏笑了 他妈的 这个文凭真是狡猾呀 很多台面上的事情都是张岩做的 这个张岩似乎逃脱不了法网了 但是实际上呢 这些都是文凭在幕后策划 文凭在其中攫取了巨额利益 可是只要自己这个行贿的人 不去内地作证 事情就很难牵涉到文凭 刘骏心里明白 这才是文凭打这个电话的真正目的 他不是出于什么好心通知刘骏 他是为了保全自己而打这个电话的 看来大陆那边的项目 暂时要找人去管理了 刘骏打算暂时避一避 甚至要离开香港 因为现在香港虽然没有回归 可是跟内地间越走越近 如果内地找廉政公署配合调查 那他可是会被叫去廉政公署喝咖啡的 据说廉政公署的咖啡 是世上最难喝的咖啡 自己还是不去尝尝那个味道好了 转天刘骏就买了机票 飞往了美国 他的儿子在美国读书 他借机去看看儿子 临行时交代秘书 如果内地有什么人找他 就说他到美国公干 短时间内不会回来了 叶相拿到了举报信 不由地愣住了 这份东西是不是叶卫红写的 他急忙打电话给叶卫红 省领导收到了一封 关于张岩的举报信 你知道吗 叶卫红还没有得到消息 我不知道啊 这么说 与你无关了 当然与我无关了 叔叔 你怀疑是我弄的 真不是你弄的 哎呀 我真没有做这样的事啊 那就更不妙了 怎么了 你想啊 连我这个叔叔 都怀疑是你做的 别人更不用说 也会怀疑是你了 叶卫红说道 有人想要挑动 欲磅相争 他好渔翁得利吗 对啊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 你再跟张岩争市长这个位置 这个时候冒出一封举报信 你让别人怎么想 我拿到这封举报信 就是省委里一个老朋友给我的 看他的态度 他也怀疑是你搞出来的 叶卫红说道 哎 我真是冤枉啊 真的不是我做的 要争取这个市长的人很多 那几个有资格的副市长 副市委书记 都在虎视眈眈呢 这个对手 不简单啊 他这是一举两得 一方面打掉了张岩 另一方面 还趁机打击了你 叶卫红想了想说道 这个写信的家伙呀 算计得太精了 关键是 我们在明处 他们在暗处呀 就是我们想要还手 却无处下手 哎 对了 举报信里究竟说了什么呀 叶向就大体说了举报信的内容 叶卫红说道 这肯定是一个知情人写的 前半部分 关于丝绸集团引进设备的事情 我倒是知道一些 可是后面 关于开发南海省房地产的事 我根本就不知道 那看来这封信的内容 似乎张岩这次怕要倒霉了 哎 对了 叔叔 省委队这件事要怎么办 这查呢 肯定是要查的 事关一个亿的资金取向 谁也不敢小看这件事的 叶卫红说道 这些呀 一般都是真实的 张岩这次完蛋了 文平的朋友 打发人把举报信送到了滨海 文平细看了举报的内容 虽然方方面面都是针对着张岩 可他自己心中清楚 这些事情的后面都隐藏着他的影子 文平不敢有丝毫耽搁 急忙亲自打电话给了张岩 要张岩到他在滨海宾馆的包房来一趟 张岩听文平说话的声音很急 立马就坐车去了滨海宾馆 进了门 文平坐在沙发那里 神色凝肿 张岩急步走了过去 文书记 你找我什么事啊 文平示意张岩先坐下 然后把信递给了张岩 你先看看这个 张岩打开了信 一看内容顿时面如死灰 急声说道 文书记啊 这个完全是污蔑 文平看了一下张岩 张岩啊 你先别急 我想这封信的内容 你不会陌生 究竟是不是真实的 你比我心里还清楚 张岩的脸色越发难看 哀求道 文书记啊 这你可要救我呀 文平摇了摇头 这封信呢 是从省里面一个朋友 转下来的 已经超出了我的控制范围 这件事 没办法遮掩下去了 张岩看着文平的脸说道 可是文书记呀 这些事情都是在你的指示下做的 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张岩啊 你先不要慌 事情还没有开始查 你不要乱了阵脚 说完 文平打开了一瓶酒 给张岩和自己各斟了一杯 然后说道 先喝点酒 压压惊 第三百零五集 张岩拿起了酒杯 一饮而尽 文平也是一口喝干了 喝完酒之后 文平说道 张岩啊 这是你我现在 共同需要面对的困难局面 现在这里呢 只有你我两个人 你跟我说实话 这封举报信里的情况 是不是都是属实的 张岩稍微镇静了些 他不敢看文平 低下了头 虽然他猜测 刘俊肯定也向文平行过会 甚至文平可能拿的比他还多 可那只是猜测呀 并没有实据 他并不敢十分肯定 文平已经跟他同流合污了 文平又说道 张岩都到了这个时刻了 你就别再吞吞吐吐了 我是想要解决问题 并不是想要追究你的责任 这些都是真的 那除了上面的还有没有别的呀 张岩偷看了一眼文平的脸色 文平的神色越发凝重 他小心翼翼地说 再有就是一些过年过节收的小礼物之类的了 文平有些不信地看了看张岩 你要跟我说实话 这样我才好估计事情会坏到什么程度 张岩挺直了腰板 真的没有了 文平的心中还是不信 不过他也不想逼张岩太狠了 就说道 张岩啊 你要记住 今天我在这里说的话 希望你别在我这儿说一套 在调查小组面前再说一套 一定不会的 那好 现在我们开诚布公地把这件事情讨论一下 你看 我现在呢 还是市委书记 滨海市的局面还在我的掌控之下 包括政法系统 你觉得挪用这一亿资金的事情 最坏能坏到什么程度啊 张岩想了想说 这应该是违规拆戒 大概也只能追究行政责任 挪用这一亿资金 实际上也是为了滨海市财政赚钱的 出发点是好的 虽然结果是资金损失了 文平拍了拍张岩的肩膀 老张啊 你我共事快十年了吧 张岩点了点头 差三个月就十年了 这些年都是文书记你一手提携我 我才有今天这个局面啊 文平笑了笑 我是觉得呀 与你投缘 这些年呢 你也帮了我很多 现在你这边眼见就要出事 你跟我说一声 这件事情 你担不担得起呀 没事 你实话实说 担不起说一声 还有我呢 你担不起 我来担 张岩知道 需要自己表决心的时候了 他看了 他看了看文平 心中虽然十分的不情愿 可是这个时候 必须他来承担这个责任 官场上有两个因素 决定着一个人的仕途 一是你是哪个圈子里的 也就是你是跟什么人的 另一方面 你的权力是谁授予的 虽然都说权力是人民给你的 可这人民的范围太广泛了 他们要给你权力 就需要由他们的代表 来给予你这份权力 而这个代表呢 就是文平这种人 张岩明白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 他的权力来源和仕途发展 都与文平息息相关 他跟文平已经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他们是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的 张岩的心中明白 文平如果跟着出事 他张岩肯定完蛋 那样只能是玉石俱焚 但如果自己承担了这份责任 文平就可以安然无恙 那他就还能在滨海市政坛 保留一份人脉 一旦事情过去 还有东山再起的可能 张岩想到这里 说道 文书记 怎么能让你承担这份责任呢 您对我张岩恩重如山 我就是豁出自己的性命不要 也要保证你的安全 你放心 挪用一个亿资金的事情 就是我一个人做主的 责任自然就由我来承担 文平的心中暗自松了口气 他跟张岩费这么多口舌 就是为了张岩的这句话 他伸出手来 使劲握了握张岩的肩膀 老张啊 我没看错你 你是条汉子 你放心 这件事情 我不会让你白牺牲的 张岩有了一种悲壮的感觉 说道 文书记 日后 你要多保重 可能 我就不能再帮你什么了 第306集 文平的心中也有些酸楚 他跟张岩共事这几年 办什么事情 张岩都跟他有默契 已经有了很深的感情 于是说道 老张 你好自为之 张岩长吸了口气 我知道 只是这次事情 究竟是谁解发的 这个人 文书记 你可不能放过了 文平冷笑了一声 还会有谁啊 肯定是叶卫红这个兔崽子 我听到消息 这个家伙 想要争取 滨海市市长的位置 他想的没 对呀 这个家伙 以前就玩过这么一手 那个薛冰 当初不就是这么 被他搞下来的吗 文平越发确定 是叶卫红揭发这件事的 他说道 这次他的如意算盘 可打不响了 只要有我文平 坐着滨海市市委书记 他就别想坐上 这个市长宝座 等着吧 等着一亿的资金事情 风波平息了 我会想办法收拾叶卫红的 好 千万别放过这小子 我要走了 别让人注意到 我们谈了这么长时间的话 这对你影响不好 文平就把张言送到了门口 使劲地握了一下张言的手 两个人都没有再说什么 心中都有一种悲壮的感觉 张言把事情想得太过于轻松了 省纪委组成的调查组 根据举报信提供的线索 先行调查了冯汉 冯汉老老实实交代了他用海龙公司的资金向张言行贿的事实 张言被省纪委双规了 张言虽然有些傻眼 可是并没有慌了阵脚 他只是向纪委承认了他自作主张挪用一个资金的事情 其他的一概不承认 相关部门对张言的家进行了搜查 发现了近千万的存款 这些东西摆在张言面前 张言知道这次自己彻底完了 索性拒绝交代一切问题 张言被批捕 转到了看守所看押 不久 张言利用一次看守人员的疏忽 在监索里上吊自杀了 张言留下了遗书 遗书中要他的儿子好好地把大学念完 千万不要向他学 有什么困难可以去找他的老领导 遗书最后向他的父母妻儿 致以深深的歉意 他没能把持住自己 失足坠入了深渊 这件挪用和受贿大案 至此画上了句号 文凭全身而退 事情暂时被平息了下来 不过民间传说 在张言到了看守所的某个深夜 一个人利用关系单独见了张言 那个人见过张言之后 原本心态很平静的张言 在监索里转了大半天 就在第二天深夜 把自己吊在了看守所的门框上 民间传说 去见张言的这个人就是文凭 现在的社会也不知道怎么了 老百姓往往都会捕风捉影 把一些事件栽到我们的领导头上 往往还都会把我们的领导说得很不堪 文凭也听说了这个传说 他只是笑了笑 这些人可真会演绎啊 哪里有这么回事啊 这个传说一听就是假的 一个市委书记又有秘书又有什么的 行踪很难这么隐秘的 最后文凭叹了口气 现在的人呢 怎么都是这种心理呢 都在盼着领导出事是吧 人心不古啊 张言出事 对于叶卫红来说 并没有向好的方向发展 尤其是张言自杀之后 东海省委一些人 开始有了些兔死胡碑的感觉 有些人开始认为 张言是被举报信给逼死的 而这个举报人的目的只是为了争取市长这个位置 舆论有时候是一种奇怪的东西 人们并没有去认真思考 造成张言自杀的真正原因 是他贪污受贿 巨额资产来历不明 人们只看到了张言死了 而张言的死亡是争权夺利的牺牲品 舆论开始不利于叶卫红了 大家都知道 叶卫红在跟张言争夺滨海市市长这个位置 很多人都在私下传说 张言被举报是叶卫红做的 都认为叶卫红这么做特别的卑鄙 人们又拿出叶卫红当初举报薛斌的事 越发印证了这次举报肯定是叶卫红做的 这下叶卫红真的傻眼了 这件事情明明与他无关 他却根本无法做出解释 也无从解释 滨海市委市政府的人 看他都是一种异样的目光 这种目光中带着鄙夷 让叶卫红自己都觉得 自己身上刻着卑鄙两个字 有人在这股舆论风潮中推波助澜 这可能包括三方面的势力在其内 一方面是文平 张言的死让文平很痛惜 第二方面是真正举报张言的人 他们的目标是滨海市市长这个位置 去掉了张言这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之后 叶卫红也是一个障碍 打击叶卫红对他们有利 第三方面 张言生前也帮了很多人 这些人因为张言自杀 所产生的恨意 都朝向了叶卫红身上 滨海市和东海省都出现了 对叶卫红的举报信 举报他贪污受贿 叶卫红虽然心里清楚 自己没做过这些事 可是他还是感到了深深的寒意 他知道自己在滨海市政坛上 受到了很多人的敌视 他在滨海市恐怕很难立足了 叶相也看到了举报叶卫红 贪污受贿的事 他知道这个局面 对叶卫红很不利 于是让叶卫红赶紧去省力商量 叶相见到了叶卫红 你不能再在滨海待了 下一步 可能你的一举一动 都在别人的注视下 你的一点小小错误 都会被别人放大了看 你成了滨海市政坛 很多人的敌人了 叶卫红苦笑了一下 这可真是无妄之灾呀 明明事情不是我做的 可大家的目标都朝向我 我又没办法告诉别人 不是我 叶相笑了笑 这是你遇到了一个高人哪 人家早就算计到了 你跟张言都是滨海市市长的强有力竞争者 去掉你们 别人要争这个位置就会轻松多了 难道我们就这样 让那个家伙如愿吗 不会的 他也不会得逞的 这一次张言死了 可是滨海市官场 已经被揭开了盖子 文平虽然全身而退 却很难说清楚其中的干系 东海省省委对他开始有些怀疑 这次一定会外派个市长 去制约文平的 那我怎么办呢 我想了一下 你暂时避避风头吧 我找了省委组织部的一些人 决定把你调离宾海市 叶卫红叹了口气 唉 我在那里经营这么长时间了 就这么离开 还真是不舍得呀 你呀 这次是受了迟鱼之痒 没办法 你不得不离开 而且你要有心理准备 可能你要去的地方 不会太好 薛冰早上到厅里的时候 碰到了李然 官场上尊卑有序 李然是常务副厅长 薛冰自然而然地 上前先打招呼问候 薛冰打完招呼之后 李然却很不自然地 知悟了一声 算是回复薛冰的问候 薛冰有些奇怪 这李然平之里 文质彬彬的 不是这么没有礼貌的人哪 便偷偷打亮了李然一眼 惊讶地看到 李然扭过去的一边脸旁 有些红肿 隐隐地可以看到两条血痕 似乎被什么人打过耳光 还给抓伤了 李然注意到薛冰在打亮自己 尴尬地笑了笑 昨天晚上逗我家的猫玩 被他抓了一下 薛冰心说 你家的猫够聪明啊 不光能打你耳光 还能挠到你的脸上 不过薛冰和李然之间 停滞里并不是太熟 开不得玩笑 所以呢 倒也不好意思拆穿 他只是笑着说 李副厅长同心为敏 很有生活乐趣呀 我养猫多年了 一向是很喜欢跟他玩的 薛冰不再说什么了 两人各自去了办公室 薛冰在办公室里 正在跟科教处吴处长 谈一些工作上的事 忽然听到外面 一阵嘈杂的声音 农业厅的办公楼很陈旧 隔音效果差 薛冰隐隐地听到 似乎是有人 在跟李然吵架 薛冰并没有 想要掺货的意思 装作没有听见 继续跟吴处长谈工作 外面的声音呢 却是越来越大 薛冰坐不住了 只好对吴处长说 老吴啊 今天先到这里吧 我们出去看看 究竟是怎么回事 两人打开了门 看到不远处 李然的办公室门口 围了一群人 各个办公室门口 都有人探头探脑地 在看热闹 薛冰急忙走过去 听到李然办公室 有人喊道 李然 你别装熊 你跟我到楼上 王厅长那说清楚 王厅长的办公室 在楼上一层 跟李然 薛冰 这些副厅长 不在一个楼层办公 第三百零八级 听着声音 好像是李然的老婆 周丽 薛冰在厅里的一些 聚会场合 见过周丽 周丽虽然看上去 长相娇好 可人过中年 已经开始发福 有横着掌的趋势了 看这个架势 李然是跟周丽 发生了什么冲突 他脸上的血痕 大概就是周丽 这只母猫抓的吧 薛冰分开门口的人群 走进了李然的办公室 笑着问道 嫂子 有什么事情 您不能在家里说 非要找到听你来呀 周丽看到薛冰 像是看到了救星似的 转身就抓住了 薛冰的胳膊 薛厅长 您来了 这件事 您可要帮我呀 李然坐在办公桌那 满面通红 看到薛冰进来 站了起来说道 哎呀 老薛 你看我老婆 真是富道人家 一点小事就闹到这里来了 他还想掩饰自己 薛冰醒之 肯定不会是什么一点小事 两人之间肯定是有了大摩擦 果然 周丽叫道 李然你别想装了 很小事 你跟那个臭婊子睡在一起了 还跟薛厅长说是小事 看来这个李然有了婚外情了 薛冰有点后悔 自己不该出来管这段事 不过呢 已经到了这里 他没办法再躲了 急忙冲着周丽招了招手 说道 嫂子 先冷静一下 不要这么着急嘛 我冷静得了吗 冷静 你知道李然都做了些什么吗 嫂子 冷静下来 慢慢说 好不好啊 乌处长也跟周丽说道 嫂子 有什么事情呢 我们一点一点地解决 你先别着急嘛 薛冰回头冲着门口站着的那些人问道 你们都是什么人啊 这些人 薛冰没有一个认识的 知道不是农业厅的人 周丽说道 他们是我带来的 薛冰看了李然一眼 原来这些人竟然是周丽带来找李然麻烦的 这个家伙究竟做了什么 周丽会带这么多人来呢 薛冰说道 既然你们是周丽的朋友 我想你们也不想周丽和李副厅长之间出现什么问题 这样吧 大家给周丽个面子 你们先出去 让他们夫妻自己解决问题 好不好 说着 薛冰就往外推着在场的人 把这些人都推到了门外 回头看着李然说道 老李啊 我跟老吴在外面等着 你们夫妻好好谈一谈 赶紧安抚一下嫂子 薛冰就要跟吴处长一起走出办公室 李然在后面说道 哎呀 老薛 你先别出去 你在这里帮我劝劝你嫂子 薛冰为难地看看李然说道 哎 这个不好吧 所谓清关难断家务事吗 还是你跟嫂子好好谈谈吧 把事情讲清楚就好了 周丽在一旁说道 你别走 薛厅长 你留在这儿 听我把事情跟你说说 这李然也太不像话了 薛冰无奈 只好把门关上 然后走到周丽面前说道 嫂子 你既然让我留在这里 那你给我个面子 咱们坐下来谈好吗 周丽没说什么 转身去沙发那里坐了下来 薛冰坐到了李然对面 然后问道 老李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闹得嫂子这么不依不饶的 李然 李然低下了头 哎 怎么说呢 我跟关系单位的一位女同志到酒店吃饭 没想到 你嫂子她 碰巧遇到 非要我把跟那个女人的关系 说个清楚不可 我们只是工作关系啊 没有其他的关系 又怎么说清楚呢 周丽在一旁叫道 你胡说 吃饭怎么会吃到这么晚 那个婊子出来的时候 跟你高见大倍的 一看你们之间就不清楚 薛冰看了李然一眼 这个女人是谁啊 就是高建公司的那个刘平 薛厅长 你见过她 她是我们办公楼和宿舍 承建单位的业务经理嘛 我跟她有工作上的联系 也是很自然的呀 啊 原来是刘平啊 嫂子 这个人我认识的 可能你真有些误会 李厅长了 他们确实有工作上的往来 薛冰一听是刘平 就知道 李然跟刘平之间 肯定不是那么清白了 那个刘平虽然外表 看上去很文静 可是举动之间 自有一段风流在 而且就那次 高建结识李然那次宴会 高建带着刘平出席 当时薛冰就觉得 其中的目的不简单 不过现在 薛冰是在劝解李然夫妻 他只能向着李然说话 便帮着李然解释 周丽并不相信 李然 你如果这么清白 昨晚为什么 阵阵呜呜的说不清楚 你别以为就被我抓到一次 我的朋友看到过你 跟那个婊子 在一起好几次了 人家怕我蒙在鼓里 才告诉我的 第三百零九集 薛冰看了一眼李然 这种中年知识分子 以前并没有什么机会 接触到这种女人 蒙然接触到了 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竟然这么不知掩饰 被老婆的朋友 发现过几次了 李然还在狡辩 都跟你说了吗 是工作上有事情要联系 你完全误会了 去你的吧 傻子才会相信你的鬼话 你们是工作联系 为什么别的地方不联系 偏偏跑到酒店联系 好啊李然 你如果是违心无愧 我们一起去找王厅长 叫他安排 把那个婊子叫出来 我们当堂对质 李然顿时红脸了 叫道 你这不是胡闹吗 你不要脸 我还要脸呢 你都做到这份上了 我还有什么脸面 索性大家闹开了 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薛冰陪着笑说道 嫂子 你听我说句话好吗 周丽看了薛冰一眼 薛厅长 你说可以 可是不要为你的同事 打掩护了 我不是给李厅长打掩护 我只是把事情的厉害关系 分析给你听一听 周丽有些冷静了 那你说吧 我听着呢 嫂子 不论李厅长 在这里面做没做错事 我觉得 您今天都不应该到厅里来 李厅长是厅里的领导 你这么闹他 今后他的工作还做不做了 周丽也觉得 自己可能是太冲动了 便说道 不是 他昨晚跟我吵完架 就离家出走了 我不到这里找他 我可找不到他 那我问你 这件事 你想要怎么办 周丽愣住了 他只是一时冲动 非要找李然说清楚 下一步要怎么办 他还真没想过 离婚吗 他还不想离 而且他人过中年 似乎也不是 折腾离婚的年纪了 周丽于是说道 薛厅长 你看我这个人啊 就是这种脾气 我亲上来就不管不顾了 我还真没想这么多 既然你还想 跟李厅长过下去 那我觉得 您还是给他 留下一点面子吧 可是我给他留了面子 他会不会得寸进尺啊 我想这里面 可能真的是有点误会 李厅长已经说了 那是工作上的交往 这样吧 我觉得呀 瓜田里下的 李厅长呢 也要避些嫌疑 回头啊 李厅长跟高健打个招呼 再有什么工作上的往来 让他派个男同志来吧 再也不要跟那个女同志见面了 你看这样行吗 周丽想了想说道 那你要让他遵守这个承诺 薛冰看了一眼里然 李厅长 你给夫人做个保证吧 好 我答应你 今后再也不见那个女同志了 不过 也拜托你不要疑神疑鬼了 是你做了鬼祟的事情 还来怪我疑神疑鬼 好了 大家一场误会 就别互相埋怨了 这件事情 还要谢谢薛厅长 不是你给我们夫妻两个 做劝解工作 还不知道事情 会闹到什么程度呢 李然也跟着表示了谢意 薛冰笑了笑 这些都没什么的 只要你们夫妻 好好相处就行了 周丽这才带着他的人马离开了 看到周丽走了 李然苦笑着 对薛冰说道 哎呀 薛厅长啊 这妇到人家呀 就是这样 这不是瞎闹吗 老李 咱们都是官场中人 应该知道 女人这种事情的杀伤力 刘萍是很年轻漂亮 可是嫂子呢 已经跟你同甘共苦这么多年了 数清数众 我想你还是分得清楚的 不是 我跟刘萍真没什么的 我相信你们没什么 可是你要清楚 像高健那样的商人 他安排刘萍跟你接触 是有他的目的在的 这些商人呢 很狡猾的 你可别上了他们的当啊 我也算是酒精沙场了 不会中了糖衣炮弹的 薛冰看了一眼李然 他心中高度怀疑 李然已经被高健拉拢腐蚀了 不过李然既然不承认 他也不好再深入下去 并且他跟李然并无神交 有些话也不方便说得太多 只好说道 我不管事情究竟怎么样 我可是跟嫂子保证了 你不会再跟刘萍来往 这个你可不要把我给卖了呀 李然黑黑地笑笑 我会注意的 你放心吧 薛冰知道 这李然只是在敷衍他 可也没办法呀 俗话说 劝赌不劝嫖 就是说 美色对人 比金钱有更大的诱惑力 对于李然这样的中年知识分子 骤然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年轻女子 头怀送抱 你很难让她抵抗得住 这种诱惑 而且 你想让她马上就断了这种关系 李然也没有那么大的毅力 金钱美色 都是有他们美好的一面的 在没领教过他们争宁面目之前 很多人难以凭着毅力 就拒绝他们的诱惑 薛冰有些后悔 不该引荐高健 给李然认识 看来 这李然是不碰南墙 不回头了 回去好好安抚一下嫂子 我看嫂子呀 性格太烈了 你可别再招着她了 薛冰半是劝说 半是警告 第三百一世纪 李然有些不耐烦 她并不喜欢薛冰的说教 只是因为薛冰帮她化解了一场困局 才不得不听薛冰说下去 此刻她有些忍耐不住了 毕竟她是常务副厅长 比薛冰在农业厅的位置要高 凭什么听薛冰教训呢 李然说道 好了 谢谢你了 我知道该怎么去做了 薛冰看李然不耐烦的样子 知道她对自己的话 一点都没听进去 心里暗自摇头 看来 一个人如果走进了迷途 不碰得头破血流 是很难拉回来的 薛冰此时 只能寄希望李然不要陷得太深 否则那可真是万劫不复啊 关于李然跟刘萍间婚外情的事情 很快就在农业厅里传开了 人们开始会声会色 讲述李然和刘萍之间的故事 甚至有人在传说 李然被她老婆周丽 捉奸在床 很多人看到了那天李然脸上的伤痕 都在说 那是李然被老婆按在床上打的 李然招架不住 才离家出走 这才发生了周丽闹到农业厅的事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王厅长事后也听到了这个传言 他把李然找去了 王厅长说道 老李啊 我们共事多年了 我记得以前你还是很谨慎的嘛 李然当然知道 王厅长找他是为了什么 红着脸低下了头 王厅长说道 按说呢 这组织上不应该干涉你们的私事 可是你老婆都闹到厅里来了 这要传出去 对我们厅都不是一件好事 你明白吗 李然点了点头 我知道 哎呀 我老婆一个妇道人家 什么事情都不懂 就会瞎胡闹 王厅长不满地说 你别把责任都推到你老婆身上 你要知道 对一个女人来说 家庭基本上就是她的全部 还是你的做法太出格 才让她不得不跟你闹的 我知道了 你呢 是跟着我一步步 做到副厅长的 我不希望你出什么事 以后啊 你给我检点一下 我不希望在厅里面 再听到关于你跟你老婆之间的事 我知道了 王厅长看了李然一眼 他现在才觉得当初薛冰把基建这部分工作 推掉的高明 看李然这个脸红羞涩的样子 肯定是做了什么亏心事 看来 权力和利益的背后 确实有着很大的诱惑 不过呢 李然是她的嫡系 是她一手提拔上来的 只要事情 还没有闹得太不像话 她还不想跟李然计较什么 便说道 你呀 赶紧跟那个女人给我断了 不然的话 小心我处分你 李然脸上的汗下来了 连声说道 我会的 我会的 其后 李然开始谨慎起来 她跟刘平暂时断了来往 周莉也没有抓到新的证据 两人之间恢复了以往的平静 叶卫红的新任命下来了 成了省清工机械总公司 也就是清工机械局党委书记 副总经理 叶卫红看到这个任命 有点傻眼了 这离开了政府系统不说 像清工机械总公司这种 属于企业性质 都是总经理负责制的 他这个党委书记 算是二把手 这个职位 韦时令人失望 叶卫红明白 自己没有讨价还价的 余地 滨海市很多人还在等着 看他笑话呢 他从这个任命中 也看到了叔叔叶相 势力的没落 不得不接受命运对他的安排 接任滨海市市长的是假人 他从交通厅副厅长的位置 上升为滨海市市长 叶卫红很快就到省里报到 叶相跟他专门谈了一次话 叶相说道 卫红啊 我知道这次让你到青工机械总公司 有点委屈了 叶卫红笑了笑 没事的 没事的 叔叔 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 你啊 先暂时折服一段时间 现在我们需要的是 先离开滨海市 等过段时间 我再帮你调整吧 叔叔 你已经为我操了很多心了 你放心 我不会止步于青工机械总公司的 我会自己努力的 你当初党校的那些同学呀 现在呢 也都到了很重要的岗位上了 要多接触接触 今后叔叔能帮你的 确实也不多了 叶卫红点了点头 那个霍毅做了方无事市委书记了 这个家伙呀 倒是风生水起的 叶卫红在省里开会 跟霍毅碰过几次面 知道霍毅现在的情况 第三百一十一集 叶相说道 霍毅呢 属于上升的势力 他是你的老师 你有机会啊 多去接触他一下 将来啊 说不定能够帮到你呢 叶卫红笑了笑 他赏识的是薛冰 不是我 我去找他 他还不一定待见我呢 叶相摇了摇头 哎 你不明白 霍毅是教师出身 教师呢 都有一种心理 学生就是再不好 总还是他的学生 他们都会护着自己学生的 而且呀 霍毅有能力做到市委书记 说明他已经不再是那种 书生气十足的呆子了 他现在已经是官场动物 你要从官场动物的角度来看他 叔叔 你的意思是霍毅已经变了 这官场啊 是一个大展纲 任谁身在其中 都难以保证自己还是原来那种颜色 霍毅如果还是那种书生义气 说不定啊 早就被打回党校去了 之所以他能够在这个官场上 如鱼得水 他本身肯定发生了很大变化 这倒也是 你呀 就先稳定一下局面 把家呢 先安置好了 过段时间呀 我带你去趟方吴市 我的一个老部下 在那里任职副书记 你呢 趁机去见见获益 就以一个学生的身份 拜访一下老师嘛 叶卫红看了一下叶相 像叶相这种老官僚 浑身都是官场智慧 虽然不在什么重要位置了 可是人脉总还是有一些的 而且能够给自己很好的点子 这倒是不可小觑呀 叶卫红笑了笑说道 叔叔 总是让你为我这么操心 真是感谢你了 你是我们家族未来的希望嘛 我不帮你谋划 又帮谁呢 好了 你早点把林琴儿调上来吧 我很想叶琳那个小东西喽 说道女儿 叶卫红满面微笑 那个小东西呀 现在调皮得很 前些日子还说想念您呢 他说呀 想拔您的胡子 叶相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这个小东西确实跟我亲 想拔我的胡子 哎呀 调皮呀 可惜啦 叶琳要是个男孩子 该多好啊 叶卫红说道 其实女孩子也不错呢 你是我们叶家下一代中唯一的男定 你生女儿 我们叶家就算是绝后了 叶卫红看了叶相一眼 看来有些老观点真是顽固啊 即使像叶相这样做到很高级别的干部 也很难去掉传宗接代的想法 叶卫红笑了笑说道 现在时代不同了 男孩女孩都一样 那怎么会一样呢 现在这个社会呀 还是男人为主的社会 你看政府中 即使现在要求增加那么多女干部 可是高层领导中 女干部的比例还是很低的 男女平等只是一种口号 真正能够做到还是很难的 其实啊 男女本身呢 就是不平等的 这是客观存在的 有很多方面的因素 包括身体啊 心理等各个方面 不是说平等一句话 就会平等的 不说这些了 林琴儿的调动 你办好了吗 啊 已经办好了 准备让他去齐州教育局 嗯 如果有什么不顺利的 跟我说一声 林琴儿这种级别的干部呀 我还是有能力影响的 叶相在东海 做分管组织的副书记多年 部下以及提拔的人 遍及东海省 只是现在还没有做到很高级别的干部 薛冰出面 设宴给叶卫红接风 欢迎叶卫红到省城来工作 苏信尔 廖捷都参加了 叶卫红的心中闷闷不乐 他的这些同学呀 已经登上了重要的工作岗位 就连薛冰都做到了农业厅的副厅长 他却到了一个企业性质的总公司 当初他可是早就做到了滨海市副市长 在这些学员中也算是一时翘楚 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 酒桌上谈笑风生 都在说一些官场的一文趣事 大家都是同学 在外面的场合也许还论一些尊卑 在同学面前 这些都不重要了 虽然叶卫红心中落寞 这一场聚会倒是静欢而散 第三百一十二集 过了几天 叶相带着叶卫红来到了方吴市 拜访了方吴市市委副书记颜伟 颜伟很高兴地设宴招待了叶相叔侄 笑着说道 叶书记啊 你这就对了 退下来呢 就要四处走一走 看看风景 放松一下心情嘛 叶相说道 我呀 是怕给你们添什么麻烦 嗨 麻烦什么呀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们这些人啊 是怎么工作的 平常日子呀 都是在做一些什么开会呀 接待的工作 跟你过来了 我接待你还不是一样吗 嗯 这倒也是 不过呀 我已经不在领导岗位上了 你这么隆重地接待我 我总有些不好意思呀 老领导 你真是客气了 没有你 哪有我的今天呢 别说这是我工作允许的范围内 就算是再隆重一些 也是应该的 叶卫红问起了 获益 严伟问道 哦 你认识霍书记呀 他是我党校老师 我想去看看他 好 吃完了饭 我带你到工地去吧 这些天啊 严书记 一直靠在工地上 叶相问道 这个霍书记 这么亲力亲为啊 我们这位书记啊 作风强悍 他现在下令在修的这条路 下月一号 一定要通车 现在呢 他在现场督办呢 吃完了饭 叶相推说身体不太好 回宾馆休息了 严祺带着叶卫红 去了方无市 在修的一条 环城大道 一路上 看着路边 都是唐岛的路灯线杆 沿见着 已经是二十六号了 到下个月一号 只有几天时间了 叶卫红都怀疑 这霍义 能否按时通车 找到霍义的时候 霍义正在跟项目经理 讨论着什么 正午的阳光下 霍义的脸上 被晒得出了汗 他连擦都不擦 只是拿着图纸 跟项目经理 说得热火朝天 严伟不敢打断他 就带着叶卫红 在旁边等着 好半天 霍义跟项目经理 讨论完了 严伟这才带着叶卫红 来到了霍义面前 笑着说道 霍书记啊 这位叶总 说是你学生 想来看看你啊 霍老师 您好 霍义伸手 跟叶卫红握了握 笑着说道 卫红啊 我听说到七周任职了 怎么有时间来看我了 叶卫红笑笑说 老师的消息很灵通啊 我这是跟我叔叔 出来转一转 路过方武士 所以呢 顺便来看看老师 哦 叶老书记也来了 在哪呢 霍义在省里任职的时候 跟叶相有很多时候 因为工作有所接触 所以比较熟悉 叶卫红说道 他身子骨不太好 在宾馆休息呢 那我去看看他吧 霍义工地上的事情 正好忙完了 一行人就去了宾馆 叶相见了霍义 笑着说 霍书记 我身体抱恙 没去拜访你 真是不好意思啊 霍义心中清楚 叶相这么说 是一种客气 叶相虽然是退休了 可他原来是副省级干部 总是比自己 这正厅级干部 级别要高 他矜持身份 不肯先来看自己 是很正常的 官场中总是有一种 隐姓的尊卑在 这个就算是退休了 也不能就完全磨掉 霍义笑着说道 叶书记 你客气了 是我应该来拜访您才是啊 当晚霍义推了其他安排 盛宴招待了叶相淑职 兵主互相都是很尊重 相谈甚欢 叶卫红知道霍义试茶 带了二斤正宗的 五仪大红袍给他 这是叶相的一个 在福建南平市任职的老部下 专门搜集送给叶相的 现在叶卫红借花献佛了 霍义是试茶之人 一看就知道这个茶不烦 很高兴地收下了 笑着说 卫红 齐州跟芳无事这么紧 以后有时间多来看我 我会的 酒宴散了之后 叶卫红跟叶相 谈起了他今天 见到霍义的印象 赞叹地说道 这个霍老师确实实感 你没看他在工地上 跟项目经理争论的样子 实在是认真啊 看来这个家伙 还是没脱了书生那种味道 你看错了 书生哪有这种霸气呀 他现在呀 已经是一个技巧 很纯熟的官僚了 他认真是想做出成绩来 看来他的目标远大 这个人的前途呀 不可限量 叶卫红说道 那叔叔你看 霍义会有多大发展呢 第三百一十三集 叶相说道 这霍义呀 有三方面优势 有才使 肯干 上面呢 又有人支持 这样的人 就是想不进步 都是不可能的 没想到啊 当初的一个书生 竟然脱胎换骨 发展成这样 真是识别三日 当刮目相看啊 1994年1月 在东海省人大召开前夕 谁将接任 东海省省长的猜测 遍布了其中的大街小巷 一个个副书记 副省长的名字 都挂在老百姓的嘴边 大家在猜测着 谁最有可能 出任新的东海省省长 没有人认为 一东方还有机会 出任省长这一职务 有人甚至认为 东海省现任的这些 副省长副书记 都没有机会 中央有可能 外派一个人来出任省长 但是结果呢 令大多数人都大跌眼镜 中央突然任命 常务副省长 易东方 为省委委员 常委副书记 随即任命他为 东海省代省长 这在其中 爆了一大冷门啊 街头巷尾都在议论 易东方原本是要内定 推到人大去任职的 究竟是因为什么 重新在东海政坛上 站了起来 不久 易东方在省人大会上 当选了东海省省长 东海省政坛 顿时变了一个格局 易东方当选省长之后 薛冰去看望他 易东方把薛冰 单独带到了书房 坐定后 易东方笑着说道 我估计啊 东海省政坛上 除了我之外 只有你不意外 我能当这个省长吧 这是老师应得的 您这些年来 为了东海省 付出了多少心血 出任省长 也是明智时归啊 易东方笑了笑 政治这个东西啊 没有实至明归 这么一说 我能做上这个省长 其实呢 是一种平衡的结果 回头啊 你去信达老和尚那里坐坐 跟他说谢谢他 他到底是有慧眼呢 能够看得透 这诡异的政治时局 薛冰明白 易东方又上了一格 他的行动越发不自由了 想要再随便地去看信德 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 而且易东方向来珍惜羽毛 也不想让人留下 他在不如意的日子 曾经求佛问神的印象 薛冰就说道 我会跟他说的 易东方看了看薛冰说 我这次啊 能够接任省长 是一种过渡性的安排 这其中呢 中央是有很多方面考虑的 薛冰看了易东方一眼 问道 老师怎么这么说呀 其实啊 中央是想着力培养 东海省下一届的领导班子 我这个年纪呢 只能是干完这一届 就为下一届领导上来 预留了伏笔 老师是说 中央已经有了 下一届东海省省长的人选了 你没看到 李浩同志 跟我同时被任命为副书记了吗 李浩在被任命 东海省省委副书记之前 是东海省副省长 排名是第四副省长 他的资历 在这些副省长 副书记之中 是属于很浅的 他从地级市市委书记 升任副省长 也才不到十个月 此次出任分管组织的副书记 明显是月升 薛冰有些明白了 易东方被年纪献死了 他只能在省长任上干一届 而这一届 恰恰可以让李浩增长资历 为接任省长打下基础 同时易东方的资历深厚 又让那些比李浩资历深厚的副书记 副省长们说不出什么来 起到了为李浩卡位的作用 看来易东方还真是因为各方面势力博弈到最后 寻求平衡才当上了省长 薛冰不由地感叹 高层的政治智慧真是不可随意揣测的 有几个人能了解这其中的苦心呢 薛冰笑了笑说道 想不到啊 这其中还有这么多深意 易东方说道 你以后啊 有机会要多跟李浩同志 接触一下 薛冰笑了笑 我现在这个位置啊 就是想要接触也接触不到啊 哎 别急嘛 我不会长时间放你在农业厅里躲清闲的 薛冰看了易东方一眼 老师对我有新的安排了 告诉你别急了 现在没有合适的机会 等有了合适的机会啊 我会做出安排的 第314集 薛冰不说话了 看来易东方对他早有打算 那他就没必要再说什么 易东方升任省长 薛冰跟着水涨船高 政治行情也跟着上涨 他可以感受到 厅里面的同志开始对他尊重起来了 薛冰知道 自己的舞台不在这里 他越发表现得谦虚谨慎 他在等着易东方对他的安排 薛冰找了一个时间 在下午去了报国寺 信德老和尚见了薛冰就笑了 他已经知道了易东方升任省长的消息 笑着说道 施主是替易施主来的吧 薛冰笑了笑 什么都瞒不住师父啊 有些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在师父面前那是无所遁形啊 哈哈 施主说笑了 老那只是人情世故 见得多了 没什么火眼金睛的 易老师让我来说一声谢谢 他说 您很有慧眼 当初您跟他说的话 现在证明都是很有道理的 易施主真是客气了 其实呢 老那也没做什么 只是据实分析了一下而已 师父能够分析到这一步 已经很不简单了 哈哈哈哈 老那是局外人 冷眼旁观 自然是看得清楚些 啊 对了 前些日子呀 一位旧教到寺里来看望老那 薛冰问道 是谁呀 师父这么说 大概这个人我也认识吧 说来 他也是你的老师 原来党校的霍施主 霍老师啊 他现在可是很威风的 做了方无事的侍卫书记了 霍施主现在的格局呀 不同了 做什么都是信心满满的 他跟老那下了一盘棋 老那根本就不是对手了 薛冰笑了 霍毅最近在东海县 声名雀起 东海日报 前些日子还报道了霍毅 在方无事所作的几项政绩 尤其是提到了新建的环城大道 说在霍毅的亲自督促下 环城大道按期竣工 记者感叹霍毅的兢兢业业 同时说道 干部如果都这样抓落实 能干多少事啊 薛冰说道 师父 此一时彼一时啊 你以为霍老师还是一名书生吗 信德摇了摇头 霍施主确实变了 让我有些脱胎换骨的感觉呀 这官场对一个人的改变 竟然会这么大 这一点我倒是没想到啊 薛冰看信德 似乎并不是高兴 获益有这么大的改变 就笑着说道 霍老师如果想要在这官场上 获得一席之地 必然会做出很多改变的 这也是人在仕途 身不由己嘛 我想师父 应该能够理解这一点吧 我是可以理解 我只是怕改变太大 霍施主啊 怕要迷失了自己的本性了 薛冰笑了 霍毅现在贵为一个 地级室的市委书记 行动举止间 自然会有一些霸气 这与当初在党校的时候 一个寒酸的教书先生的表现 自然会有所不同 想来是某些方面 让信德看在眼里并不高兴 师父 你就别介意了 我猜想呀 霍老师还不至于 到了狂妄的程度 没有 我只是感觉呀 原来霍施主身上的某些东西呀 现在都消失了 这与当初认识的他 还是大有不同啊 我也有些日子没见到他了 真不知道霍老师变成什么样子了 其实不见也罢 看来师父确实对霍老师有意见呀 您这可不好 佛家不是有称戒和仪戒吗 信德笑了 上手何时说道 道也是 阿弥陀佛 老纳一时不慎 反了五戒了 所谓佛家五戒 贪 称 吃 慢 移 何称 五顿 食 一 这贪 是指众生对于色声 香味 畜 五尘 或者是财色 明石 睡 等五欲境界 产生了执着贪爱的妄想 二 称 对于违背自己所贪爱执着的境界 产生恼怒厌恶等心念 三 这吃 就是指心念混混顿顿 无有智慧 例如 不明白三世因果 不知道人人本具佛性 不了解一切法 皆是因缘 何何所生 佛法之智慧 并非一般世间所指 只聪明才智 而是要明白因果 心性 缘起 等佛法真理 若不明了 则属 愚痴无智 第三百一十五集 佛家五界 第四界 是慢 是指目空一切 眼中无人 共高我慢 骄傲自满 自以为是 轻慢别人等心态 第五说的是疑 对于一切人 一切事 都不信任 心怀疑虑 妄生猜忌 是非分歧 因此生诸烦恼 造作恶业 例如 怀疑众生本具佛性 或怀疑佛法的道理 无法信受奉行等等 薛冰听完 薛冰听完以后 笑了 其实啊 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 师父呢 只不过是一时气恼 倒没必要自责的 信德看了薛冰一眼 师主对我们佛家 薛冰也很有空闲 可以看一些贤书 两人就不再说获益了 说了一些贤文趣事 不觉就到了晚上 信德弹性正浓 就留薛冰吃了些素斋 素斋过后 两人又在茶室 喝了半天茶 薛冰回到家里 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 进门见牟利 正在客厅里看电视 薛冰笑着说 薛义睡了吗 牟利点了点头 薛冰去了儿子的房间 见儿子睡觉也不老实 把被子都蹬开了 他甜笑着 在儿子的小脸上 吻了一下 儿子似乎被他的胡子 扎了一下 觉得痒 伸手去挠 吓得薛冰赶紧躲开 一边给儿子盖好被子 轻手轻脚地 出了儿子卧室 薛冰出来 坐到牟利身边 牟利问道 晚上也不说一声 就不回来了 去干什么了 我跟和尚 去吃了一顿素斋 你这也要管啊 你真的跟和尚 吃素斋了 怎么这么奇怪呢 我有必要骗你吗 牟利靠了过来 在薛冰的身上 嗅了嗅 然后说道 嗯 没有酒味 也没有女人的香味 倒不像是骗我 薛冰一把把牟利 抱进了怀里 开始在牟利的脸上 亲来亲去的 故意用自己的胡子叉 去扎牟利的脸 笑着说道 小坏蛋 今晚怎么这么奇怪啊 是不是想跟我那个了 牟利却没有像以往那样 情动 他躲开了薛冰的纠缠 一脸严肃地 看着薛冰问道 你跟我说实话 有一天我人老珠黄 你会不会也嫌弃我 薛冰愣了一下 嘿 你今天晚上这是怎么了 我为什么要嫌弃你啊 你是我老婆 我们需要相互扶持 相邪到老大 不过呢 我还是希望你能打扮得漂亮点 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嘛 就算我变成了老头 也一样 牟利却没有理薛冰开玩笑的话茬 又说道 你们这些个当官的 有机会在外面接触 那么多漂亮年轻的女人 你敢保证 将来不会被诱惑 我说牟利啊 你究竟是怎么了 我的为人你还不清楚吗 我是那种不负责任的人吗 可是人都会变的 你看你们听里的李人 外表多么文质彬彬 可是做起事来 不一样难道女昌 薛冰疑惑地看了一眼牟利 问道 李人怎么了 怎么又突然扯到他身上了 牟利看了薛冰一眼 你还不知道吧 今天下午李人 跟一个女人在家里通情 正好被他老婆周莉 提前回家撞声 你还不知道 伴我的时候在宿舍里面 那一顿好吵 李人和刘平的事情 上次经过周莉 在厅里闹了一通 李人被王厅长警告了一番 事态似乎暂时平息了下去 现在小半年过去了 李人竟然救太赴盟 还把女人带回了家里 真是不知死活呀 薛冰抱紧了牟利说道 老婆 我这里你就放心 我绝对不会做什么 对不起你的事的 牟利依偎在薛冰怀里 你说这人为什么会这样 周莉大姐跟着李人 吃了多少苦啊 好不容易李人 做了副厅长 可以过几天好日子了 李人又闹这么一出 周莉大姐得多喊心呢 有些时候啊 人都是会变的 会变得迷失了 自己的原则啊 牟利盯着薛冰的眼睛说 你将来不会变吧 薛冰此时感觉 有时这人呢 还是有些原则比较好 就笑着说道 我们既然被命运牵到一起 我会好好的跟你过这一辈子的 薛冰原本以为 第二天周莉会闹到农业厅里来 早上去厅里便分外注意 可是早上的农业厅里 只有匆匆上班的工作人员 根本就没有周莉的影子 上午开会的时候 薛冰见到李然 虽然李然面色有些灰暗 可是并没有像上一次那样被抓伤 看来这次李然激紧了很多呀 一连几天除了一些风言风语 农业厅里风平浪静 李然和周莉之间 似乎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 第三百一十六集 薛冰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这就像一个农窗一样 在农窗还很小的时候 挑破了 它造成的伤害也很小 可是你要等农窗长大了 再来挑破 事情可能就麻烦了 又是一周过去了 似乎并没有什么事情 薛冰在家里 跟牟利过了一个温馨的周末 周一精神饱满地去了办公室 刚刚坐下来 打开东海日报 办公室的门就被敲响了 薛冰喊了一句进来 两名神态严肃的男子 打开门走了进来 薛冰并不认识这两个人 就笑着问道 请问两位是 两名男子中的一个说道 我们是省纪委的 薛冰一听是省纪委的 脑袋嗡了一下 心说我没做什么违法乱计的事情啊 他强笑着问道 那两位找我有什么事吗 男子说道 请问你是李然副厅长吗 薛冰暗自松了口气 原来是找李然的 边站了起来 笑着说道 两位找错办公室了 我是薛冰 李然在东面第二间办公室办公 男子笑了笑说道 不好意思啊 搞错了 当天李然就被纪委带走了 薛冰在李然被带走之后 赶紧打电话给廖杰 询问究竟是怎么回事 廖杰接到电话 笑着问 你瞎打听什么呢 是不是你在其中有什么不轨行为啊 薛冰笑了笑说道 去你的 我只是想问一下 李然为什么被你们叫走了 廖杰笑着说 他呀 后院起火了 被他老婆举报了 薛冰愣住了 怎么会这样啊 据说呀 李然与人通奸 被老婆抓到了 他恼羞成怒 非要跟他老婆离婚不行 他老婆一气之下 就到纪委来举报了他 薛冰叹了口气 这个农窗还是被挑破了 只是李然恐怕要付出惨重的代价了 李然被双规 不久农业厅一位处长 也因为牵连进基建方面的受贿 被纪委叫走了 薛冰也被纪委叫去问话 纪委的同志问他 介绍高健给李然认识的过程 薛冰如实地讲了来龙去脉 幸好当初薛冰觉得高健不是很地道 对后来假人出面帮高健几次约请都加以拒绝 所以薛冰跟高健之间并没有什么往来 李然出事了 常务副厅长就空缺了出来 很多农业厅里的人都认为薛冰很可能成为新的常务副厅长 但薛冰对这个职位并不积极 义东方也没有就这件事情跟王厅长打招呼 最后的结果是 原本排名第三的顾副厅长成了常务副厅长 薛冰安之若素 他知道自己不去争取 别人不一定不去争取啊 能够在省厅里做到一定位置的官员 其实后面多多少少都是有些关系的 顾副厅长能够成为常务副厅长也是正常的 义东方似乎忘记了薛冰待在农业厅 又或者他成为滨海省省长 有很多的事情要忙 一时顾不得薛冰 不知不觉 1994年就这样过去了 薛冰在农业厅副厅长的位置上又待了一年 叶卫红这一年也过得并不舒坦 他在轻工机械总公司更加清闲 这是个企业性质的单位 又是由总经理负责的 他这个党委书记能插手的部分不多 年底叶卫红去给叶向拜年的时候 讲了这一年的郁闷 他觉得自己在轻工机械总公司 并没有什么用武之地 叶向笑了 说道 好了 我已经帮你做了沟通 你准备准备 可能有新的任命下来 叶卫红问 新的职位是做什么呀 叶向笑了笑 严伟呀 离开了方无事 你去接他的位置 跟霍义干一段时间吧 果然 在1995年3月 叶卫红被任命为方无事市委常委副书记 成了霍义的下属 得到了新任命的叶卫红 宴请了他原来在党校的同学 薛冰等人先对叶卫红表示了祝贺 薛冰不无厌线地说道 你这个家伙就好了 又能跟着霍老师大干一番了 叶卫红笑了笑 薛冰啊 当初霍老师赏识的可是你啊 我想呀 今天如果下去的是你 霍老师可能会更高兴的 薛冰笑了笑说道 可惜啊 下去的是你 要不然我跟你换换 叶卫红说道 去你的吧 这又不是由我说了算的 第317集 酒喝到了六成 叶卫红给满桌的同学都填满了酒 笑着说道 今后啊 我就要到下面市里工作了 还请各位同学 以后多多的支持啊 我把这杯酒干了 算是先谢谢各位了 同学们纷纷表态 说只要有可能 一定会支持叶卫红的工作的 大家伙闹腾着 把这杯酒给干了 叶卫红又给苏信尔倒满了酒 单独敬了他一杯 说道 财政厅就是我们的后勤部门 今后啊 还是希望苏厅长 多支持我们方无事的工作呀 苏信尔笑着说道 人家都说屁股决定大脑 叶卫红 你刚刚被任命为方无事的副书记 就跑我面前为你们方无事争取自知来了 叶卫红笑了笑 大家也都知道霍老师的风格 我不做出点成绩来 那哪行啊 苏信尔跟叶卫红干了这杯酒 笑着说道 好吧 只要是可行的范围之内 我尽量支持 这也算是支持霍老师的工作了 林秦尔却不愿意跟着叶卫红 去方无事工作 方无事这几年虽然在获益的手中 好像发展得还不错 可原本的底子太差 林秦尔考虑到女儿的教育问题 想要留在其中 叶卫红想了想也就同意了 省委组织部部长 送叶卫红到了方无事 霍毅笑着握着叶卫红的手说 卫红啊 欢迎你到方无事来工作 叶卫红笑了笑说道 又要跟着霍老师学习了 我一定会努力工作的 送走了组织部长后 霍毅让市委副秘书长朱朗 带着叶卫红去他的副书记办公室 副书记办公室刚刚装修了一下 一进门有了一种促心的感觉 朱朗笑着说道 霍书记特地的吩咐 这间办公室重新装修了他 不错不错 诸副秘书长 以后还请多关照啊 叶卫红知道以后的很多事情 还少不得要这位朱副秘书长帮忙 因此说话很客气 朱朗说道 叶副书记客气了 你的秘书啊 我考虑让剑军担任 一会儿啊 我把他叫过来 你看看是否合适 不合适的话 咱们再换 叶卫红刚到方无市 并没有其他熟人 因此也没什么选择余地 就笑着说道 诸副秘书长选择的 怎么会不合适呢 朱朗就去叫了剑军来 叶卫红看了看 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 举止文雅 心中就认可了 叶卫红握了握剑军的手 笑着说道 小剑不错呀 剑军问了叶卫红好 朱朗笑着说 小剑啊 你以后就给叶副书记 当秘书了 可要机灵点 多跟着叶副书记学习呀 剑军连连点头 我知道了 朱朗笑着说道 叶副书记啊 你先熟悉一下这里 有什么事情呢 交代小剑去做 等会儿啊 我送你去住的地方 朱朗离开了 剑军帮叶卫红 把带来的东西收拾了 期间叶卫红问了问 剑军一些情况 这剑军倒是话不多 一应一答倒是很规矩 临近下班 朱朗过来了 带着叶卫红先去吃了饭 然后去了方无士宾馆 这是由方无士卫招待所改建的 给叶卫红安排的是一个套件 叶卫红看了看 似乎很舒适便很满意 朱朗打了电话给总台 一会儿 宾馆的经理 带着一个很年轻的姑娘 走了进来 朱朗介绍说 这是方无士宾馆经理 柳胡 柳胡笑着 跟叶卫红握手 欢迎叶副书记 入住我们宾馆呀 以后有什么需要 叶副书记尽管吩咐 叶卫红笑了笑说道 你们这宾馆呀环境不错 我挺喜欢的 柳胡又介绍那个很年轻的姑娘 这是我们宾馆的服务员孙娜 以后您的生活就由他负责照顾了 叶卫红看了一眼朱朗笑着说 朱夫秘书长就没有必要麻烦小孙了吧 朱朗笑着说道 这肯定是需要的呀 等叶副书记进入到工作状态中 会很繁忙的 是需要一个专门人员 来照顾你的饮食起居的 柳胡对孙娜说道 小孙啊 你要勤快一点 给领导服务好 就是你的工作 知道吗 孙娜点了点头 我会好好为领导服务的 柳胡又看看叶卫红 笑着问道 叶副书记呀 您看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叶卫红看了看 不能退掉孙娜 就笑着说 一切都挺好的 我挺满意的 朱朗笑着说 叶副书记呀 刚到方无事 安马劳顿 您先休息 我们离开了 叶卫红就和朱朗柳胡 握了握手 送两人离开了 孙娜这个时候 却并没有离开 她进了卫生间 叶卫红走进去一看 孙娜正在为她放洗澡水呢 叶卫红还真没享受过 这么好的待遇 笑着说道 小孙啊 以后这样的活呀 我自己来干 第三百一十八集 孙娜笑了笑 这是我应该做的 叶卫红这才仔细打量了一下 这个孙娜 孙娜 刮紫脸 皮肤白皙 眼睛很大 眉毛忽闪忽闪的 一副清纯的样子 看上去也不过是十八九岁的样子 叶卫红笑着问道 小孙啊 你多大了 孙娜说道 我刚十九岁 这么小就出来工作了 我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 家里就找了人让我到这里工作了 你不觉得辛苦吗 这里很不错了 工作环境又好 活也不累 说话姐 洗澡水已经放好了 孙娜试了试水温 笑着对叶卫红说道 可以了 你洗澡吧 好 那你先去忙吧 我这里就不用你了 孙娜就出了洗手间 去外面把叶卫红的床铺好 又跟她讲了房间里的一些东西的使用方法 留下了自己的电话 这才离开 叶卫红已经浑身疲乏 躺在了温暖的水中 惬意地泡了起来 房间里一片清净 叶卫红感到浑身的轻松 宾馆的环境就是不错呀 整洁干净 在方无事的日子 就要从这里开始了 出了卫生间 叶卫红钻进了温暖的被褥中 虽然她很困倦 头发却还有点湿 不能马上就睡 就看到了床头的电话 拿过来拨通了家里 电话通了 看来这方无事宾馆服务很到位嘛 主动给她开通了长途 林琴儿接通了电话 笑着说道 你可算来电话了 你女儿闹着 非要带你来电话才睡觉呢 叶卫红就跟女儿叶玲 说了些闲话 嘱咐她在家里 要听妈妈的话 叶玲这才自己去睡觉了 林琴儿把电话接了过去 笑着说道 看来还是父亲跟女儿亲 那当然了 女儿是爸爸的小棉袄 你到了方无事还好吗 挺好的 我住在了方无事宾馆 这里的服务还不错吗 在那里给我老老实实的 不准够带小姑娘啊 叶卫红笑了 女人的第六感还真是奇怪 她怎么知道 给自己服务的是一个小姑娘呢 叶卫红说道 好了 老婆 我会为你守身如玉的 你敢不守身如玉 我可饶不了你 两人又说了一些情话 叶卫红这才恋恋不舍地 放下电话睡觉了 叶卫红很快就领教了 霍毅的魄力 方无事在霍毅来此任职之前 没有什么经济实力 城区内到处都是破屋漏象 方无不像个市 倒像个乡村 霍毅在方无事成为一把手后 他看到了方无事发展上的落后 决心改变他的落后面貌 他的目光首先朝向了方无事的违章建筑 在方无事中心 有六栋加起来将近一万平米的违章建筑 这些违章建筑没有经过建筑部门批准 切断了方无事的横向交通 方无事的居民对此意见很大 霍毅亲自抓这项工作 要求对这些违章建筑进行拆除 不久后经过土地规划部门申请 法警法官土地规划等部门 一百六十多人对该违法建筑群 进行了爆破拆除 随着一声哄响 方无事最大面积的违章建筑群 应声倒下了 也随着这一声巨响 方无事市民看到一个强悍的市委书记 从此别人不好拆迁的地方 只要获益一去 很快就拆光了 霍书记作风强悍 酷爱现场办公 人称自从来了获益 方无事没有市政府 经常跟方无事各区委书记区长 说的一句话就是 这条路你们能不能打开 能开你们就打 不能打开就集体辞职 我找人来打 方无事成了获益的一统天下 很多官员为了头上的乌纱帽 开始采取一些强制措施 强行拆迁 甚至有地方出现了 官员强制将业主从房中拉出来 然后用推土机将房屋推平的例子 获益对此大家赞赏 称赞这个官员有魄力 但是这种强制拆迁 难免会损害群众利益 一募八万块钱的拆迁费 分到农民手中 只有不到一万块钱 民怨难以压制 开始有些人去上访了 但是获益呢 对上访很有一套 方无事在省和北京 都有些解访人员 见到方无事上访的市民 他们一般会先行劝导 劝导不灵的时候 就强行把人从外地带回方无事 被带回方无事的上访市民 一般都会被强制教育一段时间 很多人并不了解 这段强制教育时间内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只是知道强制教育完之后 大多数上访的市民都放弃了再上访 第三百一十九集 获益的意志就这样在方无事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不过有一点大家还是承认 方无事的道路宽了 高楼大厦多了 方无事开始像个城市的样子了 叶卫红到了方无事的时候 正赶上霍益另一个大手笔 他要在方无事老市区南边建设方无事新区 要把方无事整个行政系统都搬到新区去办公 按照霍益的规划 这个新区占地面积达七十多平方公里 霍益在新区内规划了体育馆和歌剧院 以及新区文化广场 叶卫红看到这个规划 就知道霍益这是在搞形象工程 连省城岐州都没什么歌剧院 他在方无事这个穷地方搞什么歌剧院呀 这不是不切实际吗 但在常委会上初步探讨这个规划的时候 叶卫红并没有对这一点提出疑问 叶卫红知道霍益是教师出身 他身上还流动着一些文艺细胞 你对他的歌剧院提出质疑 是在质疑他最欣赏的部分 也就代表着你在质疑他的权威 这可不是霍益能够接受的 也不是他一个新来乍到的副书记 可以随便就质疑的 但是什么都不说 似乎也不好 叶卫红委婉地提出了一点自己的看法 霍书记啊 我觉得新区的规划很好 可是有一点您想没想过 我们这个地方还没有什么知名度 方无事还是一个穷苦的地方 这个地方还没有太大的能力吸引大批移民过来 所以我估计啊 新区人气聚集起来 起码需要十年以上 是不是这个新区规划 不要一下子全面启动啊 霍益笑了 卫红同志的担心啊 不无道理 我去过国内一些城市的开发区 新区之类的地方 确实存在着人气聚集比较慢的问题啊 那些地方 晚上街道上基本上没人 到处乌黑一片 这个问题呢 我不是没有考虑过 我觉得没有人气 主要是居住小区少了的缘故 初步设想 今后政府部门的宿舍都要建到新区去 这让我们的机关工作人员 起到一个带动作用吧 叶卫红不再说话了 他在滨海市已经有了一定的政治经验 知道跟一把手要保持一致 他再说什么反对的意见 就将站到霍益的对立面 那他将会跟在滨海市一样 变得尴尬起来 叶卫红对霍益的规划表示了赞同 霍益说道 我们身处这个时代 是一个改革的时代 我们绝不能等 靠 有人说呀 我这个规划呢 将要预知方无事 十几年的财政收入 我觉得这样的同志 眼光比较短浅 我们把新区建设好了以后 新区的土地价值 一定会被带动 到时候开发商就会进驻 那个时候啊 我们政府的收益将会成倍的增长 所以啊 我不觉得这是在透支未来 反而我觉得这是在为方无事未来的发展 创造机遇 叶卫红发现霍益的讲话 还是像在党校的时候 那么富有激情 那么蛊惑人心 这个规划案得以在常委会上顺利通过 方无事新区的建设 很快就轰轰烈烈的展开了 到处都是挖掘机 搅手架 一副热火朝天的景象 但是一个发现 挚爱了新区建设的发展 在挖新区文化广场地基的时候 发现了十几个车马坑 车马坑是旧时奴隶主 以车马殉葬的木坑 奴隶主死后 又将生前乘坐马车和车夫殉葬的风俗 该车马坑内的架码 排列整齐规则 显然是用某种方法 处死后由人摆制而成的殉葬物 车马坑内 车轮并列向东 车为木质 车厢长方形 各有车缘一根 马架在车缘的两侧 马匹对面握在车前 马头排成了整齐的弧形 车马坑内 随葬木车已经腐朽 但是痕迹清晰可见 均可复原 在这车马坑内 发现了与古代文献记载中 诸侯驾五相一致的 五马一车的 诸侯之称 看来这里可能是春秋战国时 诸侯王的墓葬 这一发现 让方无事文物界 一时兴奋异常 十二位文物方面的专家学者 给市委市政府写信 呼吁对遗址就地保护 信中说 按照原方案建成的广场 在全国只能是二三流的广场 而实地展示 诸侯王墓园一物的广场 将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广场 并称这是祖宗赐给方无事的 一大财富 方无事应该为此感到幸运 第三百二十集 这件事打乱了霍益 对新区的整体安排 他不想让几个车马坑 打破他对新区广场的设计 他认为新区广场近乎完美 而这几个车马坑 就像是美人脸上贴了一个高钥似的 大厦风景啊 霍益同时认为 这个城市要发展 不能因为这几个车马坑 就阻碍了前进的步伐 可是国家的文物政策 似乎不允许把这些车马坑给毁了 霍益试图造成继承事实 从而完成他的新区广场规划 于是在霍益的默许下 大型挖土设备进驻工地 开始大规模施工 很快 其中主要的五座车马坑 像是孤岛一样矗立着 周围已经被挖成了连片的深坑 学者们震怒了 有人向国家文物部门进行了举报 国家文物局派人前来调查 霍益不得不暂停了新区广场的施工 迫于文物部门的压力 霍益最后不得不更改了设计 新区广场中增加了投资1200多万元 占地1200平方米的诸侯驾武博物馆 东海日报报道了这件事 方无市在建新区广场时 发现了京市的诸侯王大型车马坑一记 面对祖先的丰厚馈赠 方无市委市政府更是真爱有加 市委书记霍益亲自到考古发掘现场考察 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议专题研究 车马坑等重要一记的保护问题 决定牺牲目前经济第一 做出了为重要文物一记保护让路的决策 多次组织文物专家讨论确定保护方案 委托权威科研机构制定保护工程实施方案 千方百计使这一文物瑰宝 完美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东海日报最后报道说 这件事情达到了各方都满意 虽然东海日报的报道是冠冕堂皇 可是背后获益对那几个将事情揭露出去的专家 极度不满意 一度在会议上将这些人一点大局观念都没有 同时专家们对这个处理结果也是不满意的 除了那个诸侯驾舞车马坑外 其他的部分都被回填了 那十几个车马坑被损毁了 这一次方无市市长温善对霍益的做法颇有些微辞 虽然他并没有完全站出来反对霍益 可是霍益还是感受到了挑战 叶卫红在这件事中一直站在霍益一边 他坚定地支持了霍益的主张 从而霍益得以稳定了局面 也就是从这件事开始 霍益开始把叶卫红引为自己的心腹 叶卫红对文物这件事心中并不是十分赞同的 他心目中认为霍益这么做 只是为了他的形象工程的完美 对霍益为此不惜损毁文物十分的反感 可是他又不得不支持霍益 一来霍益是他的老师 从师生角度 他应该支持自己的老师 他没有那种无碍无师 但是更爱真理那种情操 二来 他到芳无市来工作 是他叔叔叶相的一个安排 叶相已经看到了自己势力的落寞 所以才把叶卫红安排在霍益身边 他希望叶卫红能够跟霍益 这个东海省新进崛起的政治明星搞好关系 从而借助霍益建立叶卫红 自己在东海省新的官场立足点 看到东海日报 霍益建立博物馆的报道 叶卫红也有些哭笑不得 一个迫不得已的举措 竟然成了霍益的一项政绩 不过叶卫红也从中感受到了 霍益在东海省政坛还是有强有力的支持的 也不得不佩服霍益把一个不利事件 扭转成自己业绩的政治手腕 叶卫红感觉这一次他站到了一个正确的位置上 他成了方无事一把手圈子里的人了 但是叶卫红一方面觉得自己站对了位置 另一方面也为自己失去了原则而感到沮丧 他的心中并不舒服 星期天 叶卫红躲在宾馆房间里看书 孙娜在房间里打扫卫生 他跟孙娜这段时间已经有些熟悉了 知道这个孙娜做事很快 却静无声息 风一样飘来飘去 却并不打搅他 孙娜一会儿就收拾完了卧室 然后关了洗漱间的门 在里面冲冲涮涮的 叶卫红听孙娜在里面忙活了好久 对他这么负责任 很是满意 过了一会儿 孙娜出来了 说了声 打扰叶书记了 然后就开始打扫客厅 叶卫红朝他笑了笑 仍旧埋头看书 随意看他几眼 见这个姑娘身段很美 在眼前晃来晃去的 让人看了很舒服 第三百 二十一集 眼看着孙娜忙完了 叶卫红抬头 见他鼓鼓的前额上 沁着些汗珠 像清晨带着露珠的瓜果 看来这段时间的打扫 也不是一个轻松的活呀 就笑着说 小孙啊 你很累了吧 坐下来休息一会儿 我们是不可以在客房里坐下来的 要是被柳将领发现 又要骂人了 还要扣钱呢 孙娜低了低头 叶卫红发现 她那头发又黑又浓 叶卫红笑着说道 我们还需要朝夕相处很长时间的 你不要老是跟我这么客气嘛 随便一些 谢谢您 叶书记 说话的时候 笑容从孙娜的嘴唇边慢慢地亮开 叶卫红看到了一副 很是甜美的面孔 不由得心情十分愉快 叶卫红心说 方无事也有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这给她来方无事郁闷的心情 带来一些亮色 就指了指沙发说道 反正我在这里嘛 你就坐下来休息一会儿 没事的 刘经理来了 我跟她说 孙娜迟疑着 看了叶卫红一眼 这才在对面的沙发里坐了下来 侧着身子 她的手在沙发扶手上 轻轻地搓着 叶卫红不经意看了看她的手 那手腕白嫩而原始 很有青春气息 孙娜见叶卫红打亮她 脸红了 笑着说 柳经理反复说 要我一定保证叶书记休息好 要我随叫随到 我只怕做不好 请叶书记多批评啊 叶卫红看出了孙娜有些慌张 知道她不太习惯在自己面前这么坐着 就笑着说道 你别听柳经理说的那么严重 我这人不挑剔的 你以后就当这里是自己家了 不要太拘谨 农业部种植管理司的司长 商阳到了方无市 他是来考察方无市的万亩蔬菜大棚 和蔬菜批发市场的 你决定是否将方无市蔬菜纳入国家农业部 鲜活农产品定点批发市场的鲜活农产品信息采集中心之列 获益和温善对此十分重视 全程陪同商阳 如今不论是春夏秋冬 只要你走进方无市的蔬菜大棚 都能见到花色斑斓 品种繁多的蔬菜 笔直的黄瓜 扁圆的葫芦 紫色的长茄 红色水灵的胡萝卜 晶莹剔透的西红柿 琳琅满目 这一部分来源于方无市农民 热衷种植蔬菜的传统 另一方面 也要感谢获益对蔬菜大棚的种植改良 方无市种菜历史悠久 在八十年代初 方无市的蔬奴就有人摸索着 建了几个竹木的拱棚 用竹杆和塑料薄膜 砸起了大棚 在大棚里种植蔬菜 于是方无市的市民们 在寒冬腊月也能吃上新鲜菜 蔬农们在大棚里种植的辣椒 茄子西葫芦 能够赶在元旦春节期间上市 一方面丰富了市民的餐桌 另一方面 竹木大棚温市蔬菜种植 也成了方无市蔬农致富的金钥匙 每亩年收入超过了四千元 霍毅到了方无市任市长的时候 他看到了方无市大棚蔬菜种植的优势 他能够让蔡农反季节收获蔬菜 增加了收入 另一方面 霍毅也看到了这种大棚的短处 那个时候蔡农没有经验 就是自己摸索着弄 先买回长条的竹竿子连接起来 再折成半圆形插在地里 用铁丝把每个半圆的竹板连接起来 上面罩上塑料布 再把棚子固定好就可以了 大棚最高只有1.5米 站在里面最高的地方都直不起腰来 得弯着腰在棚里干活 竹木大棚的稳固性较差 经不住大风的清洗 使用寿命也不长 这些都不利于大棚蔬菜 大规模的种植 制约着大棚蔬菜的发展 霍毅看到了竹木大棚蔬菜的短处 他是教师出身 尊重科学 就找了省里的农技专家来帮忙 在省里的农技专家帮助下 采用强度更高的铁条 代替竹木作为大棚的骨架 增加了大棚的强度和高度 并在农技专家的指导下 以无低膜防虫网低脚围裙 低膜覆盖 改进了反季节蔬菜栽培技术 不但在寒冷的冬季吃上了食鲜蔬菜 在炎热的夏季也照样解决了蔬菜的淡季供应 实现了食鲜蔬菜的周年供应 获益同时加大了对菜农种植大棚蔬菜的扶持力度 在财政方面 给予菜农补贴 要求农村信用社对菜农建大棚蔬菜 进行贷款倾斜 并且要求几个种植蔬菜的大县 对菜农建大棚进行科学管理 整体规划 很快 一个规模上万亩的蔬菜大棚基地 就建了起来 满足了周边城市的蔬菜需求 特别是成为了省城齐州的菜篮子基地 从而带动了芳吾市蔬菜批发大市场的繁种 第三百二十二级 霍益和温善陪同着商阳 去了蔬菜大棚发展最好的一平县 他们坐在轿车里看到 沿着公路都是高高的蔬菜大棚 连绵不绝 很是壮观 到了一平县 一钻进菜农老黄的温氏大棚里 暖哄哄的气息扑面而来 翠绿的菜胶已经有了拳头大小 嫩嫩的煞是可爱 商阳颇有感触 笑着对霍益说 你们这个做法呀 很好 既丰富了市民的菜篮子 也为菜农增加了收入啊 霍益笑着说道 这是技术改良的结果呀 以前呀 一到输九天 竹木大棚里就结冰了 春节前黄挂也下不来 用了强大棚 就是下大雪 温度也比那个时候高 随着品种改良和技术提升 一年种两茶 一茶在秋后 一茶呢 是早春 一季采摘量 要比以前一年的产量 还要多呀 商阳赞许的点点头 确实不错 看你们的规模 基深于鲜活农产品定点批发市场的鲜活农产品信息采集中心之列 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霍益高兴的笑了 感谢商司长的支持 下一步啊 我们方无市市委市政府 准备建立起省内一流的蔬菜科学研究所 并要建立全自动自控联动市温市大棚 使方无的蔬菜啊 进入科学试验标准化生产阶段 商阳笑了 你们方无市野心不小嘛 不过考虑增产蔬菜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啊 也要考虑提高蔬菜的质量啊 霍益笑着问道 在这方面 商司长有什么指示啊 哎 指示嘛 商某不敢说 有一点小小的建议 商司长客气了 您的建议肯定是有利于方无市大棚蔬菜的发展的 我们喜耳恭听 是这样的 国家呢 现在在提倡发展 无公害标准化蔬菜生产 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 要净化菜篮子 提高蔬菜的品质 让更多的放心菜 健康菜 走进千家万户 霍益点了点头 对温善说道 温市长啊 商司长给我们提了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 今后啊 我们方无市委市政府 不能把目光紧紧盯在蔬菜的产量上 还要在蔬菜的质量上下功夫吗 温善笑了笑说道 商司长确实说在了点子上 我们今后啊 会把目光放在净化菜篮子 提高蔬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上的 商阳听完后笑着说道 你们不要以为这是在做无用功 现在人们生活富裕了 已经有了提高生活品质的需要 那些无公害蔬菜的价格 都是其他蔬菜的一倍以上啊 温善笑着说道 原来还有这么好的经济效益啊 我们会着重考虑商司长的建议的 大力推动蔬菜生产的升级 商阳在方无市的考察时间很短 只待了两天 这两天 霍益和温善 极尽盛情款待 让商阳满意而归 送走商阳的第二天 霍益照例早早地来到办公室 秘书送来了今天的方无日报 汇报了今天的行程安排 今天要召开常委会 看了一下常委会的议程安排 便坐到办公桌那里 随手拿起了方无日报 看上面的新闻 方无日报的记者还算采编及时 商阳来考察的长篇通讯 已经在方无日报 头版头条刊登了 通讯的作者文采很好 用了很多可以修辞的语句 由于离开常委会 还有些时间 霍益就开始看这篇通讯 看着看着 霍益啪的一下 把报纸扔在了桌子上 说了一句 这个报社的老牛 是干什么吃的 老牛是方无市日报社的社长 霍益看到日报出了披露 因此心里责怪这个牛社长 常委会按时开始了 霍益在会上总结了这次 接待商阳的工作 认为这次接待商阳的考察很成功 让商阳司长看到了方无市 种植蔬菜大棚的成绩 商阳司长基本上同意将方无市纳入国家农业部 新鲜农产品定点批发市场的鲜活农产品信息采集中心之列 霍益对参加接待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表扬 总结完之后 会议又讨论了一些其他的议题 这些安排好的议题讨论完之后 会议进入了尾声 常委们都在等待着霍益宣布散会 霍益却在这时 拿起了他带来的方无日报 问了一句 马部长 今天的方无日报 你看了吗 第三百二十三集 霍益说的马部长 是方无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听到霍益问他 笑着说道 我大体上看了看 上面关于商阳司长 来我们方无市考察的通讯 还是写得不错的 叶卫红也看过这篇通讯 心中对这篇冠冕堂皇的文章 并不是十分在意 他刚想说些什么 开玩笑的话 却看到霍益的脸色 十分的严肃 虽然他不知道霍益 这么问的意图是什么 可是看霍益的样子 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就赶紧把道嘴边的话 收了回去 他想看看霍益究竟是 因为什么发问 然后再发表自己的意见 这些天 叶卫红暗自琢磨过 霍益和温善之间的关系 发现他们 虽然表面上客客气气的 实际上相互间 还是有一点嫌隙的 琢磨出了这一点 叶卫红不免感觉有些好笑 这天下 似乎大多数一把手跟二把手之间 就好像是天敌一样 这个几经验证 似乎已经成了一个定律 这个发现 让叶卫红不得不小心处理自己的行为 以免行为不当 触怒了霍益或者是温善 虽然是小心行事 可这并不代表着叶卫红想做墙头草 霍益和温善他两面都不得罪 他已经把自己归于了霍益的圈子里 一旦霍益和温善有所冲突 他一定会站在霍益那边 他的小心行事只是为了不无所谓的得罪温善而已 今天这样的会议在座的这些同志们说话虽然含蓄和隐晦 但却并不妨碍意图的表达 充满着官场的智慧 那一张张脸或严肃或随和或是空洞 却一律显得极有涵养 在这样的会议上 你不能不说话 又不能乱说话 不说话 那别人都不会拿你当回事 你就得不到别人的尊重 乱说话 却随时可能得罪人 甚至在不知不觉中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就可能把你想讨好的人给得罪了 所以在这样的会议上 讲话一定要拿捏到位 这里面可是包含着 艺术 涵养 隐私等等因素 叶卫红新来不久 一言一行都在别人的注意当中 不得不更加的谨言慎行啊 果然 货毅听马部长说 通讯写得不错 便冷笑了一声 说道 马部长啊 看来你是认同这个通讯的表达了 马部长愣了 他不知道货毅为什么发火 胆虚地看了货毅一眼 然后说道 货书记 这个我早上来的有点晚 又急着来开常委会 还没来得及仔细看呢 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吗 货毅把报纸扔到了马部长面前 说道 你自己看吧 马部长冷汗下来了 拿起了报纸 一字一句看起来 他斟酌着文章中的每个措辞 寻找在其中可能犯计的地方 看完之后 马部长更加疑惑了 他没找到犯计的地方啊 这货毅的葫芦里 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啊 他心中越发的紧张了 马部长抬起了头 疑惑地看着货毅 他想问 却又不敢问 货毅别看是教师出身 形式风格 却是雷厉风行 马部长对他十分的畏惧 货毅看到马部长惶恐的样子 知道他并没有知道错误的地方 他提出这个错误的目标 并不是针对马部长 就说道 你从陪同考察那里看起 马部长重新看这篇通讯 看到货毅市委书记 市长温善等同志 陪同商阳市长进行了考察 他一下子就明白了问题在哪儿 也不知道是作者故意 还是排版的错误 本来应该点在货毅市委书记之后的顿号 点到了市委书记四个字之前 这就变成了货毅市委书记 市长温善等同志 陪同商阳市长进行了考察 汗水顿时从马部长脸上流了下来 他明白货毅为什么这么大张旗鼓的兴师问罪了 这个顿号安排的位置不当啊 让货毅变成了没有职务 而温善呢 却变成了方无事的市委书记和市长 这可犯了官场大忌 马部长的心中暗骂这篇通讯的作者 这个家伙文字功底不浅 可为什么单单在这里有些不通顺 本来应该是市委书记霍毅市长温善就好了 那样就算是这个顿号点错了 也不能造成这样的局面 马部长自然知道霍毅跟温善之间的心结 这方无日报可是方无事的党报啊 是官方媒体 很多下面的同志每天都在认真地阅读这份报纸 他们感兴趣的不是报纸上面传达的新的政策信息 他们感兴趣的是报纸上面隐含的一些官场斗争 人事变动的信息 平常没事那些自以为是的人 还都能从中琢磨出什么风吹草动 现在这个通讯写得这么明显 不知道下面的那些家伙该怎么嚼舌根呢 温善看着马部长半天没有说话 笑着问道 老马啊 究竟怎么回事啊 温善与马部长私交不错 这个时候出来说话 有维护马部长的意思 马部长甘笑了一声 说道 哎呀 这篇 这篇通讯有错误 把霍书记的职务给搞错啊 他斟酌着措辞 这个错误同时牵涉到了霍义和温善 一个措辞不到 就可能得罪他们其中的一个 温善早上也看过这篇通讯 他并没有看出什么问题 就笑着说道 拿来我看看 马部长把报纸递了过去 温善很快就找到了错误所在 他感觉霍义有点小题大做了 不就是一个顿号安错的位置吗 难道别人会以为他霍义被免掉了 世卫书记 想到这里 温善又觉得好笑 温善说道 不就是一个标点符号点错了吗 回头啊 叫老牛发个纠正 不就完了吗 霍义看了温善一眼 他对最近一段时间 温善的作为很不满 尤其是在前段时间的文物事件 温善虽然没有直接跟他对立 可是言语中呢 却存在着很多的不满 这让霍义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 其实霍义也知道 方无日报这个错误有些微不足道 但他仍然拿到常委会上 就有些借题发挥的意思了 霍义冷笑了一声问道 哼 问题岂只是一个标点符号 那么简单 叶卫红在一旁把报纸拿了过去 他按照霍义说的位置看了起来 一下子就明白了问题所在 他并没有认为霍义小题大做了 他认为霍义这么做 是在维护自己的权威 这么多年以来 新闻联播一直是华夏舒适率最高的电视节目 这倒不是因为他的节目比较新奇有趣 而是因为国人喜欢从中观察政治方向 这也是因为华夏做什么都是讲政治有关的 新闻也是为政治服务的 在报纸和电视中 谁的名字靠前 谁的名字靠后 谁的名字用几号字箭报 发表在第几版 以及在电视新闻中的出场频率 用的是全身啊 半身啊 还是进井特写 这些都是与政治气候息息相关的 如果一个人很长时间没有露面 人们就会猜测 这个人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所以霍义把这件 看上去十分微小的事情摆到常委会上 是一种权力的宣誓 他在借这个事来向方无事宣誓 这里是他的天下 他才是这里的主宰 可是叶卫红呢 却觉得霍义把这件事情这么处理 有些不明智 这个蛮可以私下里对相关部门进行处理 那样一样会宣誓霍义的权威 还照顾了大家的颜面 温善看了霍义一眼 笑着说 那么霍书记认为这个问题怎么不简单了 霍义没有想到 温善敢于直接反问他 愣了几秒钟 虽然大家都知道 这件事情霍义究竟为什么发火 可是这些都是私下的观点 是拿不到场面上来说的 霍义有些后悔了 他现在又没办法质问说 这个错误 让人认为 现在方无事的市委书记 市长是温善 这挑战了他霍义的权威 叶卫红看出了霍义的难看 他已经将自己归于霍义的圈子里 而且以他的揣度 霍义将来必然会成为省级领导 他有必要站出来 维护霍义的权威 叶卫红笑了笑说道 温善同志 霍义同志是认为这个错误 代表了方无日报社工作作风有问题 如果换在别的媒体 这可能只是一个小错误 可是方无日报是我们的党报 是党的喉舌 它代表我们方无事的共产党员在发言 那这个错误可就不可小觑了 霍义点点头 叶卫红的话给他解了围 他借着这个话头发挥道 而且是在头版头条这样重要的位置 出现这样的问题 党报犯这样低级的错误 让社会上的同志们怎么看啊 今天看上去是一个标点符号出现了错误 但是可能让一些同志误解我出了什么事情 第三百二十五集 说到这里 霍义停顿了一下 看了看在座的众人 接着说道 从我本人的角度出发 倒是可以原谅的 但是如果不严肃处理 纵容这种散漫不严谨的作风 继续下去 以后发表重要政策的时候 再出现错误造成重大问题的时候 怎么办呢 叶卫红说道 千里之地溃于乙穴 我们不可以不防患于未然 所以我认为 这件事情应该严肃处理 绝对不能纵重 霍义说道 防无日报 这种工作作风是要不得的 马部长啊 你们宣传部回去 把这件事情给我查清楚了 使谁的责任要予以追究 同时呢 要整顿一下 防无日报社的工作作风 防止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 霍义说完 看了在场的常委一眼 他在观察这些人的态度 看起来并没有人有不同的意见 这才对温善说道 我这么处理 温善同志 还有什么不同意见吗 温善抬头看了叶卫红一眼 叶卫红把一件小事上升到了工作作风问题的高度 让他没办法再说霍义小题大做 他只好笑了笑说 我没意见 霍义这才满意的笑了笑 那好 散会 他站了起来 眼光似乎不经意的看了叶卫红一眼 叶卫红却看到了霍义眼中的笑意 他知道霍义这是在向自己表示赞赏 他明白霍义已经彻底把他当自己人了 温善在霍义站起来后也站了起来 他跟在霍义之后向门口走去 到了门口 温善回头看了看叶卫红 那眼神中分明含着一种敌意 让叶卫红看在眼里 产生了不寒而栗的感觉 晚上叶卫红参加了一个宴会 回到宾馆已经是十点多了 忙了一天了 叶卫红也很累了 但是进到宾馆的时候 他还是刻意挺直了腰板 把脚步放轻松了些 一个领导的形象是很重要的 如果看在别人的眼中萎靡不振 就会有一些多心的人 胡乱揣测他出了什么事 叶卫红目不斜视 直直地朝自己住的楼层走去 身边经过的一些服务员 不时地问候他 他也是轻轻地点点头 像是回答了别人的问候 又像是没有回答 这官做大了以后 叶卫红已经不太习惯 逢人就笑咪咪的了 虽然那样显得比较亲密 可是那样就没有了一个做官的威仪 有些时候 一个官员还是需要有点威严的 到了锁住楼层 孙娜迎了上来 笑着说道 叶书记您来了 说完就走向叶卫红的房间 去给叶卫红开门 叶卫红留意到 服务台那里有两个男人站在那里 两名男子一个中年汉子 另一个比较年轻 他心中有些疑惑 这两个男人是不是来找他的 来到方无事这段时间里 很多人都知道了叶卫红住的地方 这里就开始热闹起来 不时的就会有人在晚上找上门来 或者是叶卫红的下属汇报工作 或者是一些转弯抹角 说是叶卫红的朋友 老乡的朋友之类的人 来找叶卫红办什么事 叶卫红心中厌烦这些人 尤其是在工作了一天 十分劳累之后 但却不敢怠慢他们 怕落下个六亲不认的坏名声 叶卫红同这些拉关系的人 相处得都很客气 不管怎么样 他要在这里慢慢地建立人脉 有一天会用得着这些人的 孙娜帮叶卫红打开了门 笑着说道 叶书记 您请 小孙啊 这么晚了 你也早点休息吧 孙娜的脸红了 叶书记 您是不是要急着休息了 叶卫红看出孙娜 羞涩中带着不安 就明白服务台那里 站着的两个人 可能是来找自己的 而且很可能是孙娜的 什么亲戚或者是朋友 叶卫红有些不高兴 这孙娜以为他自己是什么人呢 竟然也想通过他来办事 不过叶卫红并没有把不高兴显露出来 他暂时还要在这里住一段时间呢 跟这个孙娜还有一段很长时间的交道要打 如果把关系搞僵了 那住在这里就会很尴尬的 叶卫红笑着问 小孙啊 你有什么事吗 孙娜的脸更红了 他搓了搓手说道 我想 局促让孙娜有些结巴 这看在叶卫红的眼中 有些稚嫩的可爱 就笑着说道 我早就跟你说了 跟我呀 不要客气 说吧 究竟有什么事 孙娜这才打起勇气 说道 叶卫红 你别生我的气啊 不是我想要这么做的 我爸非要逼着我 求您一件事 叶卫红明白了 站在服务台那里的中年男子 可能是孙娜的父亲 就笑着说 你父亲他来了吧 孙娜点了点头 他非要看着我求过您才放心 所以他就跟我来了 看来这孙娜并没有因为服侍自己 就认为自己肯定会帮他办事 只是被他的父亲逼得没办法 才不得不开口 叶卫红对孙娜能够清楚自己的身份 感到很高兴 明白孙娜还是能够谨守本分的 同时叶卫红也理解像孙娜这样的家庭 他们并没有什么社会人脉 为了办成一件事 有时不得不尝试一切的可能 包括像孙娜跟自己这种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 叶卫红说道 我先去洗把脸 你叫你父亲一会儿过来吧 有什么事情啊 让他自己来说 孙娜看了叶卫红一眼 有些惶恐地说道 叶卫红 我知道这很不应该 如果您认为事情不好办 敷衍一下我父亲 打发他走就好了 叶卫红行中对孙娜又多了一份好感 笑了笑说道 没事的 你叫你父亲过来就是了 孙娜就回头去叫他的父亲 叶卫红进了房间 静止去了洗手间里 稀里哗啦地洗了把脸 竖了竖口 这时候门被敲响了 叶卫红知道是孙娜的父亲过来了 就擦干了脸打开了门 孙娜带着那两名男子站在门外 看到叶卫红 红着脸说道 叶书记 这是我的父亲和哥哥 叶卫红就往里面让他们 进来坐吧 孙娜的父亲和哥哥 问了句叶书记好 就跟着叶卫红进了屋 坐在了沙发上 孙娜只给叶卫红倒了茶 叶卫红笑笑说 小孙啊 你父亲和哥哥来到我这里 就是客人嘛 你怎么不给他们倒茶呀 孙娜的父亲 一副憨厚的农民样子 有些局促地说 不用不用 这么晚了还来打搅你 真是不好意思啊 叶卫红笑了笑说 没事 我经常会工作到很晚 小孙照顾我的生活 是知道这一点 孙娜就给她的父亲和哥哥 到了茶 叶卫红问 我听小孙说 您找我有事啊 孙娜的父亲低下了头 是这样的 叶书记啊 我儿子呢 是滨海大学毕业的 分配到了方无事皮鞋厂 现在呀 这皮鞋厂 哎呀 就要逃避了 她眼看就要失业 我们家呢 也没什么关系 就听小娜回来说 您是多么的平易近人 是一个多么好的领导 就厚着脸皮 想来麻烦您 给她哥哥 想办法找个工作 滨海大学虽然没什么名气 倒也是个正牌大学 叶卫红打量了一下 孙娜的哥哥 他跟孙娜倒是有些相像 眉清目秀的 一表人才 叶卫红对他印象不错 就笑着问 你叫什么名字呀 学什么专业的 孙娜的哥哥说 我叫孙忠 是政治系毕业的 叶卫红笑了 这政治系不能从政的话 政治就算是白学了 他说道 是这样啊 你们先回去吧 这件事我记下了 孙娜的父亲说道 叶书记啊 这件事就麻烦您了 办成了 我们家一定会 好好感谢您的 孙娜见父亲 把话说得太直 赶忙说道 爸 您跟哥先回去吧 叶书记已经告诉你 心记下来了 你就不要再多说什么了 孙娜的父亲 还以为话没说明白 瞪了孙娜一眼 说道 你这孩子 我跟叶书记 把话说明白不行啊 叶卫红笑了 心说 你感谢我 怎么感谢呀 我会在乎你那点东西吗 我是看到孙娜的份上 叶卫红有点厌恶 孙娜父亲的鄙俗 就说道 这件事情 我会想办法的 小孙啊 送你父亲出去吧 孙娜的父亲 还想说什么 却被孙娜 推出了房间 方无事全市领导干部 反腐畅联大会上 坐无虚席 方无事各县区 党委政府 公安法院 检察院等 各个系统的干部 都应召而来 霍毅坐在主席台上 做报告 公则名 莲则微 这是南唐后主李玉 留下来的警言 我呢 常常以此自我警惕 作为一把手 社会上都有一种误解 无论你是否受贿 人家都认为你拿了 在今后的工作中啊 我还是坚持 我原来做人的准则 良心第一 没有良心的人 是做不了事的 说完这句话 霍毅顿了一下 看了看台下的干部 接着说道 市委要求各级干部 要充分重视 反腐败工作 对那些腐败分子 该处分的处分 该撤职的撤职 该法办的法办 绝不姑息 第三百二十七集 霍毅顿了一下 接着说道 现在啊 尤其是有些工程项目的时候 我们的有些干部 简直就是在 前辅后继 有工程来了 有关的部门 有关的工程队就跑出来 有些地方 在修高速公路时 就够得上一公里枪毙一个人了 一个县尾班子 全部给干掉了 抓了几十个干部 最后纪委书记 也被抓了 教训惨重啊 同志们 我在这里跟大家说这些 是希望你们能够引以为戒 是希望大家能够公正连结的 继续搞好改革开放工作 在金钱每次的诱惑下 经得起考验 在这里 跟各位声明一下 谁敢在我鼻子底下 搞腐败 那就别怪我获益 不客气 发现一个 惩处一个 好了 话尽于此 希望大家好自为之 台下掌声雷动 叶卫红也在台上 用力地鼓起掌来 他知道 这个时候 是需要这么做的 虽然他明白 霍毅是这么说的 但却不一定 是这么做的 霍毅在方无市 建立的是一套 总司令直接指挥 到连 到牌的执政模式 把市长架空了 应该是市长出现的场合 书记出现 应该市长说的话 书记说了 绕过了市政府 直接指挥各职能部门 各乡镇 正是这个执政模式 是霍毅全面掌控了 方无市上下 将人事权 财权 行政权 揽于一身 形成了一人独大的局面 可是 这与中央提出的 党政分开的精神 相距甚远 英国千克顿勋爵说过 权力导致腐败 绝对的权力 导致绝对的腐败 叶魏洪才不相信 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 获议会自觉的连接自律 在历史上 一些农民起义领袖 开始起义时 能够身先士足 与群众共患难 一旦起义胜利 建立了政权后 就要高居于人民群众之上 成为新的封建帝王 现在的情况 当然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 但是几千年形成的封建传统观念 和小农的政治影响 依然存在 一切有权力的人 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蒙德斯鳩论法的精神 这条论述 适用于不同性质的社会 对于蒙德斯鳩来说 也许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因为他处在法国大革命前夜 旧制度已经腐朽发臭 他厌恶旧制度 干脆高价卖掉了 世袭得来的地区法院院长职位 满世界旅游去了 而对于千克顿勋爵来说 他所处的事迹 是英国经济 政治 科学 文化 都在蓬勃发展 欣欣向荣的时期 在经济上 英国是当时世界贸易第一强国 政治上 议会改革 两党 政治确立 文官制度确立等 都是在这个时候完成的 资产阶级代替封建地主阶级 掌握了国家政权 科学上出现了法拉第 达尔文等科学巨匠 和众多的科学发明创造 文学上则有 萨克雷 迪根斯 哈代等一批大师和他们的作品 此时的资产阶级政权充满了活力 所以 千克顿说 权力导致腐败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就应当不是单纯描述一个已经存在的现象 而是试图揭示一个科学规律了 叶伟红认为 之所以权力会导致腐败 是因为自私是一种本性 人的最大义务是对自己的义务 而不是某种道德理想的手段和工具 人性的首要法则 就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 人性的首要关怀 是对于自身所应有的关怀 这一点 卢梭 康德等思想家 已经充分说明 所以 掌握公共权力的人们 通过行使公共权力 谋求自己的利益 总体上说 是一种必然 尤其是在监督缺位的时候 霍毅今天之所以赶在大会上 说得那么好听 叶伟红觉得 完全是因为 他觉得自己 已经掌控了方无事的局面 这台上台下坐着的这么多官员 大多数的命运 都掌握在 霍毅这个市委书记 手中 你想让一个人反对掌控他命运的人 近乎是一种不可能的 就算是自己 也是一样的 叶伟红明白 他之所以这么用力的鼓掌 不是因为他赞同获益的一些做法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已经把自己归入了霍毅的圈子 支持霍毅已经成了他的一种义务 而这种支持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的仕途 完全是一种自立的行为 霍毅的车 精心培植的绿色植物 让这里不亚于一个小型的花园 霍毅有些恍惚 他忽然想到了当校那间简朴的平房 那个时候 日子跟现在简直是有点天差地别 霍毅点着了一根中华烟 吸了一口 心里想到 这人哪 真是一个活宝 当初那种穷日子 自己竟然也有滋有味地过了下来 走廊的电话铃响了 霍毅的妻子接了电话 听了几句 然后说道 让他进来吧 霍毅看妻子放下了电话 就问道 谁来了 妻子回答 是大哥来了 他说有谁要跟你商量 霍毅呕了一声 他知道妻子所说的大哥 是他的大哥霍言 就不再说什么了 一会儿霍言走了进来 他看上去跟霍毅长得很像 只是略显憨厚些 霍毅也没有起身 只是指了指身边的沙发 说了一句 走吧 霍毅的妻子送来两杯茶进来 跟霍言打了声招呼 就离开了客厅 霍言看看霍毅 半天不说谎 问道 在想什么呢 霍毅笑了笑说道 我在想啊 当初在当初 当初在党校的时候 那个时候跟现在相比 简直可以用清贫来形容啊 我竟然还在党校 熬了那么多年 霍言笑了 此一时彼一时啊 霍毅看了霍言一眼 问道 你今天来有什么事吗 霍言说道 我听说啊 市区主干道 要建十八块公益广告牌 我想成见啊 你想成见就成见呗 霍言看了霍毅一眼 笑着问道 你不帮我打个招呼啊 哎呀 哥 你也是的 方无事现在 谁不知道你是我哥呀 你觉得 还需要我出面 给你打招呼吗 哎 我跟那些人都不认识啊 你去跟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他们不就认识你了吗 这一点技巧都没有 你的生意是怎么做的 哎 我也是被你赶鸭子上架 我好好的大学教授坐着 你非要我来方无事 开什么公司 你以为我喜欢啊 我说哥呀 你可不要得了便宜 还卖乖 你到方无事来做生意 赚了多少钱啊 比你当那个穷教授 不知道强了多少倍了 嗯 那这点倒也是 你嫂子现在啊 高兴得不得了啊 货义把烟灰弹到了烟灰缸里 问道 那环城大盗的路灯款 给你结了吧 你不说呀 我差点都忘了 路灯款呀 已经结算了 你的那份 我给你带来了 说着 从衣兜里拿出了一个存折 推到了货义面前 货义也没看数字 喊了他妻子一声 妻子走了出来 货义就把存折递给了他 你把这个收好了 妻子把存折拿了进去 货义说道 这次广告牌的生意 你胆子放大一点嘛 别像路灯这样 货义说 这笔路灯买卖已经很不错了 每个豪华路灯的成本是五千元 利润也是五千元 百分之百的利润了 货义听完就笑了笑 你这人呢 就是胆子太小了 再加上一点也是可以的 没人会跟你还价的 货义黑黑的笑道 嘿嘿 一下子赚这么多钱 我真是不太习惯啊 货义看了看哥哥 笑着说道 你还是早点习惯的好 以后啊 这样的事情有的是 我这心里啊 总是觉得有点不踏实啊 你呢 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 只要我还在方无事干市委书记 你就放心大胆的赚钱 没人敢来质疑你的 这玩的都是国家的钱 又不是他们自己的 那些官员们 谁不想利用这个 来换取我的青睐啊 这倒也是 现在想想啊 在党校的时候 还真是可笑 整天抱着那些理论 还自以为是呢 哪能想到 社会中的现实会是这个样子呀 霍言说道 这学校啊 是象牙塔 我们在其中 哪知道社会是这么复杂的 幸好你遇到了赏识你的象东书记呀 第三百二十九集 霍言笑了笑说道 人家赏识你是一方面 你给人家做出成绩来 那也是必要的 说起来呀 这还要感谢我当初的一个学生呢 哦 学生 什么学生啊 是我在党校清干班的一个学生 叫薛冰 其实啊 当初官向东要调我去政府部门工作 我当时犹豫过 我考虑到自己是个教书的 怕开展不了局面 是这个学生鼓励了我 说要我拿出破釜沉舟的气势来 我呢 也就听了他的话 做什么事都是豁出去 这才打开了一番局面啊 说到这里 霍言陷入了沉思 他大力搞城市建设 沿见着一些老板 跟着他发了大财 自己每个月 却仅拿那么一点工资 心里极度的不平衡 他的内心世界激烈的搏斗 权力让他自我膨胀 财富却让他相形见处 这个矛盾 一时让他很难找到自我的位置 后来 他就让哥哥霍言 下海办公司 自己从中牟利 这才让他失衡的心理 暂时得到了缓解 曾经的书生义气 想要振兴国家 施展报复的信念 早就无影无踪了 现实教导你 如何适应这个社会 只有适应了这个社会 你才能在这个社会上生存 刚到发展和改革研究中心的时候 霍言也曾经按照自己的理想和学识 提出了一些什么可持续发展啊 科学发展的思路 可是这些思路呢 很不对官向东的脾气 官向东觉得 霍言提出的这些建议 很多都是理想化的 一来不好实现 二来 与官向东急于做成一些政绩的想法不符 这可不是官向东所要的 他之所以把霍言 从党校里提拨出来 是想霍言能够带来令人耳目一新的好的思路 并且又能为官向东照上伯乐的光环 为此 官向东曾经专门找过霍言谈话 要求他多研究一下实际情况 不要只是根据书本上的东西闭门造车 当时霍言听完官向东的话 都有些懵了 他自以为精心思考得出来的建议 没想到根本就不适合官向东的思路 他这才明白 官向东所要实现的 并不是他霍言的理想 而是官向东自己的理想 这可怎么办呢 难道真想当初离开党校的时候说的话 再回去党校教书吗 霍言有些不甘心 一方面 如果回去 那就成了逃兵 霍言觉得脸面放不下 另一方面 到了发展和改革研究中心 一片新的天地在他面前打开 他觉得 这里才是他大展拳脚的地方 他不甘心再回到 那方寸之地的象牙塔中了 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苦思了一夜 霍言终于理清了思路 他沉下心来 研究了官向东前期制定的一些政策 从中找到了官向东执政的脉络 其后 他再提出的建议 就是在刻意揣测着官向东的想法 在这个前提下 所形成的 果然 霍言的苦心没有白费 他的建议 越来越得到官向东的赏识 官向东开始时不时地表扬霍益 称赞他的思路很有创造性 为能够发掘出这样一匹千里马 他官向东感到十分的自豪 霍益开始还有些困惑 这些所谓有创造性的建议 不过是他揣测迎合了官向东的意图之后 所形成的 实际上 不过是官向东的想法 通过他的嘴说了出来而已 慢慢的 霍益明白了 他只不过是一个工具 是一个可以把官向东自己的意志 加以科学包装的工具 官向东只不过想要通过他来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意图罢了 原来政治是这么玩的 霍益一下子开窍了 明白了这一点 霍益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党同伐异的意思 他再做什么 就完全建立在揣测官向东的意图的基础之上 要做到这一点 实际上并不难 官向东的思维已经有了固定的模式 他急于做出政绩 急于让东海省做大做强 那你提出的建议就不能太长远 你必须提出短时间内就能出成绩的建议 找到了这个模式 什么都迎刃而解了 霍益的思路完全贴紧了官向东的思路 他得到的表扬也越来越多 可是霍益也明白 在得到这些赞誉的同时 他自己的理想信念都已经死去了 时间长了 霍益对政坛有了更多的认识 对官向东的做法就慢慢地理解了 第三百三十集 官向东的做法实际上是被这个现实社会所逼出来的 打个比方吧 他要绿化一个地方 从经济角度以及长远规划的角度 你最好在这个地方种树 而不是种草 种树绿化效果更好 维护费用也远低于种草 但你从他们的角度来考虑 你一定会选择种草 这是因为种草几乎马上就能看到绿化成绩 种树呢 基本上要形成一种看得见的效果 差不多要十年八年的 十年八年对于霍益他们来说 意味着什么呀 意味着别的做出成绩来的官员 都不知道升迁了几级了 而他如果傻到等上十年八年 基本上他就会错过仕途上升的黄金几玉 要终老于认上了 对于官员的考核年年都在进行 没有上级会给你十年八年 等你做出成绩 现实的做法是 你种上草当年就会出成绩 而这个成绩呢 大家都看得到 你就会得到升迁 实际上霍益在芳吾氏的做法 是学足了观向东 他在观向东身边的时候 就开始研究观向东升迁的轨迹 看上去似乎是那么的简单 几乎每过一两年 观向东都会上一个台阶 看到这些 霍益的心活动了起来 观向东能做到这一点 他霍益应该也能做到 他开始有意无意地模仿观向东 学习他的政治技巧 有了这种意识 霍益在揣测观向东的意图的时候 慢慢地就被观向东所同化了 不仅仅是思路 甚至他的作风 也跟观向东变得越来越近 他发现自己做事 变得跟观向东一样霸道 虽然这种霸道 他从来没敢在观向东面前表现出来 对方无日报社的整顿 很快就有了结果 牛社长因旧辞职 这才为顿号风波画上了句号 方无市政坛私下里都在议论这件事 干部们纷纷认为 霍益的虎须不可轻动 很多干部开始怕霍益 生怕一不小心得罪了他 然后威胁到自己的官位 以至于一些干部当面向他汇报工作时 心里紧张 言语啰嗦 不时看看霍益的脸色 小心地揣测他的想法 以便来决定所要汇报的内容 霍益并没有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对 反而认为自己的威信彻底地树立了起来 方无市已经被他一统添下了 心中十分的高兴 在叶卫红办公室 朱朗拿着文件要叶卫红签署 叶卫红看了看内容 然后写上月签上了名字 签完后把文件递给了朱朗 朱朗接过文件就笑着说 那我就先出去了 叶卫红忽然想起孙娜求他安排哥哥的事 赶忙叫住了走到门口的朱朗 笑着说道 稍微等一下 有件事啊 我想求你帮我一个忙 朱朗笑着问 叶卫书记有什么指示 您尽管说 叶卫红笑了笑 不是什么指示 只是想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我呢 一个朋友的儿子 大学毕业后 分在了皮鞋厂 现在啊 这皮鞋厂眼看着就要倒了 你能不能帮我安排一下他的工作呀 朱朗笑了 您叶副书记发话了 不能也得能啊 哎 你可别为难 这个忙啊 能帮就帮 别违反了原则 朱朗笑了 您就放心吧 我知道分寸的 你把材料给我 半个月后 叶卫红上班的时候 见到了一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 向他甜笑着打招呼 叶副书记早 叶卫红觉得这个小伙子似曾相识 但却叫不上名字 就点了点头 应了一声早 那小伙子看出叶卫红 没认出他是谁 就跟了过来 笑着说道 叶副书记 我是孙忠啊 叶卫红恍然记起来了 原来 这个家伙是孙娜的哥哥孙忠 就笑着说 小孙啊 你来上班了 是的 我调到了市委办公室 好啊 你要好好工作 谢谢叶副书记 晚上回到了宾馆 孙娜迎上来 接过叶卫红的文件包 笑着说 我爸来跟我说了 谢谢您给我哥安排了这么好的地方 小孙啊 你不用跟我这么客气了 让你哥呀 好好工作 要珍惜这个好机会呀 孙娜点了点头 您放心 我哥会珍惜这次机会的 我们全家都很感谢叶书记您 叶卫红看着孙娜摇了摇头说 不准再说这种感激的话了 我们还要朝夕相处 你谢过来谢过去的 多尴尬呀 孙娜帮叶卫红打开了门 开了灯 田笑着说 我知道了叶书记 您休息吧 第三百三十一集 孙娜的田笑带着一分娇悍 一份纯真 看在叶卫红的眼里 不禁心神一荡 他不禁愣了一下 这种淳朴 让人有一种 我见游怜的感觉 孙娜看叶卫红愣在那里 笑着问 叶书记 还有什么事情吗 叶卫红清醒了过来 笑着说 没有没有 心中暗自埋怨自己 怎么竟然有 把持不住的感觉呢 孙娜笑笑说道 看你也是很累了 走点休息 叶卫红进了房间 孙娜给他关上门之后 叶卫红的心中 有些空落落的感觉 他开始思念 远在其中的妻子和女儿 工作毕竟不是生活的全部 在这段闲暇时刻 他需要妻子和女儿来填补空虚 遗憾的是 他们都远在其中 叶卫红想要打电话回去 看看时间已经十一点多了 知道林琴儿此时已经睡着了 这时候打电话回去 实在是不合时宜 叶卫红衣服也没脱 就仰躺在床上 本来已经很累了 却心中郁闷 翻来覆去 怎么也睡不着 心说 自己离开妻儿 跑到方无事 每天都干些心不甘情不愿的事情 这他妈的都是为了什么呀 叶卫红忽然感觉 这人实在是好笑 为了能够活得好一点 拼了命地委屈自己 可是真要到了能过得好的那一天 估计呀 想要过得好的那种心劲儿啊 也就没有了 人哪真是一种滑稽的动物 叶卫红在心中暗自嘲讽 睡不着的叶卫红坐了起来 这才看到床头柜那里放着些东西 他拿过两个袋子 打开一看 里面是两条中华烟 和两瓶茅台酒 另一个装了些石令水果 橙子之类的 叶卫红想了想 这个房间自己不在的时候 只有孙娜能够进来 知道这是孙娜家里 感谢自己给他哥哥安排工作 所做的答谢 叶卫红拨通了服务台的电话 让孙娜过来一趟 一会儿敲门声响起 叶卫红叫了一声进来 孙娜打开门走了进来 叶卫红说道 小孙啊 怎么房间里多了些东西啊 孙娜脸红了 赶紧关上房门 低声说道 叶书记 您别怪我 您这次可是帮了我们家很大的忙 我们家对您真是万分感情 这点礼物您千万别嫌弃 叶卫红笑笑说 孙娜呀 这么做可是让事情变了味儿了 这是让我受贿呀 这可是违反纪律的行为呀 孙娜越发紧张 脸红的像红布一样 赶紧解释说 那怪我罢了 我也不懂什么纪律 叶书记 您千万别生气 叶卫红笑了笑 别紧张 我没有生气 只是东西啊 还是拿回去吧 孙娜看了一眼叶卫红 我爸非要我把东西送给您 您不要 我回去没办法交代 叶卫红站了起来 拿起东西塞到孙娜的怀里 这东西我真的不能收 你跟你爸说 我们有纪律 不能随便收人东西的 孙娜却不肯就这么把东西拿回去 他想把东西推给叶卫红 两人推散了几下 叶卫红有些烦了 他心说 我跟一个姑娘推来推去的 这是干什么呀 他索性一边放开了手 想要训斥孙娜几句 孙娜却没想到 叶卫红突然松手 一下子失去了重心 眼看就要摔倒 叶卫红怕他摔倒 也没有多想 坐手就扶了孙娜一把 却被孙娜一带 两人一起倒在了床上 一个女人软郁温香的躯体压在了身上 少女那种清香的体味 顿时让叶卫红有点迷醉 她离开林琴儿 已经有些日子了 身体对女人的渴望 顿时让她生理上有了反应 孙娜本来就对叶卫红有好感 加上一家人烦恼了很久的哥哥的工作问题 被叶卫红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她心中对叶卫红更加崇拜 有了一些少女的憧憬 要是叶卫红是她的什么人就好了 这样再有什么难题 叶卫红就能顺理成章地帮她解决 她的心中甚至渴望跟叶卫红有更亲密的关系 此时她倒在了叶卫红的怀里 男性的味道熏得她浑身酥软 竟没有一丝力气挣扎 她也不想挣扎 她觉得时间最好就停在这一刻 能够让她一直倒在叶卫红的怀里 天长地久 郭蒙有些不满意地看着张范 问道 你真的舍得让我这么做 张范笑笑说道 宝贝 我这也是为了你好 你能跟市委书记好上了 今后的发展前程 那就跟我现在不可同日而语了 张萌拉了张范一把说道 你是玩腻了我 想这次机会把我甩开 第三百三十二集 张范亲了锅蒙一想 宝贝 你怎么这么说呢 我也很不舍得让你去跟霍益呀 可是 看上去 霍益对你印象不错 为了咱们俩的将来 你就勉为其难吧 去你的吧 你什么时候才能离掉家里那个黄脸婆呀 为了我们俩的将来 说得好听 好了好了 火翼就要来了 你可不能坏了我的大事啊 张萌看了张范一眼 问道 我觉得 那个雪月身上 有骨子殊胜的寒酸气 真的有必要这么做吗 真的是有必要的 好了 我求你了宝贝 好吧 我就试试吧 张范 是芳无市经历公司的老总 张萌是他的公关经理 前些日子 张范通过一些关系 拐弯抹角地找到了霍益 请霍益帮他提写公司的招牌 霍益开始并不想答应 后来张范说 不是他想拉市委书记作为门面 实际上是为了私营企业壮大声势 现在到私营公司来吃拿卡药的人太多了 有了市委书记的题字 一般人就不敢来勒索了 霍益这才同意给他提写招牌 当然张范也为此付出了不菲的润笔费 张范也知道 付给霍益润笔费 以及让郭盟去勾搭霍益 这些都是一种腐蚀霍益 这种国家干部的行为 是一种腐败 可是张范并不反感这种行为 任何存在都是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的 腐败行为也是一样 现在的体制太过于僵化 办好一件事需要盖上十几甚至二十几个图章 所以走正规渠道按程序办事 往往一件事情办下来需要三五个月呢 这还是相关办事部门不找你麻烦的前提下 如果有一两个部门认为你不合程序 托你一年两年都是常有的事 有些机关的办事人员 认为自己手中的图章是一种权力的象征 他不是为了来办事的人服务的 而是为了自己的私欲服务的 所以没有得到好处之前 他一定会为难来办事的人的 但一个企业的经营者是必须跟上市场的 激烈的市场竞争不允许他等待 时间不等人哪 所以为了争取时间就必须做一些腐败的行为 来买通政府官员 腐败这些官员的行为也算是一种投资 这里投入的金钱美色一定不仅仅是金钱美色了 它是这个现行体制的润滑剂 只有加了润滑剂 这个官僚体制才能为自己转动得更快一些 所以腐败也是具有双重性的 它既破坏社会的公平又稳定了社会的结构 它既破坏经济秩序 又在某些方面促进了经济的繁荣 腐败也是适应现行体制的一种产物 因此张范即便知道霍毅的字 如果去掉霍毅市委书记的身份 一文不值 他还是愿意为此付出大价钱 而且在求资的过程中 他发现霍毅对自己的情妇郭蒙 似乎很有好感 所以他要郭蒙想办法勾引霍毅 看看时间差不多了 张范带着郭蒙来到了公司大门口 公司门口已经聚集了一些人 其中有张范请来的客人 也有电视台的记者 他们都在等待着霍毅一行人 来给他主持接牌仪式 几辆豪华轿车开到了金利公司的门前 张范和郭蒙急忙赢了上去 霍毅带着一些官员走下了车 张范和郭蒙上前握手 张范说道 哎呀欢迎霍书记亲临 为我们金利公司接牌啊 霍毅说道 张总客气了 你们金利公司发展好了 也是对方无事经济的支持嘛 我期望你们有很好的发展啊 他微笑地看着张范 对于张范怎么富起来 他是有所耳闻的 张范是方无事的一个地头蛇 原本是一个香港商人 来方无事投资办公司 因为对地方上部署 就聘请了张范作为他的经理 这一点有点像旧时的养买办一样 张范头脑很精明 他并不甘心为香港商人打工 不知道他是如何操作的 反正最后香港老板是赔得很惨 灰溜溜地回了香港 而张范呢却摇身一变 成为了金利公司的老板 霍毅虽然不齿张范的人格 可是张范奉上的润笔 那是很丰厚的 加上那个金利公司的公关经理 小郭 不但漂亮说话又甜 霍毅很是喜欢 因此不但答应为张范提字 还在郭蒙的央求下 亲自来为张范接牌 招牌挂在金利公司的正门之上 被红绸子蒙着 霍毅站在了大门前 对着电视台记者的摄像镜头 发表了讲话 第三百三十三集 霍毅说道 私营企业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部分 我们方无视为 对私营企业的发展是寄予厚望的 希望金利公司合法经营 加快发展 争取成为方无视私营经济企业的典范 张范也在记者面前做了表态 感谢了霍毅对金利公司的支持 声称一定会以更好的效益 来回报方无视 张范讲完话 霍毅和张范两人 就将招牌上的红绸子扯了下来 算是为金利公司正式接牌了 接牌过后 霍毅和客人们 都被请进了公司的休闲中心 张范把休闲中心装潢的富丽堂皇 这是他们公司经常搞公关活动的地方 金利公司在这里 为客人们准备了自主餐 霍毅则被请进了一间雅间 郭萌坐在了他的身边 不时给他倒酒倒水 服侍的霍毅很满意 席间也就是说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话 霍毅对这种场合早已经习惯 大家又不敢劝他喝酒 于是酒宴很平静 很快就结束了 张范和郭萌送霍毅出来 霍毅握住郭萌的手告别 忽然感觉郭萌的手指 在他手上勾动了一下 霍毅有些心神荡漾 不由地看了郭萌一眼 郭萌却像是没事人一样 笑笑说道 以后我还能跟霍书记联系吗 当然了 你随时找我都可以 郭萌的小手指又在霍毅手上勾动了一下 这才松开了手 霍毅上了车 离开了金利公司 晚上 霍毅开会开到很晚 就留在了方无宾馆的包间里 没有回家 霍毅简单地洗了洗澡 他已经很累了 躺到床上就要睡过去 房间内的电话却响了起来 霍毅有些烦躁 谁这么晚打电话来呀 不过 这个号码一般外人是不知道的 却又怕是秘书 有什么要紧的事 就拿起了电话 电话里一个女生悠悠地说道 霍书记 你已经休息了吗 霍毅愣了一下 他并不知道这个打电话来的人究竟是谁 就问 你是谁啊 女人笑了笑说道 我是郭萌啊 霍书记把我给忘了吗 霍毅疑惑地问 啊 小郭呀 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呀 郭萌笑着说 我最有我的办法 你们这些搞公关的呀 真是厉害 我这里的电话 也能被你们搞到 说吧 找我有什么事啊 我现在想见你 可以吗 霍毅愣了一下 这不好吧 已经很晚了 霍书记不是答应我 随时都能找你的吗 很晚了 我就要休息了 郭萌娇声娇气地说 人家想你了 我就在芳芙宾馆 霍毅吓了一跳 他的心中又是恐惧 又是渴望 明明知道 郭萌这是一个圈套 可是想起 郭萌娇俏可人的样子 他又十分地向往 怎么不说话了 是不是你讨厌我 霍毅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他既想拒绝 又想接受 郭萌这时候 笑了笑说道 为什么你总是不说话 你害怕吗 好吧 一会儿我就回去 敲你的门 如果你不愿意接受我 那你就不开门好了 霍毅从床上站了起来 一个漂亮女人 就要头怀送抱 让她心情激动不已 虽然她知道 郭萌更可能是因为 她的市委书记的职务而来的 可是这个郭萌 是个让人难以放下的女人 是男人渴望压到身下的女人 霍毅带着几分惶恐 带着几分渴望 站到了房间的门口 她不清楚自己 究竟是应该开门 还是不开 反正她现在是盼望着郭萌的到来 时间好像过了很长 霍毅都已经要失望了 敲门声终于响了起来 这敲门声虽然轻 可是听在霍毅的耳朵里 却像是打鼓一样的响亮 她连犹豫都没犹豫 立马开了门 快速地扫视了一下走廊 走廊里静悄悄的 除了郭萌 一个人都没有 霍毅一把就将郭萌 拉进了房间 立马关上了门 嘴里轻声地说道 小姑奶奶 你要害死我呀 郭萌痴痴笑着 她验证了自己 在霍毅面前的魅力 心情十分愉快地说 你怕我害死你 你就别开门呢 郭萌笑得花枝乱颤 看在霍毅眼中 既诱惑又恐惧 她还是第一次跟不是妻子的女人贴得这么近 她心中颤巍巍的 竟然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郭萌可是情场老手了 知道这个时候 霍毅既想尝试 却有害怕的心理 第三百三十四级 郭萌明白 只要帮霍毅突破了她的心理障碍 后面的事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郭萌再也没说什么废话 身子就贴上了霍毅的身体 胳膊缠绕了上去 嘴唇紧紧地稳住了霍毅的嘴唇 霍毅感觉郭萌的嘴唇 似乎吸住的不是她的嘴 而是她的心脏 她的心被吸穿了 郭萌像一只巴蚤鱼一样 紧紧地吸住了她的心脏 她被抓住了 整个人都被拖向了不可预测的深渊 她沉到了越来越深的海洋中 这个海洋没有光亮 充满了诱惑 又让她十分的恐惧 恐惧并没有让霍毅想要逃离 反而让她有了更多的快感 这就像儿时在别人的果园里 偷摘人家的果子一样 带着害怕 带着渴望 带着占了别人便宜的一丝窃喜 禁果的味道是很复杂的 但越是禁果越是美味 潮水退去之后 霍毅又是兴奋又是沮丧 这两种情绪交替主宰着她的情绪 让她的心情时好时坏 郭萌不同于她的妻子 似乎在这方面经验十分的丰富 很多新奇的把戏 霍毅以前根本都未曾尝试过 她把霍毅带到了一个销魂的境地 心中暗自觉得自己太过于可怜了 做了大半辈子男人 竟然才知道男女之间是这样的美妙 人生的愈合有时候真是让人感觉莫名其妙 霍毅当然知道 郭萌这么年轻 不会是真心爱上了她 可是她给自己带来的这种感觉 确确实实是那么美妙 霍毅也知道 妻子是真心实意的 想要跟自己过一辈子 可是妻子在床上 从来都是很死板的 有时霍毅甚至感觉 再跟一根木头做那种事 如果上苍能够让妻子 跟郭萌身上的优点 结合到一起就好了 可惜霍毅也知道 这只是自己的梦想 上苍才没有那么好心 让人什么事情都称心如意 郭萌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感受到了霍毅的声色 他有些不太习惯一些新奇的动作 郭萌的心里暗自感到好笑 却也觉得霍毅有些可爱 这与张范是不同的 张范在这方面是很精通的 经常会玩一些新的花样 郭萌在感受到新奇的同时 也常常意识到张范是在玩女人 自己仅仅是张范的玩物而已 见霍毅兴奋过后 好长时间不说话 郭萌笑着问道 你怎么了 害怕了吗 霍毅笑了笑说 没什么 我只是有点累了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怕跟我在一起会影响你的仕途 放心吧 我做事很谨慎 不会让你为难的 什么时候你不喜欢跟我来往了 说一声 我会自动像是他 霍毅的心中其实也不无警惕 可是刚得到了美妙的享受 他对郭萌也不无怜惜 再说了 他觉得自己在芳无事 已经有了绝对的权威 玩一个女人 似乎威胁不到他的地位 他抱紧了郭萌说 喜欢你还来不及呢 我怎么舍得让你消失呢 星期天 新疆开着奔驰 拉着关陵 牟利 以及薛冰 去郊外的清河马场 他要让两家人骑马放松一下 一路上 关陵和牟利拉着手 叽叽喳喳地 说着各自儿子的去世 不知不觉就到了马场 骑师认识新疆 笑着迎了过来 问候道 哎呀 新总啊 你可是有日子没来了 新疆笑了笑说 最近忙了一点 我这不是带朋友来了吗 给我挑上几匹温顺一点的马 他们可都是新手 骑师点了点头 你放心 我会安排好的 在服务小姐的服饰下 四人换好了骑士服 他们本来都是出众的人物 这一下子更显得潇洒不凡 薛冰笑着对新疆说道 这是不是就算是贵族生活了 新疆说 这要是在国外啊 算是贵族生活了 基本上呢 都是以骑马俱乐部的形式存在 能够参与进来的 都是俱乐部的会员 他们对会员的要求 是很严格的 不是有钱都能进去的 不过呢 在我们国内 目前算得上 真正贵族的并不多呀 投资建马场 也是为了赚钱 所以啊 你看这些骑马的人 都是些新发起来的爆发户 薛冰看看在这里骑马的人 一个个的都是肥头大耳 多了几分富态 却少了几分从容 果然大多是爆发户的模样 有些气质方面的东西啊 确实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形成的 像新疆和关陵这样的 都是从小见惯了大场面 对什么东西都有着一种不在意的从容 而牟利就有些不同了 他看到枣红色的骏马 忍不住兴奋地叫了起来 哇 这么漂亮 观灵姐 我从小就梦想骑着大马 在草原上面奔驰 第三百三十五集 观灵淡然地笑了笑 等将军有空 让他带我们去内蒙度假 那时候我们在真正的草原上骑马 牟利有些渴望地看着新疆 问道 欣总 你什么时候有空啊 薛冰笑骂牟利 傻瓜 人家观灵跟你客气一下 你还当真了 再说 你跑到内蒙去骑马 不管儿子了 牟利吐了下舌头 我只是问问新总而已 又没说真确 新疆笑着说道 其实啊 还是到内蒙骑马感觉好啊 不过 那要等到夏天 草长到一定高度了去度假 才是时候 明年吧 明年我会抽出时间去内蒙一趟的 四人各自挑了一匹马 骑师拉过一匹马来 掩饰上马姿势 然后对骑马做了讲解 你们上马之后啊 千万不要慌乱 开始呢 不要跑太快 先跟马熟悉一下 然后再慢慢地加速 观灵骑过几次了 上马动作比较熟练 薛冰的动作技能还是不错的 很利索地上了马 牟利是第一次 还是一个女性 不过在骑师的帮助下 也顺利地上了马 几个人按照骑师的示范 牵着缰绳 慢慢地在马场上溜了几步 这才让马小跑了起来 骑了几圈后 看到一辆豪华轿车开进了马场 车门打开 薛冰意外地看到 省委书记观向东 带着警卫和秘书 从车里走了出来 薛冰回头看了新疆一眼 说道 新总啊 你泰山大人来了 新疆笑了笑说 我知道 他今天也是来骑马 休息一下的 薛冰问 这么说 你早就知道 他今天的行程了 当然了 老爷子 如马半生 喜欢骑马 这些跟军事有关的项目 这是他的一种休息方式嘛 官向东去换骑士服了 薛冰和新疆等人 就骑马过去 下了马 等在门口 官向东穿着马靴走了出来 嘴里嘟囔着 怎么还需要穿这些破玩意儿啊 我当初在部队骑马的时候 上去就骑 也没什么问题嘛 薛冰看着官向东 笑着问候道 官书记 您好 想不到 你也来骑马了 官向东看了薛冰一眼 伸手跟他握手 笑着说道 哦 是薛冰啊 哦 你跟新疆他们一起来的呀 薛冰没想到 官向东倒还能认识他 就笑笑说道 新总邀请我们一家来放松一下 某力上前问候道 官书记好 官向东还是第一次见到某力 问薛冰 这是你老婆呀 很漂亮吗 薛冰说道 她是我老婆某力 让官书记见笑了 官向东的警卫把马牵了过来 官向东很利索地上了马 然后对新疆薛冰说道 怎么样 跟我老头子比一比 官林在一旁称怪道 爸 你多大年纪了 还这么孩子气 跟他们比什么呀 哎 小林啊 你不懂的 骑马不比赛 多没劲啊 这不安全的 你来只是休息休息 比什么赛呀 怎么就不安全了 这马都驯服得很 我在部队的时候啊 骑的马比这也多了 你那时候什么年纪啊 现在什么年纪啊 官向东不高兴地说 你是说爸爸老了 新疆陪笑说道 哎呀 官林啊 你就别管了 我跟薛冰陪爸爸玩玩 我会照顾好爸爸的 薛冰这时候也笑着说道 官林啊 我看官书记上马的动作 还是很有水准的 没事 我跟新疆会小心些的 三人先上了马 在马场上 溜了一会儿 新疆和薛冰 看官向东没什么问题了 三人就来到了 环形跑道的起跑线上 官向东在里圈 新疆紧挨着他 薛冰在外圈 警卫和秘书骑着马 跟在后面 防备官向东出什么状况 骑师鸣枪 官向东一抖江声 马像箭一样冲了出去 新疆紧随其后 薛冰也不敢落后 三人全力出击 眼见到了终点 新疆稍稍控制了一下马速 让官向东第一个冲过了终点 薛冰第一次骑马 并不敢骑得太快 落在了第三 冲过了终点的官向东 放慢了马速 拉着江绳在跑道上遛马 薛冰和新疆跟了过去 一左一右地在他旁边骑着 薛冰笑着说道 官书记凶风不减当年 我和新疆都不是您的对手 官向东笑了 薛冰啊 你是新手 跟我没有可比性 新疆虽然在第二名 可是他在到终点之前 拉了一下江声 故意让了我一下 新疆听到这儿笑了笑说 你这个老爷子 我不就是想让你高兴一下吗 官向东点了点头 是啊 虽然我知道你故意让我 我还是很高兴 好久没玩得这么刺激了 第三百三十六集 官灵这时候 跟某力也骑着马走了过来 看着官向东 埋怨道 爸 你这玩心也太大了 一把年纪了 还有玩什么刺激 官向东笑笑说道 好了好了 你也别埋怨了 好不容易有一次骑马的机会 你埋怨过来 埋怨过去的 坏了兴致 下次 可就不叫你来了 官向东又溜了一会儿马 这才尽兴 一行人下了马 去里面坐下来喝茶 官向东坐定之后 问薛冰 好长时间没听到你的消息了 现在做什么呢 薛冰说道 我在农业厅做副厅长呢 官向东想了想说 哦 我想起来了 好像很长一段时间之前呀 讨论过你的任职问题呀 你在农业厅也待了一段时间了 薛冰笑了笑 都有两年了 嗯 我看你很悠闲嘛 还有时间出来 跟新疆骑马 这农业厅啊 相对政府来说 是轻松了一点的 官向东看了看薛冰 我怎么听你的话里 有骨子泄气的味道啊 这么年轻就想享受轻松了 我老头子这么大年纪 都还没松劲呢 我哪能跟官书记比呀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农业厅 我干好本职工作就行了 官向东笑了 我觉得呀 薛冰你平和了很多呀 不再是那么急躁了 是啊 岁月能够抹平一个人的棱角 这么多年啊 我领悟到了一点 就是什么事情都是急不得的 官林这时候在一旁说道 薛冰啊 我怎么觉得你说话 比我爸还老气呢 可能是心态问题吧 官书记位高权重 正是大展拳脚的时候 心态自然年轻 富有冲击 而我呢 每天都在重复着自己 上班 批文件 开会 下班 睡觉 起床 再上班 这生活呀 就是一个手为相接的循环 你想要我有冲劲 这冲劲从哪来呀 官向东听到这里点了点头 是啊 这倒也是 好了 薛冰啊 你也别在农业厅待下去了 再待下去 你会变得越来越平庸的 这跟我当初认识的薛冰 可是大不相同的 新疆看着官向东 笑着问道 老爷子 你要给薛冰换地方了 怎么了 你不愿意 新疆笑了笑 我怎么会不愿意呢 哎 薛冰 你还不赶紧 谢谢老爷子 薛冰愣了一下 他没想到 今天来骑马 还有这意外的收获 牟利看薛冰愣神 在一旁捅了他一下 薛冰这才反应过来 连忙说道 谢谢官书记了 官向东玩味地 看着薛冰的表情 笑着说 你不用谢我 你这样有丰富经验的干部 放在农业厅 光掌标 也是可惜了 是时候出来干点事情了 新疆啊 这一下子 你跟小林都满意了吧 新疆黑黑笑了笑 老爷子 你突然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 官向东说道 不是你们故意拖薛冰来的吗 我看薛冰啊 似乎并不知道 我要来这里 老爷子 我是真服了你了 什么都瞒不过你的眼睛啊 你才知道啊 好了 不跟你们聊了 我一会儿还有个活动要参加 先走了 薛冰等人站起来 送官向东离开 官向东带着警卫和秘书 坐上车走了 四人重新坐了下来 薛冰看着新疆 笑着问 今天跟官书记见面 是你故意安排的 新疆说道 没什么了 我也就是让他见见你了 你在农业厅也待的时间够长的 是时候换换地方了 薛冰听完后 由衷地说道 谢谢你了 新疆说 我也没做什么 只是让你们见了个面 别的话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 薛冰明白 新疆这样做 是为了不引起 官向东的反感 官向东一向管束家属慎严 新疆如果在他面前 帮自己说好话 效果呢 可能会适得其反 这样让官向东见到薛冰 让他自己来做决定 倒是一个比较精明的做法 官向东愿不愿意给薛冰机会 大家都不会难堪 薛冰说道 新疆啊 可惜你不愿意去做官 不然的话 倒是一个政坛的好手啊 我呢 自小就生活在政治圈里 看多了这些权谋 尔虞我诈 所以啊 对政治是一点热情都提不起来呀 我跟你们不一样 我没那么多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 这一点啊 就很让我的父亲失望 说实话 我厌恶那些政治把戏 在我来说 只是想把政策的优越性用足 把我周围的资源用足 多赚一点钱来维持一个优质的生活 就足够了 第三百三十七集 薛冰听新疆说完 点了点头说道 那我更应该感谢你了 你为了我 还跟官书记 玩了一个政治把戏呢 新疆伸手握住了 官林的手 我呢 这是回报你 当初成全了 我和官林 让我有了一个 这么好的妻子 官林的脸红了 握紧了新疆的手 称怪道 多少时间的事了 你还哪来说 好了 我不说了 薛冰啊 我也只能帮你这一次了啊 老爷子再过不久 就要离开省委书记的岗位了 所以呢 我才急着给你安排 跟他见面 事先没有跟你说 你可别介意啊 我谢你还来不及呢 怎么会介意啊 不知道官书记 下一步会去哪里啊 我和官林的意思呢 老爷子啊 最好是直接离休 不要再去政协 或者是人大了 忙碌了一辈子 也该休息休息了 可是老爷子呢 说是要看中央的安排 他们这些老顽固啊 一辈子听组织上的话 听惯了 到老了 还是要听组织上的 在方无事大小干部面前 霍毅忽然多了一个干妹妹 她就是经历公司的公关经理 郭萌 霍毅说 她跟郭萌投缘 感觉是那么亲切 自己自小就想要个妹妹 就认了郭萌 做自己的干妹妹 其实呢 这也是霍毅为了方便跟郭萌来往 而做的掩人耳目的把戏 按照郭萌的年纪 做霍毅的女儿合适 不过霍毅终究是教师出身 他觉得任郭萌做女儿 两个人在偷情 就会有一种乱伦的感觉 这让他感到有些不太道德 方无事的官员们 也都不是傻瓜 很多人都明白 所谓的干妹妹 实际上是什么 于是就清楚了霍毅的底线 他们并没有觉得这不合理 在他们看来 一个高级官员 发生一点风流运势 再正常不过了 他们不但不想揭发这种丑事 反而感到十分的高兴 霍书记既然能做出这样的事来 说明也不是一点私情不讲 那他们下面的运作 就更好处理了一些 叶卫红也知道了 霍毅的干妹妹这件事 他心中并没有感到厌恶 甚至想到 那晚自己跟孙娜 倒在了一起 如果大胆一点 自己是不是也可以多一个 这样的干妹妹呢 想到这些 叶卫红的心中不无极度 自己为什么就不能大胆一点呢 人呢 其实是一个奇怪的动物种类 男女之间做那种事 本来是一种天性 可是老祖宗非要给这种天性 加上种种的限制 这样不行 那样不许的 搞得人人都跟正人君子似的 可实际上呢 孔子见男子 难道真的一点都没有动心吗 这位男子啊 说的是卫陵宫的夫人 其人美貌而淫乱 卫陵宫为其所迷惑 孔子拜见男子 欲通过男子 说服卫陵宫推行制道 孔子的弟子子禄 为人刚指 不达孔子之意 认为君子不当见淫乱妇人 对孔子见男子之事 很不高兴 孔子就发誓表白说 自己若非未行制道 而见男子 愿老天惩罚我 如果真的没有动心 又何必赌咒发誓呢 叶卫红觉得 圣人也是人 见到漂亮女人 动点心也是正常的 不该为了面子装枪做事 弄得后世子孙都被约束的 一个个像伪君子一样 另一方面 叶卫红觉得 孔子实际上 也是一个不择手段的政客 他为了能够推行自己的主张 居然也会走夫人路线 还是那么一个名声不佳的夫人 假如说男子说 我可以帮你推行你的主张 不过需要潜规则一下 不知道我们的至圣先贤会怎么样呢 叶卫红也并不敢肯定 孔子就一定会拒绝 舍小义而成大道 这不是我们的先贤所追求的吗 孔子见男子 本来就是儒家的一段遗案 鉴于古籍的只有孔子的说法 事情究竟会是怎样的 大概只有孔子跟男子心中清楚了 也许孔子做了也未可说 不然为什么子路一问 孔子就那么紧张呢 至于为什么制道未行 也许是孔子哪方面能力不行 未能达到男子的满意吧 这倒是有事实可以作证的 孔子那个时代 并不是计划生育时代 多子多孙的人有的是 可是孔子呢 仅有一子传世 估计啊 那方面还是有些问题的 想到这里 叶卫红笑了起来 他的心中有了些亵渎的感觉 获益的行为看在某些人眼里 却不只是想想而已 他们看到了一条光明大道 这是条通向权力的大道 这些人就开始寻找机会 走通这条大道了 第三百三十八级 获盐的公司里 来了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 打扮有点吐气 不过眼神中却有些狡猾 举手头足简 带有一丝观气 坐在沙发上神情不安 那个做法典型是下级官员 见上级官员的做法 屁股不敢坐实了 只坐了前面的三分之一 获益看这个家伙的做派 感觉像是一个下面县里的官员 就笑着问 这位同志啊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汉子笑笑说道 霍总不记得我了 我是包剑哪 你忘了上次你去立东县玩的时候 是我接待的你啊 霍盐想了想 哦 对了对了 我想起来了 你是立东县的包袱县长 哎呀 你看我这个记性啊 这么长时间没见 都忘记了 立东县是方无市下面一个隶属的县 前些日子 霍盐到立东县做了一笔生意 这个包剑呢 是生意伙伴介绍认识的 当时 包剑对霍盐招待得很好 他安排霍盐在立东县 一个风景名胜区住了几天 霍盐在那里玩得很高兴 包剑笑了笑说 霍总生意兴隆 接触的人多 自然不记得小弟了 霍盐有些不好意思了 真是对不起啊 你可别介意啊 包剑说道 这是小弟的不好 这么长时间了 都没来看看霍总 霍盐说 上次在你们县里 我玩得很好 还没谢谢你的盛情款待呢 霍总真是客气了 我只是尽点地主之仪 没什么的 不知道包剑长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包剑看了看周围 欲言又止 想了想说 霍总啊 已经快到中午了 你赏我个面子 让我请你吃顿饭 我们边吃边谈好不好 哎 你来我这里 应该是我请你吃饭才对啊 包剑听后笑着说道 哎呀 霍总啊 千万不要跟我客气 你能跟我吃饭 那是给我面子 要不然 我什么话都不好说了 霍盐只是假客气一下 他又没什么事情 要求包剑 也就顺水推舟 让包剑主动请客了 两人去了方无市最好的牡丹大酒店 这是方无市新建的四星级酒店 算是方无市目前吃喝玩乐最好的去处了 酒席捡 包剑并没有谈什么事 只是一个劲的劝霍盐喝酒 临到结束的时候 霍盐已经有些醉了 霍盐要回去 包剑笑着说 霍总啊 酒店上面有桑拿 我们上去 洗洗澡 醒醒酒吧 霍盐还要推辞 却被包剑连拉带拽 上了上面的桑拿浴室 两人洗蒸了一会儿 都有些醒酒了 就围了浴巾 找了两个小姐 分别给他们按摩 包剑似乎对这些很熟悉 他把两个按摩的小姐中 比较漂亮的那个推给了霍盐 拍了一下那个小姐的屁股 小兮兮地说 好好服侍我们的霍总啊 他爽了 我会多付小费的 小姐呵呵一笑 好的 霍盐心说 这个家伙虽然在立东县 对方无事倒是比我还熟悉呀 这里我还没来过 这个家伙倒是门清 霍盐趴到了床上 这时候包剑笑着说 霍总 你就在这屋好好享受 我们先出去了啊 霍盐问 你去哪啊 包剑笑着说 按摩这东西啊 两个大男人在一起 有点别扭 我到另外一个房间去 霍盐笑笑不说话了 包剑就带着另外一个小姐离开了 小姐开始给霍盐推油 她倒了一些清亮透明 很像油的东西在手心里 两手搓了搓 然后在霍盐的后背上按摩起来 小姐纤细的手很有弹性 让霍盐感到温热而又舒服 慢慢的小姐就推进了霍盐 围在腰上的浴巾里 在霍盐的隐秘部位 温柔地行走着 霍盐再也控制不住了 翻身过来 就把小姐给推倒了 出了按摩室 霍盐一身的清爽 包剑早就等在了休息厅里 霍盐笑着走过去 坐到包剑对面的沙发里 包剑看了看霍盐 笑着说道 霍总红光满面 看来小姐服务得不错嘛 霍盐看看休息厅里 只有他跟包剑两个人 就问道 包剑长 你铺垫了这么多 现在可以说一说 为什么请我了吧 包剑招手让服务生送了两杯茶过来 等服务生走了 这才说道 有一件事啊 我想麻烦霍总帮个忙 第三百三十九集 霍盐喝了口茶 笑笑说道 我一个做生意的 能帮包县长什么忙啊 难不成包县长想要弃症从伤不成 包剑笑了笑 霍总开玩笑了 谁不知道你跟霍书记的关系啊 咱俩呢 也算是惺惺相惜了 彼此就不需要遮着眼着了 霍盐笑了 好啊 那说说 你想要什么 包剑打开了自己随身带的包 拿出了一个存折 推到了霍盐面前 我想让霍总帮我说句话 霍盐掀开了存折上面的封面 看了看上面的数字 十万 这在以前他都是想都不敢想的数字啊 现在看在眼里却是很稀松平常 这点数字已经不能让他怦然心动了 不过呢 十万也算在霍盐的心理价位上 这是一个勉强可以接受的数字 他问 说吧 你想让我帮什么忙啊 在立东县的县委书记被调走了 现在呢 据小道消息 有五个人列入了考察名单 其中就有我 可惜的是 据说我在名单的最后一位 胜出的机会不大呀 你想要这个位置 是啊 希望霍总能在霍书记面前替我做做工作 我相信只要霍书记支持我 我一定能够得到这个位置的 霍盐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拉长了声音说道 事情呢 不是这么简单的 霍书记嘱咐过我 不让我参与这些事 再说啦 这件事情 五个人在争呢 那些人也会想门路的 包剑笑了笑 我懂得行情的 霍总 要不 我能来求你帮这个忙吗 说着 包剑又从包里拿出了一张存折 这个希望霍总能够转交给霍书记呀 霍盐看了一下存折的数字 这下他满意了 我可以去给你试试 不过成不成的很难说呀 见霍盐把存折收了起来 包剑的心就踏实了 霍总 你放心 只要我当上了立东县的县委书记 以后啊 立东县市政方面的工程 只要你愿意做 都是你的了 霍言笑了 把一些年富力强 富有基层经验的干部 提到领导岗位上 使关系到 政权能不能掌握在人民手里的大事 我想呀 霍书记呢 也会认真考虑的 你就回去等信吧 包剑感激的说道 哎呀 太谢谢霍总了 嗨 事情还没个头绪之前 你不要乱讲 要先夹着尾巴做人 我明白 我明白 霍言站了起来 伸手跟包剑握手说道 那我们就这样 包剑点头哈腰的说 让霍总费心了 两人就此分手 各奔东西 晚上 霍义开完会回家 已经是十点多了 见到霍言还在等他 笑着说 大哥 有什么急事吗 霍言笑了笑 我今天啊 见了一个朋友 他呢 让我找你办点事情啊 霍义有些不太高兴 大哥 有什么事 你能办就直接办了 不用非找我出面的 你要知道 我出面造成的影响 不好啊 霍言陪着笑说道 嗨 我能自己办 就自己办了 这件事啊 非要你办才行的 霍义看了哥哥一眼 疑惑地问道 哦 什么事啊 这立东县的县委书记 不是要换了吗 我这个朋友啊 想要这个位置 霍义愣了一下 大哥 这个 你可别随便插手啊 怎么能搞这一套呢 干不可不是这样安排的 霍言拿出了存折 陪着笑说 他不是拿了这个来吗 霍义发火了 你把这些干部当什么了 这是可以随便买卖的吗 你给我退回去 霍言看了弟弟一眼 现在都是市场经济 什么东西不能买卖啊 你如果真的不在乎这些 又何必让我来开公司啊 霍义被淹了一下 看看霍言 然后就说 大哥 那是两回事 什么两回事 根本就是一回事 再说了 这个人本来就在考察名单上 你支持他一下就可以了吗 又何必装得那么清高呢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啊 你以为 我可以一手遮天吗 我不管 如果真要退 你自己去退 霍义沉默了 等了一会儿 问道 是谁啊 包剑 李东县的副县长 霍义响了一下 叹了口气 哎 实在不好退啊 就这样了 不过 我可警告你啊 下不为例 第三百四十集 省财政厅厅厅长退休 齐州市委副书记吴波 升任东海省财政厅厅厅长 苏信尔在这一轮权力博弈中意外失败 只能继续任他的副厅长 在讨论谁来接任吴波升迁后留下来的位置的时候 官向东提名了薛冰 认为薛冰基层工作经验丰富 可以胜任齐州市委副书记的职务 省长易东方听到官向东提名薛冰有些意外 他升任省长以来 对薛冰的安排一直记在心上 可是一直没有他认为合适的位置 现在官向东提名薛冰做齐州市委副书记 他倒并不怀疑薛冰不能胜任 只是认为这个位置并不是太适合薛冰 可是易东方也没有理由反对 一来这是官向东提名的 二来东海省官场都知道薛冰是易东方的学生 两人是同一阵线的 易东方出来反对 会让人认为易东方对薛冰有了嫌隙 反而对薛冰不利 易东方对这一提名表示了赞同 虽然他心里并不是很舒服 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易东方就打电话给薛冰 他要薛冰晚上去他家里谈谈 晚上在易东方家的客厅里 薛冰和易东方相对而坐 易东方打量了一下自己这个得意门声 笑着说道 你大概听说你要去齐州任职了吧 薛冰摇了摇头 我不是很清楚 组织上要我去齐州做什么 易东方疑惑地看了看薛冰 向东书记事先没跟你说过这件事吗 没有啊 老师 不过他跟我说过 最近想给我动一动 不让我在农业厅闲着了 易东方笑了 这么说 你现在跟官向东扯上关系了 易东方虽然是笑着 好像很轻松地说了这句话 但听在薛冰的耳朵里 却有一种怪异的感觉 似乎易东方并不十分高兴 官向东提拔自己 难道他怀疑自己加入了官向东的阵营 薛冰做出了一副轻松的样子 没有了 我跟官书记的女婿新疆关系不错 前些日子新疆带我去清河骑马 意外遇到了官书记 官书记在我党校清干班的时候 见过我 他对我还有印象 问起了我的工作 知道我在农业厅做副厅长 他觉得我既曾经验丰富 放在农业厅有点浪费了 当时说要给我动一动 我不知道官书记究竟是随口说说 还是认真的 所以就没有来跟您汇报这件事 薛冰并没有说 是新疆故意安排他见官向东的 他怕那么一说 易东方可能会误会 是他找官向东求官的 易东方说道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小冰啊 你是不是觉得 我把你放在农业厅这么长时间 把你给忘了 不不不 我知道老师对我是另有打算的 你啊 明白我的苦心就好 原本我是想有合适的位置 让你升上一格 做到政厅的位置 可是一直也没有合适的机会啊 今天向东书记提名你接任齐州市委副书记 我呢 也就投了赞成票 薛冰的心中有些惊喜 没想到官向东做事这么雷厉风行 说要给他动一动 这一有机会就安排上了 薛冰笑了笑 原来是让我去齐州市任市委副书记呀 嗯 你先别高兴 齐州这个地方不同于其他地市 这是省城啊 一举一动 都是在省领导的关注之下 在古石官场上有一句俗话 三生不幸 知县复郭 三生作恶 复郭省城 恶官满盈 复郭京城 虽然这不太贴切你目前的境况 可是呢 大体的情形应该差不多 薛冰知道这句话 所谓的知县复郭 说的就是知县和知府在同一城内 这样知县的一举一动 都要看知府的脸色 父母官的威风受到了知府的牵制 复郭省城 就是知县知府和巡府在同一城内 复郭京城的意思就更明显了 齐州市委副书记 相当于一个富的知府 而齐州是省会城市 跟省政府在一起 就相当于跟巡府在一起 自然也是受巡府的牵制 耍不出什么官的威风啊 因为在这里 比你级别高的官员 比比皆是 你的一点一滴 都在你的上级的关注之下 你只能是小心 谨慎地做人 第三百四十一集 薛冰说道 我明白 老师啊 我在农业厅已经闲散了两年了 这两年 我明白了很多道理 心态也平和了很多 我不会再急于去做什么事情了 易东方笑了笑 这么说 我送你的归田演技 你看了 薛冰会议地笑了 我仔细地看了一遍 嗯 你要学会融会贯通 我的意思啊 也不是叫你完全学那上面的东西 我只是想要你明白 别人的管是怎么做的 先学会官场通行的做法 这样 你才能清楚 你所处的环境 也才能自保 只有先自保 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你明白吗 薛冰点了点头 我了解 老师在其中的深意 嗯 这齐州市委副书记呀 这个位置 开始啊 我并不是没有想到你 只是认为 你不太适合这个位置 你不明白啊 齐州现在的环境 齐州的市委书记侯岳 做事一向是霸道 已经有一些不利于他的传言 你现在去啊 跟他的关系 不是太好相处啊 老师 我会谨慎小心的 再说了 我从来都认为 任何坏事 从另外的角度来看 也许会变成好事的 嗯 你说的是 祸福相依 你这个家伙呀 老师 是塞翁师嘛 焉之非福 你不能这么轻松啊 记住 去了齐州 要把持住自己 要明白 自己的身份是什么 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就好了 我已经有了做副职的经验 我在农业厅这两年 不是都做得很好吗 这农业厅啊 相对来说 还是一个比较清水的地方 你去了齐州 可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我希望你 能够谨守住自己的本分 薛冰看着 义东方担心的样子 侯岳他也认识 印象中 倒也并不像 义东方说的 那么难以相处 可是他也知道 人都是有两面性的 之所以现在 自己看侯岳好相处 大概是因为 自己还没有跟侯岳 有什么利益冲突 真要自己到了齐州市委工作 开始与侯岳利益相关了 还不知道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薛冰的心中 暗自对侯岳加了警惕 他相信 平易东方这么多年的官场历练 绝不可能没有根据的 就随便说一个人的是非 在讨论立东县县委书记人选的常委会上 霍毅提出让副县长包剑 接任县委书记 市长温善有不同意见 他说 这个包剑 在立东县的干部队伍中 反响横唱 有人还举报他贪污受贿 并不适合做县委书记 霍毅笑着问 那有人举报他贪污受贿 相关部门可查出什么问题了吗 温善被噎了一下 这倒没有 是啊 现在在干部队伍中 有一种风气很不好啊 越是干尸的人 越是被反映说有问题 这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只要做事 就会牵动他人的利益 那些利益相关的一方 就会说三道四 我们绝对不能助长这种邪气 温善不说话了 霍毅既然已经定了调子 他就没办法再说什么了 他心中明白 虽然说市长和市委书记 行政级别是同级 可是在干部任命方面 职权是属于书记的 他并没有实力挑战霍毅的权威 包剑的任命被通过了 虽然温善投了弃权票 叶卫红在这次投票中 投了赞成票 薛兵齐州市委副书记的任命 通过了 组织部李副部长 送薛兵去齐州市委上任 齐州市委坐落在 齐州最宽的一条大路上 李副部长和薛兵坐着车子 缓缓驶进了市委大院 这是一栋很气派的市委大楼 下了车的薛兵 抬头一看 足足有十五六层呢 这个庞然大物 让薛兵感到一阵压抑 这就是他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场所了 不知道为什么 薛兵每到一个新的地方 总有一种特别的感觉 这种感觉不完全是陌生 好像是周围环境都向他无形地压下来 让他特别地不舒服 市委的黎秘书长已经等在了门口 见到薛兵他们就说道 侯书记正在开会呢 李副部长 薛书记 我先下来接你们 李副部长不是太高兴 侯月没道理不亲自下来迎接 薛兵倒无所谓 他新来齐州 需要给人一个随和的印象 就笑笑不说话 跟在李副部长的后面上了楼 第三百四十二集 刚上到三楼 就听见一阵哈哈的笑声 李副部长啊 亲自过来了 有失远迎 有失远迎啊 随着声音传来 过来的是一位个子高大 皮肤有黑的男人 原来是侯月 他接着说道 还有薛书记啊 欢迎欢迎啊 李副部长笑了笑说 侯书记太忙了 会议开完了吗 他心知 侯月不想在下面等着迎接他们 就编了个借口说要开会 侯月赶紧过来 拉住了李副部长的手 李副部长 我是真走不开呀 您可千万别生气 李副部长知道这都是官场上的客套话 就说道 这个薛书记你见过吧 侯月说道 农业厅 农业厅原来的薛厅长嘛 我们以前见过的 欢迎啊 薛书记 能到我们齐州 能到我们齐州来工作 充实了我们齐州的领导班子 对我们齐州是一件大好事啊 薛农上前跟侯月握手 今后就成了侯书记的部下了 还希望侯书记多多关照啊 哈哈 薛书记到我们齐州 是组织上对齐州工作的支持嘛 以后互相扶持吧 说着 侯月带着李副部长和薛冰一行人 就到了会议室 大家坐下来 侯月介绍了些齐州的情况 正式表示了对薛冰的欢迎 薛冰呢 也就讲了一些场面话 不知不觉就到了中午 按照规定 本来是不准喝酒的 但是侯月说 李副部长来了 薛冰呢 又来报道 怎么能有不喝酒的道理呢 政策是人定的 政策也得人来执行嘛 大家可以灵活一下 下不为例嘛 李副部长推辞不过 就留了下来 大家对李副部长都很尊重 在席间不敢跟他闹酒 矛头就转向了 新来上任的薛冰 从侯月到下面的李秘书长 齐州的人马都一再来敬薛冰酒 薛冰呢 一来有酒量 二来也觉得 自己新到这里 需要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所以就来者不拒了 来来回回的 薛冰喝了大概七两白酒 这头就开始有些昏沉了 但还是很清醒 侯月看出薛冰的状态 还是能够坚持下去 就笑着说道 这白酒啊 就先喝到这里 我们换红酒 李副部长比较有经验 不要了吧 侯书记啊 这两种酒啊 掺在一起 很容易醉的 哎 薛书记心到我们齐州 我总要摸摸他的底吧 要是在清醒的时候 薛冰就会拒绝 可他已经有了些酒意 失去了对自我意识的控制 豪气地对李副部长说 没事 我跟侯书记好好喝一喝 于是就开了瓶红葡萄酒 各自倒了满满一杯 侯月端起酒杯 跟薛冰碰了一下 这杯啊 我敬你 薛冰和侯月一饮而尽 李秘书长又给两人倒上了满满一杯 薛冰也回敬了侯月一杯 侯月也没客气 也是一饮而尽 薛冰站起来 还想再倒酒 却感觉身子发软 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 他知道 这一次自己的酒确实差不多了 就黑黑地笑了笑 原来白酒和红酒 缠到一起喝 是这么厉害啊 李副部长摇了摇头 哎 薛书记啊 你才知道啊 侯月哈哈大笑 哈哈 就是要知道您的酒量 想不到这么快就不行了 薛冰感觉意识在不断的消失中 不过呢 他最后分明看到了侯月脸上那不屑的表情 心中顿时后悔 自己的梦了 自己真的没必要跟侯月斗酒的 行过来 已经是临近午夜了 薛冰睁开眼睛 看了看四周 好半天才意识到 原来是在自己家里 某力并没有睡觉 坐在床边看书呢 薛冰看了看某力 苦笑了一下问道 我是怎么回来的 某力埋怨说 没那个酒量就别喝这么多 你是被人背回来的 你就不觉得丢人吗 薛冰不好意思的 嘿嘿笑了笑 我也没想到 侯月会给我这么个下马威 哎 几点了 某力看了看时间说道 已经十一点多了 你怎么还没睡啊 你从中午醉到现在 不看到你醒过来 我哪里敢睡 薛冰心智 某力是怕自己醉酒后 会有什么状况 不敢睡 心中难免有些感激 伸手去握了一下 某力的胳膊 对不起 让你为我担心了 薛冰 我以前都不怪你喝酒 今天你这个样子 确实吓到我了 我跟你约法三章 今后不准喝这么多酒 谁再不想 你就把酒给我借了 薛冰心智 某力把官场想简单了 这酒可不是自己想喝就喝 不想喝就不喝的 他也不与某力争辩 就说道 好了 我会注意的 第三百四十三集 某力看了看薛冰的神情 哭笑着说道 哎 也不知道当初 嫁给你这个小官聊是对是错 成品九旗熏天 臭死人了 怎么了 后悔了 某力又似赌气 又似开玩笑地说 后悔了 好了 老婆 我都跟你说对不起了 你就别生气了 哎 儿子睡了吗 你还知道自己有儿子呀 我看你那个架势不要命的喝 这有什么 你让我和儿子怎么办 薛冰看某力眼圈 都有点红了 赶紧坐了下来 伸手想要去抱某力 没想到身体一动 牵动了肠胃 一阵恶心 她不得不强咽了一口唾沫 这才把要吐的感觉压了下去 某力看到她痛苦的表情 赶忙过来帮她捶背 该叫你不爱惜自己 好好好 是我自己不好 某力这才不再埋怨她了 问薛冰饿不饿 我没感觉饿 只是有点恶心 我熬了稀饭 热一热给你喝一点 薛冰点了点头 某力去热了稀饭 拌了凉菜 薛冰吃得很清爽 吃完以后胃里舒服多了 老婆 你是又漂亮又贤惠 我能娶到你 真是我的福气呀 某力被说得不好意思了 去你的吧 这个时候才知道我的好 薛冰抱紧了某力 某力温柔地靠着薛冰 两人就这么相互依偎着 过了一会儿 某力有些担心地问 老公 这个齐州市委书记 是不是看你不顺眼呢 怎么你去报道 他就把你整成这个样子 薛冰想了一下 今天的整个过程 虽然自己也有些地方 做得不是很谨慎 可是侯月那种态度 确实摆明了 是针对自己的 尤其是自己最后醉倒之前 看到侯月那种鄙夷的眼神 现在一想起来 还真像某力说的 侯月看自己不顺眼 不过呢 薛冰不想把这些说出来 说出来只能突然地让某力担心 某力又帮不到自己什么 男人有时候啊 需要有点担当 在家里通常是应该报喜不报忧的 薛冰笑了笑 我是今天第一次去报道 侯书记非说要摸清我的酒量 所以呢就跟我多喝了一点 没有别的意思的 某力看了一眼薛冰问道 就这么简单 能有多复杂呀 事情本来就很简单的 只是你把它想得复杂了 某力不再说话了 薛冰也不说话 他的心里在琢磨 这个侯月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今后能够跟他相处好吗 但是今天的开篇似乎是不太好 看来这个侯月对自己并不感冒 甚至有些不太欢迎的意思 这是为什么呢 难道自己的到来 让侯月感到了某种不安吗 薛冰的心中有了些警惕 在跟侯月相处的过程中 一定要小心谨慎些 第二天 林秘书长带着薛冰 去了他的办公室 帮他安排好了秘书 一切倒是井井有条 林秘书长客客气气的 丝毫没有因为 昨天薛冰喝醉了 就瞧不起他的意思 收拾妥当之后 薛冰就给几个同学打了电话 告知了自己 新的办公室电话号码 苏信尔说 要安排晚上一起聚一聚 给薛冰庆祝一下 薛冰笑着推辞 我昨天喝醉了 某力刚说过我 今天就算了吧 苏信尔说 怎么要庆祝一下 就可以少喝 再说我也有东西要给你 哦 什么东西啊 对你目前工作开展很重要的 事后约的一点资料 苏信尔这些年 一直很关心自己的仕途 想尽办法帮他 这份情意真的让人感动 可是这些年呢 薛冰为了维护自己的家庭 却越来越疏远他 薛冰不无歉意地说 信尔 你总是为我想得很周到 苏信尔苦笑了一下 没办法 我也只能从这些事情中 找些位置了 薛冰知道他的苦楚 却也没什么可帮他的地方 就转了话题说道 哎 不是说你要接任厅长这个位置吗 怎么成了别人的了 苏信尔苦笑道 干嘛的 省里面的领导认为 把医生的财政大权 交给一个女人 似乎不太稳妥 所以才找了别人 这样对你 简直太不公平了 到了我这个年纪啊 已经没有那么多的上进心了 这次来 要安排我去做一个 不太重要的厅的厅长 我没接受 到那里 还不如在财政厅 薛冰想想 确实是财政厅常务副厅长 确实比一般厅的厅长要重要 薛冰就笑着说道 你有资本啦 一个厅长都能不要 好了 我这必有事 尾上再聊吧 晚上 苏信尔 廖杰 薛冰等人 聚在了齐州静雅酒店 吃海鲜 第三百四十四级 苏信尔对薛冰说 薛冰啊 你知道我为什么 选在这里请你吗 这我哪知道啊 这里是滨海人开的 这里的海巷 都是从滨海运过来的 薛冰笑了 他对吃的方面 一向不是很注重 就说 原来如此啊 你说要带给我的资料呢 继于讨好你的上司 是吧 苏信尔说着 从随身带的包里 拿出了一本书 和一张报纸 递给了薛冰 给你 不是吧 这侯岳的英雄事迹 这么多呀 都能够写成一本书了 廖杰笑了笑说道 我估计啊 苏信尔同学 给你的是侯岳的散文集吧 苏信尔点了点头 对呀 看了了解 很了解侯岳呀 薛冰 你不知道 你的顶头上司 是一个文人吗 薛冰这下 彻底愣了 他怎么也不能 把一个五大三粗的黑汉子 跟一个文人的形象 连接在一起 就笑着问道 什么文人哪 不是侯岳利用权势 找人发表一些狗屁不通的文章 就算文人吧 你可别把文人这个层次 拉得太低了 你把书拿过去 好好学习一下 看看你的上司 究竟是什么层次 薛冰接过了书和报纸 开始翻看了起来 报纸是一家中央级的报纸 上面报道了侯岳的一些事迹 薛冰把报纸先放到了一边 开始看起那本散文集来 散文集的名字 叫做《岁月如歌》 记录了侯岳的生长经历 和一些从政后的阅历 侯岳出生在东海省 新元县的一个偏僻乡村 记忆中的儿时故乡 和她的大家庭是很贫穷的 常常因为粮食不够吃 为了填饱肚子 要吃一些用地瓜块 磨出来的粉做的粑粑 然而母亲浓浓的爱 却给童年的侯岳 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母亲对儿女们的挚爱里 还包含了很深的思想教育 侯岳在书中说 母亲常常会借着某一件事 因事利盗 记得有一次 侯岳帮母亲做饭 把灶堂的柴火 塞得满满的 弄得整个房间乌烟瘴气 母亲教侯岳先放进去 四五根木柴 空架着 再放些干枝和茅草 结果火势很旺 母亲便借题发挥道 烧火火心要空 做人 人心要功 在生产队做工 母亲常常教育侯岳兄妹们 不要偷工减料 不可偷奸耍滑 只有多付出才能多收获 多年以后 即便侯岳已经当上了县长 重病缠身的母亲还叮嘱侯岳 要做好人当好官 不可收取别人的彩礼 母亲教会了侯岳 为人处事 要有恭喜 是母亲给侯岳幼小的心灵 拨下了爱的种子 在回忆母亲的结尾 侯岳这样写道 爱是正大无私的奉献 生活中不能没有爱 但一个人要得到别人真正的爱 首先要懂得怎样去爱别人 我常想 我拿什么来纪念和感谢母亲呢 唯有像他那样生活 爱别人 胜过爱自己 无怨无悔 看到这里 薛冰有些怪异的感觉 笑着问苏信尔 这本书你看过了吗 苏信尔点了点头 一般做官的人写的书 我都是不看的 可是这本写得很好 很有真情实感 我看过了 确实写得不错 我怎么觉得怪怪的呀 我怎么也不能把侯岳 跟这么细腻的情感 联系到一起 这不是秘书写的吧 廖洁说 这本书我也看过 秘书也很难有这个功力呀 真是意外呀 想不到 薛冰说完 继续翻看着 看到了一篇茶香 其中写道 我爱茶 爱得宁可三月不知肉味 不可一日不闻茶香 无论是慷慨陈词的会场 还是舟车劳顿的旅途 无论是冥思苦想的夜晚 还是亲朋好友的聚会 始终不离左右的 就是这清茶一杯了 品明日久 竟也品出一番道理 原来 茶即人生 茶道即人道 一个种下之夜 我与几位齐州友人 第一次进了 齐州闹市区的一家茶馆 但见座无虚席 熙熙攘攘 人气颇旺 座中或三五成群 天南地北 高谈阔论 或二人相对而作 呢 喃私语 情意绵绵 或孤身安坐一语 表情安详 自真自着 我忽然感到 在有茶的世界里 人们相处是多么宽容平等 在茶的调和下 气氛才能如此和谐融洽 尽管我已记不起 这间茶馆的名字 但那份美好的感觉 却永远刻在了我的心底 做人 应多一份淡泊宁静 少一份乖丽张狂 围观 应多一点奉献 少一点索取 这或许是茶 给我的人生启迪吧 第三百四十五集 后面还有一篇 关于酒的文章 侯岳称酒 实在是一种奇妙的东西 有朋自远方来 无酒不足见款款后裔 人到他乡去 无酒不足见 依依深情 良辰佳节 无酒不足显其乐 丧葬继日 无酒不足智其哀 困顿蹉跎 无酒不足消其忧 春风得意 无酒不足唱其怀 他和欢乐者结为良友 被悲伤者视为知己 让失忆者超脱 让得意者放大 给寂寞者以安慰 给孤独者以温暖 给壮士增添豪情 为才子带来灵感 酒可谓无师不由 无处不在 构成了人们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然而酒又实在是一种 复杂的东西 爱他的人 可以道出成千爱他的理由 恨他的人 也可以举出上万恨他的依据 从小处说 纵久伤身败事 往大理讲 酒能乱政误国 有的人酒杯一端 政策放宽 有的人 一桌饭 一头牛 一杯酒 一壶油 弃党性原则于不顾 致党风连政 若网闻 酒 是福是祸 是敌是友 是爱是恨 的确让人一言难尽 莫中一世啊 但 酒由人酿 理当为人所用 造福于人 只是当您推杯换斩 功酬交错之时 必须谨记着 人应当是酒的主人 而不要沦为酒的奴隶 看到这里 薛冰不由地赞了一声啊 如果这文章真是侯岳写的 倒也不失是一个哑人 廖洁笑了 侯岳确实有这个能力 不过呀 你也别被表象蒙蔽 薛冰笑了笑说道 能够写出这种富有感情散文的人 我想相处起来 肯定不会太难的 廖洁说 你呀 不要把事情想得太过简单了 千万不要被他的文章所蒙蔽 这个侯岳 做起事来很霸气的 我们纪委接到的 关于侯岳的举报资料 有很多 那你们为什么不查呢 你这话说起来轻巧 我们想查 可是这个侯岳后台很硬的 曾经到中组部交流过从政经验 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 哪里敢随便就查他呀 原来这个家伙这么厉害呀 你还没看报纸呢 报纸上穿须得更厉害 薛冰拿起了报纸 开始看关于侯岳的报道 侯岳有一副健硕的体魄 走近他 你会被他那爽朗的笑声 率真的性格感染 他常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 心中始终挥之不去的 是对农民 对农村的情节 小山村消息传得快 村民们知道市委书记 来到了村里 一下子把王家挤得满满的 那一晚 侯岳就农民关心的 许许多多问题 和村民进行了促膝长谈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谈论的话题一个接一个 当我答复完村民提出的问题时 不觉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 辛劳了一天的村民陆续离去 我却意犹未尽 走出屋外 此时清风徐来 繁星满天 山村的夜晚显得格外宁静 而凉爽 面对荣誉 侯岳平静而又坦然 他说 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党员的职责所在 薛斌看完报道 笑着问道 这个家伙 不会是一个当代交易录吧 廖杰和苏信尔都笑了 苏信尔说 我也就是把这个拿给你 做一下参考 你别当真 往往报纸上面的报道 越好的人 时间当中就越令人失望 原来是这样 对了 你们清不清楚 他跟齐州市长郑文的关系如何 侯岳这个作风 大概两人之间的关系 不会相处得太好吧 这个你又错了 据说两人相处融洽 是一个很难得的团结班子 今天这顿饭吃得还真是值了 听到的这些情况 都在我的意料之外 薛冰笑了笑说道 这时候 廖杰也说 你在齐州工作要小心些 据说这个侯岳脾气大 骂人多 待人严苛 办事不走程序 薛冰听完后笑了 这是第二个人劝我在齐州工作要小心了 看来 齐州这个地方确实不那么简单 另外那个人是谁啊 是义省长 看来义省长对侯岳的印象也不好啊 薛冰小心做事吧 薛冰点了点头 很快薛冰就见识到了侯岳做事的霸道 薛冰到齐州工作不久 齐州召开了一次全市工作大会 侯岳在大会上做报告 会议的主题是要促进齐州的经济工作发展 侯岳喊出了 哪个干部影响齐州经济工作 他就会影响这个干部的仕途的口号 薛冰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应该说会议主体气氛是很严肃的 坐在主席台上的薛冰却发现会议的纪律并不好 侯岳在会上大讲 下面有干部在窃窃私语 侯岳也发现了这一点 他讲完话以后走下了主席台 他想抓几个不遵守会议纪律的典型人物 处分一下 整顿一下会议作风 坐在下面的干部还是很激进的 看到侯岳走了下来 一个个都端正了坐姿 板起了面孔 都是一副认真听讲的样子 侯岳走下主席台 才发现自己没有了整顿的目标 他总不能随便抓个人就处分吧 这个时候他感觉到了窘迫 心中甚至后悔 没看清谁交头见耳 就走下了主席台 眼前的局面 让他不知道该怎么收场了 但是就是有那种不知死的倒霉鬼 一个干部忽然忍不住 打了一个哈欠 侯岳心中暗喜 冷笑了一声说道 你这是什么作风 我们齐州市召开全市工作大会 你哈欠连连 是对大会的极度不尊重 我现在就撤销你的一切之务 那个干部急了 连忙站起来解释说 侯书记 我不是故意的 我昨晚 侯岳却叫道 你不用跟我解释 你回去反省自己的错误吧 说完走回了主席台 留下那个干部呆呆地站在那里 薛冰却认为侯岳这么做有些过分 怎么能够因为一个干部打了个哈欠 就将他撤职呢 而且完全没有遵守组织程序 一句话就将一个干部撤职 第二天早上薛冰上班的时候碰到了齐州市青河县县委书记蒋元 以前薛冰作为农业厅副厅长的时候曾经在青河县调研过一个项目 当时蒋元招待薛冰很好 两人关系还算不错 薛冰笑着问道 蒋书记这么早就过来 可是有什么急事啊 蒋元苦笑了一下说道 哎呀 昨天会议上的事情 薛书记应该知道了吧 怎么了 那个干部是你们青河县的 哎呀 就是我们青河县的 他是政法委书记 那你是来干什么呀 给他求情 哎呀 这件事啊 侯书记做决定有点太仓促了 那个刘伟有点冤呢 哦 怎么了 哎 是这样的 他前天晚上审了一夜的犯人 成功地攻破了犯人的心理防线 一夜没睡呀 打个哈欠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 你说 就因为这个被撤职 多冤啊 哎呀 是啊 这个家伙是够倒霉的 那你这是来干什么呀 找侯书记求情 对呀 我总不能看着手下去 就这样被撤职了吧 薛冰心说 到了这个地步 你来求情 估计也没用 看侯书那种 刚愎自用的样子 怎么会听得进去 你的求情呢 他如果改了自己的决定 这不是说 他做事草率吗 薛冰就说道 你觉得你现在去求情 能行吗 蒋元苦笑了一下 哎 不能行 我也得去呀 我如果不说一句话 别人会怎么看我这个县委书记呢 行吧 那你赶紧去 回头没什么事情 到我办公室坐一下 蒋元点了点头 就去了侯岳的办公室 薛冰觉得 这个蒋元还算不错 为了维护下属 竟然赶来捋侯岳的虎须 再说了 那个刘伟是为了工作才这样的 侯岳知道了实情 道意上也应该给那个官员纠正一下 薛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翻开齐州日报 见到齐州日报上已经将昨天这件事给登了出来 说市委书记侯岳整顿汇丰 将在会议上打瞌睡的干部刘伟给当场撤职了 报道要求全市干部引以为戒 这齐州日报拍领导马屁倒是很及时 不过这样一来 蒋元能够求下勤来的几率就更低了 在办公室处理了一段时间的公务 门被敲响了 薛冰喊了一句进来 蒋元脸色阴沉沉地走了进来 薛冰一看到蒋元的神色 立马就明白了 蒋元在侯岳那里碰了一个钉子 他笑着给蒋元倒了一杯茶说 喝茶吧 蒋元叹了口气骂道 他骂的 真是岂有此理 行了 消消气吧 蒋元看了薛冰一眼 人家侯书记的面子重要 他就没想想 混到一个政法委书记容易吗 你也别恼 你没看到齐州日报已经登出来了吧 你让侯书记怎么处理啊 当着这么多干部的面 打自己耳光啊 可是 刘伟也不容易啊 哎 以后再想办法吧 蒋元这才叹了口气 拿起茶杯喝了起来 第三百四十七集 薛冰对侯岳的印象越发的不好了 不过他也觉得物极必反 侯岳这么做大概很快就会受到报应的 一句很有名的话说 上帝要使人毁灭 必先让其疯狂 侯岳为了维护自己的颜面 因为一个官员打哈欠 就非要免掉他的职务不可 甚至连知道这个官员是冤枉之后也不改正 确实是有一点失去理智了 果然 不久之后 一封举报信送到了齐州市人大 政协 法院 检察院等各单位 举报信的题目是 市委领导贪污受贿 为儿子强行贪派推销商品房 声称市委书记侯岳收受贿赂 存在严重贪污腐败问题 并且为儿子侯岳强行贪派推销商品房 薛冰的办公室也收到了这封举报信 兴永县是齐州下面的一个隶属县 举报信力的内容是 在去年兴永县领导突然给各大单位打电话 要求购买齐州瑞明置业有限公司 在兴永开发的明锐小区商品房 让各单位根据能力分摊一定数量的套数 半之而来的是一份县委的红头文件 文件里称 明锐小区是全县规划的干部小区 为方便各单位职工 县各单位按照干部指标比例购买 兴永县政府各部门 乡镇事业单位甚至学校 均收到了这份指派购房的文件 文件指出 各单位要一把手负责 还下达了最后通牒 在半个月内将购房定基 打入指定的银行账户 这不是明抢吗 接到红头文件后 各单位领导纷纷反对 按照当时的市价 全县最好地段的房价 仅为每平米500元 而明锐小区地段差 每平米却卖到了700元 明锐小区最小的户型面积 都在125平 最大的更有近300平的 以最小户行算 每套住房要比县里 其余地段的同面积住房 多出了25000元 据报人说 正在大家议论纷纷时 县里的一把手 给各单位领导打来电话 要求各单位必须购买 甚至以撤职相威胁 最后县里领导 说他也是替人办事 要求各单位 把定金打到指定账户 县里领导已经这么说了 各单位领导 为了保住自己的职务 不敢抗命 只好强行把房子 摊派给职工 据举报人调查 县委各机关乡镇 除了县政协硬顶卖 共有50多家单位 完成了购房指标 兴永县财政收入极底 连干部的每月工资 都无法保证 干部们却不得不承受 这么高的房价 这主要是因为 明瑞小区是齐州 瑞明智业有限公司开发的 而有人说 这个瑞明智业公司 是市里一把手侯岳搞的 工商资料显示 瑞明公司有两位股东 其中一位股东叫侯瑞 而根据举报人了解 市委书记侯岳的儿子 也叫侯瑞 是从澳大利亚留学归国的 举报人认为 这两个侯瑞其实是一个人 而兴永县领导 之所以强行摊派 是因为侯岳跟他们打了招呼 举报信最后说 要求齐州市委 依法查明事实 如果确实是侯岳 以权谋私 请求依法 予以纠正 薛冰将这封信拿给廖杰看 廖杰看了看笑着说道 没什么了 我们纪委也接到了举报资料 薛冰说 看来还真叫你说对了 真的不能被表象所蒙蔽啊 廖杰说道 我看你还很是义愤填膺啊 薛冰问道 既然你们接到了举报 那你们下一步 打算怎么办呢 还能怎么办 等领导安排 领导部发话 下面也不敢随便查的 你这么拖延 下面很容易就会想办法掩盖事实 毁灭证据的 你急什么呀 急着接侯岳的班 老同学 你这不是瞎说吗 就算侯岳出事 也轮不到我接他的位置啊 嗯 你明白这一点就好 反正也没你什么事 你就静观其变好了 哎我说 你们纪委不想查了是吧 这纪委也是有组织纪律性的嘛 哪里能随便就查一个领导干部的 我们不是不查 只是查的时机未到 行啊 我明白了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 腐败分子越来越多 主要就是因为你们这些纪委工作的同志 前怕狼后怕虎 纵容他们 才形成今天这个伟大不掉的局面 廖洁被薛冰说得有点恼火 他冷笑了一声说 哼 哎呀 薛冰啊 你摸摸自己的脑袋 薛冰愣了一下 你让我摸脑袋干什么呀 哼 看看你自己的脑袋究竟有多大 想想自己究竟能吃几碗饭 第三百四十八集 薛冰看了看廖洁说道 你的意思是说 我不知道自己的分量 瞎操心你们纪委这些事是吧 廖洁一点也没给薛冰留面子 直接说道 你明白就好 薛冰苦笑了一下 老同学呀 这些话 我说说都不行啊 你这些话呀 说得有些过分了 你知道什么呀 实际上 我们纪委队这些东西 也是深无痛绝的 可是你要明白 我们现行的社会 是一个法治和人治并行的社会 甚至某些时候 人治还要大于法治 尤其是老百姓 缺乏法治观念 在他们的心目中 也是希望人治的 都寄希望于什么 青天大老夜 寄希望于那些 像包工那样的清管 实际上 我们缺乏的是一个 法治的环境和模式 这不正是你们纪委这些同志 应该争取去实现的吗 唉 你以为我不想啊 可是我们在这体制中 就是被人指挥的角色 就像是墨坊里的驴 主人不叫你动 你怎么动啊 薛冰看了了解一眼 说道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把自己比成驴的 看来你们也是挺难做的呀 你明白就好 实话跟你说 这些年来 该抓的 却没被抓的人 大有人在 就是换了你坐在我这个位置 你也会跟我一样这么做的 那可不一定啊 唉 薛冰啊 我不是瞧不起你 你是太不了解 我们纪委的工作环境了 你想想 如果你跟领导对着干 非要差 领导首先就可以把你调离重要岗位 让你查不下去 你还没话说 还得老老实实的去 不然的话 领导想办法给你安个罪名 你就得吃不了兜着走 这辈子都可能赔进去了 我在这里不是没看到 因此而倒霉的同事 现实是很残酷的 当初我刚进纪委 一位老同事曾经专门跟我讲过 在这里啊 首先要学的是如何保全自己 只有保全了自己 才能徐途未来的 薛冰笑了 留得青山在 不愁没柴烧是吧 对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纪委这里 本身就是一个整人的地方 那些腐败分子 绝不可能老老实实的 就让你给整趴下 他们一定会想尽办法反扑的 你稍微有些做得不到的地方 就会被领导放大了来看 到时候 你不但没整治得了腐败 反而有可能被他们给整治了 那 那你们就放纵不管了 谁跟你说不管来了 只是需要一些技巧 需要一些实体 就像今天侯岳这件事吧 我相信 纪委如果插手插下去 一定不会查出什么的 那 这么明目张胆的事情 你们还查不出什么来吗 那你说 这里面有侯岳 以全谋私的证据吗 那个兴永县 强行为瑞明之野公司 摊派推销房地产 这都不算证据啊 那可能是兴永县委 有什么利益在其中 又或者他们参与了开发 强行摊派 是有些违规 可是并不一定 就是犯法呀 再说 这里面 也没有侯岳什么事嘛 那不是有侯岳的儿子 侯瑞在其中吗 你呀 别不懂纪委的工作方式 就瞎琢磨 即使那个侯瑞 真的是侯岳的儿子 可是摊派呢 是瑞明之野公司的公司行为 也不能归结为侯瑞的个人行为 更不能与侯岳拉上关系 好 就算是侯瑞 确实利用了侯岳的影响 可是侯瑞呢 只是侯岳的儿子 又不是侯岳本人 他满可以推说 自己没有约束好家属 你还是不能拿他怎么样吗 薛冰被廖洁说的 有点无话可说了 廖洁看到薛冰不再说话 接着说道 这就是我们纪委 为什么现在不动他的原因 因为动了他 也不能达到惩处他的目的 不信你看 过几天呀 这件事一定会被摆平的 大不了 瑞鸣置业公司 退点钱出来 行永县县委书记 做个检讨 事情就会不了了之了 唉 那看来侯岳这样的 真是没办法处置了 虽然这社会上啊 还是好人多 但是坏人也在不断地涌现 这个社会呀 没有可能能够把坏人都抓干净 做到百分百清廉 谁知青则无鱼嘛 不过呀 你也别着急 像侯岳这样越来越狂的家伙 我估计他一定会有出事的那一天 那你们这是等着侯岳出事了 这不是守株待兔吗 了解听完后笑了 这也不完全算是守株待兔了 因为根据我们对人性的了解 像侯岳这样的兔子是一定会撞到树上的 因为坏事做得越多 他越没有了自我约束能力 也越没办法遮掩住罪行的 暴露的机会就会越多 第三百四十九集 薛冰这时候无奈地说道 我怎么觉得这么滑稽呢 你们不是想什么办法来惩处腐败 而是等着腐败者自我毁灭 现在呀 是几千年未有之变局 利益极大的丰富 社会结构剧烈变动 这腐败的滋生也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现实中 这腐败者往往都是位高权重 你单凭一腔热血 往往很难斗得过他们 如果非要顶风而上 不但你的事情做不成 反而可能会被人摘去你的乌纱帽 弄个壮志未愁 神仙死啊 看来你们的工作确实不容易啊 哎 什么工作呢 都是一步步去做的 急不得 你看看香港廉政公署的历史就知道了 香港警队早年曾经有一个反贪污小组 鉴于警队贪污严重 如果对某人做出调查 有时候啊 会连调查员自己也被揪出来 因此他的效力实际上只有很少 而事实上呢 不少警员也是因为各种原因 而被逼着对贪污妥协 加入行贿和受贿的行列 后来啊 港英政府的高级赋案查司 百里驱爵士建议 政府需要一个独立的反贪污部门 才能有力打击贪污 政府采纳了百里驱爵士的建议 于1974年2月成立廉政公署 但是廉政公署开展工作 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成立初起 廉政公署对于警队的调查 由于牵连甚广 使警队内人心惶惶 最终引起警员的不满 因此 当时廉署人员 常与警员发生冲突 后来宣布 在1977年以前 所曾经贪污 而未经检控的政府公务员 可以获得特赦 这冲突啊 才得以平息 薛冰说道 看来妥协有时候是很有必要的 是啊 港英政府实际上 就是使用了一种赎买的方式 通过赦免以前的犯罪 换得了要求公务人员 以后必须连结的权利 这就是一种妥协 甚至是政府所做出的妥协 可是换来的结果就是 廉政公署 是目前公认的最高效的 整治腐败贪污的机构之一 薛冰笑了笑 看来做个好官 还是需要些策略的 你才知道啊 我在纪委这个位置 看过太多的腐败者 形形色色 千奇百怪呀 前赴后继 你知道吗 前段时间 临省交通厅 接连三任厅长 都因为受贿 生活腐化被抓 上一任厅长刚被判刑 这任厅长就进去了 难道他们都不知道 伸手总有一天 是要被抓的吗 他们当然知道 可是金钱的腐蚀能力太强了 甚至强过了 他们对监狱的恐惧 所以呢 纪委的工作 任重道远 我们只能一步步去做 好了好了 算我说错话了 我刚才不该说什么 你们纪委纵容腐败的话 廖洁看着薛冰 鬼笑着问 你说实话 突然关心起侯月这件事 是不是你紧急私动 想要有什么企图啊 你可别瞎说啊 我只是拿到一封举报信 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才找到你的 话虽这么说 薛冰的心中确实毅力 自己做了这么长时间复制 很长时间都无所作为 是不是真的紧急私动了 作为老同学呢 我警告你啊 你千万别插手这件事 我做过统计 东海省这些年 实名举报的 只有三个 这三个举报的都是事实 揭发了一些贪官出来 可是这三个实名举报的人 下场都不是太好 不是被这样 就是那样的事情打击 我们做纪委这行也没办法 必须要招惹这些事 你为了你的仕途 还是不要沾染这些事情 明白吗 明白 我明白了 以后发生的事 完全印证了了结的看法 侯曰雷厉风行地处理了这件举报案件 他在市委的常委扩大会议上 就被举报做了自我批评 检讨了自己 没有约束好自己的亲属 让他们参与到了一些社会牟利活动中去 他已经要求相关人员退出了瑞明置业公司 同时侯曰批评了永兴县委书记 批评他乱搞摊派 以致给社会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侯曰要求永兴县委 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行为 退回价格高出来多收的钱 对于并不想购买房子 却被摊派购买了房子的予以退房 说完这些 侯曰坐在首席上就不再讲什么了 会议的气氛很凝重 阴沉 侯曰的沉默对在座的 构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 这个时候很微妙 参加会议的人都知道 说错一句话 都可能站到市委书记侯曰的对立面去 丰富的政治经验让他们知道 侯曰目前并没有什么要倒台的迹象 而要跟一个打不倒的对手作战 意味着要面对他残酷的抱负 每个人都在思索着 自己应该如何讲话 如何讲话才能不得罪侯曰 薛冰也在观察着 他想看看在座的这些人的发言 从而做出判断 判断侯曰掌控齐州市的能力 再决定自己如何说话 侯曰建冷场了 看了看大家说道 各位都谈一谈自己的意见吧 市长郑文喝了口水说道 同志们啊 我来讲几句 我认为这件事啊 侯曰同志确实有失察的责任 没有约束好自己的家属 确实是一种失误 薛冰听到这里 心说这郑文不简单啊 郑文一开始就把事情定位为失误 就免去侯曰乱用职权的责任 表面上看是在批评侯曰 实际上是在帮侯曰 看着两人一唱一和 薛冰觉得苏信尔说 这两人相处融洽 倒不是虚言 难得市长和市委书记 会这么相处融洽 就薛冰对侯曰做事风格的认识 相信这两人之间 一定是达成了某种协议 很可能是某种程度上的分赃协议 这才会相互支持 郑文又喝了口水 接着说 不过呢 侯岳同志啊 知错能改 敢于承担责任 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同时我想指出的是 我们是这些年来 各方面工作都取得很大的成绩 这是与侯岳同志的辛勤工作 分不开的 这是主要的 而侯岳同志没有约束好家属 这是小失误嘛 我们要爱护广大干部 不能抹杀他为人民为党 所做出的成绩嘛 更不能打击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所以啊 对这件事情 侯岳同志既然做出了深刻的自我批评 我认为就可以了 工作中 谁都难免会犯错误嘛 即使改正了错误 就是好同志嘛 郑文的发言表面批评了侯岳的失误 实际上是肯定了侯岳在工作中的成绩 还压制了其他人追究侯岳责任的可能 实在是小骂大帮忙的一个范例 果然 侯岳的脸上有了笑意 虽然这笑意是一闪而逝 他很满意郑文跟自己的默契 他说 我接受郑文同志对我的批评 我愿意承担失察的责任 对我犯下的错误 同志们可以畅所欲言 不要因为我为党做了一点工作 就忽视了对我的批评教育 下面谁来谈一谈啊 薛冰说道 我对侯岳同志 用于承担责任的做法 表示赞同 我们干部呀 就是要及时地反省自己 只有去除了机体上的疾病 才能更健康地发展 才能更好地发挥我们的作用啊 薛冰的话很空泛 看似说了一大堆 可是细评起来 却是一点内容也没有 既表示了对侯岳的支持 又提到了反腐 面面俱到 这就是典型的官场话了 市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金正说道 那我来说说 我的看法呢 可能与郑文同志有所不同 这反腐败 是我们目前的一项重要工作 已经揭露出来的腐败行为 触目惊心啊 这个不得不让我们引起警惕 实践证明 权力得不到监督 就会变成权钱交易的砝码 下面的县委县政府 为什么要搞摊派销售 怕不是一个简单的失察 就可以解释的 这说明 他们县委上存在着严重的官本位思想 是想讨好侯岳同志 为什么会给下面造成这样一个印象呢 这个是侯岳同志应该深入检讨的 虽然从全局来看 侯岳同志做出了一定的成绩 可是也不能忽视自我约束的重要性 千里之地 亏于以学 我希望侯书记能够以这次事件为契机 深入的反省 防止再有类似事件发生 侯岳的脸色又阴沉了下来 他没想到 金正会在这个时候向他发难 想了想 他说道 我接受金书记对我的批评 并愿意就此向组织上做检查 这个问题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 影响了人民群众对我们的信任 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我一定好好地反省自己 提高阵势 做好工作 也希望各位同志 以我为界 不要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薛斌看了金正一眼 他没想到 金正会在这次会议上 讲这种话 这有摆明了针对侯岳的意思 看来 这齐州市委 也不是铁板一块 虽然市委书记和市长之间 似乎有些默契 可是纪委书记出来打横 说明金正并没有跟侯岳勾结在一起 侯岳不想把会开得太长 尤其是金正讲的话 让这个会有些变性了 再开下去 似乎就变成了他自己的声讨会了 第351集 他想检讨的目的 是为了让这件事情顺利过关 而不是让这件事越闹越大 就说道 今天的会议开得很好 让我深刻认识到自己存在的问题 在这里 我就以我的座右铭 处于泥而不染 浊青莲而不妖 来跟大家共勉 希望同志们跟我一样 深刻认识到反腐畅怜工作中的困难 实时地检点自己 避免走上腐败之路 在这里 我警告各位 反腐败是大势所趋 今后 不论反腐 反到了谁 我们党都不会手软的 散会 最后几句话 侯月说的是义正词言 声音也提高了八度 似乎在强调自己的清白 薛冰却听出来一丝警告的意味 这种警告就像是一个庄园主警告 他的奴隶一样 在宣誓着齐州这一目三分地 是他的领地 在这里 他的权威不容挑战 宣布完散会 侯月对金正说道 老金啊 你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趟 我跟你谈一谈 薛冰感觉 这可能是侯月要报复金正 他心中有些同情金正 就看了看金正的表情 金正呢 却是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 似乎并不在意侯月要跟他谈话 薛冰回到了办公室 他拨通了廖杰的电话 笑着说 他妈的 你真是料事如神啊 侯月真的按照你说的办了 廖杰笑了笑说道 不是我料事如神啊 是这样的事情 我见得多了 已经见怪不怪了 薛冰说道 哎呀 没想到 我们这里的市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金正 倒是很有骨头 这个家伙在会上批评了侯月 几乎没给侯月留什么情面 当时啊 侯月的脸色都变了 看来你们搞纪简的 的确还是比较正的 廖杰听薛冰这么说 在电话那边哈哈大笑起来 薛冰被笑愣了 疑惑的问 怎么 我又说错话了 哎呀 老同学啊 你又被表象给欺骗了 你知道金正是什么人吗 我 我确实不是太了解 他是什么人呢 一般的机委书记 在一个班子里的位置 不是太重要 起码是要服从市委书记领导的 可是呢 这个金正却不同 有人在私下里说 金正才是其中最有权势的人 你别以为金正说侯月 是捋了虎须 实际上侯月不敢拿金正怎么样的 原来是这样啊 刚才侯月说要跟金正谈谈 我还为金正担心呢 想不到金正不怕侯月啊 你真可笑 金正出面批评侯月 可能是侯月什么事情没摆平 他要找金正谈话 估计是要商量如何才能让金正满意 这金正这么厉害啊 他凭什么呢 就凭着纪检这方面的权利 你不了解金正这个人 你听我说说他的发迹史 你就明白了 这金正是转业军人 从部队接受再教育后 被分配到齐州庆元县庆元中学 任政治教员 据说金正采用的教学方法新颖 思维活跃 很受学生欢迎 这可能是与金正毕业于东海省师范大学的科班出身有关 两年之后 金正被清源县县委书记王永志看中抽调到县委办 关于金正得以从政的原因呢 说法不一 可信的一个背景是当时党内官员绝大多数是工农兵出身 文化程度低 金正正规大学本科毕业 高学历 文章又写得好 于是被军人出身的王永志看中 其后不久 金正担任了庆元县庆元厢厢党委书记 从此是节节高升 历任县委办主任 副县长 县委副书记 最终接替王永志任庆元县县委书记 金正主政庆元厢期间 发生的数十名机关科局长联名写信向齐州市委举报事件 在联名信中 官员们反映了金正把弟弟金毅带到庆元厢做生意 并随意安插亲戚进机关单位等问题 齐州市委指派一个三人调查组调查此事 调查证实 金正办事不按原则 打招呼 安插亲戚 这些举报信反映的内容大部分属实 但是对于当时的齐州市委而言 金正犯的错误并不算严重 调查小组对群青激愤的科局长们说 事出有因 查无实据 金正这个人也是有优点的 工作大胆 应该给他一次改正的机会 市委调查组临走前制定了一些认为可以约束金正的规章制度 警告他说 今后 樊蜀庆元县提拔干部 提干招工 都应该按照程序办事 要通过集体研究决定 次年 庆元县召开换届人大会 金正再被举报 众多人大代表举报金正操纵选举 检举说人大选举的时候 金正坐在办公室指挥 要按照他的指挥 选这个不选那个 跟他关系好的当选 关系不好的考边 操纵选举 被认为是官场大计 经过调查证实后 齐州市委震怒了 经请示东海省委 得到的指示是 这个人不能在庆元县当书记了 调走 于是金正被调任 齐州市任防管局局长 此时 齐州市委几个主要领导 形成了一个共识 把金正晾晾在一边 不再重用 东海省委组织部 对这样的冷处理并不满意 他们质问说 这样的人 怎么还能当防管局长呢 但是齐州市委的主要领导 维护了金正 说金正是一个县委书记 省委只是说调走 又没说免职 做个防管局长还是可以的 之所以齐州市委这么做 当时是有一定的社会原因的 当时那场运动刚结束 百废戴心 老干部年纪大 文化水平低 是党内很突出的问题 不解决这个问题 干部的新旧交替无法施行 用人的四项原则 是年轻化 知识化 专业化 革命化 而其中年轻化和知识化 是考核的硬指标 很具体 很多地方都在机械地 执行这一原则 从而忽视了考核干部 德才兼备的原则 金正具备了知识化 年轻化 这两个硬条件 因此被晾在一边的他 很快就东山再起了 从市防管局局长 到清河县县县县县委书记 又从清河县县县委书记一职 直到升任齐州市市委常委 纪委书记 尽管反对省始终不绝于耳 金正还是完成了其政治生涯 受排挤折服 发迹的三级跳 而做到这一切 金正只用了短短的五年时间 有一个很荒唐的故事 很形象地说明了 金正被带病提拔的情况 东海省纪委一次在齐州开会 齐州市纪委一名主任被问道 原来省纪委批了几封举报信 要你们去查金正 你们查了吗 该主任回答 这个问题你还不知道吗 上面都安排他当纪委书记了 我们还敢查吗 听廖杰说到这里 薛冰笑着问 这个家伙是不是有什么背景啊 只是有些传说 有人说呀 金正在任职庆元县县委书记的时候 帮过一个省纪领导子女的一个大忙 因此该省纪领导呢 一直很照顾他 那不过看来 这个金正确实有点水平的 金正这种不按程序办事的性格 在等级森严的官场体制中 确实受到很多人的赞赏啊 再者 金正工作中 从不摆架子 歹人和气 随便什么人来找他 都能亲自接见 这种亲民作风 也是很受群众欢迎的 那侯岳为什么怕他呀 嗨 主要是因为金正手中有着纪检权利吧 你不知道啊 据齐州纪委的同志反映 这金正做事从来不讲规则的 按照规定 像双规的案子 是应该坚持 先出查 出查有了一两个事实 然后双规 不能够一开始就搞双规呀 可金正呢 搞双规 从不开会研究 他说立案 就立案 双规就双规 放人就放人 这样的家伙 侯岳哪里敢惹呀 真要金正双规了侯岳的亲信 查出侯岳什么问题来 侯岳哪里受得了啊 那看来侯岳和金正是两怕 互相之间都有畏惧的地方呀 肯定侯岳也不是那么清廉 这才向金正妥协 意图借金正继位的权力 保护他 就在同一时间 在侯岳的办公室 门关上之后 侯岳笑着对金正说 老金哪 你最近对我有什么意见吗 我哪里敢对侯书记有意见啊 侯岳看了看金正 笑笑说道 我们当初不是都约好了吗 其中企业这一块的油水 你来拿 至于市政工程 则是由我来垄断吗 金正笑了笑 我现在才发现 市政工程部门的油水 比企业部分族啊 感觉有点吃亏了 侯岳看了金正一眼 心说 这家伙贪心不足 又企图染指公共工程部分 虽然心中不满 侯岳却还想维持一个和谐的局面 他跟郑文之间 也是有着势力范围划分的协议的 这才换得郑文对他的支持 侯岳就笑笑说 哎呀 无所谓了 如果你想插手市政工程 我可以让你分管市政工程的监管部分 这样不就解决了吗 金正满意了 刚才在会上 他也是感觉侯岳的儿子 一下子捞了那么多的油水 心中有些不平衡 这才向侯岳发难的 金正笑着说道 那我就听侯书记得了 你老金也是 我们相处得这么和谐 什么事情不能私下解决啊 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金正得到了自己想要的 于是便笑着说道 我知道 下次我会注意的 侯岳看着金正离开了自己的办公室 心中暗自松了一口气 自己主政齐州已经六年了 这六年之所以能够风雨不动的 坐在市委书记的宝座上 就是靠着与像金正这样 能够威胁自己地位的官员 相互勾结利益均沾 岁月在一天天的流逝 侯岳已经明白 自己的仕途 大概要终止于 齐州市委书记任上了 这对他来说 是一种悲哀 侯岳原本对自己的期望值很高 认为自己应该是出将入相的角色 即使不能做到宰相的位置 起码封疆大力 应该能够做到 可是现实击碎了他的梦想 六年岁月 蹉跎了他的最好时光 他的年龄也让他失去了再升迁的机会 尤其是三年前的那次 省级干部选拔 他榜上无名 让他极度不满 心中怀疑 是不是这次选拔 他没有跟有关的省级领导 沟通好 这才导致名落孙山 这时候 侯岳心中极度后悔 后悔不该自以为政绩卓著 就认为被推荐成为省级领导 是稳操胜券的事情 他当时也是有能力打通一些关节的 真理在电台 清官在戏台 当官靠后台的说法 其实不无道理 现在这个社会 是也不是 不是也是的状态 似乎是普遍存在 文凭空得多 职称蒙得多 明星媒体吵得多 老板自己疯得多 假作真来 真也假 侯岳感到在这种社会状况下 自己因为太正统 太老实 才会吃这种亏 其实是应该用找靠山 拉关系 走后门等手段 去争取名利与权位的 但后悔已经晚了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 干部队伍年轻化 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到了某一个年龄阶段 就会失去升迁更高 职务的资格 年龄已经成为官员 升迁考核中的一个 硬性指标 失去了这个机会 侯岳的年龄就成为 他继续升迁的障碍 除非发生某种意外事件 否则侯岳只能是 钟老于市委书记 这个位置上了 这次选拔失败 对侯岳来说 是一个思想的分水理 以前他认为 自己有德有才 能够胜任更高级别的职务 现在侯岳明白 自己是到了 为退休之后的日子 做打算的时候了 虽然现在坐着豪华轿车 住着宽敞的房子 享受着优越的医疗条件 每天都在参加奢侈的宴会 可是侯岳明白 这些都是虚的 这一切都是权力派生出来的 是与市委书记这个职务 密切相关的 一旦失去了市委书记这个职位 一切享受也将失去 权力的特点是 当你掌握它的时候 什么都可以由你来决定主宰 而当你失去的时候 什么就都不是你的了 由于制度规定 权力并不能让人终生受用 什么才是能够让人终生受用的呢 只有钱 而且必须是自己的钱 权力是虚的 有失去的一天 钱是实的 可以终生拥有 既然不能做大官 那就赚大钱呗 侯岳觉得 完全可以利用现在自己市委书记的权势 把原来是虚的变成实的 这应该是一件可以轻而易举就办到的事情 侯岳很清楚 一把手在地方上的微信和权势 想到这些 侯岳的心情有些沮丧 他任过县长 县委书记 齐州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 省农业厅厅厅长 从人民公社一路摸爬滚打 才熬到今天这个齐州市委书记的位置 这一切原本得来是多么的不容易 就是在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 省农业厅那段淡出权力忠心的时期 他也没有消沉 他还是认为自己可以建立更大的成绩 可是现在不同了 虽然仍有建功立业的渴望 他已经没有了建功立业的机会了 形势比人强啊 以前侯岳看不起金正那种 拿钱就办事的作风 现在他也想跟金正一样 为自己捞取大钱 从而为退休后的日子打好基础 侯岳开始更多的参与到一些工程项目之中 市委书记本来是地方各种利益关系 调配调整的主宰者 把一些利益调到自己的口袋里去 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 但侯岳毕竟有了几十年的仕途历练 并不像金正那样 只认钱不认人 有好处就开绿灯 谁给钱多就给谁办事 侯岳绝不是随便什么人的钱都接的 这一点他做的比金正要好 所以侯岳在齐州的口碑比金正也是好得多 但是齐州的干部群众对侯岳也不无诟弊 尤其是在常务副市长袁和的使用上 袁和升任常务副市长的时候 侯岳在齐州做了很多工作 而袁和这个人在干部中风平极差 在升职后人大对政府民主评议中 袁和的不称职票达到了近半数 这件事也让侯岳认识到 自己在齐州并不能完全一手折天 为了安全地捞钱 他想到了一个极好的办法 那就是和一些能够威胁他的干部 结成利益群体 利益军斩 让一些利益冲突变成内部矛盾 通过协调就能化解 现在侯岳觉得自己跟郑文 金正 袁和这些人 已经组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小圈子 他可以更加放心大胆地 赚取他的退休准备金了 但侯岳自以为坚不可摧的联盟 真的坚不可摧吗 危险往往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形下发生的 第三百五十四集 早上 齐州大酒店 服务员小王照例在清理房间 到了七零六房间 小王敲了敲门 说道 您好 整理房间 房间里没有回音 小王又敲了一遍门 确信屋内没有反应后 认为房间的住客可能不在房间 就用钥匙打开了门 走进去想要看一看房间的状况 小王害然地发现 房间内一个人趴在了地板上 头部旁边有一滩已经变得发黑的血迹 他惊叫了一声 快来人呢 有人被杀了 转身就跑出了房间 齐州大酒店一查住客名单 发现住客是齐州市市长助理何磊 马上意识到事态严重 迅速报了警 齐州刑警大队的警员立马赶到现场 刑警发现 趴在地板上的人就是何磊 何磊后脑受到顿雾打击已经死亡 通过现场调查 发现何磊的手机和钱包丢失 初步怀疑是何磊在房间遭遇抢劫被杀的 由于何磊是在酒店内被抢劫 刑警按照侦查程序对齐州大酒店内的住客进行了排查 发现初始当天的住客中 有齐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主任徐变 徐变已经于今天凌晨退房 何磊遇害前协助副市长分管并联系 承建公安消防等工作 正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徐变的顶头上司 齐州大酒店的服务员反映 出事的当晚 徐变曾经进过何磊的房间 刑警们赶紧联系徐变 想要落实出事当晚 他到何磊房间究竟是去干什么 结果却意外发现徐变失踪了 家里和单位都不清楚徐变的去向 事情变得蹊跷起来 由于何磊的身份特殊 东海省公安厅全面借助了此案件的侦查 同时由于徐变是目击者 看到死者生前见过的最后一个人 而徐变又蹊跷地失踪 公安机关便开始大范围地搜寻徐变的行踪 这其中就包括出入境情况 这一核查不得了 发现徐变在今年前后 共出入拱北海关达60多次 有时是当天出当天回 有时则是一连待三到五天 鉴于从拱北海关出关的目的地是澳门 而去澳门的目的80%是去赌博 公安部门判定 徐变从这里频繁出境 很大一部分可能就是去赌博 徐变是齐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 手头掌管着齐州市民几个亿的住房公积金 徐变的收入并不能支持他这么频繁地去赌博 他所使用的赌博资金 很可能是齐州的住房公积金 公安部门赶紧对跟住房公积金有来往的银行进行了排查 经过调查发现 徐变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单位存款做质押 担保 从银行贷款八百余万元 这八百多万都流向了临近澳门的几个城市 这就牵涉到了职务犯罪 公安部门一方面继续侦查何磊的命案 一方面把徐变涉嫌职务犯罪的部分 移交给了齐州市检察院 徐变一连五天都没有出现 齐州市检察院发现事态严重 检察长果敢地决定立案 并将相关情况向省检察院和齐州市委做了汇报 省检察院只是严查 侯岳并没有意识到 这件事会有一天牵涉到他 他跟徐变之间并没有什么直接的来往 因此他要求对徐变要一查到底 彻底查明他的犯罪事实 有了省检察院和市委书记的支持 齐州市检察院搜查了徐变的家和单位的办公室 然后侦查人员利用从徐变住处搜出的资料作为线索 到各相关银行进行查账 发现徐变用公积金进行大量质押贷款后 资金去向不明 在强大的压力下 多次帮助徐变办理用公积金质押贷款手续的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会计李勤投案自首了 通过审讯与外围调查紧密配合 徐变的涉案金额再一步步扩大 共查出徐变前后挪用公积金金额达到了六千余万元 市检察院的领导不约而同地认识到案件的严重性 立即通知各县市区检察院对涉及徐变的贷款资料全部予以收集 迅速冻结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全部银行账户防止经济损失扩大 马上向省检察院领导汇报 省检察院副检察长率领省检察院反贪局大药案指挥中心的两名负责同志到齐州指导办案 直到此时侯岳也还没有意识到危险 他亲自主持会议 与省专案协调组的同志再次听取案情汇报 决定成立专案领导小组 由市委副书记 市长任组长 市纪委书记 市检察院检察长等任副组长 并从纪检 监察 检察 公安 审计 武警等部门 抽掉了近百名精干的办案力量 成立专案组 下设综合 审讯 谈话 查账 追赃等小组 一场全方位的侦破展开了 第355集 案件的突破在徐变的被抓 虽然齐州市检察院找徐变已经找翻了天 徐变却并不知道这些 他在珠海一栋豪华别墅中 跟情人正过得甜蜜着 齐州检察院的工作人员 通过外围渠道找到了这个别墅 一举将徐变抓获 在证据面前 徐变很快就崩溃了 他交代了挪用巨额公积金的犯罪事实 徐变卖出挪用公款的第一步 是为了帮朋友的忙 当时 为了帮朋友的公司筹集流动资金 掌握着住房公积金的徐变 想出了借机生蛋的办法 用公积金担保 从银行获取贷款 徐变将200万元公积金存在银行 然后以该存款作为担保 以朋友公司的名义 从该银行获取第一笔50万元的担保贷款 事后 徐变的朋友连本带息归还了这笔贷款 初始挪用公款无人发现 刺激了徐变的贪欲 他发现 自己原来掌握着巨大的财富 如果不用 实在是太可惜了 不过 那时的徐变还是很谨慎的 他知道公积金是公款 动了是要承担责任的 徐变的朋友 为了感谢徐变帮助筹集流动资金 特别邀请了徐变去澳门赌博 作为答谢 当时徐变还是第一次去澳门赌博 而且他的运气很不错 用朋友给他的本钱 一下子就赢到了一百多万 这令他心花怒放 原来钱是可以来得这么容易啊 赌场因此对徐变充满了巨大的诱惑 仿佛那里的钱是随便可以拿到手的 但是接下来的第二次 他不但把上次赢的钱输了个金光 而且还赔了两百多万 输红了眼的徐变 已经没有了当初的谨慎 为了偿还赌博欠下的赌债 他再次想到了用公积金质押贷款 他用公积金一再贷款 银行的贷款又源源不断地 变成了徐变的赌资 先贪后赌 此时的徐变要回头已经很难了 在输了想颁本 赢了还想博赢的心理支配下 赌隐是越来越大 终于走向了一条不归路 徐变交代完自己的罪行后 自知罪恶深重 说道 我要是不被提拔当这个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主任 或者不当这个主任就好了 不当这个主任 我就没有这个权利 到银行贷款也贷不到 我真后悔呀 当初我为了当上这个主任 还给副市长袁和 送了三十万人民币呢 袁和的官场发迹经历 类似金正 他也是师范学校毕业 因为写的一首好文章 被选拔到了县委 就此一步步升迁 直到齐州市副市长 徐变揭发了袁和受惠三十万 省检察院的人员 向省里做了汇报 袁和被省纪委叫去谈话 就此被双规 对袁和的查处全面展开了 同时出于对侯岳在袁和被提拔过程中的表现 东海省检察院并不信任侯岳 因此在袁和被双规以后 东海省人民检察院对袁和的案件也展开了出查 出查中 东海省检察院发现 袁和很有魄力 胆子很大 对于这一说法的诠释是 坊间除了称其敢作敢为 另有一个说法就是敢作敢拿 熟知当地官场的人说 袁和敢拿有一个优点 就是既拿也办事 因为袁和分管着城建和公安 司法消防 按知情人士的说法 在当地他是个实权派人物 有人说他胆子好的到处批条子 迟早会出事 初不合适 袁和批出的条子涉及的 住房公积金数额在六千万元左右 袁和通过给建筑商批条子 挪用大量的住房公积金 以解决建筑商们的资金短缺问题 从中收取好处费 主管消防的袁和 还曾经为个体老板向分管消防的部门打招呼 让这名小老板顺利承包相关的工程 纪检委和检察院的办案人员 就此研究好了缜密的侦查方案 仅对袁和的个人情话 就细化成了六个部分 五十八个问题 内查外调的工作 有条不紊的逐步深入 袁和大量收受贿赂的事实 也逐步显现出来 在大量的证据面前 袁和开始感到了恐慌 除了交代了挪用住房公积金 给人搞房地产开发 收受贿赂 包养情妇外 还交代了利用儿子结婚 搬家过生日 过年过节 大肆收受红包礼金等严重问题 袁和仅利用他儿子的婚礼 就收受礼金达八十七万元之巨 袁和交代完自己的罪行后 纵结说道 自从担任副市长以后 基本上没有再认真学习政治理论了 多年来没有学过党章和党的基本知识 交党费也是秘书代劳 因此头脑是昏昏沉沉的 入党为什么呀 当官干什么 掌权为了谁 也弄不清楚了 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忘得是一干二净 共产主义的理想 信念 在脑海里也没有了位置 经过全面核实 袁和利用职务便利 在工作安排 工程承拦 解决政策优惠 减免费用等方面 为他人谋取利益 先后收受多人所送财物上百次 折合人民币 共计一千多万元 挪用公款两千三百万 贪污公款十八万多呀 第三百五十六集 袁和交代说 之所以不择手段 大肆敛财 是为了博德身边多个情人的欢喜 他包养了九个情人 事实也确实如此 案发后 侦察机关 从袁和情人处 扣押赃款赃物 共计折合人民币 一千余万 在听完袁和交代 自己的犯罪事实后 省检察院的一名工作人员 感叹说 你呀 可真是一条贪污腐败的大鱼呀 袁和苦笑了一下 心有不甘地说 其实啊 在齐州要数探官 我算最小的 也就排在十几位 齐州最大的探官 是侯岳 当初我送了他一百万 他才提拔我做副市长的 一个比较滑稽的场面出现了 全国散文协会的年会 在齐州召开 侯岳作为一个散文协会的会员 以市委书记的身份 道会祝贺 在会上 侯岳深情地朗诵了自己的散文 茶香 念叨那句 做人应该多一份淡泊宁静 少一份乖利张狂 为官应多一点奉献 少一点索取 这或许是茶给我的人生启迪吧 这时候 他的手机响了 东海省纪委找他去谈话 到了省纪委 侯岳虽然面如死灰 却不像袁河那么容易被吓住 他自认为对一些犯罪行迹掩盖得很好 在纪委拒不交代问题 但是经验丰富的侦查工作人员 岂是那么好蒙骗的 省检察院传唤了 平日跟侯岳来往密切的 建筑公司老板颜阳 种种迹象表明 他可能是主要的行贿人 但是颜阳拒不承认 向侯岳行国会 通过对颜阳建筑公司 几年基建帐中 主要会计科目 进行认真仔细的梳理 检察官发现 颜阳为了隐瞒成建工程利润 有意识地将几个工程的会计核算 交叉作帐 搅在一起 原来颜阳在成建基建工程师 所获取的利润 本应该转移到利润科目 但是他将大量的工程款 直接截转到一个特赦的 应付工程款科目 该应付工程款科目 实质上成为颜阳的利润截转科目 并且从中向外地银行账户 划去了千余万元资金 侦察人员随即对颜阳发起了灵力的攻势 在大量证据面前 颜阳交代了他曾在某银行 为侯岳贷存过一笔几十万元的线索 抓住这一线索 通过技术分析 查账组的同志找到了颜阳所说的那家银行 又从一大落银行存储单据中 找出了一张颜阳的五十万元银行存款单 终于挖出了侯岳的犯罪证据 接着侦察员又从此户名的银行存单中发现 此户名原为侯岳的一个近亲 通过这个近亲的户名 及人民银行中心结算系统 侦察员获取了该用户名往来外地的银行汇款交割记录 获取了侯岳保存在外地的巨额银行存款和信用卡 至此完全突破了侯岳受惠一案 一个有谎言编造的金玉旗外的公仆神话 也如阳光下的冰雪一般消融化解了 一场齐州官场的大地震开始了 随即被双规的是市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金正 虽然刚刚他在纪委工作会议上说 侯岳出事是迟早的事 他台上讲一套 台下做一套 表里不一 阳风阴危 群众反应很大 我曾经在侯岳办公室给他提意见说 侯岳同志要容得不同意见 要清正连结 但他听不进去 中央纪委关于领导干部下了这么多连结从政问题的文件 还是没能防止侯岳这样的领导干部犯错误 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紧接着齐州市长郑文 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相继被双规 齐州官场顿时是一片血雨腥风 人人面色沉重 不知道这一场反腐风暴会不会刮到自己身上 在随后齐州市委召开的全市领导干部会议上 东海省委组织部李副部长通报了省委决定 免去侯岳的齐州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任命原方无市市委书记霍毅同志 担任齐州市委委员常委书记 李副部长在会议上讲到 总的来看 齐州市改革发展的思路是对头的 领导班子 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 绝大多数领导干部 是值得党和人民信赖的 全市干部群众 为建设齐州 发展齐州 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可做出的贡献是必须充分肯定的 霍毅同志到齐州市任职 是省委经过反复考虑认真研究后 做出的重要决定 省委认为 霍毅同志是齐州市委书记的合适人选 相信霍毅同志一定能够紧紧团结 市委 市人大 政府 政协 四大家领导班子成员 带领全市干部群众 维护稳定 奋力拼搏 开拓创新 把齐州发展改革稳定的形势 控制好 发展好 把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 推上新的台阶 霍毅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他说道 齐州的发展啊 耽误不得 也耽误不齐 我们一定要在党中央领导下 在省委的大政方针指引下 振奋精神 坚定信心 团结一致 使齐州在科学发展的轨道上 继续又快又好的前进 我将真诚地对待齐州的每一位群众 真诚地对待齐州的每一位干部 真诚地对待来齐州创业发展的 每一位朋友 我将恪受职责 努力学习 向同志们学习 向实践学习 向人民群众学习 尽快地掌握情况 把握地方工作规律 适应新的岗位 将务实做事 诚信为人 接受监督 慎用权力 勤政廉政 一心一意 促进其中的经济发展 老百姓的生活将会更加富裕 社会也会更加和谐安定 第三百五十七集 李副部长和霍毅都没有提侯岳的贪污受贿犯罪 似乎侯岳的犯罪对于今天是可以忽略的 虽然是侯岳的犯罪 才导致了今天这场权力的交接 坐在主席台上的薛斌 看着在激情演讲的霍毅 心中却有一种恍惚的感觉 曾几何时 两人还在党校一起喝茶 今天自己这个当年的老师 居然给自己做起顶头上司来了 送走了李副部长 霍毅把薛斌叫到了办公室 一进门霍毅就迎了上来 笑着跟薛斌握手 略有激动地说 薛斌啊 想不到我们会在这里重逢啊 薛斌紧紧地握住霍毅的手 笑着说道 老师 我早就知道 你会有这一天的 霍毅把薛斌让到沙发上 两人一起坐下来 霍毅说 我这次啊 是紧急被省委调到齐州来 是来稳定局势的 没想到 齐州这个地方 在侯岳的主政下 会腐败到这种地步 真是让人痛心啊 薛斌点了点头 一巴授的权力不受控制 什么事都是一个人说了算 那些想干坏事的人 能不去买通你吗 他买通不了你 就买通你的儿子 女儿 侯岳这些人呢 要是不出问题 他就是圣人了 霍毅说道 嗯 确实也是 侯岳跟金正正文这些人 之间达成了分赃协议 我们党制约权力的机器 也就失效了 让这些人为所欲为 薛斌啊 我们都要以此为戒啊 是的 老师 我会引起充分重视的 好 现在齐州政坛啊 需要的是稳定 我呢 刚到齐州 很多情况 还不是太熟悉 你要多帮帮我呀 薛斌看霍毅露出了 要有所倚重的口气 心中暗息 看来 福祸相依这个说法 还真是有道理 当初自己来齐州 易东方和廖杰还担心过自己 没想到侯岳这么快就倒台了 齐州政坛这一下 空出了很多位置 难说自己不会借此机会 上一步台阶呀 薛斌笑了笑 老师 你放心 我会尽全力协助好你的 嗯 希望我们师生同心同德 共同努力把齐州 带上一个新的高度 晚上 薛斌去了易东方家里 易东方笑着说 跟霍毅谈过话啦 薛斌点了点头 没想到 会是霍毅来做 齐州市委书记 是啊 管向东同志 很赏识霍毅 是他提名的 我觉得呢 霍毅在方无事的工作 也是做得很不错的 就赞同了 关向东同志的意见 他不是你在党校的老师吗 我觉得呀 他去了齐州 对你是有利的 对 他是我在党校 学员班的老师 今天跟我谈话的时候 露出了借重的意思 不知道 我是不是有机会 能够上一步啊 怎么 动心 想做齐州市长啦 我是想做点实际的工作 嗯 那你跟霍毅好好相处吧 省委到时候 一定会征求霍毅 对市长人选的意见的 如果你能让他主动推荐你 来做这个市长 那是最好不过的 我明白 我会努力争取的 易东方看了薛斌一眼 说道不要说的这么轻易嘛 你真要想争取这个位置 还是要对霍毅 下一番功夫才行啊 对霍老师 我还是有把握的 在党校的时候 我们相处很好的 哎 你呀 也别太自以为是啦 薛斌笑了 他心中对霍毅充满了信心 自己跟霍毅的关系 易东方是不太了解的 所以才一再提醒他 如果易东方知道 当初自己是怎么鼓励 霍毅从政的 大概他就不会有 这样的疑问了 回到家里 牟利接过他的公文包 轻声说道 西海县的郭宇来了 薛斌愣了一下 平常这个时间 还不到郭宇上来的时候啊 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专门来找自己呀 这两年多 郭宇一直没跟薛斌 断联系 一般西海县的海鲜 到了捕捞季节 郭宇就会自己送上门来 送上一些石令海鲜 薛斌对郭宇 这种不忘旧情的做法 心中十分感激 也为自己不能回报 郭宇什么 而常常有些不好意思 哎呀 老郭呀 你来了也不打个电话 薛斌急步走进客厅 笑着对郭宇说 郭宇本来坐在沙发上喝茶 见薛斌走了进来 站了起来 笑着说道 薛书记跟我还用得着这么客气吗 薛斌笑着跟郭宇握手 说道 什么时间到齐州大 吃饭了吗 我已经在外面吃了 两人坐了下来 薛斌说道 你这个老郭呀 来齐州还自己在外面吃 这次上来 有什么事情吗 郭宇并没有直接回答薛斌的话 他看着薛斌问道 我听说这次齐州市市长 被双规了 这你也知道了 齐州这次官场地震 闹得很大呀 可以说 东海省的官员 都在关注着这件事 薛书记这一次 有没有想进一步的打算啊 薛斌一下子被说中了心思 他看了郭宇一眼 觉得两人相交这么多年 倒也算得上是肝胆相照了 就笑着说 老郭呀 说我不想这个位置呢 那是假话 这两年呀 由于种种原因 我呢 一直比较闲散 早就有想法干点实际工作了 不过呢 这个不是我想做就能做到的 要看组织上的安排 第三百五十八级 郭宇这两年 一直在关注着薛斌的仕途 这是他的一笔投资啊 他很看好薛斌的仕途 薛斌刚进入农业厅的时候 郭宇知道 当时易东方失势 薛斌暂时没有机会生前 后来听到易东方 东山再起的消息 郭宇的心中很高兴 认为自己投资对了方向 薛斌估计 很快就会再度腾飞 可是让他失望的是 在易东方升任省长的第一年 薛斌并没有动得迹象 他并不了解易东方刚刚翻盘 不想落人口师 所以并没有急于提拔薛斌 后来薛斌虽然动了地方 却只是到了齐州市委 做了副书记 虽然位子比在农业厅要重要了 可是基本上算是平级调动 这可是不太符合郭宇的期望啊 郭宇认为 之所以薛斌这两年 老是在原地打转 是薛斌对于易东方过于依赖和相信了 现在已经不是坐等上级提拔的时代了 现在官员这么多 哪个该提拔 哪个不该提拔 按照道理 该提拔的很多 可是为什么提拔不起来呢 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这个官员没去运作 老话都说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有些时候 你要多在上级面前要求要求 上级才会考虑你 当然这个要求不是简单去说说而已 是要伴随着一些必要的润滑剂的 郭宇认为 薛斌之所以有易东方这种关系 还在试图停滞步前 只能使薛斌没做一些必要的工作 这一次齐州官场刮起了反腐风暴 一大群官员落马 是为书记市长一起沦陷 郭宇认为薛斌的机会来了 不过他也没耐心再等薛斌自己运作 以薛斌的性格来说是比较死板的 说不定又会在那儿等靠上级主动提拔他 这显然是不行的 官场上的位置是有限的 这个位置你不去抢 别人就会去抢 尤其是到了一定级别的位置 更是稀缺物资 能空出来一个已经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放过这一次 可能你终生都难再遇到这样的机会了 因此郭宇决定亲自跑一趟省城 跟薛斌一起运作齐州市长这个位置 他相信 以自己的灵活加上薛斌现有的资源 一定会有个眉目出来 郭宇盯着薛斌的眼睛说道 薛书记啊 你问我来有什么事情 实话实说吧 我这次是专程为你而来的 薛斌的心里马上就想到 郭宇大概是为了市长这个职务而来 他心里也明白 郭宇这些年来一直对自己很好 不是因为两人脾气相投 而是郭宇看好自己的未来呀 这算是一种烧冷灶的行为 是郭宇的一笔政治投资 薛斌也没装糊涂 笑着说道 你是为了让我争取 齐州市长这个位置而来的吧 郭宇点了点头 确实是 今天啊 我想跟你打开天窗说两话 把我的想法跟你彻底谈一谈 有些话呢 可能你不愿意听 但这都是真话 实话 我觉得 说给你听 对你是有好处的 薛斌内心里 其实也期盼有人能够给他彻底的分析一下 眼前的局势 就笑了笑说道 好啊 你说吧 我洗耳光听 就你的人品和政绩来看 你应该可以得到齐州市长这个位置 而且现任的省长易东方 齐州市委书记霍毅 都曾经做过你的老师啊 这对你也是十分有利的 可是你要是认为市长这个位置 你稳操胜券 那你就犯了一个大错误 薛斌愣了一下 他心中是以为自己有这两方面的优越条件 一般情况下 是应该得到市长这个位置的 可是郭宇说自己这样认为就犯了大错 这让他内心惊诧不已 他严肃地盯着郭宇的眼睛看了几秒 然后笑了 说说 为什么我就犯了大错了 你大概也知道 有能力有资格接任齐州市长的大有人在吧 是啊 这个确实是 有能力有资格竞争这个位置的人 我自己都知道好几个呢 那你心中 有没有认真考虑过 这些人选当中 有没有人比你的条件更优越呢 或者说 跟你实力相当呢 薛冰的心中估算了一下 这一算 他心中没有了把握 确实是有人跟他实力相当 甚至是胜过他的 而且还不止一个人 郭宇接着说道 就我知道的 就不止一个人 比方说 房屋市市委副书记 叶伟洪吧 虽然叶伟洪的叔叔已经退休了 可是叶向分管东海省组织工作多年 弟子满天下呀 这方面实力虽然略逊 一东方一筹 可也不是太弱 而霍毅那面呢 叶伟洪和你 都是他的弟子啊 薛冰笑了 虽然他觉得叶伟洪也是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 可是他对霍毅还是有把握的 他认为 霍毅在他跟叶伟洪之间 一定会选择他的 薛冰摇了摇头 老郭呀 你不知道 在党校的时候 霍毅跟我关系相当的好 十分的赏识我 在这一点上 叶伟洪是没法跟我比的 郭宇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 你那些呀 可都是历史了 如果你还用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 我估计这一次 你大概会败北的 薛冰也摇了摇头 你呀 这就有点主观异断了 跟霍毅的关系 我还是蛮有把握的 你是不了解呀 你如果知道 我们当初是如何相处的 我当初啊 是如何鼓励霍毅走出党校的 估计你就不会这么认为了 哎 我不是主观异断 我是有客观依据的 据我了解啊 霍毅跟叶伟洪之间的关系 有了新的发展 叶伟洪在方无事 对霍毅采取了紧跟的策略 他在方无事 就已经跟霍毅建立起了亲密的同盟关系 他现在是霍毅的亲戚 你除了在党校那些日子 跟霍毅有些来往 这些年 你还跟霍毅打过交道吗 第三百五十九集 一语惊醒梦中人呢 薛毅一下子没有了刚才的自信 郭宇说的确实在点子上 自从党校分开后 薛毅还真跟霍毅没什么往来 除了年节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外 两人因为工作山南海北 倒是聚少离多 此时想来 薛毅对霍毅竟然有了一些陌生感 这时候再让薛毅把希望寄托在那有些历史的师生之情上 连他自己都没有了信心 薛毅坐直了身子 看着郭宇说道 老郭 你这么一说 倒是提醒了我 看来我有些盲目乐观了 是啊 你是身在局中 当局者迷吗 哎 老郭呀 你这么大老远的跑来 想来一定是帮我想好了万全之策了 我只能是帮你参谋一下 其实啊 我分析了你的试图经历 发现你存在两方面的问题 一个是 你过于相信或者是依赖某个领导了 对于升迁呢 你没有主观能动性 另一方面 你过于固守某些原则 没有对上级做一些必要的运作 薛毅没想到郭宇会分析的这么透彻 他有一种被看透的感觉 就尴尬地笑了笑 我明白你运作的意思 可是 这总是很尴尬的 你总不能叫我提了一大笔钱 去找易东方或者霍毅吧 那见了他们怎么说呀 说这是多少多少钱 你给我安排个市长做做 我知道有些人在做这个交易 但我跟易东方和霍毅之间 基本上算是君子之交了 做这些很尴尬的 哎 你这个君子之交啊 这个想法会害了你的 你想想 你跟易东方霍毅是君子之交 那别人跟他们也是君子之交吗 薛毅摇了摇头 你把霍毅和易东方想得太偏了 他们不是这种人 哎 是我把他们想得太偏呢 还是你把他们想得太好啊 易东方能够东山再起 霍毅这几年就像做了火箭一样 剩前 难道这仅仅是因为 他们为百姓做出什么政绩来了吗 这个 薛毅有些语色 以这些年来他对政坛的观察 你让他说易东方和霍毅 都没做过什么越轨的事情 怕是说了他自己都不信 郭宇又说道 所以嘛 对这些你心里也跟明镜似的 有时候啊 你既然要在这个圈子里混 你就要遵守这个圈子里的潜规则 你也许有一些自己的原则 主张之类的 前提是你要做到一定层次之后 才能推行自己的主张和原则不是 上了一个台阶后 你能够大有作为的天地 不是更大一些了吗 薛毅的心动了 政治并没有什么黑白 有些时候 就是需要跟一些潜规则什么的妥协 他笑了笑说道 那你说我要怎么办呢 送钱呢 太过于俗气了 你要投其所好 你先通过霍毅这一关再说 我听说呀 这个货毅好茶 喜欢跟茶有关的东西 我呢 给你带来了一件东西 相信送给他 他一定会喜欢的 说着 郭宇从带来的物品中找出了一个小方盒子 放到了薛冰的面前 薛冰看了郭宇一眼 问道 这 这是什么呀 这个呀 叫大冰壶 薛冰打开盒子 箭里面放着一只紫砂壶 紫砂壶的形状 十分类似和尚戴的帽子 棱角分明 静雅别致 颇有几分古意 薛冰小心地拿出来看了看 见湖底有款 上面写着 生连居大冰五个字 薛冰并不懂得大冰是什么人 不过 看得出这湖是个古董 就笑着说 花了不少钱吧 哎 你别管多少钱 你放心 如果霍毅董行 这个他绝对会喜欢的 哎 对了 这个大冰是什么人啊 你给我讲讲 不然的话 拿到霍毅面前 我还不知道该怎么说呢 我也不是太清楚 只是知道 这个大冰全名叫做石大冰 是明末清初的一个制作紫砂壶的名甲 在玩紫砂壶的圈子里 很有名气的 那这个能保证是真的吗 也不能确保 不过 森茂壶有些藏家的书中有记载 笛款和形状都相符 我问过一个行家 就算不是石大冰的 这也是跟石大冰相近年代制作的 最差也是石大冰的弟子做的 所以你就放心吧 不是太离谱的 薛斌还是有些犹豫 这个肯定价值不菲 这么做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哎呀 你就别犹豫了 所谓鸡不可施 施不再来呀 这是个雅物 喜欢的人会十分的珍惜的 不喜欢的人可能弃之弱彼 用在这个时候再合适不过了 那你让我考虑一下 郭宇看了一下薛斌 知道他一时还难以下定决心 就说道 好吧 我希望你别迟疑太长时间了 郭宇见薛斌迟疑 他还有西海的工作要做 就连夜赶回去了 至于那把大冰壶 郭宇放在了薛斌的茶几上 没有带走 薛斌也没有提醒他 郭宇走后的一个周里 薛斌翻来覆去 考虑是不是找获益的问题 郭宇说的也是事实 这两年每逢有大的人事调整 多少人都像疯了一样上下活动 自己在西海县的时候 也遇到了很多送礼 上级地条子等等跑官的情况 虽然自己尽量应付了过去 可是也不得不承认 跑官已经成为了 现在社会的一种不良的风气了 第三百六十级 薛斌心里也不得不承认 其实就算他做县委书记 所提拔的也是那些 围着自己转的干部 虽然他也考虑过 称不称职的问题 可是在同等条件下 他优先考虑的 还是跟自己亲密的人 领导也是人 不是神 所以也就没有了神的公正 他当然喜欢用起来顺手的人 而且就算是中国的神 用人也不无裙带关系 玉帝一家都是神 中国的神都是有血统的 另一方面 从政绩考虑 薛斌这两年确实是乏善可撑 虽然他这两年所分管的部门 还是搞得不错的 每年都考核受奖 可是薛斌也清楚 这些考核是怎么一回事 那都是些形式大于内容的东西 在这关键时刻 是提不起来的 并且现在通行的情况是 有了成绩 都是单位一把手的 就算一把手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 而出了错误 倒反过来要追查分管的复制 这虽然不是什么制度规定 可是已经成了官场的一种惯例 所以薛斌明白 自己并没有什么傲人的政绩 可以支持他竞争齐州这个市长职务 原本他有些把握的 只是跟霍毅和易东方的关系 而这层关系也在郭宇的分析下 几乎没有什么可以依仗的地方 想明白了这些 薛斌忽然感觉自己很滑稽 原本自命清高的 想要坚持什么原则 其实内心里他想要依靠的 也是他只能依靠的 却是只有人际关系 他比侯岳金正之流 又高明了多少呢 可是薛斌又不想放过眼前这个大好机会 他在副厅的级别上已经打转了三年了 好不容易眼前有这一个转正的机会 放过去实在是太可惜 这次算是天师地利 人和其辈 只要自己稍加以努力 就能成功 如果被别人争取了这个位置 自己的仕途又要延迟很长一段时间了 特别是想到 叶伟红有可能取得这个位置 自己又会成为他的下属 这让薛斌 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 正直嘛 就是需要当仁不让 天与不取 反授其就 实质不赢 反授其类 据说 某位战功赫赫的将军 出于情义 曾经几次将领导的位置让与他人 结果 最后建国的时候 授贤的时候 因为那位领导的资历比他高 他没有得到最高的军衔 据说 这位将军为此十分的郁闷 这成了他一辈子的遗憾 因此 在授贤的时候 竟然没有给授贤 给他的领导进军里 因为他明白 已经进入了和平建设年代 再也没有大战可打 也就再也没有机会 升至最高军衔了 薛斌想明白了这些 就打了电话给霍毅 说得到一点好茶 想要跟霍毅共享 霍毅在电话里笑了笑 说道 那晚上你过来吧 晚上 薛斌带着茶和大冰湖 去了齐州大酒店 霍毅因为刚到齐州不久 家呢暂时还没有搬过来 还住在齐州大酒店 坐着电梯 到了霍毅住的七楼 走出电梯 薛斌忽然有些气短 虽然他也曾为了一些项目 向一些人送过礼 可是为了自己升迁来送礼 还是第一次 而且虽然 虽然郭毅没说这大冰湖的价值 可是郭毅既然送来 让他拿去跑官 肯定是价值不菲的物件 这让薛斌心中越发的忐忑 霍毅如果坚持不收 那自己到时候该怎么收场呢 虽然从电梯口到霍毅的房间 只有几十步的距离 薛斌还是磨蹭了好一会儿 才走了过去 他抬手敲门的时候 忽然觉得自己十分的好笑 这有点既想当婊子 又想立牌坊的味道 霍毅给他开了门 笑着说道 薛斌啊 快进来 薛斌被让到了沙发上 霍毅笑着问道 你给我带来什么好茶了 品茶嘛 是薛斌为了送壶而找的影子 因此他并没有专门搜集什么好茶 只是到附近的茶叶店 买了几两极品龙井 见霍毅问起来 薛斌笑着说 朋友给了我一点龙井茶 知道老师你喜欢喝茶 我可不敢独享 就拿了过来 霍毅这两年 什么样的好茶都享受过 听说是龙井 心中便有些不以为然 可是薛斌 一来是他的学生和下属 二来 当初两人还有那么一段情谊 也就做出一副客气的样子 说道 好啊 赶紧拿出来 我让服务员来泡 薛斌一直偷着观察 霍毅的表情 简说是龙井茶 霍毅并没有露出惊喜的表情 心说这霍毅真是变化很大呀 当初鲍国寺一点无名的茶叶 都能让他兴奋半天 垂涎欲滴 现在对极品龙井都没什么感觉了 这人哪 还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 地位变了 人也就随之变了 薛斌拿出了茶叶盒子 然后说道 这好茶呀 也得好的茶具来泡 我特别带了一个紫砂壶来 专门泡这个龙井呢 霍毅笑了 哼 薛斌啊 你这家伙啊 总是不懂装懂 龙井茶 怎么能用紫砂壶来冲泡呢 应该 霍毅说到这里 话忽然止住了 因为他看到了薛斌拿出的那把紫砂壶 这把壶是那么的别致 一下子吸引住了霍毅的目光 薛斌看着霍毅的神情 知道这一宝压对了 霍毅果然是石祸之人 他一眼就看出了这大冰壶的不凡 薛斌问道 老师 你说应该用什么泡呢 霍毅没有回答薛斌的话 伸手去拿那把壶 你把壶给我看看 第三百六十一集 薛斌把壶递给了霍毅 霍毅拿起来仔细端粮 嘴里念叨着 口颜上翘 嗯 前低后高 这压嘴行流 壶盖卧于口颜内 树井 古腹 犬足 屈饼 哎呀 这是典型的僧帽壶啊 薛斌在一旁看着霍毅 笑着问道 老师 你认识这是什么东西吗 霍毅点了点头 这个呀 是僧帽壶 据说呢 创烧于元代 你没看着 壶的风格 就像是一个和尚 戴着的帽子嘛 薛斌笑了笑 是有点像 我当初啊 只是认为这壶有点怪异 不像我们平常用的那种紫砂壶的形式 倒是没有想到像和尚帽子 还是老师见多识广啊 霍毅说 这个呀 是元代创烧的 防的是元代景德镇的瓷器 有很强的少数民族风格 这也是紫砂壶中的一种有名的气形啊 霍毅说着 一边打开了壶盖 看了看里面 然后又翻看壶底 看到了生连鞠大兵的字样 脸上更是有了喜色 转头问薛斌 这壶你是怎么得来的 薛斌自然不能说是郭宇送来的 他装作很随意地说道 这是我从一个很要好的同学那里拿来的 他祖父喜好紫砂壶 去世前呢 把收藏的紫砂壶都留给了他这个孙子 我去他那里玩 见这把壶别致 把玩了一会儿 我那同学就说了 你喜欢就拿走呗 就送给了我 霍毅摇了摇头 哎呀 这些不孝子孙呢 当初这可都是他的前辈们 费尽心血收集来的 薛斌看着霍毅的神情 笑着问道 老师 你这么说 是不是这壶有点说法呀 霍毅又来了好为人师的劲头 点了点头说 当然有说法了 哎 你看到这壶底的字了吗 薛斌装糊涂 笑着说道 升连居大逼 这五个字 我看了半天也没弄明白 是什么意思呀 霍毅说 这个呀 是古时智湖匠人的签名 升连居可能是作者住的地方 大宾呢 就是石大宾 石大宾是明末清初的一个智湖名家 石大宾制的湖 号称是石湖 是名造一石的好湖啊 明末四公子之一 以兴陈慧珍 秋元杂佩仔 石湖名甚远 即辖绝欲游知之 即致始于贡春 湖是那古朴风雅 明具中得优也之趣者 后则如陈湖 徐湖 皆不能仿佛大兵万一 薛斌笑着说道 这不会是古董吧 霍毅看着薛斌问道 哎 你同学祖上是做什么呢 我那同学祖上啊 据说点过旱泥 家里有些老物件 不过呢 他们家都不当回事 也毁了不少 哎 就是王谢唐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呀 这也算流传有序了 看来 这壶啊 有可能是真的古董 不过呢 也不肯定 这十大兵有两个弟子 他们做的壶 也落十大兵的名字 薛斌听完后笑了笑说道 看来是不是还很难说呀 行了 别管他了 咱们先喝茶吧 霍毅把壶放好 让服务员进来泡茶 特别嘱咐要用玻璃杯 然后对薛斌说 这泡龙井茶呢 要用玻璃杯 一来龙井茶不能酒泡 泡酒了苦未重 就喝不出龙井的清香了 二来呢 用玻璃杯泡 可以看到龙井茶 碧绿的芽叶 赏心悦目啊 老师 你不愧是茶道中人啊 我这样的 一点也不懂 两人开始谈论起 齐州的政局来 薛斌说 这齐州啊 幸好有老师来坐镇 你雷厉风行的一整顿 局面一下子就稳定了下来 霍毅有些谦虚的说 其实啊 我也没做什么 齐州呢 大部分的干部 还都是好同志 局面能够稳定下来 也有你们这些同志的功劳啊 没有你们的协助 我一样是无所作为 老师 你真是客气了 这也是你的工作能力强的表现啊 在党校的时候 我就知道 你胸襟不凡 相信你踏足政界 一定能大有作为的 事实也是 正如我当初的看法 这两年 老师确实做了不少 不同凡响的政绩啊 霍毅被薛冰吹捧得 有些飘飘然了 笑着说道 这些年啊 我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其实薛冰你也不错呀 工作也很有成绩嘛 我哪里不错了 副厅级已经做了这么多年 还没有进步的苗头 哪里赶得上老师 一去方无事 就是市长啊 霍毅哈哈大笑 那是向东书记赏识我 我遇到了好的伯乐 对啊 人真是需要机遇的 我觉得能够遇到一个赏识自己的人 真是一个人的幸运 霍毅看了薛冰一眼 我确实很感激向东书记给我这个机会 所以呢 也努力工作 力求不辜负向东书记对我的期望 老师 你的工作作风一向都是很勤奋严谨的 这一点我是要向你学习的 这次啊 我们市班子里这么多人出事 哎 真是让人痛心啊 霍毅听完后摇了摇头 哎 这些啊 都是要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 薛冰看着霍毅 看似轻描淡写地说道 这次不知道省里面下一步会怎么安排其中的班子呀 霍毅带着笑意 看了一眼薛冰 半天才说道 这省里面呢 会综合考虑的 这是省委的权限 不过呢 市里面也有一些推荐建议的权限 我会为了市里的同志 尽力争取的 第362集 薛冰说道 希望省里会尽快把我们齐州定下来 我们也好在老师的带领下 大力发展齐州的经济嘛 我也是这么想的 到时候啊 希望你们多配合我的工作 老师 你就放心吧 我是您的学生 一定会听从您的指挥的 哎呀 时间有点晚了 就不打搅您休息了 薛冰站起来要告辞 霍毅也没有留他的意思 只是指了指 茶几上的茶壶 笑着说道 这是个好东西啊 你带回去吧 哎 这个呀 也就可能是老师您觉得还不错 在我看来呀 就是一把茶壶而已 货送十家嘛 既然老师喜欢 就留下来玩玩吧 反正我也是朋友送给我的 这个不好吧 霍毅却没有拿起东西还给薛冰的意思 我们师生下来跟朋友一样 朋友能送给我 我送给老师 也就没什么不可以啊 那 那就谢谢了 薛冰走了之后 霍毅拿起了大冰壶细细的把玩 刚才霍毅没有说出来的是 大冰壶因为工艺精湛 向来为玩家所珍视 自乾隆时期 就已经成为世人百般收集的宝物了 即使这壶是石大冰的弟子所作 据说工艺方面 甚至超出石大冰的作品 那也是真品 因此这把壶肯定是价值不菲 霍毅才不相信 薛冰不知道这把大冰壶的价值 他请自己喝茶 只是做一场好戏给自己看 目的就是不露痕迹的送这把壶 看来这薛冰也懂得与时俱进了 时势的变化 不仅仅改变了自己 也改变了薛冰 这样原本很守原则的人 达尔文的进化论 还真是有着现实的使用价值 薛冰肯定是在这两年的仕途跌宕中 学习到了这一点 霍毅心中明白 薛冰既然提到了齐州的班子 他的目标就是这一次 齐州市长的空缺 关于这个市长位置 霍毅这段时间也不是没考虑过 也考虑过让薛冰接任这个位置 可是霍毅当时在心中否决了薛冰 这是因为虽然两人是师生 在党校还有那么一段交往 可是这些年来 薛冰并没有找机会 加深两人的感情 而且霍毅 风文薛冰这个人工作作风霸道 在西海县时就和县委书记周星不合 周星一度想要找办法 把薛冰调离西海县 却被薛冰先手一招挤出了西海县 这让霍毅心中对薛冰有了警惕 他自己也是一个作风霸道的人 可不想再找一个霸道的人 来跟自己搭班子 特别是最后还是薛冰把县委书记挤走的 这说明薛冰不但霸道 还很有政治手腕 仿这么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在身边 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 其实霍毅的心目中 更倾向于把叶卫红调上来 在方无事 叶卫红跟自己配合得很好 霍毅是把叶卫红 因为心腹亲信的 把叶卫红弄到齐州市长的位置上 一方面本来两人就配合得很不错 另一方面 叶卫红也会感激自己的提拔之恩 更加的服从自己 而且叶卫红的叔叔叶相 已经退出东海政治权力的核心 叶卫红做大的可能性也不大 反之 薛冰的后台易东方 却正是在东海政坛呼风唤雨的时候 难保将来薛冰不利用易东方的实力 取自己而代之 不过 薛冰今天来跑这一趟 让霍毅有了些改变的想法 薛冰虽然没把话说得很明确 可是话里话外 露出了愿意效忠自己的意思 这一下 加大了薛冰在霍毅心目中的分量 毕竟 他在人品和才干上 还是比较赏识薛冰的 这让霍毅一时难以抉择 他究竟是该推荐谁来接任这个市长了 过了几天 霍毅在省里面开会 散会的时候被官向东留了下来 官向东笑着问道 霍毅同志啊 你到齐州这段时间工作开展的怎么样啊 局面呢 已经初步稳定了 嗯 稳下来就好啊 现在是稳定压到一切 这一次齐州的班子烂掉了 暴露出很多问题 不得不承认的是 虽然表面上 我们一级政府是集体领导 可实际上呢 相当程度还是一把手说了算 这一把手出了问题啊 就把整个班子都给带坏了 当然了 一把手也是人 难免也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 所以啊 我们这些做一把手的 都要常常自我反省 以侯岳这样的例子为解 从他那身上吸取教训啊 向东书记 您说的很对 一把手这种现象 是我们所特有的 虽然我们也有监督制度 但是这种监督啊 对于一把手来说 大多数时候都是形同虚设 因为监督机构的人员 也是一把手选拔任命的 我们有些同志啊 也会利用这种制度上的弊端 以自我为中心 谋取自己的利益 官向东听完后 说道 事情呢 都不是那么绝对的 关键还是在领导者 自我的修养 好了 现在 省委要确认 新的齐州市长 我想征求一下 你对齐州市长 任选的意见啊 你心中 可有什么想法吗 获益斟酌了一下 然后说道 想东书记 你觉得方无事的叶卫红副书记 这个人怎么样 获益考虑再三 还是觉得推荐叶卫红比较合适 叶巷方面 有人也找过他 希望获益能够关照一下叶卫红 谄媚者虽然比较令人讨厌 可是谄媚者使用起来 毕竟合手一些 他还是觉得有些揣摩不透薛冰 他不敢冒险使用薛冰 至于那把大冰壶 霍益觉得 适当的时候 可以退给薛冰 他可不能因为这一点点东西 付出今后几年 执政不顺的代价呀 第三百六十三集 哦 叶卫红 官向东想了想 摇里摇头 这个人哪 不太合适 一来 这个人滨海市任过副市长 滨海市委书记文平同志 对他各方面评价并不高啊 另外一方面 叶卫红在方务市 就是你的副书记 你把他带到齐州来 难免让人认为 你在齐州玩小圈子呀 侯岳出这么大的问题 很大一方面 就是他跟市长郑文等人 玩小圈子 利益勾结所造成的 你新到齐州 就带方无事的人马来 你让齐州的干部 怎么想啊 那是我想的简单了 嗯 你的心目中啊 就没有其他人选了吗 获益见官向东否决了叶卫红 他并不想让省委派一个陌生人来 那样不确定的因素更多 心里不得不退而求其次 薛冰总还是他的学生 对他还有几分尊重 就说道 那 呃 现任齐州市委副书记薛冰同志 也不错嘛 这个同志啊 是从基层一步步干起来的 这次经过组织审查 并没有参与到侯岳的违法行为当中去 呃 算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干部了 官向东想了想 这个薛冰呢 虽然不尽合适 可是他原本就是齐州的市委副书记 启用他倒是可以起到 稳定齐州干部人心的作用 嗯 这个同志啊 本身倒是很过得硬 在这个非常时期啊 倒是可以考虑的 霍毅看官向东比较倾向于薛冰 心说 叶卫红啊 你可别怨我 我也想让你成为齐州市长 可是你给官向东的印象不好 我也没办法 看来薛冰这把大冰壶 还不得不笑纳了 不过 薛冰背后是易东方 就此跟易东方建立起联盟 也不错嘛 霍毅说道 那就请省委全面考虑我的建议 我服从组织上的安排 不久 省委任命薛冰为齐州市市委副书记 市委常委 代市长 在这场东海省的官场地震中 薛冰成了一个胜利者 而叶卫红呢 却完全成了一个失忆者 由于侯岳被双规 霍毅接任齐州市委书记 是一个突发事件 霍毅并没有来得及对方无市进行布局 温善接任了方无市市委书记 常务副市长黄厉接任了市长 几乎一夜之间 方无市由霍毅的天下 变成了温善的天下 温善一得失 政策风向可就变了 就开始推翻霍毅搞的那一套 批判说 霍毅大搞城市建设的政策 耗费了方无市十几年的财政收入 根本就没有改善百姓的收入 虽然叶卫红原地未动 可是他的地位变得微妙起来 霍毅在位的时候 叶卫红紧跟着霍毅压制温善 现在呢 温善闲鱼翻身了 叶卫红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处理 跟温善的关系了 叶卫红请假去了齐州 他要跟自己的叔叔探讨一下 当初打算来方无市跟着霍毅发展 已经破局了 是需要一个新的对策 来应对温善掌控的方无市了 叶卫红一进门 神色就不是太对头 这一点叶相注意到了 他明白这个侄子心中的失望和愿意 这一次的变动也让叶相有些措手不及 他再一次感到离开权力核心的悲哀 离开了权力核心 就没办法及时掌握到官场的讯息 不及时掌握讯息 就没有办法调整对策 这一次霍毅的突然变动 完全打破了叶相对叶卫红的安排 虽然叶相托人为叶卫红 向霍毅打过招呼 希望霍毅能把叶卫红带到齐州来 可是霍毅出于官向东警告他 不要搞小圈子的考虑 并没有能对叶卫红做出什么安排 叶卫红有点情绪地说道 还是薛斌运气好啊 做了齐州市市长了 叶相笑了笑 哎 你不要这样 一时的成败说明不了什么 我知道 可是温善做了市委书记 方无事我有些不太好待了 其实呢 也没什么 暂时夹着尾巴做人吧 哼 这霍毅呀 真有些不仗义 就这么走了 也没给这些人一点交代 好了 你也别生霍毅的气了 据说他向官向东推荐的第一人选 就是你 可是官向东呢 没接受啊 哎 我最近这几年一直不顺 本来我比薛斌成为副厅级干部 还要早几年呢 现在反倒让他跑到我前面去了 你呀 不用觉得薛斌会怎么样 他的个性相信你很清楚 你想 他能跟霍毅相处得好了吗 叶伟红看了看叶相 问道 你是说 他们两人不会相处好了 不会呀 他们在党校的时候 可是好得很呐 霍毅离开党校的时候 还专门请薛斌吃过饭呐 叶相笑了笑 此一时彼一时啊 那个时候 他们之间没有利益冲突 现在可就不同了 九重霍毅 先推荐你做这个市场 就说明他并不是 十分的信赖学柄 再说呢 两只老虎被放到一个笼子里 你说 他们会和平相处吗 叶伟红叹了口气 哎 他们两虎相争是他们的事 现在就算他们斗得你死我活 也与我毫无关系了 叶相摇了摇头 哎 这可难说呀 霍毅这条线 你还不能断 说不定 他还有借重你的那一天呢 你这次回来齐州也好 去见见霍毅 叶伟红说道 你要我还要继续讨好他呀 第三百六十四级 叶相点了点头 为什么不呢 你跟他之间 本来就有良好的基础 加上这一次 他仓促离开方武士 让你在那里 面对温善这个困难的局面 难说他的心中 对你不无歉疚 你这个时候登门拜访 说不定他会找什么方法 补偿你一下的 叶伟红哭也似的笑了笑 哎 这官啊 做起来可真没意思 明明被人放弃了 还要装笑脸给人拍马屁 叶相不以为然的说 好了 别满肚子自怨自艾了 多少人都还没坐到你这个位置呢 行 那我去找霍毅了 叶相将叶伟红送出了门口 他拍了拍叶伟红的肩膀 给他打气道 行了 别垂头丧气的 薛薛当初薛兵在西海县 陈家狂乡做党委书记的时候 叶伟红强笑了一下 走了 叶相看向叶伟红 萧索的背影 陷入了沉思 这个侄子向来是家族的宠儿 一路仕途走来 都有自己在保驾护航 虽然不是一帆风顺 可也没受多大的挫折 人到中年了 却在仕途上开始打转 转来转去 都是一个副厅长级别的位置 特别是他的老对手薛兵 这一次还接任了齐州市长 这肯定会刺激叶伟红的 他会不会因此一蹶不振呢 叶伟红现在不同于薛兵 当初受处分 那个时候薛兵还年轻 一股子劲儿想要翻身 东山再起 而现在叶伟红 人到中年 各方面的斗志都弱了很多 很难说他心中究竟是怎么打算的 叶向对叶伟红不无担心 他做组织工作多年 见过很多干部 本来顺风顺水的时候 一点问题都没有 可是一旦仕途受阻 就开始转变了 开始从另外一些方面寻求满足 而这种满足 很多时候并不是正当的 叶向叹了口气 现在他已经失去了左右东海政局的能力 他对侄子未来的发展 只能给予一定的参谋意见 而没有了改变一切的能力 他只能在心中暗自提醒自己 要多跟叶伟红沟通 多提醒他 不要颓废 叶伟红给霍毅打了电话 说自己回齐州办事 想顺便去看看他 霍毅笑着说 来吧 到了霍毅的办公室 霍毅已经热情地泡好了茶 等着叶伟红了 叶伟红环视了一下霍毅的办公室 办公室宽敞气派 豪华老板台背后 是一排满墙的书柜 里面满满的书籍 叶伟红笑笑说道 霍老师走到哪儿 还是忘不了读书啊 读书已经成了我的习惯了 工作之余读点书 就是我最好的休息了 伟红啊 你这次回齐州办什么事啊 好长时间没有回来了 回来看看老婆孩子 嗯 那倒也是 我在方无事的时候啊 工作起来没黑没白 让你们夹了不少班啊 叶伟红叹了口气 哎 现在不同了 我估计啊 会有一段很闲散的时间了 霍毅听出了叶伟红话中的落寞 知道温善接任市委书记 叶伟红的处境肯定很尴尬 便笑着说 这温善同志啊 很有能力 你跟着他好好干 肯定会做出更出色的成绩的 叶伟红看了霍毅一眼 心中泛起了一股悲凉的感觉 这就是自己在方无事权力支持的人嘛 当初自己那么紧跟他的脚步 就是为了今天来听他这几句不着边际的话嘛 政治还真是冷血呀 这里面还真是没有世间所谓的温情 叶伟红苦笑了一下 我倒是想好好配合温善同志 可不知道温善同志给不给我这个机会呀 霍毅知道叶伟红心中的苦楚 可是他目前并没有什么能力帮叶伟红 就把茶杯递给了叶伟红 笑笑说 来伟红 尝尝别人送给我的极品龙井 叶伟红也意识到了自己有些情绪外露了 他今天来可不是埋怨霍毅的 就接过了茶杯 假装低头端向茶杯里的茶叶 借机把情绪压了下来 叶伟红稳定了情绪之后 笑笑说道 这茶叶的品相还真是不错 绿油油的两片芽叶真是可爱啊 霍毅看叶伟红情绪平静了下来 这才说道 伟红啊 不是我没考虑过你的处境 我原本呢 是想让你到齐州来工作 可是省委考虑这次齐州呢 就是因为侯岳等人结成了利益小圈子 才出了这么大的事 所以啊 他们不同意我的建议 我明白 这是组织上的安排 怨不得霍老师的 唉 这次事发突然 我事先也没有想到 你呢 就先忍耐一下 有机会我会考虑你的工作安排的 你也别有思想包袱 好好干好自己的工作 估计这个温膳也不能拿你怎么样 千万不要想太多了 叶伟红点了点头 无奈地说 我明白了 老师 从霍毅那里离开 叶伟红的心情越发复杂了起来 霍毅并没有给他吃什么定心玩 只是说了一些空话 叶伟红知道 仕途发展当中 一旦好的势头没有了 要么就会在同一个位置上 再也不动 要么就会在同一个层级之间 调来调去 这样很快十几年就过去了 到时候给一个安慰性的正厅级 就可以退休了 多少类似的干部 就是这样做完仕途的 哎 人生坎坷呀 叶伟红知道 这几年自己算是走了霉运 自滨海副市长干起 在副厅这个层级上 已经转了七八年了 现在还没有看到 这种转法 什么时候会到头 第三百六十五集 回到了方无事 叶伟红奉行了一种 谨言慎行的原则 什么都跟着温善走 温善支持的 他也支持 温善反对的 他也反对 温善看叶伟红 自己扭转了方向 倒也没有刻意去为难他 不过叶伟红却感觉出 他对自己的不屑 这种不屑就像是在看一只 原本向自己狂吠 想要咬人的狗 忽然变得摇尾起怜起来的 那种不屑 但现在叶伟红没有了 硬起来的资本 一时间他还不能从这个困局中解脱出来 所以明知道温善看不起他 仍不得不时时装出一副笑脸来 这天傍晚 临近下班 回到办公室的叶伟红 感到十分的疲倦 他已经开了一天的会 早上起床的时候 他就感到眼皮酸涩 略微有点咳嗽 知道自己可能是有点感冒了 叶伟红打开了放在桌子上的文件 这是他每天的必备功课 他要从文件当中 了解当前政策的最新动向 所以就算他十分的困倦 还是决定等看完文件之后 才会宾馆休息 这个时候 有人敲响了他办公室的门 叶伟红喝了一口浓茶 强达起精神 这才叫了一声请进 叶伟红不想在别人面前 表现出颓废的样子 他知道越是身处困境 越是要给人一种精神百倍的样子 否则这通常都是肥短流长的侍卫 就不知该怎么编排他的诗意了 进来的是副秘书长朱朗 叶伟红笑着问 有什么事吗 朱朗笑着说 温书记说是晚上有个招待港商的宴会 请您参加一下 哦 什么港商啊 是港商邵先生 他是方无级的侨商 想要在方无市投资呢 叶伟红前段时间听温善在会议上说起过这个邵先生 据说邵先生资本雄厚 想要在方无市投巨资 兴建一个大型的娱乐休闲中心 包括一个大型的网球场和一座五星级酒店 最近几年 来内地投资的港商日渐增多 邵先生是看上了家乡这块 没有开发娱乐业的处女地 因此带着一个庞大的投资方案 找到了时任方无市市长的温善 招商引资 已经成为目前干部出政绩最快的一种方式 很多领导干部 看到靠自力更生发展经济 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政府的财政收入 往往连工资都难以支撑 又怎么还有余钱来发展城市呢 因此招商引资这种 用外力促进经济发展的方式 便让他们极力推崇 温善也不例外 他当市长时 就兼任方无市招商引资工作小组的组长 接任书记之后 这一块他仍然抓在自己手里 如果是别人邀请 叶伟红可能就会拒绝了 可是温善让他去作陪 这可不能拒绝 叶伟红只好点了点头 行啊 这宴会在什么地方 在方无市凤武大酒店 到了下班时间 叶伟红走出办公室 车已经等在了大门口 一会儿温善也走出了办公大楼 叶伟红跟着他坐到了车的后座上 朱朗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上 温善一脸严肃 对叶伟红说 邵先生是一个爱国商人 对家乡很眷恋 这一次在我们方无市投资很大呀 不过呢 他对我们的投资环境有一些担心 这就需要政法部门做一些工作 你分管政法 所以让你出面一下 叶伟红表态说 保护好港上的投资环境 是我们政法部门应尽的义务 这点我会跟相关部门强调的 温善点了点头 他对叶伟红的表态 还是比较满意的 就不再说话了 车子很快就到了凤武大酒店 市长黄历和市政府的秘书长 已经等在了那里 一行人打过招呼 就进了凤武大酒店的客房部 找到了邵先生的房间 开门的是一位很年轻的小姐 是邵先生的行政助理 笑着请大家进去坐 温善等人在沙发上坐定之后 助理小姐进了里面的套件 过了一会儿 邵先生才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叶伟红打量了一下邵先生 见是一个个子不高的六十多岁的男子 皮肤很黑 肿大的眼泡 给人一种酒色过度的感觉 邵先生笑着说道 不好意思啊 老五朽上了年纪 本来想要小气一会儿 没想到睡了过去 满呆了 叶伟红却有一种感觉 感觉这个家伙是为了自重身份 所以才故意让这些人等他一下的 温善笑笑说道 邵先生客气了 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嘛 邵先生笑着跟温善一行人握手 握到了叶伟红 他以前没见过他 笑着问道 这位是 温善介绍说 啊 这是叶伟红 市委副书记 分管政法的 邵先生笑着说 哦 那以后请多关照 邵先生又介绍了自己的女助理 这位是我的行政助理 云芳小姐 叶伟红又跟云芳握了一下手 大家闲聊了几句后 这才离开房间 去了凤五大酒店的餐饮部 宴会开始后 基本上都是邵先生和温善在说话 市长黄厉偶尔还能插上几句 叶伟红本来就是陪客的角色 只是在适度的微笑着陪着喝酒 基本上也不讲什么话 叶伟红发现 这个邵先生倒是一个很能吹嘘的角色 讲了一些这次到大陆来 谁谁谁招待了他 他又见过了谁谁谁 基本上都是省里面的一些重要人物 叶伟红觉得邵先生说的这些人 倒不一定都跟邵先生有什么交情 邵先生谈到他们 不过是为了在温善等人面前提高身份而已 真正有实力的商人 是不需要自我吹嘘的 邵先生的做法 反而让叶伟红看出了几分浅薄 他心中甚至开始怀疑 这邵先生是不是真像他自己所说的 那么有实力 吹嘘并没有耽搁喝酒 虽然邵先生似乎很会保养 不怎么喝酒 可是他的助理云芳小姐 却是十分的能喝 满桌子静来静去 把气氛搞得火热 叶伟红因为感觉身体有些不舒服 喝起酒来就仔细了些 想尽量避开别人敬酒 可还是没躲过这云芳 他端起一杯酒 笑着对叶伟红说 今天跟叶副书记是第一次见面 我代表邵先生敬你一杯 叶伟红已经喝了几杯了 有了些微醺 不过他不想让温善 看出自己喝得有些勉强 那样会让温善对他有看法的 在这非常时期 一举一动都可能引起温善的猜疑 因此就强笑着说 云小姐不用这么客气 没什么敬不敬的 我们同饮就是了 邵先生在一旁笑着说道 叶副书记分管政法 以后啊 我们在方无事的投资 还仰仗着你护法呢 这酒啊 一定要喝 温善看了看叶伟红 邵先生你就放心吧 来的时候啊 我已经跟叶副书记讲过了 我们的政法系统 要确保给方无事投资的商人们 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啊 叶伟红这时候 不得不表态了 虽然他很反感 在这些商人面前献媚 他感觉本身地方政府 是一个管理的角色 是应该这些商人 来讨好他们才对 可是现实就是这个样子 地方上为了发展 渴望得到外来资金 因此不得不向这些 掌握资金的商人们献媚 叶伟红站了起来 笑着说道 邵先生你放心 我们政法系统 本来就有责任保一方的平安 我们一定会加强综合治理 保证给你们创造出一个 良好的投资环境的 邵先生也端起了酒杯 那就谢谢叶副书记了 这杯酒啊 我跟你们一起喝 三人就碰了一下杯子 叶伟红不得不将杯中的酒 一口喝干了 应酬完毕 叶伟红回了芳吾宾馆 孙娜见到他迎了上来 给他打开了房门 叶伟红刚想向孙娜笑一笑 说声谢谢 却是一阵反胃 急忙冲进了房间的洗手间 把这马桶吐了起来 孙娜跟了进来 在一旁看着叶伟红痛苦的样子 有点手足无措 叶伟红在芳吾宾馆住的这段时间里 喝酒向来都是很克制的 从来还没有出现过这种狂吐的时候 孙娜伸手帮叶伟红拍拍后背 希望叶伟红能够吐得舒服些 叶伟红甚至还很清醒 看了孙娜一眼 问道 房门关好了没有 他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酒醉的样子 孙娜出去把房门关上 回头看看叶伟红已经吐完了 坐在了地上 他急忙伸手去拉住他 说道 叶伟红感觉天花板上的灯光有些摇晃 眼前的世界变得诡异起来 他想站 但却站不起来 知道自己喝多了 只好傻笑着对孙娜说 小孙儿啊 你先让我坐一会儿 一会儿就好了 孙娜还想来拉叶伟红 叶伟红苦笑了一下 他现在并不想起来 他感觉十分的疲惫 想要坐在这里休息一下 叶伟红推开了孙娜的手 小孙儿啊 你去给我泡一杯茶来 我喝点茶就好了 孙娜有点困惑地看着叶伟红 犹豫着是不是听她的话去泡茶 叶伟红有点不高兴了 叫道 怎么了 我说话你不听是吧 他妈的 我还是副书记呢 连你现在都可以不听我的话了是吧 孙娜连忙说道 叶书记你别生气 我马上就去 说完快步离开了卫生间 去给叶伟红泡茶去了 房间里只剩下叶伟红一个人 他坐在地上 望着窄小的卫生间 心中委屈到了极点 自己一个堂堂的男子汉 凭什么要受这种委屈呢 这一刻 他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妓女一样 任人打任人骂 还要开口笑 叶伟红也知道 造成今天这个局面 也有自己的原因 他当初只是紧跟获益 没有同时处理好 跟温善间的关系 搞得现在 他一个市委副书记的神经 时时向绷紧的闲 不能有一点疏忽 生怕一疏忽 就让温善找自己的麻烦 他现在的心思 已经无法放在 如何干好工作上了 而是怎么能让温善满意 就像今天 自己明明不舒服 还是不得不强作笑颜 去跟温善应酬 这进退两难的味道 还真不是一个好滋味啊 这些苦恼 却并没有人可以诉说 一个中年男人碰到这种局面 只能打落牙齿 往肚子里吞 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孩子了 他需要独立来面对一切 叶卫红明白 自己累的是心 而不是身体 他近乎无奈地坐在地上 实际上是想借此彻底地放松一下自己 这一刻他实在是想放声大哭一场 可是他也知道 房间里还有孙娜在 一个大男人哭起来 实在是不像个样子 孙娜泡好了茶 递给叶卫红 叶卫红看了一眼孙娜 谢谢你了 小孙儿 你放在外面桌子上 就可以去休息了 孙娜说道 叶书记 您先喝点茶行行酒吧 好了 我跟你说放在外面了 叶卫红的语气有些厌烦 一个男人要舔势自己伤口的时候 是渴望有一点一个人的空间的 孙娜不敢说什么 走出了卫生间 叶卫红恍惚中觉得 外面已经没有了声音 以为孙娜已经离开 他的眼泪终于流了下来 脑袋里一片空白 默默地坐在那里 感觉全身都在崩溃碎裂 第三百六十七集 不知过了多久 叶卫红从茫然中醒了过来 他回到了现实当中 现实中的他 还是需要重新收拾心情 来面对眼前的一切 他站了起来 洗了一把脸 竖了竖口 就走出了卫生间 卧室里的灯亮着 孙娜坐在床头那里打盹 叶卫红的心中有了一丝暖意 知道孙娜是不放心喝醉的酒的他 就上前拍了拍孙娜的肩膀 喊了句小孙 孙娜被惊醒了 站了起来 看了看叶卫红 红着脸说道 你看我 坐着就打起盹来了 叶卫红笑笑说 也很晚了 你回去休息吧 孙娜看了看叶卫红的状态 关切地问 叶书记 你没事吧 我没事了 就是喝多了一点酒 真是对不起啊 今天晚上 耽搁你休息了 你没事就好 刚才我是真的有点害怕 我刚才态度不太好 你别介意啊 我了解 我听他们说 叶书记原来是霍书记的人 霍书记离开了放五室 你的处境就变得艰难了 心情不好发现一下很正常 没想到 自己的处境 连一个宾馆的服务员都知道 自己还要强装出一副 没有失忆的样子 叶卫红笑了 有点自嘲地说 看来大家都知道 我现在的状况了 孙娜把茶杯端了起来 递给了叶卫红 你先喝口茶吧 叶卫红也有些口渴 就接过茶杯喝了一口 孙娜说道 我爸爸说过 人生三胸三腹才到老 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一辈子顺遂 我相信叶书记肯定会很快就走出困境的 叶卫红感到很有趣 就笑了笑说道 你这个小家伙是在安慰我吗 孙娜脸红了 有些娇羞地说 这个不论人多大 道理都是一样的 叶卫红坐到了床边 把茶杯放到床头柜上 摇里摇头 唉 看来我这个大男人 反倒不如你一个小丫头看得开啊 孙娜急忙说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只是想劝你开心一点 你不知道 我这些日子看到你总是闷闷不乐的样子 我心里很不是个滋味 听到孙娜这么说 叶卫红感觉她跟孙娜的心一下子近了很多 想不到还有这样一个女子 在默默地关心自己 她有些感动 伸手抓住了孙娜的手 小孙 叶卫红一时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感激了 孙娜却就是依偎了过来 身子软软地靠在了叶卫红的身上 叶卫红酒虽然喝多了 心里却是清楚的 她想把孙娜推开 却有些舍不得 那只手冰凉 那么小那么软 叶卫红忍不住轻轻揉搓起来 孙娜轻轻呻了一声 身子越发贪软 整个人已经依偎进了叶卫红的怀里 叶卫红的心怦怦地跳动 孙娜的行为鼓励了她 她感觉一种热望遍布了全身 忍不住伸手去解孙娜的衣服 孙娜的心里早就渴望过这一刻 她扭动着 恰到好处地配合着她的动作 很快就触碰到了胸衣 叶卫红的心提了起来 她还是第一次去解一个不是她妻子的女人的胸衣 她的手笨拙得有点不听她的使唤了 颤抖 制动 叶卫红忙了好半天才解开了她 一个美好的身躯挣脱了束缚 一下子呈现在叶卫红的面前 叶卫红僵住了 这是一句完全不同于妻子的曼妙动体 不禁让她心情激动 多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女人的美妙是短暂的 现在的林琴儿发福了 胸部和屁股已经下垂 皮肤也没有了光泽 抚摸上去 一点都换不起往日那种激情来了 叶卫红感觉自己 就像是在一个巨大的黑洞面前 眼前的曼妙躯体带着莫大的犀利 周围的光线声音都已经被吸走了 自己的身体也即将被吸进去 她再也难以控制自己 对着年轻美妙身体的渴望 她急躁地扯开了孙娜 记得并不紧的腰带 孙娜脸仗得通红 轻哼了一句 我还没有 那个 叶卫红的动作停止了 孙娜的话 让她有点清醒 意识到自己已经是结婚的人 是不应该再做这些了 孙娜看到叶卫红一下子停住了 惊疑地问道 你怎么了 叶卫红有些犹豫地说 我们似乎不应该这样做 孙娜看着叶卫红的眼睛说 你难道不想要我吗 我当然想了 可是 孙娜的身子贴了上来 那你还等什么呀 孙娜的坚决 鼓动了叶卫红 醉意朦胧的她 再也顾不得什么原则 什么仕途 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 此刻对她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重要的是把握住眼前的美好 她不再犹豫 附身上去 拥有了眼前的美妙 身体像是在漂浮 又像是在沉沦 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妙 又是那么的虚幻 叶卫红分不清自己是在现实中 还是梦魇中 如果是梦魇 她情愿耽搁在其中 一辈子都不醒来 越是美好 其实越是短暂 叶卫红的身体猛得一沉 心却反而轻飘飘起来 她抱紧了孙娜的身体 说不出一句话 孙娜闭着眼睛 身子懒懒地靠在 叶卫红的怀里 两人就这么无声无息地 依偎着睡了过去 叶卫红感觉有人在吻自己的鼻子 她睁开了眼睛 就看到了孙娜那弯弯的绣眉 长长的睫毛 微微撅起了嘴唇 她忍不住把孙娜揽入怀里 吻住了她 吻了一会儿 孙娜推开了她 看着她的眼睛问道 我就是一个农村来的 不懂事的女孩子 你喜欢我吗 叶卫红点了点头 我当然喜欢了 心中却明白 自己跟这个年轻的女孩 并没有什么 可以思想交集的地方 她更喜欢的是孙娜年轻的身体 这个时候 叶卫红有点理解了 为什么文凭获益之流的领导 都有情分 也许叫做红颜知己 更好一些 这些领导都是日复一日地 沉浸在繁重的工作中 日渐苍老的妻子 已经不能从身体上 给他们提供激情 也不可能让他们 得到情绪上的宣泄 只有这些年轻充满了激情 充满了诱惑的躯体 才能让他们再度焕发青春 去除掉工作上的烦躁 遗憾的是 这一点并不为社会公众所接受 作为领导 不但要肩负繁重的责任 还需要有比社会一般大众 高得多的道德标准 这就是让他们 不得不隐藏起自己真实的想法 在公众面前表演出一副 道貌黯然的君子模样了 其实啊 领导也是人 虽然这一点常常被社会公众所忽略 孙娜看着叶卫红苦笑了一下说 叶卫红听到孙娜这么说 并没有感到 占有了她的第一次 就十分的兴奋 以前没经历过女人的第一次 她对这个还有些冲击 对林琴儿的第一次被薛冰拿走 还有一些遗憾 现在经历过了女人的第一次 她发现 这与传说中的美妙并不相符 实际上 她并没有感到那层东西 对自己的阻碍 虽然孙娜让她感受到了新鲜和紧绷 可是她身体的声色 并没有给她带来 和林琴儿新婚之夜那种的美妙 原来 处女帝也不过如此而已 孙娜看出叶卫红 并不是十分的高兴 她以为叶卫红不相信 她是第一次 就掀开了被子 说道 你看 我没骗你 我真的是第一次 一朵艳丽的红花 开在了床单上 叶卫红也有些感动 这个女孩一副纯真 信赖自己的样子 这在现实的社会中很少了 她抱紧了孙娜 说道 我不是不相信你 我只是想到 你为我付出了这么多 可是我 我却没有办法 为你做些什么 这也是事实 叶卫红比孙娜 大了二十多岁 甚至比孙娜的父亲还要大 即使叶卫红时单身 她也没办法 娶一个年纪这么小的女人 她也是一个官员 她需要接受社会公众 比较苛刻的 道德眼光的检验 孙娜说道 其实 你为我家已经做了很多了 解决了我哥哥的工作 就是解决了我家的大问题 别的 我也不想你要为我做什么 孙娜的话 说得很功利 却是一种感恩 叶卫红虽然觉得 这个女孩很实际 却觉得 这正是她淳朴的一面 他们两人相差了 不止一代人 孙娜如果说 爱她爱得死去活来 那打死她 也不会相信她 到了叶卫红这个年纪 她已经不指望 在女人身上 获得情感的交流了 即使她跟林琴儿之间 也已经有了明显的隔膜 就像这一次回齐州 她本来想一场缠绵之后 跟她说说自己面临的困境 可是在草草地敷衍了她一番后 林琴儿很快就睡了过去 叶卫红就像是吃了一块生冷的食物一样 不但没感到什么兴奋 反而心中十分的不舒服 叶卫红开始明白 像许多上了年纪的女人一样 林琴儿并没有因为成熟 就增加几分对丈夫的爱意 她已经把更多的精力 放在了孩子身上 以前那种热衷跟丈夫 探讨人生 探讨丈夫的仕途 都已经成为了过去 甚至以前两人都喜欢的那种事情 也变成了一种不得不履行的义务 她变得实际了 试快了 以前那种心灵的交流被遗忘了 叶卫红搂紧了孙娜 这具年轻的躯体 让她重新焕发了激情 她有些贪恋在这美好的动体上 得到的享受 叶卫红的心中有了一丝欣慰 看来在这方无事 她并不是一无所得 总算在这困境中 找到了一点寄托 依偎了一会儿 孙娜推开了叶卫红 轻声说道 时间不早了 我要回去了 叶卫红看了看时间 才凌晨五点 有点不舍 再陪我一会儿吧 孙娜说道 不行啊 再过一会儿换班的就要来了 我必须要回去 叶卫红这才不舍地放开了孙娜 孙娜穿好衣服 在她脸上亲了一下 匆匆忙忙地就离开了 日子还是照常过了下去 工作依旧还是那么忙碌 只是这一种忙碌变了性质 以前是有着升迁的盘头 现在 温善虽然没有为难她 可是对她还是十分的冷淡 基本上是一种冷处理的状态 叶卫红也清楚自己的状况 除了做好自己本职工作之外 基本上就是躲在办公室里读书看报 她把自己的身价放得很低 她现在甚至心中有了一种宿命的味道 她认为是老天也让她折服一段时间的 既然老天让她这样做 那她也只能顺其自然吧 叶卫红现在渴望的是 下了班后回到芳吾宾馆 下班之后 就成了她和孙娜的缠绵时间了 以前还有不少人在下班后 来宾馆找她 汇报工作 请她帮忙办什么事 现在大家都知道 她目前的窘境 那些以前看上去很友好的朋友 明智地避开了她 来找她的人明显少了 当然 叶卫红也乐得有更多的时间 跟孙娜私混 常委会研究了一次干部 以前几个被霍益提拔起来的人 从重要位置上被换了下来 叶卫红明白 这是温善对霍益势力的清洗 他现在是尼菩萨过疆自身难保 所以明智地在这些人事变动表决时 投了赞成票 叶卫红不好过的时候 成了齐州代市长的薛冰 日子过得也不是那么舒畅 霍益把他在方无事的工作作风 带到了齐州 他直接插手城市建设 这些本来应该是市长的工作 薛冰几乎成了一个霍益身边 级别最高的跟班 从改革开放初期起 齐州就落伍了 这跟当初的城市定位有关系 建国之初 大城市的主要定位 基本上都是工业 城区里建了很多国有工厂 生产区和生活区混杂在一起 整个城市就像是一盘散沙 改革开放之后 因为国有企业负担重 机智不活 基本上都垮完了 齐州经济实力呈现出一个逐步衰退的趋势 随着经济实力的衰退 城市面貌几十年没有变化 市区里到处都是破坊漏象 很多地方就像是一个落后的农村 有人戏谑说 齐州越见越像一个县城了 获益到了齐州之后 开始大举拆迁齐州破旧的建筑 计划要在齐州建设六个大型广场 这些本来应该是市长的工作 获益却一手揽了过去 他又喜欢现场办公 常常带着大队人马到工程所在地办公 这下子市委书记忙活起来了 可是却把作为代市长的薛冰 放到了一个尴尬的境地 薛冰也是一个很有报复的人 他也想在市长的任上做出一番政绩 获益的越界揽权让他心里很不快 却也不得不忍下来 一来获益是他的老师 对他成为市长有很大的帮助 薛冰此时还不知道 获益第一人选推荐了叶卫红 他认为首先是获益的推荐 使他有机会成了代市长 另一方面他还只是一个代市长 未来要在人代会上通过市长的选举 还需要市委书记获益的支持 因此薛冰对获益的做法容忍了下来 甚至在市长的办公会上讲过 一个地方不存在党政两个一把手的问题 市政府也是在党的领导之下 他这个代市长也是市委书记工作的助手 要求市政府方面全力支持市委书记获益的工作 到任后的薛冰处理起他跟获益之间的关系 很谨慎小心 在会议上基本上对获益的观点表示支持 体现出对获益一把手地位的维护和尊重 也因为如此 他开始避开一些获益喜欢插鼠的工作 开始关心一些不是那么重要的项目 这一次他就选择了带着齐州开发办的同志 去特区考察招商工作 虽然被获益越界拦走了很多权力 可是每天琐碎的工作还是很多 开会参加应酬 一项接一项的工作连绵不断 薛冰很高兴能有一个出省考察的机会 起码他可以在这趟旅途之中 暂时避免纠缠于那些烦人的琐碎工作 开发办的主任是一个四十多岁 头发微秃的中年男子 姓周 周主任对薛冰很阴体 总是跟在薛冰附近 请示过来请示过去的 薛冰对这种人已经习惯了 他的管越做越大 身边现殷勤的人就越来越多 到了机场 陆续从车中下来的男人 薛冰都不认识 又或者曾经见过面 却叫不上名字 这些人都是齐州所管辖各县的 开发办主任 薛冰到齐州十日尚短 还没有一一见过他们 薛冰的心中微微有些失望 虽然去特区考察 对他来说是放松之旅 可是跟一群陌生的大老爷们儿去 实在是没什么乐趣 这时候 一个身影俏丽的女人走下了车 考察团的男人们都觉得眼前一亮 薛冰想了起来 签订名单时 名单上有一个女性 是齐州开发办的一个科长 这个科长他倒是认识 来齐州不久 薛冰曾经参加过一次颁奖仪式 这个女人因为一篇 优化齐州招商环境的调查报告 获得了市长特别奖 当时是薛冰亲自给他颁的奖 他记得 女人的名字叫苏玲 算是开发办的一个才女 这个苏玲三十出头 去年因为丈夫在外面有了情人 离了婚 目前还是单身呢 薛冰笑笑说道 我们的苏大才女也去啊 薛冰话说完 心中就觉得好笑 其实这是一句废话 他自己圈订了名单 谁去谁不去 心中清楚得很 可是他现在是代市长 是考察团的最高领导 别人都是看他的眼色形式 也就没人敢来嘲笑他 反而自觉地 在他跟苏玲之间 让开了一条通道 让苏玲得以很快地 走到薛冰的身边 苏玲有些娇羞的样子 微称道 薛市长就会笑话人 我哪里算得上财米啊 一缕女人清爽的香水味 飘了过来 薛冰的心情变得好了起来 有这么一个女人作伴 此次的行程就开始变得 有了色彩 苏科长真是谦虚啊 你的调查报告 我拜读过 很有深度啊 苏玲有些惊讶 薛市长 您还真看过 笑话 你得的是市长特别奖 我怎么会连看都不看呢 说话间 一行人上了飞机 薛冰坐到了 自己机票上的位置 本来周主任的座位 紧邻着薛冰 看薛冰跟苏玲说话 便很体贴地 让苏玲坐到了薛冰身边 薛冰心中暗道 这些家伙 倒是很会给领导 创造机会啊 在这种环境下 有时候领导 还真得有柳下慧的功力 不然很容易 被美色俘虏了去 不过薛冰心中 也是很喜欢 苏玲坐在自己身边 一个美女还是比一个 只会一位奉承的中年男人 强得多呀 飞机很快就起飞到了云层上面 一团团的云在飞机里看起来 就像是一个个棉花朵一样 薛冰的耳朵 因为飞机起飞造成的气压差 耳膜生疼 他微闭上眼睛 靠在座位上休息 苏玲儿却对窗外的云朵 感到很好奇 不时在薛冰一侧 探头探脑地看向外面 薛冰虽然闭着眼睛 可是女人的香气 时近时远 也知道苏玲在身边 动来动去 薛冰睁开了眼睛 正看到苏玲探过头来 便笑着说 怎么 第一次坐飞机啊 苏玲点了点头 是的呀 我还真没有想到 在下面看起来黑黑的云 在上面看起来这么漂亮 那这样 我们换换位置 你来坐靠窗的位置吧 苏玲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我这种少见多怪的女人 让薛师长感到好笑了吧 薛冰摇了摇头 嗨 我第一次坐飞机啊 比你还好奇呢 来吧 说着薛冰就站了起来 苏玲也站起来 贴着薛冰的身体擦了过去 坐到薛冰的位置上 薛冰感受到了 苏玲富有魅力的女人动体 心里荡漾了一下 暗暗说道 男女之间还真是有着 异性相惜的现象啊 飞机很快就到了特区 在宾馆住下的时候 周主任把苏玲安排住在了薛冰的房间旁边 秘书帮薛冰把行李放到房间里 薛冰就去了洗手间洗澡 坐飞机的这两个小时 看似什么都没做 可是身体已经被移动了上千公里 物理角度上讲 是做了很大的功的 所以薛冰喜欢下了飞机 就先洗个澡休息一会儿 洗完澡 看看离吃饭的时间还早 薛冰披着浴袍 躺在床上看电视 正要昏昏欲睡的时候 房门被敲响了 薛冰从猫眼里看到的是 苏玲站在门外 说了一声 等一下 赶紧把衣服穿戴好 他可不想穿着浴袍 建一个女下属 那样会带有强烈的暗示的 会让女下属认为自己有什么企图 打开了门 薛冰让苏玲进了房间 笑着说 没出去转一下呀 苏玲说道 没有 没有人约我出去 再说坐飞机也挺累的 薛冰不知道苏玲的来意 也就是随口应付的 是啊 坐飞机是挺累的 苏玲到沙发那里坐了下来 笑着说 市长的头发湿湿的 是不是刚洗过澡 薛冰看了苏玲一眼 心说 这个女人很随便呀 她一点没有对市长权利的畏惧感 倒像是一个女人 跟一个熟悉的男人在聊家常 这可能是一个漂亮女人的心理优势吧 他们通常都认为 自己应该在男人面前享有一定的特权 不论这个男人是一个凡夫俗子 还是一个有威权的市长 薛冰笑笑说道 是啊 我喜欢坐飞机之后 洗洗澡 能够缓解一下疲劳吗 薛冰还是很喜欢跟一个漂亮女人聊天的 即使她没什么企图和欲望 寥寥也能让人心里放松愉快 尤其是现在这种百无聊赖的状况下 苏玲笑了 不好意思啊 薛市长 我是因为在房间里面无聊 想找人聊天才过来的 看来是因为我来 你才穿戴的这么衣帽整齐了 这个女人倒是冰雪聪明 看出了薛冰是出于谨慎才穿好了衣服 薛冰喜欢聪明的人 便笑笑说道 没事 我也正无聊着呢 聊聊天也好 你最近可有什么新的作品啊 苏玲说道 最近也没有什么调研 没写什么东西 我很欣赏你那篇调查报告里的观点 以后有什么新的作品啊 早一点让我拜读一下嘛 市长大人就不要喊惨我了 我自己知道那里面写的都是一点皮毛 上不了什么台面 哎 不要妄自菲薄嘛 有些观点还是很新颖的 对了 说说看 你对我们市今后的工作有什么看法呀 苏玲抓起了桌子上的一串蹄子 开始拽上面的蹄子吃 笑着说道 我们可以说点别的吗 现在远在齐州千里之外 就不要再谈工作上的事了 薛冰也笑了 他也知道自己的话题枯燥 可是除了这个话题 他也不知道该跟这个女人谈什么 房间里面沉浸了下来 薛冰和苏玲都还没找到新的话题 两人都不再说话了 薛冰看了看房间的四周 这才发现 宽大的双人床上 被子被自己扯开 凌乱地扑着 此时不由地让薛冰感受到了一种暧昧的味道 苏玲似乎是低着头 专心在对付着蹄子 可是薛冰却觉得 他的表情神态 一举一动都是装出来的 他在掩饰着 等待着 敲门声响了起来 适时地打破了房间里的暧昧 薛冰喊了一声进来 秘书拿着手机站在门外 薛市长 新总电话找你 薛冰愣了一下 不知道新疆这个时候 找他干什么 不过正好可以将苏玲打发走 就笑着对苏玲说 哎呀 苏科长啊 你看我这边 苏玲理解了薛冰的意思 站起来说道 薛市长你忙 我先出去了 苏玲走了出去 薛冰拿过手机来 笑着说 新疆啊 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还要追到特区来 新疆在电话里笑了 嘿 薛哥啊 你要去特区 也不跟我说一声 关灵打电话 给嫂子才知道的 薛冰说道 难道你们在特区这边 还有什么事情 需要我给办吗 哎 我倒是没什么事情 特区的市委书记 原来跟我们家老爷子 共事过 我可以安排你见见他呀 薛冰笑着说 有这个必要吗 薛冰知道 特区的市委书记 是副省级干部 高他一级 对于接待像他这样的考察团 一般有一个相同级别的官员 出面就可以了 市委书记应该是不会出面的 这是一个官场 对等接待的惯例 同时薛冰觉得 东海和特区 一个天南一个地北 除了考察的事情 似乎搭不上戒 既然搭不上戒 就没必要麻烦新疆的父亲 新疆的父亲 是很高级别的干部 可不是随便惊动的 新疆却笑着说 既然已经都到了他的地面上 见见也好嘛 第三百七十一集 薛冰不好再拒绝了 就笑着说 好吧 那我就先谢谢新总了 你这样安排啊 一下子提高了我们这个考察团的层次了 新疆说道 这官场呢 有时候就是一个人脉 多认识一个人 多一个机会 要不然 我也不会多此一举的 是是是 我明白 你刚才在干什么呢 我怎么听着 有女人的声音啊 是不是你在那边啊 薛冰哈哈大笑 说起这个呀 我还要谢谢你呢 一个同志非要在我房间里跟我聊 哎呀 你的电话刚好帮我解了围啊 哦 原来是这样啊 我可告诉你薛哥 特区可是繁华之地啊 可不要被野花给熏罪了 我可是站在嫂子那边的 我不会的 哎 不过这件事啊 可不要跟你嫂子瞎说 哈哈 怎么 怕了 哎 我倒是不怕 只是女人都会疑神疑鬼 你说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解释了 谢谢 行了 不跟你逗了啊 回头我安排好了 会通知你的 第二天 特区开发办组织了几个职能部门 跟考察团开了一个座谈会 会议上谈了一些 如何优化环境 更好地吸引外商投资的问题 苏灵在会议上很活跃 不时向对方提出一些问题来 满座基本上都是男士 一个漂亮的女士 在其中很好地起到了一个 轰热气氛的作用 双方谈笑风生 整个座谈会进行得很愉快 薛斌对苏灵的表现很满意 觉得这个女同志 倒是很适合搞开发工作 中午吃饭之前 新疆的电话打了进来 说是已经安排好了 特区的市委书记龚昌 答应见他 让他准备一下 薛斌以为不过是见见面 互相握握手 做做官场文章而已 他基本上每天的工作 都是在做着这些 也就不当回事地说道 好的 我知道怎么做了 我说你 可别太不当回事了 我家老爷子说 这个龚昌是一个很严谨的人 希望你能够给他留下一个好印象 我也是个很严谨的人好吧 好了好了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虽然说得轻松 可是中午喝酒的时候 薛斌刻意控制了下自己 只是喝了很少一点啤酒 他不知道龚昌 什么时间安排见他 因此必须时刻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 从而以饱满的精神状态 去应付龚昌的接待 下午 特区方面的工作人员果然来通知 说是原本安排在晚上的行程 有变 原本是安排一个副市长晚宴招待薛斌 现在市委书记龚昌同志 听说是东海省齐州市长薛斌同志来了 要亲自参加这次宴会 州主任是又惊又喜呀 接待规格的提高 让他对薛斌有了新的认识 看来薛斌有很深的背景啊 不然的话 特区的市委书记 不会亲自出面接待他 晚上 在特区华强酒店 华丽辉煌的大厅里 薛斌见到了龚昌 龚昌戴着一副金丝鞭的眼镜 五十多岁的年纪 一副典型江浙地带人士的面孔 颧骨高耸 眼窝深陷 龚昌很热气 对薛斌率团来特区考察 表示了欢迎 薛斌对特区的盛情款待 也表示了感谢 一行人就一起步入了宴会厅 在席间 龚昌询问了一些 东海省的风土人情 和东海省的经济发展状况 薛斌听得出来 龚昌似乎对东海省很感兴趣 就尽量详细地讲述了 东海省的经济发展状况 薛斌说道 说起东海省经济的发展 有人曾经形象地说 东海的经济发展模式 是一种大象经济 东海省的GDP总量 多年来一直是靠 众多大型企业集团来支撑的 这有它的优势 也有它的弊端 这优势就是衡量一个国家 经济实力的重要依据 就是其国家的工业水平 特别是世界大国 而工业的基础是重工业 以及机械制造 我们国家想要强大 就要发展具有高水平的装备制造业 东海以前有不错的工业基础 近年来经济发展 也主要是靠工业上的投入 这是符合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方向的 一些地区的发展啊 首先想到的是发展第三产业 没有工业作为基础的第三产业 只会换取短时间表面上的繁荣 从根本上并不能带动 本地经济产生质的变化 所以说发展工业 是地区经济提升的 必然也是必须的途径 工昌听得很仔细 这个时候插话问道 那么弊端呢 我觉得呀 弊端有两点 其一呢 最重要的一点是 走这样的发展模式 当地老百姓的收入 确实比起同为沿海的广东江浙 有较大的差距 其二 这样的发展模式 给人的感觉是活力不足啊 地方税收也相对较少 哦 为什么这么说呀 大型企业占用了过多的社会资源 妨碍了民营企业的发展嘛 而大型企业的工薪阶层的收入 向来是不高的 这样就导致了东海省老百姓 生活水平无法在短时间内获得很大的提高 而大型企业集团基本上都是国营企业 这位中央创造了大量的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 而留给地方税收的部分却是很少 工昌笑了笑说道 看来薛市长对东海经济很有研究啊 薛冰笑了 在农业厅富贤这几年 一直很关注东海省的经济发展 今天工昌问了起来 倒也正好把这几年思考的一些东西拿出来卖弄一下 薛冰谦虚地说 也没什么研究了 只是自己对区域经济的一点看法而已 贵市在招商引资发展方面的强项 正是东海省经济发展的弱项啊 所以我们还需要跟贵市学习啊 工昌对薛冰的工伪并不是十分的感兴趣 他笑了笑说道 不知道薛市长对东海省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思路啊 薛冰笑了 这就不是我一个小市长应该谈的了 官场讲究坐在什么位置上 讲什么话 薛冰只是一个齐州市的市长 他如果对东海省的发展指手画脚 传出去人们会说他张狂 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的 第三百七十二级 工昌见薛冰不愿意说 就笑了笑说道 也没什么了 我们只是闲聊嘛 你姑且说之 我姑且听之嘛 薛冰这时候也有些计仰 见工昌这么说 就笑着谈起了他的看法 我也并没有很深地去研究东海经济的发展 只是有一点思考 东海的经济状况看来 第二产业工业占据了大壁江山 这是它的强项 这强项呢 就应该继续发扬 让强者更强嘛 东海跟韩日等国家隔海相望 而这些国家呢 因为国内的生产资源 价格上涨 正在进行产业转移 东海可以承接日韩的产业转移 以沿海地区为主体 以各类经济园区为骨干 以招商引资为重点 整合现有资源 打破行业界限 实现基础设施 共建共享 尽快培植壮大一批优势制造业产业 促进东海省制造业升级换代 把沿海地区建成 面向日韩等发达国家的 加工制造业基地 工昌听得连连点头 嗯 不错 不错呀 确实很有眼光 薛斌接着说道 相比第二产业 东海省的第一产业 第三产业就比较弱势了 第一产业呢 大概占生产总值的一成 第三产业占三成左右 这是东海省未来经济成长的重要方向 东海省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 海洋资源 可以大力发展海洋养殖 发展旅游业嘛 从而促进第一三产业的发展 加速进行一二三产业的衔建 工昌这时候插话道 这东海省的工业基础雄厚 可以发展生产型服务业 为生产者提供服务 我看到有资料说呀 随着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 以及一二三产业的加速融合 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空间是日趋广阔呀 优先发展生产型服务业 已经成为各国服务业发展的一个共识啊 薛冰点了点头 工书记说得很对 确实 东海省发展生产服务业很有优势 只是我们没有特区这一边先进 这思想呢 也封闭一些 这些年呀 服务业的发展一直没有大的进步 这就需要向特区学习了 两人是越谈越投缘 很多看法基本上都能互相找到共同点 一场本来是官场文章的招待宴会 成了两人交流经济看法的座谈会了 幸好本来官场宴会就是层级分明 一般人都不敢随便乱说乱动 薛冰和工昌两人又是最高级别的官员 别人本来也只有银河的分 所以呀 这场宴会也可以说是兵主交谈甚欢 两人热络了起来 工昌谈起了他认识的东海省的官员 现在叶相副书记身体还好吧 薛冰愣了一下 工书记认识叶相书记 工昌笑了笑 我们在中央党校一起培训过 算是同学了 叶书记啊 年纪到了 退休了 哦哦 我们这些年呢 也没怎么联系 原来已经退休了 真是岁月不饶人呐 两人又谈了一些别的事情 到宴会结束 工昌笑着说 这天下没有不散的沿袭 今天就到这里吧 很高兴今天能够认识薛市长 薛冰再次表达了对受到热情款待的谢意 工昌跟薛冰握手告别 说道 不好意思啊 我接下来活动安排的满满的 你走的时候啊 就不专程送你了 薛冰知道这是场面上的客气话 工昌今天能够出面接待他 已经是破例了 便笑着说道 我知道工书记比较忙 我们就此别过 希望有机会 工书记能够到东海省去 到时候我一定会盛情款待的 工昌使劲握了一下薛冰的手 好希望有机会 那就这样 我们再见了 两方人马这才散了 薛冰和考察团的人回了宾馆 薛冰背着一场谈话 搞得有些兴奋 他很喜欢跟一些 有长远发展眼光的官员交流 今天工昌给他的感觉 就是一个很有知识 高瞻远瞩的人 跟这样的人交谈 就像跟一个高手下棋 在博弈的同时 不但享受了思想交锋的乐趣 也开拓了自己的视野 只是为什么工昌 对东海省的事物 那么感兴趣呢 这令薛冰有些困惑 不过他很快就找到了解释 也许是工昌在尽主人之道吧 他以客人熟悉的话题 使得整个宴会不至于枯燥 让薛冰这个客人 感到十分的高兴 这正是一个好主人应该做的 不然的话 两方陌生的官员坐在一起 是多么的没有趣味啊 薛冰对工昌又多了一层认识 这不单是一个有能力的官员 也是一个很富有人情味的官员 无怪乎他能做到 这令人瞩目的特区市委书记 随后几天的行程 更多的是以参观为主 十分的轻松 这种考察本来就是一种 半旅游性质的 走行事的程度大 听听经验介绍 看看一些先进单位 几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让薛冰感到奇怪的是 苏灵自那一晚找自己聊天以后 变得对自己有些疏远 参观开会之类的都离自己远远的 好像在刻意保持距离 虽然薛冰对苏灵没什么欲望企图 可是一个漂亮女人跟她保持距离 还是让她心中不太舒服 她本来是这个群体中最重要的人物 忽然有个人不但没来讨好她 反而对自己敬而远之 自然让薛冰的心中有些怪怪的 薛冰意识到这一点 感觉自己十分的好笑 自己也不能脱俗啊 不管是不是想跟女人发展出点什么 都还是希望能够得到女人的青睐 尤其是一个漂亮女人的青睐 最后一天下午 薛冰做主开放了行程 让团员们自由行动 可以采购采购逛逛特区 就连她自己的秘书也让她打发了出去 第373集 特区是一个经济特质 比较明显的城市 这里原本是一个小渔村 被我们英明的领导人画了一个圆圈之后 才变得耀眼起来 因为是一个短时间的暴富 这个城市并没有什么文化抵御 薛冰不愿意去看那些人造的景观 也没有意向要购买什么 只是让秘书逛街的时候 看到有什么新鲜的玩具 顺便买一两个回来 她好带回去哄儿子 傍晚 在房间看了一下午输的薛冰 在餐厅部吃了饭 有些无聊 不想回房间 便信不走出了宾馆大楼 漫无目的地走了几步 薛冰看到了街角的一个小公园 公园依山而建 便值了一些南方长绿的植物 绿油油的一片 让薛冰有种赏心悦目的感觉 最奇妙的是 山脚下一处低洼处 积存了一弯碧水 水上盛开了几朵粉红色的睡帘 看在北方来的薛冰的眼中 分外的妖娆 公园的设计者 在这弯碧水旁边 设计了一座小亭子 薛冰漫步而上 想要在小亭上坐一会儿 没想到小亭上 已经有了一个女人坐在那里 薛冰有些扫兴 这个精致的小亭子 似乎不能给她 和一个陌生女人 提供一个足够的共存空间 她想要退出去 脚步声惊动了 正在低头看睡帘的女人 她回头看了一眼 叫了一声 薛市长 怎么这么巧 原来是苏灵啊 薛冰笑了 这世界还真是奇妙啊 信不走来也能碰到熟人 她走了过去 笑着说道 苏科长 怎么没有去购物啊 苏灵笑了笑说道 没有人约我去 我自己一个人 又懒得去 薛冰呕了一声 两人似乎 再也没有什么话题 可以交谈了 就一下子沉默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 薛冰感觉有些尴尬 觉得作为一个男人 有义务打破这种冷场 就没话着话说道 哎呀 你看 这个睡帘 真是很漂亮啊 薛市长 也有这种雅兴 对美的欣赏 是人的一种天性吧 我喜欢呢 也没什么奇怪的 哎对了 那天被电话打断了 你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苏灵没想到 薛冰会提起这个话场 愣证了一下 然后深深地看了薛冰一眼 问道 薛市长 我看过你的简历 你是几经起落的干部 这个问题我想问问你 不知道可不可以 问吧 我这个市长啊 也不是巨人鱼千里之外 没什么问题不可以问的 苏灵直视着薛冰的眼睛 说出了他的问题 是什么让你这么坚定的 走在从政的道路上的 是什么呢 苏灵的这个问题 问得轻易 可是要回答起来 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薛冰思索着 究竟是什么让自己 在这一条道路上坚持不懈呢 难道是为了追求更高的权力吗 又或者是获得财富 美色吗 感觉这些对自己的诱惑 并不是十分的大 那又是为什么呢 实现自我的价值吗 薛冰有些茫然了 其实他在越来越高的职务中 慢慢地领悟到 他其实是很微不足道的一个小政客而已 他能做的很多只是宿命安排给他的一些事情 他在主宰别人命运的同时 自己的命运更是被别人主宰 而实际上他发现 权力越大的时候 能够掌控自己命运的能力就越低 整个官场系统就像是一个大机器 你越成为核心的部件 你的命运就越被机器的操控人严加掌控 这条试图走下去 似乎越来越迷失自己 而不是实现自我的价值 这些让薛冰感到困惑 一时间也无法向苏林讲明白 便笑着说道 其实道理很简单 大概是我除了从政 再也没办法做别的了吧 这倒不是假话 一个人官了久了就会发现 自己的腿 手 嘴 甚至是思想 都失去了自主能力 想要离开这个环境 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苏林听完后笑了笑 薛师长可真是幽默 这不是幽默 这是一种现实 苏科长啊 既然你问我这个问题 你呢也是官员 那请问了 你是为什么从政呢 为了获得一份尊重吧 我的父母都是工人 我看到他们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所欢取的 却只是一点微薄的收入 而且处于社会的最底层 虽然大家都在说 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 可是这个领导阶级 并不是真的领导 他们不仅在被领导着 还被领导者蔑视 以前有句俗话 狠手账 白手吃 我在学校的时候 就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 我绝不允许自己 再度沦为这个阶层 看来这也是一个 有报复的女子啊 这也是一种社会现实 整个人类社会 是一种金字塔形的结构 普罗大众是金字塔的基础 成为金字塔尖的 永远只是少数人 一个普罗大众 想要获得像塔尖人物 一样的尊重 近乎是一种奢望 但是处于每一个 金字塔层级的 都有一部分人 在渴望上升到 更高的层级 他们都付出了 艰辛的努力 想要来获得 挤进更高阶层的机会 这有时候 不但是他们自己的想法 更多的是 他们的父母 甚至是家族 强加给他们的想法 薛冰有些明白 自己在仕途上 这么坚持 是为了什么了 实际上 这就是一个 简单的功利二字 这要归功于 我们伟大的祖先了 归功于那个 生前曾经 黄黄如丧家之犬的人 他自己做不到的事 就把希望 寄托在了 下一代身上 那些流传下来 道貌黯然的话 说穿了 目的就是一个 好好读书 书读好了 就能做官 做了官 就能有好吃的 好用的 读书学知识 一开始 就是被赋予了 这么功利的目的 这句话 也变换着不同形式 成了一代代 望子成龙父母的流行语 就变成了 强加在国人头上的枷锁 学兵 学兵还记得 自己父母在自己刚上学 读书时 对自己的嘱托 好好读书 书读好了 将来才会有一个 好的工作 这句话 时常被父母念叨 已经变成了流通在 身体里的血液 而不自知了 原来国人读书 学知识 从来都是为了别人 从来都是这么功利 在一代代这种几乎枷锁的 控制之下 国人的思想 慢慢的一致化了 慢慢的失去了自我 整个社会 都是在为了物质而努力 那些精神的追求 就变成了一种异类 第三百七十四级 学兵忽然明白了 为什么改革开放 这些年来 国人那么善于模仿 却没有了想象力 创造力 模仿 简单 而快速 带来利益 而一致化的思想 没有了自我 也就没有了自我想象力 这些想象力 实际上 在孩童时期 就被大人给扼杀了 薛市长 你在想什么呢 苏灵剑薛冰眼神空猛 沉默不语 于是问道 薛冰被惊醒了 马上意识到自己走神了 便笑笑说道 没什么了 我有点分神了 苏灵关切地看了薛冰一眼 薛市长是不是有点累了 要不我们回去吧 薛冰不想现在就回去 他还是喜欢公园美丽的景色 这比其待在开着空调房间内 要好得多 他笑了笑说道 我不累 只是刚才想了一些别的问题 对了 苏科长 你还没说 那天你要找我有什么事呢 苏灵的脸红了一下 其实薛市长 应该猜得到我去的目的 不是非要我说出来的吧 薛冰看了看苏灵 看到他脸红的表情 其实他当时就有些明白 苏灵到他房间里 究竟是想要干什么 他心中有些酸涩 其实自己去霍义那里送大冰壶 何尝不是跟苏灵的想法一样呢 自己在苏灵眼里 就像霍义在自己眼中是一样的 都不再是一个人 而是一个物化的权利 虽然表面上 自己送出的是一个大冰壶 而这苏灵想要送出的 大概是自己的肉体 这在形式上还是有着一点点不同 可是薛冰明白 这两者实际上是一样的 他们送出去的都是自己的尊严 薛冰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从苏灵的身上看到了自己 这让他有些鄙视自己 可是自己已经超越了界限 破坏了心中的某种原则 他再也回不到原来的状态中了 这就像一个打碎的花瓶一样 就算你有再好的手艺 你也无法把它粘合得天衣无缝 薛冰笑了笑 他对苏灵的心境感同身受 便有了一些想要帮他的意思 于是就问道 是不是植物上或者是其他方面 有什么想法呀 苏灵的脸更红了 点了点头说 是 是开发办现在有一个副主任的空缺 哦 是这样 这次出来呢 我看你很有工作能力 倒是很适合这个位置啊 苏灵摇了摇头 算了 我还是不要了 这下子倒是把薛冰给说愣了 为什么呀 苏灵苦笑了一下 有些事情看起来容易 可真的做起来却很难的 我也不怕你笑话我 那天我去你房间 确实是做了点什么 可是真到要做了 我还是无法说服自己 也幸好你来了电话 让我有机会逃跑 不然的话 我下面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评说这件事 也不想说你这件事是对还是错 我觉得呀 无论怎么说都好像假惺惺的 不过有一点我需要向你声明 我说你适合那个位置 并不是想要以此来跟你交换什么 苏灵并没有露出惊喜的表情 她淡淡的一笑 经过了那一次 我觉得这个副主任的位置对我来说 也不是原来想的那么重要了 你比我强啊 你知道你想要的究竟是什么 薛市长也有像五一样的 骗人交战的时刻 虽然不尽相同 但你我可都是从政人员啊 应该了解 有时候需要做一些 不是自己愿意做的事 苏灵深有感触地说 这条路确实不容易走 尤其我还是一个女人 没什么背景 在这个男权社会中 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梦想 更是难上加难 女人在政坛上确实更难 要想得到成功 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或者代价 薛斌这些年 也不是没看过成功的女干部 她们要不是女强人 工作能力强 严守本分 在男女关系上 把持得很严 要么就是豁出去了 用头怀送抱 来换取向上的台阶 女人这个性别 从来在官场上 不会被忽略 而是被更加的强化 苏灵站了起来说道 我要先回去了 那些外出的同志 估计要回来了 薛斌明白 他不想让别人看到 自己跟他一起在外面 待得很晚 就点了点头 行啊 你先走吧 我再坐一会儿 薛斌在小亭子里 看着苏灵离开了 他心中已经决定 为苏灵争取这个 副主任的位置 不过 到时候苏灵级别上 又上了一层 他要面对的现实 可能比现在要复杂得多 薛斌不知道 这样对他来说 究竟是一件好事 还是坏事 不过 薛斌希望苏灵 能够像今天一样 把持住自我 在这一点上 虽然他没能做到 可还是希望 有人能够做到 回去的路上 苏灵选择的座位 跟薛斌一直保持着距离 薛斌暗自好笑 本来没什么 就苏灵这么刻意一搞 反而像是有了什么似的 飞机降落在了 齐州机场 来接薛斌的车 已经等在了机场 薛斌默默地上了车 这一段休闲之旅 就算是告一段落 他又要投入到 繁忙的工作当中去了 坐在车里的薛斌 有些困倦 有些茫然地看着窗外 刚从温暖的南方 回到了已经出东的北方 空间的转换 一时让他很不适应 眼见到了齐州市政府 司机却没有走惯常的路径 薛斌有些奇怪 怎么不走原来的路 来接薛斌的市政府秘书长 何明说道 齐州重机场的工人 今天在市政府门前上访 前门已经被包围住了 我们这是走后门 这究竟怎么回事 哎呀 这齐州重机场啊 已经停产一年多了 前段时间还发点生活费 现在据说 已经有六个月没发了 重机场是一家 大型的国有企业 隶属于齐州市 薛斌说道 工人本身收入就地 六个月不发工资 就他们怎么过呀 赶紧把厂长给我叫来 我要了解一下情况 第三百七十五级 到了办公室 何明去通知重机场的厂长 薛斌开始思考重机场的事 几个月之后就要开人代会了 他的代市长需要在这次人代会上转正 这个时期 一切都应该以稳定为主 千万不能出什么乱了 齐州重机场的厂长蒋尼 正在常务副市长田华的屋里 汇报情况 知道薛斌要见他 就和田华一起过来了 田华进门说道 哎呀薛市长啊 你回来了 薛斌点了点头 回来了 老田啊 究竟是怎么回事 搞得我还需要从后门进来 田华说道 这都是侯月时期搞得乱摊子 当时本来嘛 重机场生产销售状况良好 于是呢 就盲目扩张 贷款两个亿 引进设备扩大生产 结果呢 引进设备之后 还没开始生产 就没有了后续资金 这工厂就不得不停产了 薛斌问道 那没有了后续资金 为什么不贷款 先把生产启动起来呢 重机场厂长蒋林哭着脸说 我们欠银行的贷款已经很多了 人家都不肯再贷给我们了 再说了 就是生产 现在销售不畅 产品所产生的利润 还不够还贷款利息呢 银行嘛 向来都是晴天借散 雨天收散的 他们看着重机场还款无望 自然不肯再贷款给他们 薛斌说道 那你们就不能想想别的办法 让工人们饿肚子呀 蒋林说道 我们能想的办法都想过了 一点资金都搞不来了 薛斌看了看田华 老田呀 财政预算外资金还有多少 能不能先借点给他们 帮助重机场解决一下困难呀 田华为难地说 哎呀 这财政方面也很困难啊 你就先凑一点出来嘛 给他们发一点生活费 解决一下眼前的困难 总不能就这么看着 重机场的工人围着市政府吧 田华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哎呀 好吧 薛斌看蒋林面露喜色 瞪了他一眼 蒋厂厂长 你也先别高兴 就算你们重机场 不能正常启动生产 可这么些工人 你就让他们坐在家里等着呀 难道等着就能把厂子给等活了吗 我们这不是也没办法吗 你骑马组织工人 做一些生产自救啊 这么多工人 难道一点挣钱吃饭的能力都没有吗 蒋林的脸红了 我们回去研究一下 薛斌看了他一眼 知道这个家伙是一个庸才 没什么能力救活一个厂子 可是眼前的当务之急 不是如何拯救这个厂子 是先要自己转正 所以暂时不能插手这个厂子 薛斌说道 你先把工人领回去 把生活费发给他们 我可警告你 如果市政府门口 再有你们厂来上方的人员 我先撤了您的职再说 蒋林连连点头 我会安抚好工人的 你去吧 我跟田市长还有事情要商量 蒋林离开了 薛斌看了看田华 这个重机场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田华说道 应该没有吧 可能就是盲目扩张的问题 薛斌的心中却暗自怀疑 一个引进项目 没带来什么效应 反而让一个本来很好的厂子 几乎倒闭 这里面难道一点问题都没有吗 不过 眼前还不到查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说道 最好是没什么问题 这样吧 你先给他们凑点钱 解决一下眼前的困难 等事情过了年再说吧 过了年 人带会就开完了 到那个时候 薛斌已经转正 再要做什么事 也就名正言顺得多 那行 那我去安排了 薛斌点了点头 放田华离开 又处理了一下公务 薛斌就离开了办公室回家了 他有些疲惫 想要早点休息 进了门 薛斌就看到郭宇坐在客厅里 放下手中的东西 笑着说道 哎呀 老郭呀 你来了 郭宇笑着迎了过来 薛市长 您好啊 西海的楚书记也来了 薛斌这才注意到 坐在客厅另一角的 西海县委书记楚涛 就笑着说 楚书记也是西客呀 还是第一次到我家里做客吧 楚涛笑了笑 真是不好意思 薛市长 你刚出差回来 就来打搅你 薛斌笑着跟两人握手 大家都是老朋友了 不用这么客气 我欢迎你们来打搅 都来不及呢 三人一起到沙发那里坐下 牟利送来了洗好的水果 薛斌仰靠在沙发上 笑着问 楚书记这次进省 可是有什么事吗 楚涛说道 这一来啊 是看看薛市长 二来呢 有件事想要麻烦你呀 薛斌看了看郭宇 知道这楚涛 一定是郭宇顶来的 只是不知道 这楚涛想要办什么事 这郭宇在其中 又能得到什么 薛斌说道 有什么事情 楚书记请直说 这西海燃油机场啊 薛市长还记得吗 记得呀 怎么了 现在燃油机场效益很不好啊 眼看生存都成了问题 薛市长 是我们西海县的老书记了 能不能帮我们想点办法呀 薛斌摇了摇头 怎么突然一下子 国有企业都变得困难起来了 我今天刚刚处理了一起 其中的国有企业上访的问题 楚涛说 哎呀 这主要是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 让国内经济也遭受了困难 薛斌想了想说道 我在西海待了那么长时间 对西海是很有感情的 说吧 楚书记啊 你要我怎么帮你们 这眼前哪 要救活燃油机场 我们需要找一家企业兼并它 看了看省内一些大型的企业 大概只有齐州的俊齐集团 有这个能力呀 第376集 齐州齐俊集团 是在上海上市的公司 在齐州是效益很好的企业 而且上市也圈了一笔资金在手 眼前倒是有这个经济实力 兼并西海燃油机场 同时齐俊集团 也与燃油机场行业相关 他们使用过燃油机场 生产的发动机 薛斌说道 楚书记倒是很有眼光啊 楚涛想要说什么 某力走了过来 问道 晚上楚书记就在这里吃饭吧 楚涛说 哎呀嫂子 你就不要忙了 我们过一会儿 一起出去吃吧 薛斌刚刚在外面 吃了一个星期的饭店 常卫早就对饭店的饭菜反感了 就笑着说道 我知道 老郭常来 他没问题 楚书记如果不嫌弃的话 还是在家里吃吧 薛斌这么说 一方面是向楚涛表明 他跟郭宇之间的亲密关系 另一方面 也表明他不太想出去吃 楚涛很聪明 立马就转了下 笑着说道 我是怕给嫂子添麻烦 其实我在哪里吃都行的 那你们坐 我去忙了 某力去了厨房 薛斌问 楚书记跟齐州齐郡集团接触过吗 楚涛摇了摇头 还没呢 我来呢 是希望薛市长能够帮我们牵牵线呀 薛斌犹豫了一下 然后说道 这件事呢 倒不是不可以 只是需要等上几个月呀 为什么 燃油机场现在流动资金很少 眼下就很困难了 楚书记大概也知道 我现在呀 还只是一个代市长啊 楚涛一下子明白了 薛斌是代市长 眼下不便插手过多的事 他因为急于给燃油机场找出路 一时竟然忽略了这一点 楚涛说道 我知道了 我因为着急 竟然给忽略了 薛斌谅解地笑了笑 资金紧张呢 你可以先想一点别的办法 让老郭去省财政厅跑跑 楚书记还不知道吧 这老郭呀 跟省财政厅的人很熟的 我知道 老郭跟省财政厅的关系 只是 要来一点资金 只能是救一时之急呀 没办法彻底救得了燃油机场的 薛斌说道 兼并这件事呢 我会留意的 时机合适了 我就安排 哎对了 老郭 你还在商业局 郭宇点了点头 是啊 还管着百货公司那一块呢 薛斌看了看楚涛 笑笑说道 其实老郭呀 这财政这一边很熟悉的 能力又够 我当初呢 就想让他做财政局局长 只是没想到 被急调进了省农业厅 没给老郭安排好啊 楚涛惠心地看了薛斌一眼 薛市长确实很了解老郭呀 县委这次 也想提名老郭 做财政局长的 就等人代会通过了 薛斌笑了 对郭宇说道 老郭呀 楚书记把这么重要的 组织安排透露给你 你还不谢谢他呀 郭宇早就想得到 财政局长这个职务了 有点激动地对楚涛说 谢谢楚书记 对我的信任 我会努力工作 搞好财政工作的 楚涛笑了 哎呀不用客气了 你有这个能力 组织上才这么安排你的 牟利做了几个菜 让三人到餐厅里去 薛斌笑着说道 楚书记不要笑话我 我这个人肚子贱 这次在外面 一连吃了一个星期的 宾馆饭菜 早就想我老婆 做的家常菜了 楚涛笑了笑 我跟薛书记一样 在外面吃上几天 就会反胃 其实啊 那些酒店的饭菜 老是一个口味 吃长了都会腻了 三人开了一瓶白酒 开始闲聊起 西海的一些近况 在闲聊中 薛斌了解到 林华的岭西村 组建的岭西集团 已经在深圳证券市场上市 而梁德的贯东村 虽然也在跑上市 却跑了几年了 并无进展 薛斌笑着说道 当初义东方省长 跟我说林华 比起梁德来 会有更大的成就 我还不太相信呢 看来义省长 看人还是很有眼光的 楚涛说道 梁德这个人啊 性格上有一种叛逆性 喜欢扛上 哎呀 不如林华那么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啊 薛斌笑了 看来梁德跟楚涛的关系 相处的也不是太好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啊 梁德独断专行的性格 确实给贯东村的发展 造成了一定的阻碍 说话前 郭宇提到了陈家矿乡 他说道 薛市长原来工作过的陈家矿乡啊 现在果树经济发展的是越发兴旺了 有一个叫做湘芸的女人 哎呀 真是厉害 这两年呢 她依托陈家矿乡的果树资源 发了大财了 现在在那里搞了一个 几百亩的果树基地 规模很大的 郭宇知道 薛斌对陈家矿乡有很深的感情 因此特别提到了那里 薛斌有些惊喜 现在湘芸这么厉害了 这个苦命的女人啊 总算是出头了 哎 别说 叫你这么一说呀 我还真是想那里 老郭 你帮我带个话 什么时间啊 让丁李和湘芸来七周玩 说我很想他们呀 楚涛也拍薛斌的马屁 陈家矿乡的乡亲们 到现在还在念叨薛市长呢 说你给他们铺了一条 发财的路啊 薛斌笑了笑 他自己当初是为了能够脱离陈家矿乡 而做政绩 想不到 让陈家矿乡的百姓 至今对他念念不忘 看来老百姓还是很善良的 你为他们做一点好事 他们就会祭你一辈子的 现在薛斌常常会回忆起 在陈家矿乡的岁月 那个时候虽然艰苦 可是脚踏实地 干什么都是那么扎实 可现在在其中 总有一种无根的感觉 这也是让他对当初 在陈家矿时候的人和事 常常会怀念的缘故 可是现在呢 再也不是在西海的时候了 想要去陈家矿乡 叫上车就可以去 现在西海远在几百里之外 薛斌也只能是想想而已了 第377集 送楚涛离开的时候 牟利让楚涛把带来的礼品 带回去 楚涛说道 嫂子 薛市长是西海县的老县委书记了 这是西海县人民的一点心意吗 不会这么点小礼物都不收吧 牟利还要推辞 薛斌看了看 只是一点海产品干货 并没什么贵重的 便笑着说道 牟利啊 算了 楚书记既然拿来了 就收下吧 他明白 随着自己职务的升迁 他在逐步恢复 对西海县的影响力 牟利这才把礼物留了下来 薛斌将楚涛二人送出了门口 跟楚涛握手告别 然后拍了拍郭宇的胳膊 老郭呀 有什么情况 多沟通 薛斌在担心 郭宇的财政局长职务 能否顺利变成现实 郭宇这个人也有 适才奥物的一面 在西海县的人员 并不是太好 以前他在西海县 还能掌控局面 可以将郭宇运作成财政局长 换了现在的楚涛 也不知道掌控局面的能力如何 郭宇重重的点了点头 当天晚上 齐州安齐小区的保安 抓获了一名 溜门撬锁的小偷 在公安机关的审讯中 这名小偷交代了他的所有犯罪事实 其中 他提到了 曾经有一天 他爬了一个内容丰富的钱包 就靠上自己去齐州大酒店住了一夜 当晚想起了贼不走空的骨絮 就在齐州大酒店 想要进一个客人的房间偷东西 结果 因为不小心碰到了家具 惊醒了客人 他就把客人给打昏了 然后拿走了客人的东西 公安机关核对了一下时间地点 正好和齐州市长助理 何磊遇害的情况 对应了起来 何磊遇害这一命案 因此被破获 薛斌听了相关情况汇报 让他觉得诡异的是 原本因为何磊的遇害 齐州民众一直在传说 是何磊掌握了侯岳等人的犯罪证据 所以才被杀人灭口的 这件事却最终正是何磊的遇害 跟侯岳等人的贪污 受贿一点关系都没有 却直接引发了侯岳系列案件 甚至导致金正最后被判了死刑 这世上的事情还真是难以捉摸 薛斌不由的感觉 冥冥中似乎真有某种力量 在平衡着这个社会 如果那天那个齐州 公积金中心主任徐变 不去何磊的房间 公安机关侦破的目光 也不会放在徐变的身上 侯岳 金正等人的犯罪行为 也不会被揭露 何磊的命案与侯岳的腐败 似乎并无关系 却被一只无形的手给扯在了一起 薛斌怀疑 是不是上仓也觉得侯岳等人 暴敛财富过分了 这才借何类案件作为契机 让他暴露在公众的视野当中呢 薛斌向周主任侧面了解了一下 有关开放办副主任空缺的情况 虽然他没有明确说 想要苏灵做这个副主任 可是那种暗示已经很明显了 他相信像周主任这样的官场老手 一定会明白自己的意思 果然 开发办向组织上推荐的副主任人选 就是苏灵 一些不太上得了台面的谣言开始流传了 在开放办 有人在说 苏灵在这次去特区考察的过程中 晚上进了市长薛斌的房间 把市长伺候舒服了 市长因此提拔了他 谣言说得很不堪 苏灵可以感觉到同事在背后指指点点 这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他发现不但迈出那一步很困难 就是没有迈出那一步 面对这些污蔑也是十分的困难 他有些后悔 不该在薛斌面前提到副主任空缺这个事 苏灵就去特区写了一份考察报告 然后拿着报告去了薛斌的办公室 说是想要给薛斌看一看 薛斌接过了报告 点了点头 笑着说道 行 先放在这儿吧 回头啊 我会好好拜读的 好的 薛斌以为 苏灵放下文件就会出去 因此低头看起文件来 却不见苏灵有往外走的意思 便奇怪地抬起头问道 还有事吗 苏科长 苏灵看着薛斌说道 薛市长 我不是说 我不想争取副主任这个位置了吗 你争不争取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现在开发办的人都在说 是你为我关心了这件事 所以开发办 才推荐我作为副主任的人选 这嘴呀 长在别人脑袋上 他要怎么说 就是我这个做市长的 也管不到啊 可是有人在说 是我跟你有了那种关系 你才关心这件事的 这很正常啊 谣言嘛 一定会这么说的 不这么说 就不是谣言了 苏灵有点急了 哎 薛市长 你怎么这么气定神险呢 似乎这些 都不关乎你的名誉是吧 那你要我怎么办 要开个会 辟谣吗 苏灵语色了 这件事 如果专门辟谣 越发会给人 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 薛冰说道 没招了吧 所谓谣言呀 止于智者 你和我都清楚 没这些事情发生 又何必为了这些事 生气呢 可是我一个女人 被人家在后面 指指点点 总不是一件好事 那你害怕什么呀 你的资历和能力 都足够胜任这个副主任 开发办推荐你很正常 之所以有这些谣言 那可能是你的对手 因为你的胜出 而故意制造出来的 这个道理我明白 可是 薛冰打断了苏灵的话 没什么可视不可视的 就算是我没关心这件事 别人也是会这么传说的 苏灵看了一眼薛冰 这么说 还是你关心了这件事啊 薛冰这才意识到 自己说漏了嘴 便笑笑说道 我可没别的意思啊 只是觉得你能够胜任 薛市长 我知道你这么做 是出于好心 可你这么做 就把事情复杂了呀 苏科长啊 你这也算是老机关了 怎么还这么幼稚呢 你说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那你学着懂点政治好吧 不是 薛市长 你这么做 就让本来没有的事情 反而成了真的一样 薛冰恼火了 他把手里的钢笔 啪的一下 拍在了桌子上 指着苏灵说道 你这个女人 真是莫名其妙 好像我真的想要 占你的便宜似的 好了 你可以出去了 说完 薛冰坐了下来 低头看起了文件 再也不理苏灵了 第三百七十八集 苏灵走也不是 留也不是 想要说些什么 看看薛冰一副 理都不理他的样子 让他一时难以说出口 联想到自己一个离了婚的单身女人 处事的艰难 越想越委屈 站在那里竟然掉了眼泪 薛冰一般很少在下属面前发火 尤其他对女下属 本身就有一种尊重 他觉得这是一种身世应有的风度 今天实在是因为苏灵一再纠缠不清 这才火气上涌 开口指责他 虽然话说得不重 可是薛冰还是感觉自己有些过分了 他偷眼看到苏灵站在那里抽起 心中有些歉疚 站了起来拿着纸巾递给了苏灵 擦擦泪吧 不然叫别人看到 还真以为我对你做了什么呢 苏灵没有说话 只是接过了纸巾 开始擦泪 薛冰又说道 你走从政这条路啊 有一点谣言是太正常不过了 这谣言算什么 我在西海县的时候 还被检察院请过去审了几天呢 苏灵看了薛冰一眼 问道 那你有没有事啊 薛冰笑了 刚要回答 苏灵又说道 五金天真是混头了 你有事的话就不会坐在这儿了呀 这政治上要经历的风雨太多了 我看你啊 虽然很有能力 可是并不适合走从政这条路 几句话就能把你打倒了 你也太脆弱了 不是 我只是没想到 有些人会这么下贱地乱说 比这下贱的事都有 你别看这机关里 每天都温温柔柔 似乎是风平浪静 可是这里面牵涉到的利益纷争 实在是太多了 明枪暗箭的竞争是很难免的 有些事情啊 只要自己问心无愧就好了 其实你这个人在政治上 实在是一个幼稚的人 很多人啊 就希望别人这么误会他 有了这种误会 别人会以为他有市长作为靠山 到时候谁也不敢轻易得罪他 甚至会有人来巴结他呢 苏林苦笑了一下 哎 我发现 我这个人实在是很失败 又想要求的进步 又放不开思想 这些年我一直没有什么进步 大概就是因为如此吧 薛斌看了看苏林 他仿佛看到了自己以前的影子 原本他不就是这样一个人吗 是啊 有些事情看起来你能做到 可真要做起来 还是很难的 苏林尝出了一口气 啊 我明白了 以后我会变得坚强些的 门在这个时候被敲响了 薛斌快步走回了座位 拿起了苏林带来的考察报告 看了看苏林的神态无异 这才喊了一句进来 门开了 秘书走进来 薛斌看着手里的报告说道 苏科长啊 你这个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吸引外商投资的观点 很不错嘛 说到这里 薛斌停顿了一下 看了秘书一眼 有什么事吗 啊 薛市长 一会儿有一个活动 需要你参加 好 你先下去吧 我跟苏科长谈完了 马上就过去 秘书出去后 苏林看着薛斌 薛斌笑了笑 你是不是觉得我在演戏啊 我知道薛市长是为了我好 谢谢你啊 好了 你要去参加活动 我就不耽搁你了 薛斌站了起来 送苏林到门口 其实啊 以我这个政治先行者的经验来说 有时候之所以觉得过不去 就是自己给自己的心中设了一道坎 你能解除这道坎 你就能走得更远 苏林转过身来看着薛斌说 你的话让我想通了很多东西 谢谢你啊 你能让我抱一下吗 哎 没别的意思 我只是想要找人抱一下 苏林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孤单 想从薛斌的怀抱里 寻求一点心灵的慰藉 薛斌有些尴尬 可还没开口拒绝呢 苏林已经抱了过来 薛斌只好干站在那里 手脚都不敢动的 任凭苏林抱着他 这种味道实在是有点不好受 薛斌不但手脚不敢动 还得控制自己的意念 生怕某些部位有生理反应 这可是一个有难度的问题啊 苏林虽然算不上角色 可也是一个漂亮女人 加上女人那种美妙的体香 就在薛斌的呼吸间窜来窜去 让薛斌心中小路乱撞 最后不得不咬住了舌头 才转移了某种注意力 不让自己出丑 幸好这段时间持续的不长 苏林很快就松开了他 转身打开门走了出去 薛斌看着关上的门 不由得想到 这苏林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此一去 可能又是一个政治技巧 娴熟的官员诞生了 而一个淳朴的人 却就此死去了 这对苏林来说 不知道是应该高兴呢 还是应该悲哀 就像薛斌也不知道 自己走到今天这一步 是在实现自己的梦想呢 还是在迷失自己 不过政治是一条单行道 后退或者转身 有时带来的不是精神上的解脱 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失败 不管怎么样 这条路薛斌还是要走下去的 看来 要做一个坐怀不乱的柳夏慧 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薛斌一边暗自觉得好笑 一边赶紧收拾了一下 离开了办公室 秘书还在下面等着呢 时间长了 可能又会有一段谣言 在这里流传 这里本来就是一个 谣言疯涨的地方 早上 叶卫红刚上班 方无事检察院检察长顾同 就来到了他的办公室 叶卫红笑着让秘书给顾同倒茶 问道 顾检呀 你这么早来 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事啊 顾同苦笑了一下说道 嗨 我们检察院本身就是跟麻烦绑在一起的 找你汇报 当然不会有什么好事了 哦 什么事情 这么为难啊 哎 是有关邵先生的一件事啊 有人举报他行贿 以达到低价购买国有资产的目的 第三百七十九集 听说事关邵先生 叶卫红的心中咯噔一下 邵先生跟温善之间关系密切 这在方无事已经是路人皆知的事了 这如果要查办 会不会牵涉到温善呢 温善对这件事会持有一个什么态度 叶卫红看了看顾同 哭笑着说 顾检啊 你还真是给我了一个烫手山芋啊 你不会不清楚 邵先生跟温书记之间的关系吧 哎呀 我知道 温书记号召干部 要多和企业家交朋友 接对子 温书记交的企业家朋友 那就是邵先生吗 叶卫红想要把事情推出去 就说道 如果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你们简单处理一下就好了 不必搞得这么严肃嘛 说完这句话 叶卫红也意识到 说了句废话 如果是小事 顾同可能直接就压了下来 顾同之所以找过来 肯定是事关重大 顾同把一封信放到叶卫红面前说道 叶书记啊 你先看看 这算不算大事 叶卫红不得不拿起了信 心中暗自骂娘 这个顾同也太差劲了 明知道自己现在处境尴尬 还非要把自己推到跟温扇硬碰硬的地步 可是又不能不看 也不能不管呢 否则就是失职 顾同正好可以借机把麻烦推到自己身上 叶卫红只好拿起信看了起来 新商举报说 邵先生要兼并方无市劳动局的劳动宾馆 邵先生出资2000万 购买劳动宾馆55%的股份 方无市劳动局投资1500万 将宾馆重新装修 至于在职员工安置 离退休人员福利等问题 均由劳动局一方全权负责 叶卫红看到这里说道 这个邵先生算盘倒是打得很惊 事情很明显 邵先生虽然出资2000万 可是劳动局还要拿出1500万来装修宾馆 而这些在职职工的安排 离退休人员的福利待遇等问题 这个解决费用绝非是一个小数目 要数千万之巨 这等于劳动局还要贴上钱 将一个经营状态还算良好的宾馆的控制权 转移给了邵先生 这明显就是国有资产流失 举报信中还说 邵先生用来兼并劳动宾馆的八达公司 只不过他花费了几块港币 在香港注册的空壳公司 根本就没什么经济实力 这2000万能不能支付 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肯定是邵先生向劳动局相关领导行贿 才达成了这样荒唐的合作协议 信的下面署名是劳动宾馆的全体职工 一个个名字上都按着血红的手艺 叶维红看完了新闻道 这些你们检察院核实过了吗 这合作部分啊 经过核实 信里所说的呢 符合事实至于行贿受贿 尚未采取措施 进行必要的调查 叶维红想了想 他还是觉得这件事情自己不能定夺 就说道 这件事啊 牵扯到我市招商引资大局 我们还是一起向温书记汇报一下 再做决定吧 你看啊 顾同点了点头 是啊 向温书记汇报一下也好 叶维红就拨通了温善办公室的电话 接通之后 叶维红说道 温书记啊 你有没有时间呀 哦 什么事啊 这检察院顾检接到了一封关于邵先生的举报信 我和他呢 想把相关情况向您汇报一下 温善在电话那边似乎迟疑了一下 停了一会儿才说道 好吧 你们过来吧 叶维红就带着顾同去了温善的办公室 温善一脸严肃 究竟怎么回事 顾同把信递给了温善 温书记啊 你先看看这封信 温善接过信 开始认真看起来 看完以后 抬起头问 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啊 是不是职工们对这次企业兼并没有充分的了解呢 叶维红听温善话里定的调子就是不想查办 就转头去看顾同 顾同 你汇报一下吧 顾同不满地看了看叶维红 他也不愿意来违逆温善的意思 可是叶维红已经把责任推了过来 他也没有了再推下去的可能 只好汇报说 我们做了一些初步核实工作 这里面反映的贱卖国有资产 是属实的 温善不高兴了 你怎么能不汇报 便对我们找来的客商展开调查呢 顾同解释道 我们只是初步核实一下 举报内容是不是事实 并没有深入调查呀 不管怎么样 你已经开始调查了 已经有客商反映我们有些机关部门 经常会去查这个搞那个 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产经营 你们这些同志啊 怎么就不能克制一下自己呢 温书记啊 我不是刻意要去调查邵先生的 只是劳动宾馆这么多职工实名举报 我如果一点不调查 怕事也不好交代呀 温善看了顾同一眼 转过头去问叶卫红 叶副书记对这件事怎么看啊 叶卫红斟酌了一下说道 这件事啊 顾检做一些初步调查也是正常的 那既然出查确实有问题 为了避免国有资产流逝 是不是安排一个工作组进去查一查呢 温善把手中的信放了下来 目光看向前方 在思考着什么 叶卫红和顾同看温善不说话 都不敢说什么 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 等待着温善表态 过了一会儿 温善看向顾同 这封信里 举报劳动局有关人员受贿 可查出了什么犯罪事实吗 顾同摇了摇头 目前还没有深入进行调查 还没有掌握呢 第三百八十集 温善听完顾同的话 说道 那这件事 检察院就不要再查下去了 事情牵涉到我们房屋市 请进来的客商 如果你们大张旗鼓地调查 我怕会给招商工作 带来极坏的影响 同志们啊 目前招商引资 是我们市发展的战略要求 你们要顾全大局呀 顾同心中清楚 劳动宾馆这些职工 之所以实名举报 是在表明一种态度 那就是 不怕打击报复 非要把这件事情 查清楚不够 如果检察院不去处理 那职工们 可能会把怨气 转移到检察院身上 像上级检察院 举报的时候 很有可能 连他们检察院 也一起举报了 顾同就说道 那我们检察院 如何向这些实名 举报的人交代呢 温书记呀 你也清楚 我们检察院是受双向领导的 一方面要对市委负责 这另一方面呢 也是要对上级检察部门负责的 现在的群众都懂得这些 我怕他们在我们检察院得不到满意的答复 会继续向上级检察院举报的 好了 我知道了 我回头就叫劳动局终止这次合作 这帮家伙就会瞎搞 事情到此为止 不要再查东查西的了 顾同点了 顾同点了点头 我知道了 温善这时候又说道 老顾啊 以后涉及到请回来的客商 你们检察院做什么 都要给我谨慎一些 你要知道 这些人能请来都不容易 你们这样查 摆明了是不欢迎人家吗 顾同还要解释 温善却向他白了白手 行了 你不用说了 今后再有类似情况 你首先应该向我汇报 我会根据情况 斟酌如何处理的 顾同只好点了点头 温善又说 行了 我一会儿还有个活动要参加 叶卫红和顾同见温善下了逐客令 就告辞出来 叶卫红离开了温善办公室的时候 无意中回头看了一眼 却见到温善一直在背后盯着他们看 目光中带着凶狠 心中不禁暗自后悔 不该蹚这趟浑水 劳动局之所以敢有这种胆量来做这种事 大概背后少不了某些人的支持 说不定这温善就是局中人之一呀 自己应该把事情推出去 叫顾同自己向温善汇报就好了 自己和顾同一起来汇报 一定让温善认为自己是跟顾同站在一起的 叶卫红心中暗骂顾同 你做检察院得罪人是难免的 为什么非要把我给扯进来呢 看来以后在方无事的局面会更难了 温善当即打电话给方无事劳动局局长 要求他立即终止跟邵先生的兼并合作 劳动局长还想说什么 温善却已经挂了电话 过了一天 邵先生就找到了温善的办公室 温善知道邵先生一定会上门问罪的 让秘书给他倒了茶 就吩咐秘书不要让人来打搅他们 邵先生气哼哼地说 温书记呀 是不是有什么地方 我少谋人做得不够周到吗 温善笑了笑 哎呀没有 邵先生啊 你我自结识以来一直相处融洽 那你突然终止我和劳动局的合作 是什么意思 我原本想先行兼并一个酒店 会比我自己建一个酒店的进度要快一些 没想到被你突然叫停 你打乱了我的计划了 我要你给我一个合理解释 温善的心中十分的不满 自己再怎么着也是一级地方官员 什么时间受过这种气呀 不过所谓拿人家手短 他不得不压下心中的火气 笑了笑说道 少先生啊 你先别生气嘛 这件事情你不应该埋怨我的 少先生愚怒未夕 说道 我在这里投资 还成了我的错了 温善冷笑了一声说 我想就少先生和劳动宾馆的兼并方案来说 全世界大概只有方无事劳动局 能够给少先生提供这种优惠的条件吧 少先生被说中的要害 有些心虚道 这个劳动局和我方都是协商好的 你请我愿的是 政府为什么还要干涉呀 少先生啊 钱大家都想赚 可是如果其中的某一方的利益 没有得到保障 我想这个钱赚起来 也不会那么顺遂 你们一定兼并方案 为什么不多考虑一下职工的利益 现在职工出来检举你们行贿受贿 你让我怎么办 这里还是不是党的天下 我需要照顾群众的利益吗 哦 原来是这样啊 他们不是都在你的管辖之下吗 为什么不能把事情压制下去呢 如果单单是职工脑市 我还可以压制 现在分管政法的市委副书记 和检察长一起拿着举报信来找我 你让我怎么压 这件事情如果闹大了 我的位置都不一定能保得住 少先生看了温善一眼 有点挑唆味道地说道 看来方无事这边 也不是温书记的一桶江山呢 第三百八十一集 温善不满地看了他一眼 说道 这个叶卫红是前任书记获益的人吗 始终跟我不是一条心的 以后你们做事要小心一些 不要像这次 以为是我给你们牵线 就可以为所欲为 想不到 这个叶卫红这么爱手爱脚的 温善恨恨地说 本来前段时间 这个家伙低眉顺眼的 我以为他已经被降服了 没想到 在关键时刻 他又跳出来捣乱 那干脆想个办法整掉他算了 温善摇了摇头 不是那么简单的 这个叶卫红啊 还是有一定背景的 他叔叔叶相 掌控东海省组织工作多年 弟子遍及东海 霍益现在 也是齐州市委书记 我怕动了叶卫红 会招致这些人的报复 邵先生想了想 然后说道 那如果这个局面持续下去 我们好多事情 都不好去做的 行了 你们以后行事啊 谨慎些吧 有这么个人在这里 那总是别扭啊 没个什么方法 惩治他一下 省得他总是多管闲事 哎 这个人哪 从霍益走了之后 行事作风变得低调 谨慎了很多 大概就是怕我抓他的小辫子吧 难道他就一点马脚都没有 我还真不幸有这样的人 好了 你去处理好劳动宾馆的善后事宜吧 叶卫红这一点 我会留意的 特区的市委书记 龚昌被中央任命为东海省委委员 常委 省委书记 官向东不再担任东海省委书记 不过并没有卸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一职 看来中央也是认识到了 东海省民营经济是一个短板 专门抽调民营经济发达的特区市委书记 来充实东海省的发展力量 薛冰知道这个任命后 打了电话给新疆 笑着说 你啊 是不是早就知道工昌要来东海省任职啊 当时也不是很确定 这东海省啊 是赋税大省 中央一直十分重视 专门征求了一些东海籍老同志 对东海省省委书记人选的看法 其中呢 提到了工昌 我家老爷子啊 也在被征求意见之列 因此呢 我就知道了这个情况 你呢 又正好在特区考察 所以见一见也是不错的嘛 那工昌对我的印象如何呀 工昌很满意 跟你的这次会面 通过你呢 他也对东海省加深了一些了解 他说你啊 视野很开阔 谢谢你为我费心了 客气了是吧 我呢也就是做个顺水人情 你不用谢我的 薛冰手头接到一些部门要钱的报告 陆续多了起来 他明白 他明白 提准了报告 这表明 这表明薛冰对这些代表们的一种尊重 官场上 官场上有时也是需要讲一点 你给我面子 我也给你面子的 春节后不久 世人代会正式开幕 代表们报到的第一天 薛冰带着秘书去了各代表团 看望代表们 薛冰去了清河县代表团的住处 敲门进去 就看到清河县委书记蒋元和县长刘平 蒋元是清河代表团的团长 薛冰跟蒋元和刘平一一握手 笑着说 路上辛苦了 蒋元和刘平也问候了薛冰 然后请薛冰坐下来 薛冰问 这清河县里的工作怎么样啊 蒋元笑了笑说 我们县里在过去一年的各项工作中 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这还要归功于市政府的领导 这也说明齐州市政府啊 是一个真抓实干的领导班子 齐州市政府在薛市长的领导下 执政能力得到了很大的加强啊 刘平也在一旁连连点头 是啊 我们清河县政府啊 也切实感受到了这一点 我们县里的工作进步 离不开市委市政府的英明领导 薛冰微笑着 他心里清楚 这是两人在奉承自己呢 既适度表白了他们的工作成绩 又拍了马屁 这两位不愧是官场上打拼了多年的老游子 薛冰说道 这市政府呢 也是在你们这些同志的支持和共同努力下 才取得了一点成绩 而且成绩也是需要人民代表加以检验的嘛 蒋远马上表态说 我们清河县的人民代表都是信赖和支持薛市长的 刘品附和着说 是啊 组织上选择薛市长是很英明的 我们清河县代表团一定会坚决维护组织上的意图的 薛冰剑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就寒暄了几句 带着秘书离开了他们的房间 出门见到了副市长程远 正在敲一个房间的门 两人都明白对方是为了选举来拜访代表的 相视会心一笑 薛冰转头就去了兴永县代表团的住处 正式选举的时候 薛冰做的腰板笔直 他感觉自己在电视台记者的摄像镜头里 脸上的微笑一定是僵硬的 虽然该做的工作都已经做了 所有的代表团他都去看望了 市级领导都分配负责联系几个代表团 确保选举顺利进行 实现组织意图 这一切都做过了 应该是可以放下心来 可是薛冰的心里还是有些忐忑不安 他还是第一次经历这种选举场面 而多年的官场经历也让他明白 不到尘埃落定的那一刻 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他的心还是不能放下来 运动员进行曲响起来 投票开始 代表们依照次序平静地走向投票箱投票 检票结果一切都是按照预期发展 薛冰顺利当选齐州市长 霍毅首先向薛冰握手表示了祝贺 选举结果一宣布 主席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薛冰站了起来 向代表们连连鞠躬 感谢代表们对他的信任 霍毅示意让代表们停止鼓掌 掌声平息下来后 他庄严地宣布 下面请新当选的齐州市市长 薛冰同志致辞 薛冰的心情有些激动 曾几何时 他骑着自行车为寻找打警队 在齐州的街头奔走 是这个城市中多么不起眼的一个小角色 今天他却成为了这个城市的市长 这世事真是变幻莫测呀 薛冰平映了一下自己的心情 开始致辞 主席团 各位代表 同志们 今天大家带着全市人民的期望和重拓 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政府领导班子 选举我担任齐州市人民政府新一任的市长 我深深地感到 这既是一种信任 更是一种责任 在此 我代表新当选的市政府领导集体 向各位代表表示衷心的感谢 薛冰停顿了一下 代表们的掌声再次响起 他等掌声停下来 接着讲道 我来齐州工作虽然时间不长 但是已经深切地感受到 齐州历史悠久 文化底蕴深厚 齐州人民 善良纯朴 勤劳智慧 齐州的干部 开拓进去 求真务实 我为自己能够融入这片热土 成为齐州人民中的一员 与大家一道 为我市的发展与进步 为全市人民的富裕和幸福 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深感荣幸和自豪 薛冰念着市政府办公室 事先准备好的当选致辞 感觉十分的枯燥 很想脱稿讲一讲自己的心理话 可是平常口才不错的薛冰 此刻却脑海中一片空白 竟然找不到一句话 能够表达自己的心情 和对齐州未来的期许 只好继续念讲稿 齐州作为东海省省会 在全省的战略发展中 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 我们坚信 有省委省政府和市委的正确领导 有市人大市政协的监督支持 有全市各级党组织 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团结奋斗 我们一定能够把齐州的各项事业 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齐州的明天 一定会更加的辉煌灿烂 谢谢大家 念完谢谢大家的时候 薛斌的两眼模糊了 心中百味杂陈 他走到今天这个位置 已经耗费了大半生的努力 他的官职在今天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他这算是成功了吗 为什么心中竟然有一种茫然若失的感觉 为什么这一刻竟然没有他在陈家矿乡打出第一眼睛 那么令人激动呢 薛斌在向代表们鞠躬致敬 顺势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了下来 他直起身来的时候 眼神已经变得空芒而遥远 似乎看向每一个人 又似乎只是直视前方 他心中清楚 他已经经过这些人的拣选 成为了他们的领导 薛斌不用照镜子 也知道自己的眼神中一定有那种凌驾一切的气势 此刻他明白当初在党校 为什么不敢直视台上的官向东的眼神了 那是因为官向东是台下这所有人的领导 他主宰着这些人的发展和命运 他又掌控着一切的权利 薛斌当时坐在台下 也是被掌控命运的一员 无论在哪个方面 他都没有挑战官向东的本钱 今天薛斌也有了掌控台下这些人命运的权利 不用刻意去做什么 台下这些人自然就感受到了薛斌那笼罩全场的气势 这些都是世俗之人 他们在权利面前会很自觉地把自己放到比较低的位置 这是一种心理定势 是一种正常的官场伦理 是两千年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教育出来的结果 而且这种定势和伦理无法回避 只要你还要在这个政坛上打拼 你就要老老实实地遵守 散会后坐在回家的车子里 薛斌已经十分地疲惫了 靠在座椅上小气 这一场选举让他的精神高度集中 就像打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战役一样 手机响了起来 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秘书 接通了电话 回头看了看薛斌说 是开放办的副主任苏林 自从那天两人拥抱了一下 似乎建立起来一种说不清楚的联系 虽然薛斌对苏林 并没有什么进一步的想法 可是心中总是有那么一种牵挂 有时会莫名地想要知道对方的现状 大概苏林也有同样的想法吧 薛斌伸出手来 接过了电话 你好啊 苏主任 苏林说道 恭喜你了 薛市长 这是组织上对我的信任 和同志们对我的支持 薛斌不知道该如何回应苏林的恭喜 他也很累了 也不想思考如何回应 顺口就说出了场面上常说的话 苏林迟疑了一下 他也没有什么可以谈下去的话题 只好说道 我只想跟你说一声恭喜 你现在心情一定很愉快吧 薛斌苦笑了一下 哎呀 没有 就是很累啊 薛斌觉得 苏林应该可以理解自己真实的感受 就实话实说 苏林悠悠地说道 那你好好信息吧 薛斌挂了电话 心中有一丝暖意 有些时候 人是需要一些能够理解自己的朋友 就这么简短地关心一下自己 这就好像在漆黑的夜晚行走 有人在身边说上几句话 虽然说的事情也许无关紧要 但只要知道身边有人在陪你一起走 那你的心里就不会感到孤单了 薛斌想要把手机递给秘书 手机的铃声却再次响起 薛斌看了一眼显示的号码 是新疆家中的号码 便接通了电话 新疆啊 你可千万不要跟我说什么道喜的话呀 电话那边却是官邻 他说道 是我 新疆去北京有事了 薛斌有些不好意思 刚才那句话显露出自己刚刚得志的那种得意 这种话在两个男人之间说说还可以 说给官邻听 就有些小市民的浅薄了 薛斌说道 嗨 原来是你啊 心中却暗自奇怪 很长一段时间官邻不曾单独打电话给他了 官邻笑了笑 虽然你可能已经听你了道喜的话 可我还是想要先恭贺一下你 恭喜你正式成为其中市长 薛斌越发的不好意思 黑黑的干笑了一下 官邻啊 是不是我有点忘形了 这个时候得意点很正常 毕竟能够走到这个位置的人 还是少数的 谢谢你了 不用客气 薛斌 我很好奇啊 你今天正式成为其中市长 大概在你心目中 你算是取得了一点仕途上的成功 薛斌听官邻这么说 连忙谦虚地说道 哎 不算什么成功了 你别打断我的话 你从一个乡镇党委书记 十几年做到了省会城市的市长 怎么说也是有一点成绩的 有个问题吗 压在我心中很久了 以前我是觉得 你尚没有坐到一定的位置 问你的时机不到 今天我觉得可以问问你了 薛斌 你成了其中市长 心里真的快乐吗 薛斌迟疑了一下 其实他并没有感到十分的兴奋 得到了反而有一些失落感 其实 也没有预期中那么高兴 以后 也许你还会更加发达 升迁到更高的位置 可是 你觉得当初为了这些 放弃我们之间的感情 是值得的吗 薛斌被问住了 这个问题 他还真的从来没有想过 沉默了半天薛斌说道 冠灵啊 你现在跟新疆过得 不是很幸福吗 幸福 是有很多种定义的 冠灵啊 我当初之所以放弃 不是因为仕途的原因 而是因为 我认为不能给你 像现在你拥有的这种幸福 幸福有很多种类的 譬如飞和喷火 你说他难道就不幸福吗 起码我认为 他在扑向火焰的时刻 感受到了光明 感受到了亲情 就算是付出了声明 他还是幸福的 薛斌不知道 该如何往下接这个话题 虽然他一直没有后悔 放弃冠灵 可是内心中实际上 还是有着一种隐隐的不安 毕竟冠灵和新疆的结合 大多是由于他的安排 他并没有问过冠灵心中 是不是想要这么做 薛斌斟酌着话说道 这新疆啊 是一个好丈夫 很多他能够为你做到的 我是不可能帮助你做的 冠灵苦笑了一下 哎 新疆是好丈夫这一点 我比你清楚 我也不是想着重新改变什么 我只是想确认一下 这么做 你快乐吗 快不快乐 薛斌也没办法确认 他只好说道 也许快乐吧 冠灵啊 你要知道 生活并不总是那么激情澎湃 有时候 能从白水中喝出滋味来 才是生活的真谛吧 就像新疆现在 跟你过的生活一样 平静 而又互相爱护 这是多好的生活呀 难道你就不快乐吗 反正我是很羡慕你们的 日复一日 无所事事 生活平静的像是一弯死水 这能令人快乐吗 说到这里 冠灵叹了口气 他想到了什么 又说道 也许我们对幸福本身的理解 是不同的 你想要的是平静 不需要为生活去飞心 好争取你试图的进步 而这样的生活 我自小就拥有了 我想的是打破这种平静的激情 薛斌想了想 冠灵说的有些道理 确实是 他和冠灵是在相互羡慕 他想的是千方百计 挤进高层 从而彰显人生的成功 而他渴望的这一切 冠灵几乎一开始就拥有了 他也许还在渴望 能够经历一些坎坷 这些坎坷对于踏实磨难 对于冠灵呢 却是赋予激情的生活 看来 人们都在向往 自己没有得到的东西呀 薛斌含糊其词地说道 也许吧 想透了这一点 冠灵的心中一时怅然弱势 似乎一切前缘皆是命定 他和薛斌只是两条 虽然交叉过 但却各有方向的线 他再也没有说话 漠然地挂了电话 放下电话的薛斌 心中也不是个滋味 他今天才知道 虽然现在两人都已经 为人妻为人夫 为人父母 冠灵至今却对那段旧情 还是耿耿不能释怀 他曾经深爱过这个女人 至今仍不希望她生活不快乐 但是生活有时候 就是这么戏剧性 向往的往往不是你得到的 而当你觉得实现了目标 却往往不如预期 我们总是想选择 对自己最有利的 却总是会选择错误 人生在世 不如一世 十之八九 即便官邻有着这样 先天优越的条件 也不能幸免 车子已经开到了家门口 秘书下了车 过来给薛斌打开车门 等薛斌下车 薛斌看了看秘书 我先不回家了 我想上丽山看一看 他想到 已经很长时间 没去见过信德老和尚了 他的心中有很多话 想要找人倾诉 可是这些话呢 不能在下属面前说 不能在领导面前说 也不能在朋友面前说 当然 他也没有考虑过 跟妻子某利说 人到了中年 很多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 朋友各自成了家 他们之间的关系 已经不再是那么亲密无间 妻子更多的时间 都放在了孩子身上 他的视野慢慢地远离了丈夫 父母上了年纪 他们更关心自己 日渐不太受用的身体状况 薛斌感觉 中年人一方面责任最大 上有老下有小 一方面 中年人心灵是最孤单的 他已经没有了 可以倾诉的对象 也许只有像信德这种人 才适合作为倾诉的对象吧 秘书听薛斌这么说 转身又上了车 车子直奔丽山而去 途中秘书打电话给某利 说薛斌有事 会回家的晚一点 到了丽山报国寺 薛斌让车子停了下来 吩咐秘书可以先回去了 然后下了车 走进了报国寺 报国寺中和尚的晚课 还没有结束 一众和尚正在念诵佛经呢 声音洪亮 听在薛斌的心中 有着一种凝神静气的感觉 薛斌肃立在一侧的走廊里 静待着晚课的结束 第384集 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念诵 却让薛斌有了入境的感觉 他感觉刚来之前的那种烦躁 在慢慢地消退 施主来了一段时间了 薛斌被从宁静中惊醒 回头看了看是信德和尚 站在身后 原来晚课已经结束了 薛斌说道 师父 你们这念的是什么呀 我怎么听着 大多数时间都是在畅纵佛号呢 信德说道 这是八十八佛忏悔文 是和尚的功课 这功课好玩啊 就像小学生数数一样 哎 简单有简单的用处 不一定非要那么复杂 施主还没吃饭吧 薛斌点了点头 要掏找师父一顿了 佛门方遍地 家施主一副碗筷就是了 薛斌随着信德去了他的住处 刚刚坐定 一名僧人匆忙赶了过来 见到薛斌 双手合十 媚笑着说道 哎呀 欢迎薛市长光临闭室啊 薛斌不认识这个僧人 出于尊重 连忙站了起来 打扰贵司了 心中确实十分奇怪 平常来这里 都是跟信德和尚 喝喝茶聊聊天 并没有什么和尚 会闯进来跟自己打招呼 信德看薛斌疑惑 笑了笑说道 呵呵呵 这是本寺的知可 法号会员 薛斌再次点头致意 会员笑了笑 薛市长能够来我们这里 真是让我们感到十分的荣幸啊 薛斌的心里很别扭 他并不喜欢在这里被认出来 便笑着说道 我跟信德师傅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常来常往的 会员师傅 不要客气了 会员啊 薛斌主要和我一起用斋饭 你一会儿多准备一份饭菜 薛市长要在这里吃饭 那好那好 我去准备一下 会员是想要拍薛斌的马屁 可这谄媚的举动 看在薛斌的眼里 却并不是十分的喜欢 这里是他寻求心灵平静的地方 希望能够和信德和尚 做一些平等的心灵交流 不想有这样一个低三下四 一位奉迎自己的家伙 在身边转来转去 薛斌主说道 会员师傅不要忙了 我和寺里的师傅 吃一样的就可以了 会员这时候笑着说道 那怎么可以呢 薛市长是我们寺里的贵客嘛 不能慢待 我叫他们做几个好菜送过来 说完 不等薛斌有所反应 会员转身就离开去忙碌了 这家伙一口一个薛市长 听得薛斌心中很是反感 也让他明白 为什么以前都没见到这个家伙 以前来的时候 他还不是这个城市的市长 甚至基本上还与这个城市无关 现在他已经是这个城市的市长了 开始控制这个城市的运作 当然也包括眼前这座寺庙的运作 这个支客会员一定是敏感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这才赶来拍自己的马屁 看来心灵的最后一片净土也要沦陷了 薛斌可不想再来的时候 看到这个支客僧人拿着什么寺院要做什么的报告 请自己批准 以后这个地方也不能来了 想到这里 薛斌的心中竟然对会员有了些许的恨意 信德似乎看出了薛斌心中的想法 便笑着说道 对不起了 薛斌斌 会员就是这样一个人呢 师父客气了 会员师父太过热情 本来我想随便就好 没想到给贵司添了麻烦了 我了解斌斌心中在想些什么 会员不是太过热情 是有些功利了 稍后我会嘱咐他 施主再来的时候 不要让他随便来打搅 不过也请施主对他谅解 和尚虽是世外之人 可是还是要过一些世上的生活呀 有些利益需要争取 需要会员这样的人哪 师父总是这么洞悉人心 会员这样的人虽然不讨喜 但是确实有些事情需要他们来做呀 施主 亮节就好 会员摘菜倒是准备得很快 不久就送来了四色看上去很清爽的素菜 看来这个支克僧还是很称职的 知道薛斌这样的官僚 每天都是山珍海味 这种清爽的素菜才更令他们喜爱 谢谢了 会员师父 这顿素斋真的很不错呀 薛斌吃得十分舒服 因此对亲自进来收拾的会员表示了感谢 会员笑笑说 薛市长客气了 吃得好 以后欢迎你常来做客呀 饭菜收拾下去后 小和尚就送了茶具进来 开始烧水 信德看了看薛斌 施主又高声了 这世上的消息呀 还真是传得快呀 我这刚刚当选 就连你这里的人都已经知道了 信德笑笑说道 僧俗统理 你看这支客僧人会员 他也是有行政级别的 副处级 本来还想给我安个正处级待遇 被我拒绝了 我上了年纪了 有个地方念念经就好了 没什么政治要求的 薛斌愣了一下 他没有分管过宗教方面的事物 对宗教的管理方式不是很清楚 玄机他就明白了 社会上有很多部门 包括工厂 虽然不是什么行政机关 却都是比照行政机关来管理的 那里面的干部也都有着行政级别 通常人们都会说 相当于某某级 这也是一种我国的特色 整个国家实际上 都是在一种官的思维下思考 用官的层级来比较社会上其他行业 我国人喜欢比较 通过比照 他就会明白 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究竟如何 从而在给这个人相应的对待 大概 这就是国人深陷在骨子里的做官情节吧 第三百八十五集 薛冰想明白后就说道 看来师父也有不肯随俗的时候啊 老纳不过是一个出家人 清清静静地做些修行就好 有些凡尘俗物 确实不应该是我们应该沾染的 小和尚烧好了水 开始泡茶 一股清香便肆溢出来 薛冰有了心旷神怡的感觉 喝了一杯茶后 薛冰说道 师父 我今天被一个朋友问我 做了市长 究竟快不快乐 我想了半天 还是不清楚 自己究竟是快乐 还是不快乐 信德说道 施主啊 这世上 很多人也都是搞不清楚 这个问题的 师父 为什么这么说呀 其实呢 这是一个伪命题 快乐和痛苦 是相伴而生的 没有了痛苦 你就感受不到快乐 最简单的一个比方 就像你刚才吃的素斋一样 请问 你吃的素斋 好吃吗 很好啊 好在哪里呢 清淡 爽口 吃起来很舒服 你之所以感觉好 就是因为平常日子 你油腻的食物 吃得太多了 吃到这少盐 少油的饭菜 就感觉十分的爽口 而老娜呢 天天都在吃这种食物 吃这种东西呀 已经是一种习惯 吃起来 实际上 是一点感觉都没有的 薛冰笑了 答趣道 师父 也馋大鱼大肉了吧 哈哈 施主玩笑了 老娜 已经吃了一辈子素食 现在在吃荤 怕是受不住啊 也许师父你说的有道理 快乐和痛苦 都是交替出现在生活中的 我也没办法说明自己 是快乐还是痛苦 是啊 没有人会一辈子都在痛苦中 也没有人会一辈子都快乐的 施主如果一定要说 自己快乐或者痛苦 那只能是自寻烦恼了 薛冰正式就任市长后 办的第一件事 就是齐州重机场的停产问题 这也是无奈之举啊 那种风风光光的成建工作 都是霍毅一手在抓 为了避免跟霍毅的冲突 薛冰不想插手 而重机场这边是一个麻烦事 薛冰希望能够早点予以解决 他怕这个麻烦会越积越大 知会了霍毅一声 薛冰就让秘书通知齐州重机场 说自己要去重机场调研 车子进了重机场 薛冰就感觉整个厂区冷冷清清的 一个重型机械厂 没有一点机器运转的轰鸣声 这种静谧让人感到十分的可怕 车子到了厂办大楼前面 厂长蒋林带着书记 副厂长之类的人迎了出来 薛冰下了车 看了看周围的环境 没有了生产的厂区 呈现出一股破败的感觉 只有临近厂办不远处 有一栋崭新的建筑 看上去还是比较顺眼的 薛冰指了指那栋建筑 问道 那栋建筑是干什么的 那是职工宿舍 蒋林回答道 薛冰的心里愣了一下 心说这个厂子对职工还是不错的 能够给职工盖这么好的宿舍 对这种状况 薛冰的心中不无怀疑 不过他出来炸洞 还不熟悉情况呢 没什么发言权 就没有说话 陈哲联在蒋林的引导下 到了厂办的会议室 一行人在厂办会议室坐下 蒋林就开始汇报 重机厂的基本情况 重机厂诞生于共和国建立早期 全称为齐州重型机械厂 主要生产国内大型的机械配套产品 其中也包含着军工企业 在计划经济年代 是东海省国有重点大型骨干企业 在全国同行业企业中名列前茅 即使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 重机厂由于产品对路 还是保持着良好的销售态势 后来当时的市委书记侯岳 为了追求政绩 要求重机厂上设备扩规模 重机厂迫于压力 贷款两个亿引进设备 由于重机厂还是一个国有体制 并没有对企业这次引进设备 做出一个良好的规划 加上正赶上市场对重机厂的产品 开始严重需求不足 一些原本被产品良好的销售 掩盖起来的国有企业的通病 就开始在重机厂爆发了 比如企业运行效率低下 社会负担重 抗风险能力低 加上这两亿的贷款 严重加大了企业的债务负担 几乎在完成设备引进来的同时 重机厂的资金链就断裂了 薛斌问道 你们就没有想一些 如何来解决目前状况的办法吗 蒋林说道 我们曾经跟一些外资公司谈过 也有公司来考察过我们厂 可是最后呢 都是因为重机厂历史包袱太重了 这产品呢 已经有些不太适合市场 以及在合资方面存在着分歧 哎呀 所以啊 一直也没有谈成嘛 我们也跑了北京省里 希望国家和省里的主管部门 能够拨付一部分资金 可是能得到的一点资金 哎呀 那也是杯水车薪啊 连基本的维持工人的工资都不够 薛斌说道 你们要开阔思路 想办法引进资金 先把生产启动起来再说嘛 不启动生产 所有的设备就是一堆废铁 蒋林听完后说道 曾经临省一家公司 想要将重机厂的优质资产 进行剥离重组 可是那家公司是私营企业 出价又低 牵涉到侵占国有资产的问题 没有人敢做这个决断 最后谈了半天也不得不搁置了 第三百八十六集 薛斌听了蒋林的话后 说道 什么国有资产被侵占 难道国有资产闲置在这里 就好吗 等他烂成一堆废铁 就好吗 蒋林不敢说话了 低下了脑袋 现在是要解决几千号人吃饭的问题 如果能够解决这几千号人的吃饭问题 就是将重机厂送给人家 也不是不可以的 你们这些同志啊 改革开放了这么长时间了 为什么思想还是这么封闭 国有资产怎么了 国家制备这么多资产 不就是让老百姓能够吃上饭吗 蒋林听完后说道 如果市里面支持 我们厂马上就跟这家公司重启谈判 薛冰点了点头 谈判要灵活些 不要怕吃亏嘛 你们不要又想被人家来救你们 又不肯付出代价 人家又不是傻瓜 凭什么没有好处来救你们呢 他们是雷锋啊 蒋林有点不好意思的笑了 薛市长说的对 我们会尽量考虑对方的需求 在此基础上重启跟对方的谈判 你们啊 你别瞻前顾后 有什么不敢决定的事 可以向市委市政府汇报吗 市委市政府会研究定夺的 薛市长啊 这个还是需要你明确一下 是不是什么都可以谈啊 你要把握两个原则 一是要把重机厂给我启动起来 要把重机厂几千号人养活了 二是不要跟国家明文规定的 法律政策相抵触 除此之外 什么都可以谈 好的 我明白了 现在厂里的工人情绪怎么样啊 还行吧 上次田副市长 不给你们的资金都发下去了吗 都发下去了 不过资金有限 这个月生活费 就没有资金发了 薛斌的眉皱了一下 你们也不能老是这样啊 不是要你们想办法自救吗 几千号人就这么等着 上面拨款下来 发点生活费 你们一点自主谋生的能力 都没有吗 在座的重机厂党委书记高国 有点委屈地说道 我们是觉得 有那么好的设备 放在那里不用太可惜了 所以想要找一些 跟这个有关的工作来做 薛斌有点恼火 脸色沉了下来 你们重机厂好大的架子呀 还非要什么有关的工作才干 是不是觉得可以伸手向市政府要钱就可以了 你们就没看看 那些社会上的老百姓 为了生存 他们什么工作不做呀 我有些时候都怀疑 你们这些人都是怎么想的 是 你们是国有企业 可是也不能什么都不干 完全由国家出钱养着吧 我们已经让部分职工联系了一些机械加工的工作 先开展生产自救 薛斌瞪了蒋林一眼 那你的动作最好快点 市里面的资金也是很紧张的 不可能一再地拨款给你们 你们好自为之吧 这时候 一名干部模样的家伙 匆匆地跑了进来 在蒋林的耳边轻轻说了些什么 蒋林的脸色顿时大变 站起来走到窗前往楼下看了看 薛斌问 怎么回事 薛市长 不知道工人怎么得到了你来的消息 现在都围在下面 想要跟你谈谈 薛斌也站了起来 走到了窗前 只见长办公大楼下面 黑压压围着都是人 粗略看上去 起码有上千号人 薛斌问 怎么一下子聚集了这么多人 不是什么人事先组织的吧 他心中高度怀疑 是不是有人把自己要来的消息 散布了出去 想要通过这种形式 再逼着市政府出钱 蒋林听薛斌的语气不善 赶忙解释 不是有人组织的 我们厂的职工宿舍都在厂区附近 肯定是有人看到薛市长的车子进来了 所以才来想跟市长谈谈 说完 蒋林边忙卖走边对高国叫了一声 高书记啊 我们下去 先让工人们回去 薛斌说道 你下去了 他们就能够散了吗 算了 工人们想见的是我 我下去看看 哎呀 薛市长 你不能下去啊 下去了 你的安全没办法保证啊 薛斌又瞪了蒋林一眼 你把我们的工人同志当成什么了 我相信他们只是为自己求个公道 不会危及我的人身安全的 薛斌就走出了会议室 来到了厂办大楼的门口 蒋林等人生怕有什么闪失 也紧跟着薛斌下来了 门口都是密密麻麻的工人 齐声喊着要生产要吃饭 厂里保卫科的工作人员 正在极力的阻止前面的工人冲进大楼内 薛斌站到了门口的台阶上 大声喊道 大家静一静 我是齐州市新当选的市长薛斌 大家先安静一下 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互相交流吗 工人们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人潮不再往前涌动 目光转向薛斌 看薛斌要说什么 薛斌看人群静了下来 向前面的工人挥了挥手 大家往后退一下 让个空间给我嘛 让我们能够面对面的交流 前面的工人慢慢地往后退了退 薛斌的面前有了一个圆形的空间 薛斌往前走了几步 站到了正对工人们的中间位置 对着工人们说 同志们啊 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 重机场曾经是你们的骄傲 也是我们齐州市的骄傲嘛 现在因为前面的决策失误 造成我们重机场停产 我和同志们一样的痛心 所以我正式就任齐州市长 办的第一件事 就是先来了解重机场的实际情况 以便让重机场起死回生 在这里我先向同志们表个态 齐州市政府一定会让重机场重新恢复生产 绝不会让耗费两亿资金引进的设备睡大觉的 薛斌的话讲完 人群一阵沉寂 过了一会儿 工人们开始热烈鼓起掌来 蒋您看工人们的对立情绪基本上已经没有了 这时候就说道 好了好了 同志们呀 薛市长已经给了大家答复 你们先回去 这厂里啊 很快就能和市政府研究出方案来 恢复生产的 你们先回家吧 第387集 人群中已经有人挪动脚步 想要离开了 这个时候 有人喊了一句 薛市长 你不能就这样给我们一句空话 就想把我们打发走 你给我们一个事件 什么时候能够恢复生产 想要离开的人停住了脚步 人群中又有了几个声音喊道 对呀 我们不能就被这么几句空话给骗了 薛市长 你要给我们一个现实一点的答案 薛斌苦笑了一下 我知道大家很渴望重机场 马上就能恢复生产 可是 这个要求在目前看来还无法达到 我今天是来了解情况的 想要解决问题 还需要同志们给我一段时间吗 不过 我向大家保证 一定会彻底解决重机场的问题 工人们见薛斌说得很实在 吵闹声平息了下来 薛斌接着说道 你们都是重机场的一员啊 重机场恢复生产 不但是我和蒋厂长高书记他们的责任 也是同志们的责任啊 大家有什么建设性的意见 可以向厂里反映 也可以反映给我薛斌 我们一定会采纳合理的建议 尽快恢复重机场的生产的 人群中有人高声问道 薛市长 你能听我们这些工人的意见吗 当然 只要是合理的建议 人群中有人喊 当官的腐败 你管不管啊 薛斌愣了一下 工人们说的腐败 大概就是指身后的这些干部了 他回头看了蒋厘高国一眼 然后说 反腐败是我们党和政府 一直在坚持的 我们党和政府 绝对不允许腐败行为 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存在 你们有什么干部腐败的情况 可以向纪检部门举报 他们一定会依法处理的 人群中这时候又有人说道 我们举报了很多次了 可是并没有人来处理啊 现在我们向市长你举报 你敢处理吗 只要是真实的 我一定会责承有关部门 依法处理 这位同志啊 你可以直接去市政府 找我反映情况 现在大家都散了吧 薛斌不想在这么多人面前 接受举报 一来 这么多工人站在这里 当众揭发腐败事件 很容易让群情激愤 说不定会让刚平静下来的人群 又闹腾起来 二来 被举报的对象 可能就站在身后 揭发的事情 还没办法确认 是不是事实 自己也不方便当场表态 可是不标态 又会让群众不满意 人群中的那个人说道 我不去什么市政府 我怕被你们打击报复 我揭发的事情 就是这些厂级领导 挪用公款 私建高规格的干部宿舍 却搞得厂子停产 难道他们不应该为此承担责任吗 蒋林听了后 冲了出来 你别污蔑好人啊 人群中那个声音笑了起来 蒋林啊 我有没有污蔑你 你心里比我清楚 薛市长 看到那栋宿舍楼了吗 那就是干部的宿舍楼 整个厂区 唯有那一栋楼是崭新的 薛市长 你也可以进去看一看 人家干部们享受的标准 多高啊 薛冰恍然大悟 原来蒋林说的职工宿舍 竟然是高标准的干部宿舍楼 薛冰看向蒋林和高国 两人已经面如土色 薛冰说道 蒋厂长 我需要你给我一个解释 蒋林还想狡辩 薛市长 你别听他们瞎说 薛冰冷笑了一声 他心里很明白 挪用资金建干部宿舍 肯定属实 便看着蒋林说 蒋厂长 我来了半天还没去你家看看呢 要不你领我去看看 蒋厂的脸变得通红 织物了半天也说不出话来 工人们嗷嗷地叫了起来 蒋厂长啊 你领着薛市长去看看你家里的豪华装修 看看我们大伙到底有没有污蔑你 薛冰狠狠地瞪了一眼 在场的蒋林等人 他知道这个时候 自己必须要做出一定的处分决定 如果工人的不满情绪得不到宣泄 会酿成更大的危机 他向工人们伸出了双手 做了一个向下压的动作 示意工人们静一静 工人们看懂了他的手势 安静了下来 薛冰说道 同志们 很感谢你们向我反映这个情况 腐败的行为 已经严重损害了我们工人阶级的利益 为什么厂领导敢于擅自挪用 引进设备的资金 来盖干部宿舍楼呢 为什么耗费了巨额资金 引进设备 却反而导致了工厂停产呢 还有没有其他没有被发现的问题呀 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发人深刑 有必要查清楚 在这里 我向大家承诺 一定会组织相关部门 组成调查小组 对上述问题进行调查 工人们热烈的鼓掌 薛冰接着说道 当然了 大家也要明白一点 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 诚治腐败 也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之内进行 同志们都享有依法举报的权利 希望有情况 多向调查小组反应 调查小组一定会依法处理的 好了 大家请回吧 工人们互相看了看 讨论了一会儿 就三三两两地散了 薛冰这才松了口气 转身进了大楼 回了会议室 蒋林和高国等人 也随着薛冰回了会议室 薛冰坐下之后 看了看蒋林问道 蒋长 你现在可以跟我说说这个干部宿舍楼的情况了吗 蒋林叹了口气 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样子说 薛市长 这件事是我做错了 我承认 要打药罚 全凭你 你还没讲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是 当初是我有私心 想给干部们改善一下居住条件 就在引进资金上面 动了手脚 满以为引进设备之后 能够通过生产销售所得的利润 很快就弥补上的 谁知道 谁知道设备引进来之后 马上就没办法启动生产了 第三百八十八集 薛冰看了看蒋林 问道 你跟我说实话 你只有这一件事情做错了吗 蒋林说道 我这个人老实在一辈子 就这件事情上起了私心 我也是县处级干部 看着同级别官员 住那么好的房子 我心里也有所不甘 哎 这人哪 真是没办法说 从来没偷过机 只偷了这一次 就被抓住了 薛冰想了想 确实也是 这蒋林就算投机 也傻瓜的可以 盖了一栋干部宿舍楼 就显鼻子显眼的盖在了办公楼旁边 几乎是一目了斩的事 薛冰一来就注意到了 虽然薛冰有些同情奖励 可是有些事情还是要做的 事情已经不仅仅是重机场扭亏了 还牵涉到厂领导们挪用资金的问题 他说道 今天这个形势你也看到了 下一步 市里面肯定要派工作组进来了 在这里 我丑话跟大家说在头里 谁屁股上有使自己清楚 早一点向工作组交代问题 还能转个好态度 蒋林和高国都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 一言不发 会议室里的气氛十分的沉闷 薛冰看了看这些人 接着说道 调查是肯定要调查的 不然无法给群众们一个交代 但是 厂里的重组工作也不能停啊 蒋厂长 前面的事情你已经做错了 这个事实无法改变 后面就要看你的工作表现了 如果你能够把重组工作搞好了 可以立功赎罪吗 蒋厂愣了一下 有点不相信地看着薛冰 疑惑地问 薛市长 你的意思 还想让我负责重机场的重组工作 当然了 我又没说现在就要撤你的职 蒋厂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又问道 我犯了这么大的错误 薛市长 你还能相信我吗 我相信你 不过呢 今后重组方面的事 你就要多向我汇报了 而且有一点 我事先声明 改宿舍楼这件事 可以先搁置 不处理 可是再有别的违法事宜 我可保不住你了 蒋厂听后连连摇头 哎呀 薛市长 这个你就放心 你问问老高 我有没有其他的违规行为了 高国在一旁连忙说道 薛市长 蒋厂长这个人向来是很守原则的 挪用资金盖宿舍楼这件事 基本上是我们厂党委的集体决定啊 蒋厂长也是不得已投了赞成票 薛斌心里知道 这蒋厘肯定也不是十分的清白 如果真心不想同意 你可以不去住啊 住进去了再说什么都没用 不过挪用资金盖宿舍楼是一件违规的事 应该受到党纪行政方面的处分 虽然工人们很气愤 但尚不至于受国法的处分 而且目前当务之急 是早一点进行重机场的重组谈判 还是需要像蒋厘这样 熟悉情况的人来参与啊 临阵换将是不利于重组工作的开展的 薛斌就说 你们呀就好好表现吧 如果重组工作进展顺利 组织上会在给你们处分的时候 综合考虑的 离开了重机场 薛斌去了市委 找到了霍毅 跟霍毅通报了重机场的情况 听完薛斌的汇报 霍毅想了一下 薛斌同志啊 你觉得这样处理合适吗 霍书记 我觉得呀 当务之急就是把损失降到最低 蒋林见干部宿舍 是违规 对这件事情的处理呢 只要根据情况 下一份文件 处分他们就可以了 重要的是重机场几千号人 还等着厂子恢复生产 吃饭呢 如果不及时解决 他又会酿成新的上访事件 蒋林已经是全程参与了这件事 熟悉情况啊 一时要找到合适的人替换他 不太可能的 嗯 也是 先解决几千号人吃饭的问题重要啊 不过呢 对于重机场的重组 我们是不是慎重一些 这里面可是牵涉到 很多国有资产的处理问题啊 这里面有很多红线的 薛冰听出了 霍毅这么说 是出于爱护之意 自己新成为齐州市长 霍毅怕自己掌握不好政策 犯了错误 薛冰说道 可是这么大的一块资产 放在那里生锈 也不是个办法 如果被别的企业兼并 等于把政府的一块包袱 给转移了出去 不但养活了几千号工人 政府也可以从他们的生产中 得到税收吗 这看上去是吃亏了 实际上是得便宜 至于里面涉及到的 政策红线嘛 我会小心处理它 我们现在正是一个改革的时代 不就是要处理这些 以前陈旧制度留下来的弊端吗 霍毅说 我们搞改革呀 重要的一点就是 必须要有明确的政策依据 你如果没有找到 一个明确的政策依据 就意味着 你在冒很高的政治风险 你让私营企业兼并 这种中型的国有企业 政策依据在哪里呀 雪冰同志啊 我可是要提醒你 你也是历练多年的干部了 有些时候要知道 自己应该做什么 不应该做什么 雪冰明白 霍毅这么说的意思 自己本分一些的话 懂得官场运作法则的话 就应该指示重机厂 谨慎处理重组事宜 不要冒这种让私营企业 控股国营企业的政治风险 这样即使重机厂倒闭 并不能危及自己的仕途 自己的市长该做做 根本没必要承担这种政治风险 可是雪冰心里也清楚 重机厂已经走到了破产的边缘 就这样 还是要坚持把住控制权不放 重机厂大概只能倒闭了 那样几千号工人的生计 就成了问题 这些工人很多都是在 重机厂工作多年 他们的谋生手段有限 一旦失去重机厂的工作 他们的家庭就会陷入到困苦之中 第三百八十九集 雪冰倒不觉得自己多么有担当 可是自己在市长这个位置上 还是应该多为这些弱势群体考虑考虑呀 他认为做官追求的 不是升到某一个级别 就是有成就 而是能够让自己做一些 让群众受益的事 他的心中 始终以自己在陈家狂乡的作为 而感到骄傲 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当时的作为 汇集了陈家狂乡的百姓 在那里的群众中 做出了自己的口碑 雪冰看了看霍毅 笑着说道 霍书记呀 我知道 你是为了我好 才提醒我的 可是如果循规蹈矩 重机场的资产就无法盘活了 改革本身嘛 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不尝试一点风险 怎么算是改革呢 私营企业也好 国营企业也好 这不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吗 是啊 话是这么说的 可是国家始终是区别对待 私营企业和国营企业的嘛 霍书记 你曾经是我的老师 我至今记得 你在党校给我们上课时的很多观点 那些观点 就是现在说起来 还是有些激进的 怎么我觉得 你现在保守了很多呀 霍毅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走到薛冰身边 拍了拍他的肩膀 笑着说 薛冰啊 做而论道和起而行之 完全是两码事嘛 很多方面 我也是看不惯 就说这个私营企业吧 从诞生以来 就备受管制和歧视 甚至连雇佣多少人都受限制 活像一个受气的丫鬟 可是你看我们国家的外资和合资企业呢 国家给了他们多少优惠 税费减免 土地优惠等一系列措施 这些都是超国民待遇呀 你可要知道 当初那些帝国主义 凭着船间炮利 所要求清政府的 也不过是个国民待遇 当然 这里面呢 有国家吸引外资的考虑 也不一定是错误的 不过 过度管制私营企业 一定会压抑私营经济的发展 会造成国强而民不富的畸形发展 薛冰说道 看来霍书记也知道这里面的弊端 哎呀 我是做过多年研究的 当然明白了 可是明白是没用的 我现在的位置是政策的执行者 而不是政策的制定者 你我呀 都是需要在政策范围之内 来决定和实施行为的 薛冰看了看霍义 老师啊 这一次你就让我尝试一下吧 我并不觉得这是在政治冒险 这个事情做好了 是三方面受益 如果不去做 中机场那就是一盘死棋啊 你真的要去做 我并不反对 可是呢 我也不表态支持 薛冰明白 霍义这是默许了 这些事情呢 由政府这一边来处理 那对蒋林等人挪用资金的调查 该怎么办呢 薛冰问道 霍义听完后 沉思了一下说道 这个嘛 着急开个临时碰头会 研究一下 叫纪检和审计部门 组成一个调查小组 去调查一下吧 薛冰点了点头 好的 我马上去办 这样啊 重机场重组的事呢 你处理起来 要低调一些 多做少说 经过碰头会研究 一个包含纪检部门 审计部门组成的调查小组 进入了重机场 全面展开对重机场的账目调查 调查小组公布了举报电话 设置了举报接待室 欢迎工人群众前来举报 看调查组这么认真负责 工人们的对立情绪消退了很多 有些人主动找到调查小组 反映了一些问题 根据群众的反应 调查小组的工作 深入开展了起来 同时 蒋林带队奔赴林省 找到了那家私营企业 经过协调 重启了对重机场兼并的谈判 一切都在薛冰的预期中 有序地进行着 叶伟红最近心情一直很不舒畅 自劳动宾馆事件之后 他明显地发现 温善有些开始针对他了 只要找到他的一点小错误 就会在会议上公开点名批评 搞得他经常是灰头土脸 叶伟红知道 这是温善因为自己缴了他的好事 而展开的报复 可是并没有什么办法应对他 劳动宾馆的合资已经终止 温善在这方面 并没有留下什么把柄 给叶伟红抓 他找不到可以回击温善的武器 叶伟红的心中暗骂顾同 不该把自己扯进这件事情中来 可是也只得把这口气给吞下去 在工作上更加谨慎 不敢稍事放纵 生怕再被温善骂 这种心态常常干扰了叶伟红的工作 反而更让他有些进退失据 心情的沮丧 更是在喝酒方面表现得十分明显 叶伟红开始借酒消愁了 常常出面接待客人 客人还没怎么喝呢 他就已经喝得七七八八了 所以常常地喝醉 这一天应酬完了 已经是晚上十点 回到宾馆 孙娜就迎了过来 看到他满面通红的样子 有些埋怨地说道 你最近怎么老是喝这么多 也不知道爱护自己的身体 叶伟红黑黑地傻笑了一下 他虽然没喝醉 但却有了些酒意 失去了平常惯有的克制 伸手捏了一下 孙娜甜美的脸蛋 怎么了 心疼我了 孙娜伸手打掉了叶伟红的手 四处看了看 瞪了叶伟红一眼 不满地说道 你叫别人看到 叶伟红呵呵笑着 他很享受孙娜跟他生气的样子 跟着孙娜来到房间门口 看孙娜开了门 就要离开 连忙推他进了房间 关上门 叶伟红就把孙娜拥进了怀里 嘴巴就在孙娜的脸上 脖子上拱来拱去地乱吻着 孙娜有些厌恶地推开了叶伟红 去去去 一嘴的酒味 别来招惹我 叶伟红却蛮横地抱紧了孙娜 我 我就要招惹你 说着 就要去吻孙娜的嘴巴 第三百九十几 孙娜生气了 用力地挣脱开 就要离开房间 叶伟红有点恼火 一屁股坐在了床上 叫道 好吧好吧 你们都滚吧 他妈的 谁都来欺负我 孙娜愣在了那里 回头看了看叶伟红 见叶伟红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 心中有些不忍 又回到了叶伟红的身边 伸手去拉了一下她的肩膀 怯懦地问道 你怎么了 谁给你气瘦了 叶伟红气哼哼地说 我怎么也是一个侍卫副书记 却没有一个人拿我当回事 真他妈的没劲呢 孙娜推了叶伟红一下 我不是拿你不当回事 你今天喝得有点多 我讨厌你身上的酒味 你就别找借口了 讨厌我这个人 就说讨厌我这个人 说什么讨厌我身上的酒味 我知道我现在帮不上你什么忙了 所以连你也讨厌我了 孙娜被说得脸通红 委屈地叫道 我才没有呢 没有 没有你跑什么 好了 不要不承认了 你走吧 孙娜坐到叶伟红的身边 轻推了她一下 有点撒娇地说 好了好了 你别生气了 我不是说 我只是厌恶你身上的酒味吗 我在这里陪你 你不生气了好吗 我没生气 我生什么气呀 现在都是别人给我气手 我哪敢生别人的气 今天是不是 又被温书记批评了 好了 你就别跟她一般见识了 孙娜的话说到了叶伟红的痛处 她仰躺了下去 我哪有资格跟她一般见识啊 好了 我要睡了 你可以走了 孙娜关切地说道 你别生气了嘛 气坏了身子就不好了 再说要睡脏 脱了衣服睡 这么睡可别感冒了 说着 伸手就要去帮叶伟红脱衣服 叶伟红一把就把孙娜的手给打开了 不用你可怜我 孙娜被叶伟红弄得手足无措 坐在床边看着她 心中十分的痛 想了想 她默默脱掉了身上的衣服 钻进了叶伟红的怀里 这个没有经过多少世事的女孩子 想用自己的身体来慰藉一下这个憋屈的情郎 叶伟红的心中又感激又有些孤胆 她紧紧地搂住了孙娜 搂得孙娜都有些透不过气来了 孙娜也抱紧了叶伟红 你不生我的气了 叶伟红叹了口气 是我心里闷 不怪你 孙娜看叶伟红依旧情绪不高 就一边帮叶伟红解衣服 一边在她怀里扭来扭去 她想让情郎兴奋起来 忘记烦恼 叶伟红的身体本能地有了反应 便开始在孙娜的身体上肆意撒野 她表现得很凶狠 就像一只恶狼在撕碎情祸的羔羊 孙娜想让情郎高兴起来 极力地迎合着她 完事后 叶伟红既疲惫又满足 羊躺在那里休息 孙娜靠在她怀里轻声地说道 这下子消气了 叶伟红的心中有些伤感 这种郁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也许以后就只能从孙娜的身上 找到一些快乐了 她搂了一下孙娜 苦笑着说 哎 本来就不管你的事 孙娜哼了一声 可是你把火都撒在我身上了 叶伟红看了孙娜一眼 你生气了 我可没有强迫你跟我 孙娜有点恼火地说 是啊 说我见 自己逃欢送报 自己让你这么折腾 这下你满意了吧 叶伟红觉得自己也有些过分了 就陪着笑说道 哎呀 行了行了 别生气了啊 我知道 你是为我好 你知道我是对你好 你还这么折腾我 你知道吗 你弄得我很痛 你们这样的男人真可怕 我觉得很舒服啊 我认为你也是舒服的 你们女人不都是很享受 男人勇猛一点嘛 你幼死幼幼 根本就是在发信自己 我怎么会舒服吗 你一点都不尊重我 叶伟红有点愧疚了 你不喜欢 可以跟我说吗 孙娜委屈地说 我这不是看你有些生气 想要你高兴起来吗 叶伟红楼挺了孙娜 谢谢你了 小孙啊 下次我会注意的 你还想要下次呀 我们以后 还是少做这样的事情吧 你这样折腾我 我以后要怎么嫁人呢 叶伟红听孙娜说 她以后还要嫁人 心中就有些烦闷 便松开了搂着孙娜的手 孙娜察觉出叶伟红 情绪上的变化 叹了口气说道 你又不高兴了 唉 我不嫁人 你总不能让我跟着你一辈子吧 叶伟红想想也是 她心中从来没有让孙娜 代替林秦二的意思 不论从哪一方面 孙娜都是无法取代林秦二的 既然无法娶孙娜 她早晚会离开自己的 是啊 你总有嫁人的一天的 对啊 你比我大那么多 又不能离了后来娶我 你不应该要求我那么多的 确实是 叶伟红觉得 孙娜为自己已经付出了很多 现在这个社会这么功利 就算是孙娜为了回报自己 为其哥哥安排工作 这个回报也已经足够多了 自己真的没有理由 再要求孙娜什么了 不过心中总还是有些不舍 也有些对自己占有过的身体 想要独占 却不能的遗憾 叶伟红再次搂紧了孙娜 我能够拥有过你 已经很满足了 谢谢你了 给我的安慰 两人就这么依偎着睡了过去 凌晨时分 叶伟红被想要起来离开的孙娜 给惊醒了 她睡眼朦胧地说 你要回去了 对 再晚就可能会被人发现了 叶伟红被孙娜说要嫁人 说得有些不舍 她伸手拉住了孙娜 你再陪我一会儿吧 我不舍得你走 孙娜看叶伟红依依不舍的样子 也有些不舍 就又回到被窝里 依偎着叶伟红 心说再少陪她一会儿就走吧 两人不知不觉又睡了过去 再醒来 已经是天光大亮 看看时间已经是七点多了 孙娜急了 抓起衣服匆匆地穿上 看看走廊里并没有什么人 赶紧跑出去 叫接班去了 第三百九十一集 来接班的人已经在等孙娜了 看着孙娜头发乱七八糟的样子 有点奇怪地问 你去哪里了 孙娜做贼心虚啊 脸腾得就红了 织物着掩饰说 有个客人临时要吸东西 我就去他的房间 来接班的服务员看看孙娜 又说道 你的脸怎么那么红 是不是病了 孙娜慌忙挡开 我没事啊 好了 我下班要回去休息了 说完 匆匆收拾好东西就离开了 叶卫红看孙娜匆忙离开 也是很担心被人发现 自己跟孙娜间的暧昧关系 上班了也没什么心思 好不容易等到傍晚下班 他推掉了所有的应酬 赶回了宾馆 孙娜已经上班了 见叶卫红这么早回来 有些奇怪 不过没说什么 照常给叶卫红开门 叶卫红站在旁边 低声地问道 今天早上 没出什么事吧 孙娜也低声说道 哎呀 差一点被你害死 接班的人问我去了哪里 幸好被我搪塞了过去 叶卫红松了口气 好 那就好 房间开了 叶卫红走进了房间 孙娜却不肯再进来 回头就离开了 又过了几天 一切风平浪静 似乎并没有人发现什么 叶卫红也就真的放下心来 他还是不舍得跟孙娜分手 孙娜也没有态度 十分坚决地不跟他来往 又过了半个月 早上叶卫红照常去了办公室 温善的秘书打来电话说 温书记要叶书记过去一趟 有事要谈 叶卫红说马上就去 就和秘书交代了一声 然后去了温书记的办公室 温善见到叶卫红 站了起来 把叶卫红让到了沙发那里坐下来 温善坐到叶卫红的旁边说道 温善接任书记以来 还从来没有距离这么近的 私下里跟叶卫红谈过话 叶卫红不知温善心中卖的是什么药 心里不免紧张 有些局促地说 温书记想要了解什么呀 请指示 温善笑了笑 露出了一副可爱的表情问道 卫红同志来我们方无事任职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为什么还不把家属给接过来呀 这是因为我家属认为 齐州的教育条件比较好 想要子女在齐州受教育 所以不肯过来呀 叶卫红装作很随意地回答 心里却有一些慌乱 温善突然来关心自己的家庭 绝对没什么好意 温善看着叶卫红 虽然还是笑着 可是眼睛却严肃了起来 真的是这样吗 叶卫红的心脏开始跳动得快起来 他知道温善作为一个市委书记 绝对不会轻易过问 干部的家庭状况 难道他抓到了什么 不利于自己的东西吗 叶卫红没时间考虑 马上就说 是真的 温书记可以打电话问我老婆呢 温善笑了 接着问道 卫红同志啊 是不是组织上 给你的工作太忙了 当你没有时间跟老婆相聚啊 叶卫红听着温善的语气 心中越发的没有了底牌 强自笑了笑 温书记 你究竟想要了解什么呀 怎么老是问到我家里的情况呢 温善仍然是一副和蔼的表情 笑着说道 我了解 一个结了婚的男人 如果长期离开老婆在外工作 是很难熬的 所以呢 出了这种事情 也是难免的 叶卫红听温善的 口气中越发牵涉到男女关系 心中猜测 大概这件事与孙娜和自己的关系有关 不过这是两个人偷情的事 没有被人捉在床上 他就不能承认 他不承认 别人只能是猜测 并没有什么证据 就一定说他们两个人怎么怎么了 叶卫红撞起了胆子 一副无辜的样子 看着温善说 温书记 你有话就直说 我真是搞不明白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温善笑了笑 呵呵 卫红同志啊 我今天呢 这是出于对同志的关系 才跟你谈这个问题 说说吧 你跟方无宾馆的孙娜 究竟是什么关系啊 叶卫红的心中已经有了底 听温善提起孙娜 便笑着说 孙娜是方无宾馆 指定照顾我生活的 小姑娘平时工作勤快 很讨人喜欢 温善瞅了叶卫红一眼 卫红同志啊 是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吗 叶卫红看了看温善 反问道 温书记 我跟孙娜 就是一个照顾和被照顾的关系 你认为会复杂到哪里去啊 温善冷笑了一声 走到办公桌那里 拿了一封信过来 递给叶卫红说道 嗯 这封信啊 你先看一下吧 叶卫红愣了一下 他没想到 温善的手中还真有什么证据之类的东西 接过来他赶紧打开信 信的内容不长 就是像市委检举叶卫红和孙娜之间 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信里面夹杂着几张照片 照片上拍下来的 都是孙娜在进出叶卫红房间的样子 拍照的人很有信 上面都设定了时间 一看就知道 是孙娜很晚进叶卫红的房间 凌晨走出叶卫红的房间 如果这照片的时间准确 就基本上证明 叶卫红和孙娜之间 肯定有不正当的关系 叶卫红看完了信和照片 照片上并没有拍到什么 见不得人的东西 心里更加有底了 他把信和照片扔在茶几上 冷笑了一声 这些人倒真是无聊啊 这能说明什么呀 温善大概也料到了 叶卫红不会轻易承认 跟孙娜之间的暧昧关系 冷笑了一声 说道 卫红同志啊 我知道这些照片呢 并不能作为证明 某种行为的证据 可是也不能说 不存在某种嫌疑吧 第三百九十二集 叶卫红是打定了主意 敌死不承认的 就说道 我不知道温书记 究竟想要知道什么 一定要我承认 跟孙娜之间 有某种暧昧关系吗 你也应该清楚 这照片上的时间 是可以设定的 孙娜因为照顾我 又常常进出我的房间 这些照片都是有心人 故意设计出来陷害我的 再说 就算退一万步来说 我与孙娜之间 有这种关系 我想这也是私人问题 组织上应该管不到吧 温善并没有被 叶卫红的质问吓住 他看着叶卫红的眼睛 严肃地说 卫红同志 你应该明白自己的身份 你是一个党员 又是一个市委副书记 组织上是应该 严格要求你的 我作为方无事领导班子的班长 是要对你负责的 不但要对你负责 而且也要对你的妻子负责 所以我不得不提醒你 在私生活方面 简点一点 叶卫红的心里有些紧张 温善抓住了他的要害 他可以在组织面前辩解说 他跟孙娜之间没什么 可是这些照片 如果摆在妻子林秦儿面前 事情就不是那么容易解释清楚的了 他并不想去面对林秦儿怀疑的目光 而且林秦儿生活有洁癖 能不能容下他这个瑕疵都成问题 当初薛冰也就是因为 被一个妖艳的女人搀扶了一下 林秦儿就此跟薛冰闹翻了 导致了后来他们的离婚 孙娜这边叶卫红只是想借此消除寂寞和苦闷的 他可不想因此闹离婚 叶卫红叹了口气 他感觉自己既不能承认跟孙娜之间的暧昧关系 也不能在温善面前一味地对抗下去 就故作无奈地说道 温书记啊 我确实没有做什么越轨的事 虽然还是没有承认 可是叶卫红的语气明显已经软化了下来 温善笑了 他知道已经找到了叶卫红的软肋 他本来心中就只是想要降服一下叶卫红 并没有想拿叶卫红怎么样 这把柄嘛 只有在没有被揭露出来 才能保持最大的威力 温善也不想把这件事情公之于众 他要留着作为一种有力的武器 让叶卫红沉浮 温善的语调温和了起来 卫红同志啊 我是相信你的 但是也不得不给你提个醒啊 你是组织上培养了多年的干部 组织上对你是给予厚望的 希望你不要在作风方面出什么问题啊 温善给了叶卫红台阶下 叶卫红心中当然明白 他不得不表态说 请温书记放心 可能是我自己行为 有些不够严谨的地方 今后我一定会严加注意的 温善点了点头 嗯 你这个态度就对了嘛 我呢 也没有别的意思 有人把举报信寄到了我这里 我呢 就不得不给自己的同志提个醒啊 我不想随便就怀疑一个同志 可是呢 也不想眼看着自己的同志 反错误吗 温善的话里带出了教训的味道 听得叶卫红的心里十分的别扭 可是他明白 自己不能跟温善公开对抗 只好忍下了这口气 强笑着说道 感谢温书记对我这么负责 嗯 这封信啊 我会严格保密的 回头啊 你跟那个孙娜说一说 让他简点一点 不要频繁地出入您的房间嘛 寡天理下的 难免给一些人造成不必要的误会嘛 叶卫红的心中 已经骂了温善的祖宗八代了 可还不得不笑着说道 回头 我会跟他说的 离开了温善的办公室 叶卫红就开始寻思着 是谁拍了这组照片 想了想 芳无宾馆的人 感觉谁都不可能 却又谁都可能 根本没个头绪能够确认是谁做的 叶卫红虽然没有办法确认 是谁给孙娜偷拍了照片 可是他可以确定 自己的身边一定是被温善安插眼线了 叶卫红心中暗骂 温善这种小人行径 却又不得不为自己以后的仕途担忧 这种状态是不能持续下去了 再持续下去 自己老是受制于温善 在方无事就会越来越没有威信 也就会越来越沦为一个平庸的官员 那样的话 自己可能就要终老于此了 可是叶卫红也没有底气 跟温善来斗 现在方无事是温善的天下 他没有实力跟他斗啊 同时 虽然照片没有拍到什么有利的证据 可是如果真的公之于众 一定会让周围的人都认为 他跟孙娜有一腿 他也的确是有这一腿 这也让叶卫红更加没有了底气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他跟孙娜的暧昧关系 怕是总有被发现的一刻呀 现在社会上的群众 本身都认为当官的 没有不贪钱 不包养情人的 照片又从旁提供了佐证 那自己在方无事的名声 就算是臭了 老百姓才不管照片 能不能确凿地证明这一点呢 这一天都无心工作 晚上叶卫红早早地回了宾馆 孙娜来开了门 叶卫红让他进了房间 却刻意把房门开着 然后低声询问了 孙娜最近有没有得罪什么人 孙娜被叶卫红神秘的举动吓住了 想了好一会儿才说到 没有啊 我跟同事关系是很好的 没有就算了 只是有人拍了 你晚上很晚出入我房间的照片 并且寄给了温扇 孙娜惊叫了一声 是谁啊 谁这么坏 没给你造成什么麻烦吧 叶卫红被孙娜的惊叫 给吓了一跳 瞪了孙娜一眼 你小声点 你还怕别人不知道啊 孙娜吐了吐舌头 我只是没想到 还有这样坏的人 温扇批评你了 见孙娜这个时候 首先关心的是她 叶卫红的心中感到一阵暖意 这段露水姻缘 也不是一点情意都没有 便说道 我没承认 记住 你也要什么都不承认 知道吗 孙娜郑重地点了点头 你放心 不论到什么地步 我都不会讲这件事情的 最近一段时间啊 你晚上就不要来了 小心还有人在背后盯着我们呢 我知道了 温扇跟叶卫红谈过话之后 并没有什么进一步的举动 并没有一点迹象表明 方无宾馆 要将孙娜调离去做别的工作 叶卫红也不好 自己提出将孙娜调开 那样反而说明她心中有鬼 对孙娜也交代不过去呀 叶卫红的心中越发的警惕了 这大概是一个错误养成的陷阱 把鱼放在蝉毛鼻子底下 看你吃不吃 不吃 蝉得要命 吃了就抓你 这种被敌人时时窥视的滋味 可真不好受啊 眼前想要解决这个困局 只有离开方无室一条途径 想到这里 叶卫红的心中十分的伤感 自从被逼离开滨海市 自己似乎走进了一个怪圈 每到一个地方都容身不下 这一次如果再逃离方无室 估计他会成为东海政坛的一个笑话 周末 叶卫红离开了方无室 回了齐州去拜访了霍毅 霍毅看出了叶卫红情绪不高 笑着问 怎么了 卫红啊 叶卫红叹了口气 哎 温善真是不好伺候 现在对我们这些原来支持老师您的 横挑鼻子竖挑眼的 霍毅冷笑了一声 哼 这个家伙是没什么水准 叶卫红看着霍毅问道 老师啊 你能不能把我给调过来 我怕再在那待下去 一定会被温善这个家伙打击报复的 霍毅为难的笑了笑 哎呀 卫红啊 我身边也是缺乏可用的人才 也希望能够把你给调过来 只是现在的形势 我也无能为力呀 管向东同志不再任省委书记了 这工昌同志心来乍到 我尚且不摸他的底细 这个时候给你办调动 有点不合适啊 叶卫红的心中十分的失望 可是霍毅说的不无道理 只好叹了口气 哎 看来 我还要在方无事 熬上一段时间呢 霍毅想要说什么 叶卫红的手机响了 霍毅示意叶卫红先接电话 手机通了 是林琴儿 他说叔叔叶相知道他回了齐州 让他过去吃顿饭 霍毅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办法可想了 叶卫红留下来也没意思 正好借叔叔找他 向霍毅告辞 霍毅拍了拍叶卫红的肩膀说道 你呀 别丧气 坚持一下 有机会了 我会想到你的 叶卫红就去了叶相家里 林琴儿已经带着女儿叶琳来了 叶琳陪着叶相 叽叽喳喳的说着学校的去世 逗得叶相呵呵笑着 叶卫红向叶相打了一个招呼 闷闷不乐的坐下来等着吃饭 叶相问道 诶 卫红啊 你怎么了 好不容易回家一趟 却绷着个脸 你看 叶琳多讨真喜欢啊 叶卫红强笑了一下 伸手爱惜地抚摸了叶琳脑袋一下 想要说什么 却没有一点情绪 叶琳懂事地看着叶卫红 说道 爸爸 什么事情惹你不高兴了 小孩子 不懂的 叶琳认真地说 爸爸别说我是小孩子 我是大人了 什么事情你说吧 说不定我能帮助你啊 叶卫红被逗笑了 抱起叶琳狠狠地亲了一口 嘿嘿 还是我的女儿好啊 这么疼爸爸 叶相看离吃饭还有些时间 就叫叶卫红跟他去了书房 叶琳也想跟去 被林亲儿叫住了 小林 爸爸跟爷有事情要谈 你来跟妈妈玩 叶琳这才留在了林亲儿身边 叶相和叶卫红在书房坐下 叶相看了叶卫红一眼 问道 你在方武市出什么事了 叶卫红知道 随着叶相退休的时间越来越久 他在东海的影响也日渐势微 自己就是想要跟他说要调离方无事 恐怕他也没办法了 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要去找霍益想办法 而不愿意在叔叔面前提起的缘故 还是不要增加叔叔的烦恼了 叶卫红说道 还没事 我只是有点累了而已 你呀 别在我面前装了 说吧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也没什么了 温善看我不顺眼 想要整我 这都是当初我紧跟霍益 一起压制温善的结果 现在温善当事 就想办法报复我 说着 他把温善跟他的谈话内容讲了一遍 不过 他没承认他跟孙娜确实有一腿 只是说 孙娜因为负责照顾他的生活 出入他的房间平凡了一些 这才给了温善可乘之机 夜相听完 气得拍了桌子 这个温善 欺人太甚 他做了那么多年官 应该知道 馆场上 有时不得不选边站的 你已经这样服从他了 他还找机会来整你 简直没有把我夜相 放在眼里 真的以为 我们夜家就是这么好欺负的 夜卫红苦笑了一下 他觉得叔叔火气有点大 便劝说道 算了 叔叔 你已经退下来这么久了 就不要再操心我的事了 胡死 还有不倒微呢 我夜相 怎么说 曾经也算是东海省的一个人物 温善 竟然敢这么小瞧我 夜卫红不知道什么 给叔叔壮了胆子 也许他人老了 反而性子更烈了 夜卫红不想让夜相生气 就说道 好了 我在方无事 有自处之道 您呀 就不用担心了 我来操作吧 看看对你在方无事的工作 进行一下调整 夜卫红半信半疑 笑着说道 好吧 您愿意去做呀 就去做吧 不过 也别太在意了 夜琳跑来找两人出去吃饭 两人就放下了这个话题 一起出去吃饭了 吃完饭 夜卫红和夜相又聊了一些家常 就离开了夜相家 第三百九十四集 第二天 夜卫红也没拿夜相的话当回事 照常回去方无事上班 早上 夜相翻出了自己的电话号码本 这里面记载着一些 还能够联系到的人 这些人都是自己 在担任副书记的时候 曾经提携过的人 现在已经有人逐步走向了重要的位置 夜相找到了一个叫谭宇的人 他拨通了电话 谭宇接了电话 夜相说道 你好啊 我是夜相啊 谭宇有些惊喜 说道 哦 夜副书记啊 最近身体还好吗 还可以啊 夜副书记找我有什么事吗 有件事啊 能不能麻烦谭秘书给我安排一下啊 夜副书记跟我客气了 当初没有您老安排我进省委 哪有我的今天啊 你说有什么事情 当初是夜相发现谭宇很有文采 就想办法把他调进了省委办公室 现在谭宇已经是省委书记 龚昌的秘书 算是东海第一秘了 夜相说道 我跟龚书记啊 曾经是中央党校的同学 能不能安排我见他一面啊 谭宇迟疑了一下 说道 这个我要请示一下 您等我消息 嗯 那费心了 夜相放下了电话 现在就看龚昌是否还记得 他这个党校同学了 谭宇放下电话 整理了一下手头的文件 理了理思路 然后走进了龚昌的办公室 向龚昌汇报他的日常安排 汇报完日程安排 谭宇似乎是不经意的说道 对了 龚书记啊 有一位老同志打来电话 说跟您是中央党校的同学 想问问您什么时候有时间 他想来拜访您一下呀 龚昌看了谭宇一眼 知道他虽然表面上看上去很轻松 实际上却是有些紧张自己的回答 看来这个打来电话的老同志 跟谭宇的关系不浅啊 龚昌明白 秘书有时候起的就是一个过滤的作用 不重要的人谭宇直接就过滤掉了 没有过滤掉就说明起码这个人在谭宇那里是重要的 龚昌记得在东海只有一个党校同学 就说道 是叶向同志吧 对 就是他 龚昌想了想 他是空降干部 需要接地气呀 叶向这位曾经分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 对他的帮助会是很大的 而且 东海省自解放以来 一直是本省人出任省委书记 他还是第一个外省人来出任东海的省委书记 他必须跟一些本土派系建立起良好的关系 再说 在中央党校的时候 他跟叶向相处的也还不错 种种因素下 龚昌决定见叶向 便笑着说道 好吧 你根据日程安排一下 我见一见叶向同志 两天后 龚昌在办公室见了叶向 龚昌热情地跟叶向握手 笑着问候道 哎呀 老叶呀 身子骨还硬是吧 哈哈 谢谢龚书记关心了 还算可以吧 两人寒暄了一会儿 龚昌直奔主题 老叶呀 找我有什么事吗 叶向笑了笑说道 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啊 我今天厚着脸皮来找你 是有一个不好说出口的事情来求你了 哎 有话就直说吧 老叶呀 是这样的 我呢 有一个侄子在方吴市任副书记 你知道 人老了都念亲情啊 希望亲属能够守在身边 我很想把他调到身边来工作呀 哦 是这样啊 叶向见龚昌并没有表态 便说道 是不是不太好处理呀 龚昌看向叶向 叶向以亲情为借口 话呢 又说得很谦卑 再说事情并不是十分难办 就说道 嗯 这件事我会考虑的 你侄子叫什么名字呀 哦 他叫叶卫胡 龚昌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记下了名字 好 我记下来了 叶向又跟龚昌聊了一下东海政坛上的事 龚昌比较虚心的听了叶向的意见 龚昌的下个日程时间到了 谭语进来提醒龚昌 叶向站起来告辞 龚昌把他送到了门口 笑着说道 有时间呀 多到我这里坐一坐嘛 叶向点了点头 就跟龚昌分手了 这次见面 龚昌给了叶向足够的尊重 让叶向十分的满意 郭瑜打来了电话 在新一轮的干部调整中 他如愿以偿 正式成为了西海县的财政局长 薛冰听完 就知道自己要兑现承诺的时候到了 楚涛既然已经安排了郭瑜 出任财政局长 自己就要想办法 安排齐州郡齐集团 跟西海燃油机场接洽 看看能不能合作 薛冰已经对郡齐集团做了一下了解 楚涛的眼光确实不错呀 这个郡齐集团确实是一个效益很好的企业 这就让薛冰感受到了难度 虽然从主流的意识形态中都在强调人民的力量 可是不得不承认 一个企业的兴衰往往都是基于当家人一个人身上 齐州郡齐集团就是这样一个鲜明的例子 齐州郡齐集团原本是一家小型的摩托车组装厂 基础十分薄弱 可自从贾跃1984年成为这个厂子的厂长后 这个厂子就开始了他的腾飞 贾跃带领工人们开始了民用摩托车的发展 在1990年成功引进了日本摩托车技术 这成为了齐州郡齐集团的一个里程碑 市场竞争力开始大幅度提升 产量收入税收 出口创汇那都是全行业第一 当时中央领导来视察都去齐州郡齐集团 郡齐的经验在全市全省推广 第395集 在贾跃的领导下 齐州郡齐集团早在1992年 就率先进行了股份制改造 完成了产业改造和技术升级 并于1993年10月 在上海证券市场公开发行了5万A股 募集资金4个多亿 同年12月在上证所挂牌上市 是我国摩托车行业 及东海省第一家上市的公司 其后短短4年 齐州郡齐集团先后三次 从资本市场累计融资达16亿多元 为公司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 创造这个成绩的贾跃 成了齐州这个城市的神话 甚至连老百姓都在传说 齐州电视台美丽的女主持人丁文 是贾跃的情人 本来女主持人通常都是被传说成 市长或者是市委书记的情人的 据说贾跃是一个很有前瞻性的领导人 甚至有人说他是齐州最具企业家品质的 他的谋略决策力 个人执行力都很强 这样一个人物是不太可能被人左右的 这就让薛冰感受到了难度 薛冰决定去拜访一下贾跃 试探一下贾跃对兼并西海县燃油机场的看法 如果贾跃不愿意 薛冰也不能强求 只能给西海县燃油机场再找可能兼并的公司了 贾跃对薛冰的到来并没有表现出十分的热情 这些年来中央很高级别的领导都常来视察 薛冰这样职务的官员并没有放在贾跃的眼里 薛冰对贾跃没有表现出来应有的热情 内心十分的不高兴 可是他是有求于贾跃的 也就克制住了自己的不满 满面笑容地跟贾跃参观场去 参观完场去 薛冰被带入了齐州郡齐集团的会议室 墙壁上挂满了锦齐奖状之类的荣誉证明 薛冰看到室内桌上摆了笔墨纸验 心中有些不高兴 心说这秘书是怎么安排的 自己的毛笔字写得很差 怎么好意思拿出手呢 不过薛冰很快就发现了 自己是其人忧天了 贾跃并没有让薛冰提字的意思 而是连客套都没客套 自己走到了桌子前 酝酿了一下 挥毫写道 踏上俊齐 马到成功 书赠薛冰同志共勉 薛冰心说 你也太狂了吧 就算你的业绩好 我也是齐州的市长啊 是你的上司 你凭什么跟我共勉呢 薛冰是又好气又好笑 这个家伙怎么那么像西海的良德呢 傲气霸道 为所欲为 专横跋扈 贾跃有娇人的业绩称着 薛冰不好意思说什么 他也不能去争说自己是上司啊 就算是提字 也应该自己提 那样会显得毫无风度 薛冰只好故作欣赏书法 笑笑说道 想不到贾总裁还真是多才多艺啊 写得一笔好掩体啊 贾跃对薛冰认出自己练的是掩体 倒是显得十分高兴 笑着说道 哎呀 薛市长也懂书法呀 薛冰笑了笑 只会看呀 贾总裁的书法解体方正茂密 笔画横轻树众 比例雄强元厚啊 气势庄严雄混 很得掩体精髓呀 很符合贾总裁的身份呀 贾跃笑了笑说 哎呀 这薛市长还是个行家呀 这下子 贾跃似乎感觉遇到了之一 变得客气起来 说话间开始有了笑容 谈笑了一会儿 贾跃让秘书去把自己的作品拿过来 秘书出去了一下 带回两套书 薛冰一看 一本是贾跃文集 一本是贾跃总裁谈销售 内容不知如何 装表倒是极度精美 想来是齐州俊齐集团出资印刷的 薛冰心中越发的好笑 想不到这个家伙还出书了 贾跃把书放到了薛冰面前 笑了笑说道 这是我多年工作的一点总结 送给薛市长刘念 薛冰一本正经地接了过来 笑着说 我一定会好好拜读的 书交给秘书收好 薛冰笑着问道 我看贾总裁 真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人啊 你对齐州俊齐集团 有没有更好的规划呀 我觉得呀 摩托行业会日渐衰落的 下一步啊 我考虑要上马汽车了 薛冰的心中暗自高兴 你上汽车 那就需要发动机 西海燃油机场 就是生产发动机的 这个话题倒是贾跃主动引发的 薛冰说道 看来贾总裁高瞻远瞩啊 已经看到了行业的未来发展趋势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开始布局啊 哦 事情啊 已经在规划中了 薛冰说道 我当初工作的西海县 有一家燃油机场 不知道贾总裁 有没有听说过呀 哦 西海燃油机场嘛 这家原本在行业内 算是一家小有名气的企业 他们现在不行了 这管理啊 上不去 企业已经很困难了 看来这个西海燃油机场 早在贾跃的事业中了 了解 那就好办 薛冰说道 我有一个私人方面的建议 贾总裁有没有考虑过 把西海燃油机场给兼并过来 凭你的管理才能 能把他起死回生啊 贾跃看了薛冰一眼 他手头正有一大笔资金 不知道该如何去花呢 肩并倒不是一个壮大自己的好办法 贾跃说道 这个嘛 我可以考虑一下 贾跃只是说要考虑一下 这样薛冰感觉受到了轻蔓 不过 薛冰从今天这个态势已经看出来了 靠自己这个市长的权利 是没办法压服贾跃去做什么的 便笑了笑说道 肩并一个厂子 比新建一个厂子 要省时省力的多 这一点我想贾总裁是比我明白的 这样吧 我让西海燃油机场的人 来跟你接触一下 贾总裁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再做决定 第三百九十六集 贾跃大啦啦的点了点头 行了 你让他们过来吧 薛冰心说 看来我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至于成与不成嘛 就看西海方面的努力了 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薛冰在等着楚涛的到来 他已经通知楚涛 齐州郡奇集团 同意跟他们接触一下 要楚涛带燃油机场的人 来跟贾跃接洽 已经过了预定的时间了 楚涛还没有来 薛冰有些无聊 便胡乱翻看着 从齐州郡奇集团 带回来的贾跃的文集 和贾跃总裁谈销售这两本书 书里面都是贾跃说过的话 开会的发言稿之类的东西 语言狂妄 口气很大 想及了贾跃这个人的口吻 据说齐州郡奇集团 人手一本 也作为礼物送给去集团考察的人 薛冰带着好笑的心情翻看着 忽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似乎梁德也出了这么一本 类似的书 不过梁德更实在 他的书叫做梁德语录 现在是一个经济挂帅的时代 像贾跃梁德这样的 在经济方面取得了一点小小成绩的家伙 竟然自大到出文集语录的程度 薛冰觉得这个社会不知道是进步还是退步了 一时间心中竟然十分的悲哀 贾跃梁德这样的人物能够这么自大 一方面是有自己性格的缘故 另一方面也是他们周围的人对他们的推崇 对贾跃梁德身边的人物接触来看 这些人不知道是真心的 还是为了某种自身的利益 一概把贾跃梁德夸得是天上有地上无的 似乎这都是神话中才有的人物 我们国人也是一个崇拜神话人物的民族 碰到了冤案就渴望青天 碰到乱世就渴望救星 这种心态鲁迅在文章中形象的描写过 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贴了 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 自己被人凌略但也可以凌略别人 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 一级一级地治愈着 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 因为躺一动弹虽获有利 然而也有弊 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吧 天有时日人有时等 下所以是上上所以供神也 但是台没有陈不是太苦了吗 无需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欺更弱的子在 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 他日长大 生而为台 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 供他驱使了 如此连环 各得其所 有感非议者 其罪名曰不安分 学兵对目前一种复古的风气 是十分反感的 改革开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便有人开始说 这是几千年文明杰出的圣国 鲁迅在文章中还说过 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人多起来了 加之以外国人 我一面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气中 一面深思着对于外人有着魅力的这东西 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好的成果 就是立足于改革 改革掉了我们固不自封的保守思维 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技术 而不是几千年臣民的思想 薛斌有时候很怀疑这些主张复兴国学的人 他们是不是对现实社会制度不满 这一点鲁迅先生早就看到了 他说 国学家的重奉国粹 文学家的赞叹固有文明 道学家的热心复古 可见于现状都已不满了 但我们也就像古人一样 永久满足于古已有之的时代嘛 有时候薛斌感觉 不怪乎我们的伟人当初那么推崇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的杂文确实有发龙震窥之力 看来金人十分有必要在读一下鲁迅 薛斌笑着把贾跃的两本书放进了书柜 他并不想将这两本书扔掉 虽然这两本书的内容基本上算是垃圾 可是这能作为一种历史 等着将来潮水落去的时候再来读一读 你会从中能领会到历史这个家伙 一种别样的幽默 敲门声响起 薛斌收拾好玩笑的心情 含了一句进来 楚涛带着一群人站在了门外 薛斌站起来笑着迎出来 你好啊 楚书记 便跟楚涛握手 让这些人往办公室里走 楚涛笑着说 你好啊 薛市长 你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说着楚涛侧过身来 指着人群中的一个女人 薛斌看了过去 惊喜地说道 哎呀 湘芸 是你吗 人群中的湘芸点了点头 是我 薛市长 你这些年还好吗 人群自觉为两人让开了一条路 薛斌跟湘芸的手握在了一起 薛斌打亮着眼前的湘芸 湘芸比以前变得风鱼了很多 财富让他身上原本那种寒酸困苦的气息 消失得无影无踪 岁月并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什么痕迹 反而让他显得雍容华贵起来 哎呀 湘芸啊 你可是一点都没变呀 湘芸也在打亮着薛斌 这个让他魂牵梦影的男人 他可是苍老了很多呀 冰边竟然有了几根白发 他很想伸手去抚摸薛斌的冰角 却理智地克制住了自己 湘芸说道 薛市长 你可是有些苍老了 你也看到我的白发多了 多请应笑我早生滑发呀 你这家伙也是 我来齐州这么多年了 你也不上来看看我 其实湘芸很早就想来看薛斌了 可是他也明白 薛斌只是拿他当好朋友 并没有那种意思 而且双方各自有家庭 来看薛斌 只是徒增想念而已 也就放弃了上来的想法 这次是楚涛利妖 加上儿子梁斌日渐长大 湘芸很想让薛斌见见儿子 就跟着楚涛一起来了齐州 第三百九十七集 湘芸苦笑了一下 我知道薛市长的工作比较忙 所以就没事来打搅 你这就见外了 你和丁李都算是我的亲人 再怎么忙我都会见的 对了丁李没来啊 楚涛说道 丁局长工作较忙 所以这次没有过来 薛斌遗憾地说 这个老丁总是这么古板 薛市长 这次我儿子跟着我来的 冰儿 快来见见你薛伯伯 说着 湘芸将躲在人群后的儿子 拉到了薛斌面前 薛斌见到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 站在自己面前 唇红齿白 一副清爽的模样 心中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 便拉着孩子的手 笑着对湘芸说 哎呀 你儿子都长这么大了 真帅啊 叫什么名字 湘芸看了看薛斌 心说 长得像他爸爸 怎么能不帅呢 遗憾的是 现在并没有可能 让他们父子相认 梁斌见湘芸不回答薛斌 他就自己说道 不不好 我叫梁斌 声音清脆 听在薛斌的心中 十分的悦耳 他低下了头问道 真懂事 你学习好吗 在学校考第几名啊 梁斌骄傲地说 我考第一 薛斌爱惜地拍了拍 梁斌的脑袋 赞许德说 嗯 好样的 薛斌把楚涛等人 让进去坐下 开始向楚涛介绍 齐州郡齐集团 以及贾跃的情况 交代了几个 要注意的地方 梁斌被薛斌拉着手 乖乖地坐在薛斌的身边 静静地听大人们讲话 交代完之后 薛斌就让秘书 带楚涛他们 去跟齐州郡齐集团接洽 楚涛就要告辞 湘云也想跟着楚涛一起离开 薛斌有些不舍 湘云啊 你留下来吧 中午我请你吃饭 薛师找你工作很忙 我就不打扰了 我想去苏厅长那里去看看 能看到薛斌一面 湘云已经是很满意了 再留下来一起吃饭 湘云不知道该跟薛斌谈什么 现在两人相隔几百公里 生活并没有什么交集 基本上算是两个世界里的人 共同的话题已经不多了 薛斌也没有强留 他说道 那行 我就不留你们了 有时间呀 多来看看我 这孩子跟我挺亲的 什么时间带他去我家里玩 湘云心里明白 到底是父子天性啊 所以薛斌看到良斌 感到亲切 可是这一切 只能是心底的秘密 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说的 就点了点头说道 嗯 有机会的吧 贾跃接待了楚涛和西海县 燃油机场的人 曾经燃油机场也辉煌过 在省内也是鼎鼎有名的企业 贾跃对这一点很是看重 加上燃油机场 正符合他想做汽车的规划 因此对待楚涛他们还算热情 楚涛因为有了薛斌的关照 知道贾跃是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言语间对贾跃十分的尊敬 这人呢 大多都喜欢被拍马屁 贾跃因此也十分喜欢楚涛 双方算是一拍即合 贾跃答应会尽快安排去西海县 考察燃油机场 东海省接到了中纪委转来的一份 举报东海市委书记文平的资料 是港商腾龙集团举报文平大搞全色交易 收受外商巨额贿赂 插手重点项目 非法为公司做担保贷款 批地黑幕等诸多问题 其中包括一盘长达五十分钟的文平接受香港某个小影星色情服务的光碟 中纪委接到这份举报 十分的震怒 要求东海省严肃查处 东海省纪委马上立案调查 双规了文平 文平一案爆发 文平被双规后 随即爆出了他包养 滨海电视台主持人徐梅等多名情人的丑闻 这一丑闻 虽然调查部门还没有最终确证 但是显然不是空穴来风 刘骏的腾龙集团 之所以举报文平 赵端于腾龙集团开发的滨海广场 受创于亚洲经济危机 腾龙集团在开发了滨海广场一期工程后 资金链断裂 没有了后续开发的能力 三座即将封顶的公寓楼和一座酒店 孤独地矗立在阳光下 工地最南端的一座写字楼 只有几十根钢柱立在地上 几台巨大的塔雕 静静地俯视着凌乱的工地 工地四周的铁皮维护墙 早已经秀迹斑斑 滨海广场后续的工程 成了滨海市最醒目的烂尾楼地带 成为了滨海市长的假人 是被下派来镀金的 他急于做出自己的政绩 自然不肯放任滨海广场这个黄金地带 变成满目疮痍的烂尾楼 他几次出面 跟腾龙集团协调 希望腾龙集团能够筹集资金复工 腾龙集团却是现身于亚洲经济危机的泥沼中 难以自拔 根本就拿不出来后续资金继续开发 假人看腾龙集团 一再把他的协调置之不理 十分的震怒 开始清查滨海广场项目 发现腾龙集团至今还没有缴清应缴纳的土地出让机 便以此为由 现期腾龙集团全部缴纳土地出让机 刘骏起初并不以为意 他找到了市委书记文平 想要文平出面协调 让假人放过腾龙集团 文平答应了 他以为凭他市委书记的权威 一定会让假人同意的 结果没想到 假人仗着省里面的后台 根本就不卖文平面子 对文平要求再给腾龙集团一点时间 根本就没当回事 现期一到 滨海市土地部门 以未在约定的现期内 付清全部地价款为有 宣布收回滨海广场等 五宗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刘骏的腾龙集团 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损失惨重 刘骏为了这件事 还送给文平一百万 满心以为 脱过这段资金紧张的时间 就会重新东山再起 没想到事情的结局 竟然是这样 刘骏感觉被文平出卖了 一怒之下 将原来手头的一些文平的把柄 通过一些高层的朋友 递给了中纪委 第三百九十八级 东海省委对文平出世 十分的震怒 东海省向来被认为是一个稳定可靠的省份 这里的干部一般被认为是忠诚可靠的 很多从这里成长起来的干部 都会被派往边疆省份作省长省委书记之类的重要职务 所以在我国的政坛 有东海守边疆一说 现在东海两个重要地级市的市委书记 接连出现问题 搞得东海省本土官员 有些灰头土脸 颜面无存 贾仁代理了市委书记 他自认为这是他上一步的大好机会 就会齐周为此事四处奔走 希望能够通过关系成功上位 一路活动下来 很多高层基本上表态 会支持他成为滨海市市委书记 贾仁很满意地回到了滨海市 信息满满地等待着市委书记任命了下来 但是一件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国内一家著名的网站上 突然出现了一个帖子 帖子以实名举报滨海市市长贾仁 长期包养二奶 作为题目详尽地讲述了贾仁包养二奶 以及为二奶谋取经济利益的经过 发帖人自称是贾仁的妻子红艳 由于帖子涉及到了高官二奶的 时下网民感兴趣的敏感字眼 一时间网民跟帖热烈 各大网站纷纷转载 贾仁的大名瞬间就传遍了网络 贾仁得知这一状况的时候 是在国内某大报记者采访他的时候 他并不十分关注网络上的消息 惊讶地说 我的妻子怎么会举报我呢 记者说道 网帖上有你妻子的姓名和工作单位 我们经过核实 这是属实的 记者随后向贾仁转述了网帖的内容 贾仁的心中十分的震惊 这明显是别有用心的人搞出来的 他说道 这是污蔑 我根本就不认识这所谓的二奶 贾仁和妻子随即联系了那一家网站 声明那个帖子是别人假冒了贾仁妻子的名义而发的 完全是陷害 要求网站立即删除帖子 并保留进一步追究网站法律责任的权利 网站知错能改立即删除了帖子 向贾仁夫妇道了歉 并且按照贾仁的要求 在网站上登了道歉声明 帖子虽然被删了 但是影响已经出去了 这件事成了当时报纸电视等媒体的热点 龚昌也看到了这条消息 他虽然也清楚 这里面肯定是有人为了争夺滨海市委书记而搞的阴谋 并没有展开纪检调查 心中却是半信半疑 加上滨海市文平这件案子也牵涉到包二奶 贪污受贿等等腐败 为了谨慎起见 还是不能让假人这种有嫌疑的干部 接任市委书记 东海省再也不能承受 短时间内出现第三例高官腐败的情况了 于是本来很有希望接任市委书记的假人 首先就在龚昌心目中出局了 可是人选也不能从滨海市市内产生啊 这次王铁事件肯定是滨海市的官员搞的 他们或者是基于市委书记的位置 或者是对假人心怀不满 龚昌心中以为基于市委书记那头的可能性比较大 他不想让这些人的企图得逞 同时龚昌对滨海市有着很大期望 他想以滨海市委中心 开发一条沿海的旅游带 启动东海省的旅游经济开发 因此他希望能够选任一个精明强干的人 来担任新的滨海市委书记 本来龚昌觉得薛冰是很适合这个位置的 可是考虑到齐州的政坛刚刚出过侯岳的事 薛冰和霍毅刚刚把齐州的局面稳定下来 这个时候再把齐州市长调走 薛冰的工作就会中断 似乎又需要一个稳定时期 这样对齐州的工作开展是不利的 考虑再三 龚昌的目光落到了分管组织的 齐州市委副书记云翰的身上 这个同志政治方面可靠 是一个可用之材 一个月后 经过一系列组织程序 云翰接任了滨海市委书记 贾仁仍继续担任滨海市长 据说贾仁在任命公布之后 在一个私人场合喝得鸣鼎大醉 大骂省委昏庸 上了别有用心人的当 省里面的高层听到了一些 贾仁对省委不满的风言风语 贾仁在政坛上的上升势头 到此戛然而止 此后若干年一直在市长这一级别上打转 直到退休 对于接任云翰的人选 龚昌征求过霍毅的意见 霍毅推荐了叶卫红 龚昌记起了叶相 找他要求把叶卫红调到齐州来工作的事 也就顺水推舟了 叶卫红接到了去齐州任市委副书记的任命 既高兴又伤心啊 高兴的是 总算是离开了方无事这一亩三分地 不再受温善的气 伤心的是 他还是一个市委副书记 级别上并没有上升 原本他已经走到了薛冰的前面 可这几年蹉跎下来 他又落到了薛冰的后面 温善对叶卫红的离去是十分高兴的 他感觉去掉了一个眼中钉 因此特别为叶卫红举行了送别晚宴 温善看上去十分的兴奋 微笑着频频举杯敬叶卫红 一再恭贺叶卫红去了省城 日后一定是前途无量啊 叶卫红呢也是红光满面 笑声朗朗 对温善的敬酒 他都恭恭敬敬的双手碰杯 同温善碰杯 然后一饮而尽 两人一副兵主相得甚欢的模样 根本就没人看得出 不久以前 两人还是心结沉重 虽说是给叶卫红送行 可是在场人的目光 还是放在温善的身上 温善才是这里的主人啊 叶卫红只不过是 引起酒宴的话题而已 因此对叶卫红祝贺完了之后 奉承华都是奔着温善去了 话里话外都是在说 温书记怎么怎么好 领导风格出众 众人前赴后继 为温善戴着高帽子 醉意朦胧中 温书记的形象变得越发的高大 几乎要像鲁迅先生所说的 需要仰视才行了 第三百九十九集 温善看到众人 对叶卫红的冷落 笑着说道 你们哪 不要这样都冲着我来 今天的主题是叶副书记嘛 来 卫红同志啊 我敬你一杯 我们在一起工作了 这么长时间了 难免有不周到的地方 你还要多担待啊 叶卫红笑笑说道 温书记客气了 这些年我跟着温书记 也学到了很多 心中十分感谢呢 两人的杯子再度碰在一起 又是一饮而尽 众人因为温善发话了 目标再度转向了叶卫红 纷纷举杯跟叶卫红碰杯 叶卫红呢不好推辞 只好是一一承受 很快他就感觉到自己有点喝多了 幸好温善 并不想看叶卫红的洋相 他觉得 将叶卫红挤出方无市 已经是有些过了 而且叶卫红虽然是平级调动 可谁都知道 齐州市可比方无市重要多了 叶卫红这是升迁了 温善觉得应该留一点余地 以便将来好相见呢 因此看到叶卫红略微有罪态之后 就提议散息 既然温善提出结束 众人也都站起来握手告别 叶卫红第一个跟温善握手 很干脆利落地说了一声谢谢 然后就转身离开 他想趁着自己清醒赶紧走 出了大门被冷风一吹 叶卫红顿时觉得酒意上涌 有种想要吐的感觉 强压着上了车 车子直奔方无宾馆 司机看出叶卫红有点喝多了 就把他送上了楼 让孙娜开门 把叶卫红送到床上躺下 嘱咐孙娜给叶卫红泡点茶水喝 孙娜泡好了茶 服侍着叶卫红喝了几口 然后去扭了一个热毛巾 给叶卫红擦脸 叶卫红其实并不怎么醉 这么一折腾 酒就有些醒了 看着孙娜呵呵地傻笑 孙娜坐在了床边 看着叶卫红说道 你要离开放屋室了吧 你也知道了 你都不打算跟我说一声吗 我这不是在跟你说吗 孙娜看着叶卫红问道 你走了以后 我怎么办呢 叶卫红愣了一下 他还真没考虑这件事 他小心地看着孙娜问道 你想让我怎么办 孙娜急了 质问 什么叫我想让你怎么办 难道我跟了你那么长时间 你对我就不需要一点责任吗 叶卫红脑袋里晕晕的 原本他以为 这一段露水姻缘 会随着他的离去 无疾而终 他觉得并不需要对孙娜 做些什么 原本孙娜跟他好的时候 也没说想要什么呀 中了医 那就要承受果 叶卫红心里苦笑了一下 他这个时候 才意识到孙娜并不是完全看上去 那么简单质朴 这个女人也有他想要得到的东西 叶卫红知道 这个局面绝不能撕破脸 这个时候把事情闹大了 会影响自己调动的 还是先哄一哄这个女人吧 叶卫红笑着说道 我不是不想负责任 关键是 小孙啊 你想要什么呢 不过呢 我先声明一点 我是绝对不可能跟老婆离婚的 他先给孙娜打了一个预防针 防止孙娜 倾及她的底线 孙娜苦笑了一下说 哼 不管我怎么对你好 在你心中还是你老婆最重要 那当然了 我老婆跟我同甘共苦这么多年 她对我来说 那才是最重要的 孙娜扑齿一声笑了 那你还跟我好 这 这 这个嘛 你这个那个什么呀 我一个黄花闺女 陪了你这么长时间 难道就不算是同甘共苦 这是两回事吗 是 是我剑 我是鸡 陪领导解决生理上的鸡壳是吧 哎呀 我不是这个意思 小孙啊 我知道你是纯洁的 我不纯洁了 我的厨子之事已经被你拿走了 你却连一个交代都不肯给我 我没有了 我这不是在问你想要什么吗 我想要什么 你肯帮我吗 你说嘛 只要是我能办到的 我一定会办的 房屋宾馆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 我跟你之间的关系 你调走了之后 我在这里肯定无法容身 我想要跟你走 叶卫红有点傻眼了 他原本想 孙娜要什么就想办法给他 然后两人一干二净地分开 从此两步相干 没想到孙娜提出来的是 要跟他走 这可就是一块牛皮糖了 沾上了可就接不下来了 叶卫红说道 这个问题嘛 有些难哪 你要别的 我还可以想办法 他不想答应孙娜 虽然把孙娜调到齐州工作 对现在的叶卫红来说 并不是一件难事 可是调了过去 两人的关系就会继续纠缠下去 叶卫红不希望再这样了 孙娜看着叶卫红 苦笑着说 你对我真的 就一点爱意都没有吗 是我的身子不如你老婆 还是我对你不够体贴 孙娜这个样子 叶卫红看在眼里 十分的不忍心 这段在方无事不得知的日子 幸好有孙娜作伴 自己才得以顺利度过 要说他心里对孙娜一点不喜欢 或者孙娜对他不够体贴 那都不是事实 叶卫红叹了一口气说 哎 小孙啊 你也明白的 我年岁大你这么多 做你的父亲都可以了 我们俩几乎是没有未来的 你还是看看工作方面 或者是其他方面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我一定会想尽办法帮你的 我没有别的要求 你就把我调到其中 跟在你身边就好了 叶卫红看看孙娜 坚决的样子 叹了口气说道 小孙啊 也不知道 你究竟是为了什么呀 孙娜扑进了叶卫红的怀里 撒娇地在他怀里扭动着 我不想再也看不到你啊 好吧好吧 我到了七周 就想办法把你调过去 这才对吗 说着 就在叶卫红的怀里 不安分起来 截着叶卫红的扣子 第四百集 经过刚才的一阵交谈 叶卫红的心中十分的别扭 他一点兴致都没有 因此就抓住了孙娜的手 今晚就算了吧 我有点累了 孙娜愣了一下 看着叶卫红问道 你是不是因为刚才的事情 不高兴了 叶卫红勉强地笑了笑 没有没有 孙娜心里明白 叶卫红虽然这么说 可是心中肯定很别扭 为了将来到了七周 两人还能继续往来 孙娜自然不想让叶卫红不高兴 她的手在叶卫红的身上 游走起来 人的欲望是没有满足的 原本孙娜没有跟叶卫红 有什么关系的时候 她的想法还只是做一个小小的服务员 将来找一个喜欢的人嫁了 过一些平常小市民的生活 她这种位置的人 选择丈夫的范围并不是很宽 就像是政府司机班里 英俊一点的司机 或者是宾馆中帅一点的服务生 都是有可能成为她的丈夫的 但是孙娜接触到了叶卫红 虽然叶卫红在方无事的后期 并不是十分得志 她仍然在叶卫红的身上 看到了一种巨大的诱惑 那就是叶卫红身上 拥有的巨大的权力 虽然叶卫红觉得 自己在方无事处处受制 不能大站拳脚 似乎并没有权力 可是她拥有的权力 还是让孙娜心中艳羡不已 原本在她眼中十分难办的事 到了叶卫红的手中 也就是一两句话 就可以解决的小问题 在半世感恩 半世梦想和权力结合的情况下 孙娜自愿地和叶卫红发生了关系后 这个女孩子的心就大了起来 她的眼界开阔了 知道只要是能够获得叶卫红的心 她就能够使用叶卫红的权力 让她这个本来是农家子弟的小女孩 麻雀变凤凰 原本那些看上去很帅的司机 同时就变得肤浅 再也难以引起孙娜的兴趣 如何能够利用叶卫红实现她的梦想 才是她关心的 现在叶卫红可能重新回到权力的核心 孙娜自然不肯就这么轻易地跟她断了往来 当然她也明白 她不能以两人有了某种关系来要挟叶卫红 那样可能会引起叶卫红的反感 反而会加速叶卫红的离去 事情要一步一步来 要实现自己的梦想 先要把叶卫红的心拴在自己身上才行 这一点孙娜还是十分有信心的 女人对付男人最好的武器还是温柔 只要能够让男人感受到女人的温情 她一定会对你恋恋不舍 一定会听命于女人 女人是水做的骨肉 孙娜如水的身体紧贴着叶卫红 撕磨着她的敏感部位 她不幸换不起叶卫红的激情 叶卫红的身体有了反应 和孙娜纠缠到了一起 孙娜明白 自己如果到了齐州 就只能更加依靠叶卫红 因此使出了浑身解数 极力逢迎叶卫红 叶卫红得到了多日没有享受到的欢愉 也想到了孙娜对自己的好 心中的柔情被唤起来 心说也许这就是上天的安排 自己把孙娜带回齐州 实际上轻而易举 只要是小心行事 不要让林秦儿知道就好了 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官场臣服 叶卫红越来越有了宿命的感觉 似乎冥冥中自有一只无形的手 在操弄着人的一生 她已经不太想去挣脱这种控制了 只想顺应下去 某些时刻 叶卫红还是很享受孙娜的柔情 和年轻富有弹性的肉体 把孙娜带回齐州 让自己的仕途生活带上一点粉色 又何尝不是上天对自己的一点眷顾呢 省委常委 组织部李部长 送叶卫红去齐州上任 车子开进齐州市委大楼的时候 叶卫红看到霍毅和薛冰 已经等候在院子里了 车子停门以后 李部长和叶卫红走下了车 李部长走在前面 霍毅迎了上去 两人的手握在了一起 李部长笑着说 霍毅同志啊 你们等了一会儿了吧 霍毅笑了笑 没有 我们也是刚下来 李部长走到薛冰面前 开始和薛冰寒暄 薛冰和李部长早就认识 原本是李部长送他来齐州上任的 只是那时李部长还是副部长 前不久才容生部长 霍毅握住了叶卫红的手说 卫红同志啊 我们又要在一起工作了 欢迎你啊 霍书记 我重归齐下 今后还要您多多指导呢 自方无事共事以来 霍毅觉得跟叶卫红之间 比他跟薛冰要近很多 现在他感觉薛冰虽然很服从他的领导 但是薛冰却并不是 事事都盲目地服从他 有些地方也有他自己的意见 这让霍毅感到了一种隔阂 此时叶卫红一句重归其下 更让霍毅有了一种亲切感 他手上加了一把劲 另外一只手在叶卫红的肩膀上拍了拍 我们共同努力 薛冰这时候走过来 跟叶卫红握手 笑着捶了叶卫红的肩膀一下 你这个家伙呀 还真是冤魂不散呢 我们又要在一起共事了 薛冰的一句玩笑话 却让叶卫红的心中十分别扭 两人在这几年间忽而你领导我 忽而我领导你 这种未知的互换 本身就很不让人舒服 更何况 现在薛冰又爬到了自己前面 叶卫红有点尴尬地笑了笑 又要跟着薛市长学习了 薛冰也像霍毅一样 拍了拍叶卫红的肩膀 哎 不要这么说嘛 我们都是在霍毅同志的领导下 今后啊 要一起协助霍毅同志 搞好其中的工作 叶卫红的心中很别扭 心说你薛冰算什么东西 我尊敬你说是要跟你学习 你不但不谦虚 还搞了个大啦啦的模样 来拍我的肩膀 霍毅是我的老师和直接上级 他拍我的肩膀是一种亲密的表示 你有什么资格来拍啊 不过薛冰的话 说得冠冕堂皇 叶卫红不能表现出不满 不然的话 就好像是不愿意服从 获益的领导了 因此 虽然叶卫红心中别扭 他还是微笑着 点了点头 感谢观看 我来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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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